第743章 送你上路 震撼与惊剧填满了在场所有人的瞳孔 无数仙道高手都是不自主地屏住了呼吸 看着那对镇山铁骑眼中的惊骇难以言喻 风卢仙朝他们并不陌生 也知道这支仙朝的一些情况 尤其是这段时间 风卢仙朝一直在帮顾长青宣传 这让风卢仙朝的名字就更为响亮了 但响亮归响亮 风卢仙朝手上的信物欲服 早已经交易给顾长青了 镇山铁骑虽然霸道 虽然也盯上了很多仙道势力 但对于他们这种信物欲服已经交易干净的势力 镇山铁骑可还是第一次下手 这是为何啊 有仙道高手忍不住悲愤出声 金雷 莫耀 两位无上精仙 曾几何时也是无比潇洒强大的人物 但如今他们却被斩去头颅 当作夸功的荣耀 拴服在了镇山铁骑统领的神居前 如同垃圾一般 甚至这两位无上精仙还没有死去 镇山铁骑那位统领 也是一尊无上精仙 手段高超 他特意种下了禁止 封住了这两位无上精仙的神魂石海 让他们依旧停留在了头颅内 仙道高手的生命力本就恐怖 只要一点神魂不灭 肉身净毁也一样可以借助先力重生 但眼下这种待遇 对这两位无上精仙来说 只怕彼死还要难受 看着他们那凄惨的模样 在场很多仙道高手都是流露出不忍之色 五大仙朝 这次形势太过分了 其实他们能够猜到 镇山铁骑此举的用意所在 无非是因为封卢仙朝这段时间帮助了顾长青 而顾长青又与五大仙朝有恩怨 但封卢仙朝其实已经很克制了 他们甚至都没有帮顾长青联络什么势力 只是把他们和顾长青交易的过程宣扬出去而已 为了不得罪五大仙朝 他们甚至都没有说什么偏向顾长青的话语 讲话说难听点 顾长青现在能够交易到那么多信物欲服 封卢仙朝的功劳顶多只有两成 剩下八成的功劳都是五大仙朝自己形势阴狠在先导致的 但现在封卢仙朝却被五大仙朝这般残忍屠灭 任谁看了心中会好受 不会生出吐死狐狈之感 然而感受着那些悲愤不满的视线 镇山铁骑的统领反而愈发得意 屠灭封卢仙朝 秦夏这两大无上惊仙夸攻于群山之间 本来就是五大仙朝 诸位无上惊仙商议后下的决断 不这样做怎能起到杀意紧百的效果 而现在看来这份效果却是出奇的好 来人将这两颗头颅悬挂到我五大仙朝的盟军营地门前 让世人都知道和我五大仙朝作对的下场 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云海上空却是有着一道冰冷的声音落下 让在场众人乃至被拴在神居脖梗下 只愈下手机的风炉仙朝两大惊仙都是猛然睁开双眼 看向空中的眼中都是有着浓浓的惊喜之意 和五大仙朝作对的下场有这么凄惨 为何本作从来没有经历过 冰冷声音落下 顾长青的身影自云海深处走出 看着这只镇山铁骑的眼神都是冰冷无边 原本他并不准备这么快 就和五大仙朝对上 毕竟由五大仙朝出面 收购各方势力手上的信无欲服 要比顾长青自己去各家各宗谈判收购 要省事的多也要高效率的多 但他没有想到 这帮人竟然会无耻阴狠到此等地步 让顾长青都是不愿再等候下去 看到顾长青到来 镇山铁骑带队的那位统领金仙 眼中却是不惊反省 他们为何要对风炉仙朝下手 除开杀一紧摆 让各大仙朝不敢再和顾长青交好之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便是想要引诱顾长青现身 让他们有机会将顾长青灭杀 只是 就算是镇山铁骑的统领金仙都 没有想到 他们的计策效果会这么好 顾长青 真没想到 你倒是还有几分胆色 真敢出来和我等正面交锋 你放心 统领镇山铁骑的那位无上金仙 黑石金仙凝笑一声 盯着顾长青的眼底杀意如刀 你马上就会亲身体验一番 风炉仙朝着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 同样的待遇了 只希望到那时 你还能够坚强一点 不要自我了断 不然 那可就没意思了 说到最后 黑石金仙不禁舔了一下嘴唇 一双眼中的视血杀意暴涌 一声长笑 不阵 冲锋 随着他的号令落下 黑石金仙身后 足足365尊镇山铁骑 都是齐声应鹤 在瞬息间布置出了一方风室杀阵 黑石金仙便充当了这根风室最前端的剑芒 伴随着他的仙力绽放 轰隆隆 苍青色的神盲暴涌 366位金仙境的存在 加上他们胯下 同样达到金仙境的366位神居 其浩荡仙力 在那神盲贯通下凝聚在了一起 构筑出了一根苍青色的剑羽 纵横足有万丈 仿若传说中 可以将太阳星辰都给射露的神使 在那黑石金仙的怒吼下 击视而出 瞄准了顾长青的眉心 便是暴掠而去 咔嚓咔嚓咔 万丈剑羽 暴掠虚空 所过之处 空间都仿若承受不住 这根剑羽内蕴藏的恐怖力道 发出了不堪重负的破碎声 要知道 这里是数万仙朝联手 打造出的万朝战场 乃是一方混沌源头化为的世界 其坚固程度 甚至比仙界本身还要高出一筹 更不用说 他们此刻所在的神山宝地 还有混沌神境的制衡 在这种种加持下 寻常真仙老祖进入其中 都根本不可能 伤到这方宝地的空间 更不用说 让虚空破碎了 但这根剑羽 却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其中透露出的讯息 让在场的诸多仙道高手 只觉得手脚发凉 神魂颤抖 看向那黑石金仙的眼中 都是有着无可遏制的恐惧 虚空都要破碎 这份力量 已然真至天仙九重的地步 在这混沌神境之横下 爆发出天仙九重的杀力 放在外界 就算是一般的真仙老祖 面对这一击 怕是都要退避三射才行了 然而 面对那根恐怖的剑羽 顾长青的眼中 却不见有分毫剧疑 他甚至不曾退避 而是继续上前 一个闪身 便来到了那根剑羽的最前方 找死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去轮回路上 懊悔你的决定吧 看到顾长青的动作 那黑石金仙 禁不住吃笑出声 一双眼中的讥讽和轻蔑 都是浓郁到了极点 但下一秒 他的吃笑声 便是戛然而止 咔嚓 第744章 单挑你们全部 恐怖的暴鸣声 响彻四眼 在无数阵部的目光交织下 顾长青一步上前 面对那一方 足以让真仙老祖 都退避三射的恐怖剑羽 不闪不避 只是一拳轰出 同那道剑羽 狠狠碰撞在了一起 顿时 虚空之中 乍起一层层涟漪 所过之处 凌风都是暴碎开来 承受不住那战斗对冲的余波 不好 快退 诸多观战的仙道高手都变色 心底都在颤抖 这样的余波 实在太可怕了 神山宝地上的凌风 何其坚固 就算是他们中带队的无上精仙 想要打破 都需要费上手段 但现在 对战双方只是战斗的余波 就足以将这些凌风震得爆碎 他们同交战那 双方之间的实力差距 用恐怖来形容 怕都是有些不够贴切 此前有传言 说亏宇仙朝的带队精仙 招惹到了这位长青殿下 结果被长青殿下一人一剑 尽数突灭 我当时听闻 还觉得 传言或许夸张了些 但现在看 传言却是毫无夸张之意 甚至可能还有些不够贴切 就顾长青此刻展现出的实力 别说一人一剑 就是不用仙气 怕是都足以突灭掉 昆宇仙朝的大军马 就在他们感慨 震撼 一轮之时 空中 和顾长青对峙的那黑师金仙 心中却是有着浓浓的震撼和错愕 在他看来 自己这一击 理当无可匹敌 毕竟 镇山铁骑 可不是亏与仙朝那只大队人马所能比的 五大仙朝精心挑选 才组成了这支铁骑军 除了他这位无上金仙外 365位成员 个个也都是金仙圆满的修为 这群战力联手之下 就是放在外界 都足以撼动真仙老祖了 怎么可能在这里 还拿不下顾长青 给我死了 黑师金仙一声怒吼 仙力抱拥 让他们逗住出的那根苍青色剑羽上 升起了琥珀色的仙力惊艳 显得愈发神意渴不起来 然而 顾长青的神情依旧平静无比 鉴于暴涨的杀力 仿若未曾对他造成哪怕一点的压力 该死 我倒要看看 你能撑到几时 黑师惊鲜见状 心中不禁颤抖了一下 原本他也有些轻视顾长青 觉得此前没有拿下顾长青 纯粹是因为他们 没有对顾长青投以足够的重视 派去对付顾长青的 都算不得真正的强者所导致 但现在他真切意识到 顾长青的实力的确无比恐怖 这样的人物必须要尽快扼杀 不然 黑师惊仙打了个寒战 五大仙朝加起来 坐镇的真仙老祖都超过三十位 这样的阵容 哪怕是招惹到先尊道统 都该有一定的回旋余地 但现在 面对顾长青展现出的恐怖实力 与那同样恐怖的天资 黑师惊仙却只觉得 若不能尽早扼杀顾长青 只怕五大仙朝 扼要在顾长青手中成为历史了 给我杀 不要留于烈 燃烧仙力 焚烧精血 灭杀此人 本座座主 他身上的财物宝物 除开信物玉符外 全数都是尔等的战力 一句话 让黑师惊仙身后 那来自五大仙朝的数百惊仙 眼睛都顿时发红 顾长青的身家有多丰厚 谁都说不准 但有一点他们很清楚 在灭杀了各方道统那么多高手 尤其是截略了五大仙朝承池的府库后 顾长青的身家之附属 一般的真仙老祖 都未必能比得上 哪怕他这段时间 为了收购信物玉符 花费出去了一些 剩下的那部分 平均到他们每个人头上 依旧可以让他们大发一饼 交易成修炼资源后 说不得就能让他们的实力更进一步 即便修不成真仙老祖 但成就无上精仙 却还是很有希望 我等遵命 顿时 365位精仙 悉数咆哮出声 随着他们的声音落下 他们体内的仙力 都是开始的暴涌 燃烧 熊熊仙力燃烧之下 原本苍青色的剑雨猛然一颤 随着其中的先例暴涨 竟是直接凝聚成了一条苍龙 庞大的躯体 灵纹婉然 一双瞳孔高于百丈 闪烁着射人的寒芒 威风凛凛 仿若真有一条苍龙在此刻复苏 被这群精仙召唤了出来 前来征伐顾长青 好 苍龙呼啸 力找挥舞 朝着顾长青便是悍然斩落 找人所过之处 虚空是真的撑不住了 咔嚓一声便多出了五道巨大的裂缝 有着混乱的空间之力 自其中暴涌出来 让所有仙道高手 都是不自主再度后退 唯恐被那空间乱流卷入其中 会出现在万朝战场上的空间乱流 威势何等夸张 动辄就能灭沙天 仙七八重天的存在 他们眼下身在这神山宝地 受到混沌神境的制约 真要是被卷进去 就是真仙老祖 都是实死无生 而这条苍龙 竟然能够撕裂虚空 找出空间乱流 他的力量 自然更为恐怖 原本他就是天仙九重的沙力 现在再度飙升 已经真正达到了 混沌神境所能压制的极限 达到了天仙圆满的地步 然而 哄 顾长青毫无巨异 迎着那苍龙而上 竟是直接同那苍龙 展开了绝世厮杀 杀剑闪耀寒芒 剑意零零冲销 让无数观战之人都是看待了 就连黑石金仙等人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他们看来 当这条苍龙被召唤出来时 这一战理当结束了 天仙圆满 放在这神山宝地内 已然是最极限的战力 无人可挡 就算是真仙老祖 来到这神山宝地里 能发挥出的实力 也一样到不了这个层次 但偏偏 顾长青不但依旧可以 与这条苍龙匹敌 甚至还隐隐间 占据了上风 这个顾长青 到底是什么来头 黑石金仙等仙道高手 在心底嘶吼 心中惶恐 都是愈加浓郁 但就在这时 哄 哄 哄 一连五重光柱 自远处一方营地内 冲天起 旋即 五方浩瀚杀阵 便是来到云端 各自凝聚出一头 太古仙兽的虚影 煞气滔天 朝着顾长青扑杀了过来 是五大仙朝同盟中的 其余高手 他们也来了 黑石金仙 虽然未能将顾长青拿下 但到底和顾长青 厮杀了一段时间 他们战斗的声威 激荡天地 让营地内五大仙朝同盟的 其余高手 都能够听闻得到 原本他们并没有出手的打算 毕竟 黑石金仙等人联手 镇山铁骑发挥出的战力 已经足以匹敌天仙圆满了 哪里还需要他们再上阵 但渐渐的 他们都意识到不对劲 感受到了顾长青的威胁 只是一尊天仙圆满的战力 还拿不下他 我们也要出手了 一时间 仙光飞舞 五座沙阵凝聚出的仙兽投影 杀入战团 和最初黑石金仙统领的那条苍龙联手 将顾长青包围在了其中 等同于六尊天仙圆满级的战力 联手围攻 顾长青一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任何一人 哪怕是真仙老祖 都一样要陨落 根本没有逃生的可能 但顾长青 非但没有败亡 恰恰相反 在那六尊仙兽虚颖的围攻下 他越战越勇 竟然依旧保持在了上风 这 怎会如此 怎能如此 所有人都傻眼了 他们能够感应得清楚 顾长青所发挥出的实力 一样 没有超出这方混沌神境的制衡 依旧是天仙圆满的级别 但明明一样的实力 却能够以异敌多 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无数仙道高手 心底有震撼 更有疑惑 但顾长青的眼睛 却是亮得惊人 眼底惊喜之意 难以用言语形容 我倒没想到 在这混沌神境的压制下 我竟然还能有此等收获 他接受了苍无先王的遗则传承 继承了苍无先王诸多记忆 其中 就有苍无先王一生征战的战斗经验 那些战斗经验 顾长青本以为自己已经尽数势透 但他今日才明白 他还远没有将其彻底掌握 化为自己的东西 毕竟 他这一路走来 少有能够真正和他抗衡的存在 但现在 在这混沌神境的压制下 顾长青倒是奇妙的 获得了这种经历 同情相争之下 顾长青记忆中 苍无先王毕生战斗的诸多心得要义 都是被他融入到实战内 被他融会贯通 真正意义上 化为了他自己的战斗技巧 在这样的技巧加持下 顾长青虽然境界 修为没有获得增益 但他的实力 却是实打实地在不断增长 虽然战力没有超出混沌神境之恒的上限 但在技巧的弥补下 不要说六个天仙圆满围攻 就是再来六个 顾长青一样能够扛得住 毕竟 围攻顾长青的这六尊天仙圆满的太古仙兽虚影 说到底 也不过就是些精仙合力 但顾长青的战斗技巧 却是承袭自一位仙王 而且是无上仙王的传承 这样的技巧差异下 他们便是六人围攻 又怎么可能占到便宜 哄 伴随着一道震天动地的轰鸣之音 顾长青猛力轰出一拳 将六道仙兽虚影逼退 感受着自己 已经吸收的差不多的战斗技巧 在看着面前已经有些暗淡的仙兽虚影 顾长青嘴角勾起一抹效应 没有再留守 这一战 该结束了 话音落下的瞬间 顾长青的身后 早已等候多时的四重原始杀剑 终于在这一刻亮起了冲天剑芒 如同神红一般 在一瞬间 便吞没了六大仙兽虚影的身形 啊 第745章 何解 随着仙王传承中的种种战斗技巧 被顾长青尽数承袭掌握 顾长青不再犹豫 一拳震推六大仙兽虚影后 便是抬手换出了原始杀剑 四重原始杀剑 早已守候多时迫不及待 此刻得到顾长青的号令 起起飞出 瞄准了那被顾长青震推到身前的六大仙兽虚影 便是悍然斩落 顿时 顾长青身前那万丈云海 便被无边剑气覆盖 数之不尽的剑气 一丝一缕 便足以泯灭仙道高手 此刻汇聚到一处 六大仙兽虚影 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便是被顾长青的剑气 悉数震碎了大阵 扑痴 黑石金仙等人 仓皇而退 大口吐血 脸色都是惨白一片 大阵被迫 他们都受到了牵连 被那股力量反振 伤到了根本 这样的伤势 几乎算得上是道伤了 没有数万年的岁月 根本不可能修养好 但现在 他们完全顾不上这些事情 心中只有无边的畏惧 有些金仙 更是已经胆寒 纵气神红想要逃亡 但还没有等他们逃出太远 顾长青斩出的剑气 便已经追上了他们 轻轻一斩 便将他们泯灭为了虚无 化为血物爆碎开来 顾长青 停手 我们认说 看到这一幕 五大仙朝同盟带队的那些无上金仙们 终于坐不住了 他们此刻的状态 和黑师金仙一样 都是相当凄惨 此前那五头太古仙兽的虚应 便是他们联手构筑而成 现在他们 也都受到了正式被迫的反噬 只是他们修为更高 此刻还能压住伤势 加上地位摆在这里 还能够勉强维系住姿态 此刻 五大仙朝同盟的那位带队金仙色声开口 咬牙说道 我们认输 今后我五大仙朝 不会再与你为敌 你也莫要赶尽杀绝 我们两家 握手言和如何 一句话 让在场众人都是神情恍惚 只觉得自己如在做梦一般 五大仙朝的同盟 并不是此次混沌神山出世才有的 早在神山出世之前 五大仙朝的同盟就已经存在 并且名声响亮无比 在整个非仙道州诸多真仙仙朝里 五大仙朝的同盟 算是最霸道的那一个 数千万年来 从来都是五大仙朝 以施压人 逼得对方跪地求饶 求得一个言和的机会 什么时候 轮到他们主动开口认输 请求饶恕 保持和平了 一道道或是恍惚 或是错愕 或是震撼的目光 纷纷朝着这些五大仙朝的 无上精仙们投过来 让这些无上精仙 只恨不得在地上寻一条缝钻进去 将自己躲起来 也免得受这份屈辱 但他们再想逃避 也还是要老老实实站在这里 和顾长青交涉完毕 五大仙朝 此次派入到神山堡地那个高手 实在太多了 虽然没有真仙老祖作证 但数十位无上精仙 加上数千位精仙境的存在 若是一并陨落在神山堡地内 即便是五大仙朝 都有些承受不住这个打击 所以 他们能做的 只有言和 只要你放过我们 那信物欲服 我们都可以交易给你 五大仙朝带队的那位 无上精仙想了想 又追加了一条 在他看来 这个条件已经很优厚了 故长青虽强 但那只是在混沌神境的制衡下 才有了这等恐怖战力 若是他去到外界 没有了混沌神境的制衡 任意一个真仙老祖 都能够将其轻松镇压 而五大仙朝 有超过三十位真仙老祖作证 他故长青就是再嚣张 也断然不敢和五大仙朝 结下死仇 当然 他们也不会真的 就这样放过顾长青 所谓的不再追杀顾长青 只是眼下 为了求和 才说出来的话语而已 等真正出去后 追杀与否 哪里是他一个精仙 能决断的事情 但这些话 他可不会直接说出来 只要糊弄住眼前 保住他们的性命 就已经足够了 而那些围观的仙道高手们 对那位无上惊心的话语 却没有怀疑的想法 主要是五大仙朝 势力实在太大 地位也实在太高 代表这样的势力 许下的承诺 怎么也不会到 不被承认的地步才对 然而 就在他们心中沉吟之时 故长青却笑了 许下诺言 握手言和 好啊 但前提是 你们要以 你们五大仙朝的气运为根基 与我立下 混沌誓言才行 我也不强求你们太多 只要你们一千年内 不来找我麻烦就行 这样一千年后 混沌誓言就会自行解除 你们被收归混沌的气运 也会回归到你们身上 以你们的境界 区区千年岁月 还不会被你们放在眼中吗 听到故长青的话语 在场中人都是一阵 而后齐齐反应过来 顿时又将目光 投到了那群五大仙朝的 无上惊仙们身上 的确 顾长青的条件 也是相当公道 甚至可以说宽厚 千年岁月 对于仙道高手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就算是准仙都可以轻松 活上千万载岁月 千年时间 对很多惊仙来说 可能闭关一番 消耗的岁月 都要比这漫长了 但那五大仙朝代对的 那批无上惊仙文言 却都是变了颜色 一个个都是不再开口 那般表现 就是傻子也能明白 他们之前所说的 什么握手言和 根本就是用来哄骗小孩的话语 五大仙朝 这也太无耻了一些 看到那群无上惊仙的反应 诸多围观的仙道高手 都是忍不住开口了 很是一份填膺 但顾长青 只是淡然一笑 五大仙朝的行事作风 他哪里会不清楚 在他刚来万朝战场时 他们麾下的惊仙 就想强行擒拿自己 让自己去当混沌警的探警人 这几家势力 若是真会那般 轻易握手言和 顾长青 才会感到奇怪 感受到诸多鄙夷的目光 饶是那批无上惊仙 各个脸皮厚度惊人 此刻也都有些吃不消了 见顾长青四笑非笑看过来 他们交换了一个眼神后 那名为首的无上惊仙 忍不住咬牙说道 或许我们可以换个方法 我们不能代表 仙朝做出决断 但我们可以保证 等离开这神山宝地后 我们会尽力 向老祖们请求 与你和解 不再追杀你 当然 作为回报 我们手上 现在有二十一枚信物欲服 等你得到神山归属权后 该拿出三分之一 混沌神山的份额 交给我们 这样 我们在老祖面前 为你说话 底气也更足一些 第七百四十六章 震撼 一句话 让在场众人都是齐其一正 这群无上惊仙说的条件 乍一听 是有些无耻了些 明明是败君之将 但还要顾长青 交出各种好处 但 考虑到他们的出身 尤其是他们背后最大的靠山 那足足三十余位真仙老祖 他们开出这条件 倒也显得不算过分了 然而 顾长青文言 只是一笑 而后屈指一谈 嗡 四重原始杀剑 便是疏忽而起 朝着下方那群无上惊仙 便是要轰然斩去 顾长青 你莫要冲动啊 你且想好 你若是真的斩了我们 五大仙朝于你就再也没有回旋余地 诸位真仙老祖 定要与你不死不休 就是你背后的宗门 家族都要被连根拔起 鸡犬不留 他们的话语 还未说完 顾长青的剑气 已经如神铺一般轰然压落 所过之处 一尊又一尊惊仙 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便是直接被顾长青的浩荡剑气 搅碎灭杀 暴裂为一团团血物 消散在了天地之间 不过片刻功夫 五大仙朝这群惊仙 便是被顾长青禁术涂灭 一个不留 而被他们擒下来 斩杀的只剩下首级的风炉仙朝两位无上惊仙 则是在第一时间 便被顾长青解救了出来 此刻都被顾长青抬手打入神力 重塑了仙体 正站在顾长青左右 看着那些灰飞烟灭的五大仙朝高手 两人的眼中 都是有着大仇得报的快意 风炉仙朝 此次进入神山宝地的高手有很多 但在镇山铁骑的屠灭下 九成九都死在了铁骑之下 只剩下他们两名无上惊仙 和一小批人侥幸逃得了性命 此刻 看着仇人陨落 两名无上惊仙深吸一口气 却是齐齐跪倒在地 朝着顾长青砰砰叩手 我等多谢长青殿下 救命之恩 报仇之夜 此份情谊 我风炉仙朝上下 断不敢忘 说着 两位无上惊仙 直接取出一滴本命精血 凝出一枚玉佩 交到了顾长青手中 今后 长青殿下若有任何用得到 我风炉仙朝的地方 只削引动这枚玉佩 我风炉仙朝便会有感 届时 定会竭尽全力 为殿下效力 他们可不觉得 顾长青来这里是临时起义 不出意外 就是那一小批 在他们两人拼死掩护下 侥幸逃出去的风炉仙 将情况通知给了顾长青 这才有了顾长青赶过来救援的事情 就冲这一点 他们对顾长青 就已经无比感激了 二位请起身吧 说来这次 风炉仙朝也是受了我的牵连 顾长青挥手扶起二人 微微抬手 神石一钩 自五大仙朝营地内 便有上千枚储物件飞了出来 这些 一半应该是贵朝诸位道友的遗物 另一半 就算是本座的补偿 且不说风炉仙朝这次惨遭屠灭 是受到自己的牵连 就算没有这一点 风炉仙朝此前帮自己宣传 也是有功劳的 仇谢一番也在情理之中 但 风炉仙朝众人 却不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看着顾长青送过来的上千枚储物件 哪怕是那两位无上惊仙 都是只觉得有些眼眶湿润 他们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郑重将那上千枚储物件收拢 而后朝着顾长青 便是郑重躬身 再度下拜 虽然没有说话 但他们的态度 已经表明无疑 而那些围观了此战全过程的各大仙朝 此刻看着顾长青等人的眼神 复杂到了极点 他们没有想到 顾长青的实力竟然会如此恐怖 更没有想到 顾长青竟然会如此慷慨 这让他们心中 都是不禁活泛了起来 尤其是那些 手中还留有一两枚信物玉符的仙朝势力 在短暂犹豫后 就是纷纷踊跃上前 想要将自己的信物玉符 交易到顾长青手中 对这些人 顾长青自是来者不拒 灭杀五大仙朝派进来的高手后 顾长青的身家 都是再度丰厚了起来 很快 顾长青手中的信物玉符数量 便是再度暴涨 从原本的47枚 暴涨到了76枚 只剩下最后五枚 就能够彻底掌握这方混沌神山了 不过 这最后五枚 却是半天没有人过来交易 顾长青倒也不着急 神山宝地 纵横十万里 无比广袤 有不少手中 还握有信物玉符的势力 在混沌神魔开始肆虐的时候 就第一时间躲到了神山宝地深处 那些可以避开混沌神魔感应的所在 在那些区域 他们的安全虽然可以得到一定保证 但情报 也因此变得不够灵通 但没有关系 五大仙朝覆灭的消息 会很快传遍神山宝地各处 最多一两日 手握最后 那五枚信物玉符的势力 便会自己出来 和他进行交易 左右不差这一两天时间 顾长青很有耐心 正如顾长青所预料的一样 手握最后五枚信物玉符的势力 此刻正隐蔽在神山宝地深处 一方大峡谷内 相较于其他 可以蒙蔽混沌神魔感应的区域 这方大峡谷的蒙蔽能力 要更强 不仅如此 隐藏在此的这方势力 还在这片大峡谷的两侧 修筑了诸多法阵 在这法阵的加持下 进一步提高了 这方大峡谷 蒙蔽神魔感知的能力 能够做到这种手笔的势力 显然不一般 若是顾长青在此 估计还会哑然一笑 因为这只势力 也算是他的熟人了 正是清雀仙子所在的 玲珑仙朝的队伍 不过 此刻玲珑仙朝几位带队的 无上精仙 正在争论着什么 依老夫的眼光看 还是同那顾长青交易 更好一点 一位老者开口说道 这位老者 若是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他的眉眼和清雀仙子 有几分相似 其原道号 清明 正是清雀仙子这一脉的老祖之一 无上精仙级别的存在 因为清雀仙子的缘故 这位清明精仙 对顾长青很是好奇 也更有好感一些 但其余六位无上精仙 却还是更倾向于 和五大仙朝做交易 五大仙朝 势力雄厚 我们玲珑仙朝 此前有机会成为 他们同盟的一员 但因为顾长青的缘故 偏偏错过了这个机遇 甚至还导致 我们同五大仙朝 相对融洽的关系 产生了裂痕 其余六位无上精仙中 为首的也是一名老者 一席乌袍 此刻开口时 还不忘看向清雀仙子 与其里有着毫不掩饰的 指责意味 我不想追究某些人的责任 但相较于顾长青 明显还是五大仙朝 更值得我们投资 我们手上现在这五枚信物玉符 我已经决定 尽数免费让给五大仙朝 也好修补 我们同五大仙朝之间的裂痕 听到这乌袍牢者的话语 清明惊仙 清雀仙子 都是变色 为了这五枚信物玉符 玲珑仙朝可是费尽了手段 但现在 竟然要为了讨好五大仙朝 而白白送出去 他们玲珑仙朝 也是顶级的真仙仙朝 何曾需要这等卑躬屈膝 乌龙金仙 你这个决断 未免有些太过分了一点吧 清明惊仙咬牙 玲珑仙朝内部的高层 其实早已分裂出了两派 一派倾向于清静五大仙朝 而另一派 则倾向于保持玲珑仙朝的独立性 这两大派系之间 多有争斗 乌龙金仙 就属于倾向于五大仙朝的那一派 而且传言 这一派系的强者 其实有不少都受到了五大仙朝的收买 真相如何 清明惊仙本来还是将信将疑 但看到乌龙金仙 现在做出这样的决断 清明惊仙甚至有几分相信着传言了 忍不住站出来开口制止 但 站在他这边的无上惊仙并不多 算上他在内也只有三人 另外四人 或是本就是乌龙金仙一方 或是已经被乌龙金仙说服 都未曾将顾长青放在心上 清明惊仙 过分与否 不是你说了算的 和五大仙朝交好 这是上面老祖都同意的决断 还轮不到你来插手 那顾长青便是有些能耐 又如何能够与五大仙朝的同盟相提并论 乌龙金仙轻蔑一笑 便是直接带着五眉信物玉符 动身离开了这方山谷 看到乌龙金仙离开 在场的一众玲珑仙朝的高手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无论赞同与否 到底还是一同跟了上去 毕竟 五眉信物玉符在手 就是想要送出去 都需要玲珑仙朝大部队一起出洞才行 若只有乌龙金仙一人外出 可能 已经被混沌石墨盯上截杀了 众人联手 截这儿行 顶级仙朝的底蕴 在这一刻 净险无疑 一路上 虽说偶尔也有混沌石墨拦路 但到底没有造成大的威胁 很快 众人便顺利来到了五大仙朝的营地所在 然而 就在那乌龙金仙满脸妖躬之色 想要去找寻五大仙朝的朱卫领队金仙时 他低头看去 瞳孔 都是瞬息凝固 映入眼帘的 并不是他预想中 威风八面 震慑十方的同盟营地 而是一片残破不堪 仿若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的废墟 五大仙朝同盟的惊奇 更是折断一半 栽倒在一旁 被尘埃掩埋 这样的景象 别说乌龙金仙 就是跟他一同前来的其他玲珑仙朝高手 哪怕是清明 清雀 都是目光呆滞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 这里到底是 发生了何事 怎么会是这般景象 第747章 无上金仙 一刻钟后 终于知晓此地发生了何事的玲珑仙朝重修 终于稍稍冷静了下来 但他们心中的震撼 仍是久久难平 带队的乌龙金仙 更是脸色阴沉无比 他站在玲珑仙朝一众高手的正前方 背对众人 头都不敢回 虽然一众玲珑高手 都没有说话 但他总觉得 他们在心中暗暗嘲笑着自己 毕竟 就在不久前 他还在嘲讽顾长青 不知天高地后 胆敢招惹五大仙朝 定然活不了太久 但一转眼 便被现实狠狠在脸上抽了一耳光 但乌龙金仙显然想多了 玲珑仙朝的众人 此刻根本没有功夫去嘲讽他这个领队 震撼还来不及 哪里有功夫在意他的想法 就连清明 清雀这对祖孙都不例外 这些都是雀儿你说的 那位常青殿下做的 清明金仙的声音都有些结巴 清雀翘俏脸同样呆滞 听着祖父的话 僵硬地点点头 但语气里同样满是难以置信 听那些情报 似乎是这样没错 清雀现在脑子也猛了 他是对顾长青充满信心不假 但那份信心 也就仅限于顾长青 能够在五大仙朝手中 勉强自保而已 做梦都没有想到 顾长青的实力 竟然会强悍到这种程度 就在他们愣神之时 So 下方 有一道身影纵起神红 正是风卢仙朝的一位精仙 在顾长青屠灭五大仙朝的高手 为风卢仙朝死去的仙道高手们报仇之后 风卢仙朝剩下的这批仙道修士 便是自愿地汇聚在顾长青周围 听令于他 看到玲珑仙朝众人到来 当即就有修士猜出 剩下的那五枚信物欲服 八成就在他们身上 风卢仙朝的精仙 自然主动过来开口 道友是 金雷金线 乌龙等玲珑仙朝的无上精仙 认出了来人 有些惊疑 风卢仙朝 虽说弱了玲珑仙朝一筹 但金雷金纙本人 却是与他们同级的人物 各大仙朝 修成精仙境的有很多 金纤圆满的层次 只要积累足够的岁月 也都能够达到 但无上精仙却不同 能修炼到这一步的 无一例外 都是仙道高手中 天赋异禀的存在 他们和真仙老祖之间 所欠缺的 更多的就是一点机缘 一点灵光 从这个角度来说 各大仙朝的无上精仙 都可以视为他们的真仙种子 也正因此 乌龙等无上精仙虽然高傲 但面对于他们同层次的精雷 依旧保持了相当的客气 我等有理了 乌龙等人微微欠身 精雷精仙亦是功身还礼 诸位道友客气了 我家殿下已经等候诸位道友多时 貌媚问一句 不知诸位道友手中 共有多少信无欲服 听到精雷精仙 竟然对顾长青尊称为殿下 几乎将顾长青 当作自己主君一般礼尽 原本看不起顾长青的乌龙精仙 眼角再度抽出了一下 他有心想要说 手中没有信无欲服 不想同顾长青做交易 但他话还没有开口 清雷精仙却抢先一步发话了 我等怎能让殿下久等 不瞒道友说 我凌龙先朝此次 收集了足足五枚信无欲服 正欲献给殿下 还请道友 为我们引路吧 清雷 你怎么敢 听到清雷精仙的话语 乌龙精仙顿时变色 他没想到 清雷竟然会在这时候跳出来 更没有想到 清雷竟然敢直接决断 将他们手上那五枚信无欲服 全数净献给顾长青 他顾长青 何德何能 乌龙精仙又惊又怒 你的做法我回去后 一定要全数禀报给老祖 到时候你就知道后悔了 后悔 清雷精仙冷冷瞪了乌龙一眼 眼神平静的可怕 乌龙 你到现在还看不明白 五大仙朝和这位长青殿下之间 到底该选择谁吗 清雷精仙说着冷笑一声 的确 长青殿下现在或许还没有成长起来 但只要由我玲龙仙朝雪中送炭 为他争取一两万年的时间成长 还是不成问题 以殿下的天赋 等一两万年成长起来 五大仙朝哪里还能威胁得了他 你大可将这些情报 禀报给老祖们 老夫也很想看看 当你知道老祖们支持我 而非支持你的时候 你的表情又该是何模样 清雷精仙以神识传音 说出的话语不仅乌龙能够听到 在场诸多玲龙仙朝的精仙们 也都有所耳闻 他们第一反应 都觉得清雷精仙的话语 有些过于离谱 将顾长青拔刀得太过了一些 但当他们稍稍冷静下来思考一下后 却都有些惶恐的发现 清雷精仙说的话 反而更有道理 就连乌龙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以至于原本脸上的惊怒之色 都是多了一份难以掩盖的惶恐 清明冷笑一声 没有再同这乌龙废话 直接带着玲珑仙朝的一众高层 还有自己的孙女 在惊雷的带领下 来到了顾长青临时居住的一方洞府内 这方洞府 也是顾长青从五大仙朝手上夺来的战礼 平日只是储物界的形状 但一旦注入灵力 仙力便可化为一方仙府 并且坚固程度 就算是无上惊仙想要攻破 都要费上些手脚 内中的修炼环境 也是相当不俗 顾长青干脆便留了下来 在这神山宝地内 正派上了用场 我等见过长青殿下 在清明惊仙的带领下 一众玲珑高手 来到洞府正中的主殿内 朝着端坐在主座上的顾长青 躬身行礼 姿态恭敬 态度谦卑 就算是觐见真仙老祖 也不过就是这份理态了 但玲珑仙朝的众人 却无意觉得这份礼仪过分 顾长青的战绩 已经证明了他的实力 在这神山宝地内 就算是真仙老祖清灵 只怕都不会是他的对手 在这样的前提下 他们表现的再恭敬 都是正常 清雀仙子 也跟在众人中 恭身行礼 在顾长青开口 让他们起身后 跟着祖父等人一同起身时 这位仙子忍不住 偷偷朝主座看了一眼 主座上 顾长青依旧白衣如雪 俊秀的容颜上 那一双眼眸 仿若最深邃的星河 永远淡然而璀璨 只是一眼看去 就让人心神 都不禁沉入其中 那超然物外 仿若不属于 这方天地的无上气度 更是让他的方心 都是不受控制的 再度颤抖了起来 再联想到他的战绩 清雀仙子的心底 都不禁升起了 一份奇妙的苦涩 带着甜蜜 但又有些发苦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 但一双美眸 一时间却不由吃了 第748章 给脸不要脸 清雀仙子的心绪变化 身为祖父的清零金仙 自然洞察的一清二楚 让这位老人家心底 不禁轻轻一叹 孙女的心思 他怎不明白 只可惜 清零金仙目光 不禁落到了主座上 顾长青的身上 修行不过数千载 便有了如丝战力 这样的人物 未来注定要风华绝代 就算是真仙 都不会是他先路的尽头 和他比起来 自家在玲珑仙朝境内 素来被誉为天骄的小孙女 都要弱了不止一筹 爱上这样一个人 对清雀仙子来说 只怕不是什么福分 但让小孙女放弃 清零金仙 也有些心疼 想到这里 清零金仙心底 原本就决意劝说 诸位真仙老祖 庇护顾长青的想法 不禁更坚定了一些 只要将顾长青 邀请到玲珑仙朝 接受仙朝庇护 天长日久之下 说不得自己孙女 真的会有那么一份机会呢 想到这里 清零金仙便是躬身行礼 沉身开口 将手中五枚玉符 悉数承送上前 这五枚玉符 便是我玲珑仙朝 敬见殿下的鹤脸 此外 老夫已经向我仙朝 诸位真仙老祖 发出了传讯玉符 只要殿下愿意 待此件事了 殿下可以随老夫等 一同前往玲珑仙朝 未来 殿下就在我玲珑仙朝境内修炼 也能够安心许多 不会被诸多俗事琐碎打扰 清零金仙说着 顾长青旁边 惊雷 莫要两大风炉仙朝的无上金仙 都是睁大了眼睛 满脸都是不可思议 都有些怀疑 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什么 清零金仙这话中的意思 他们都听明白了 这就是表示 玲珑金仙愿意冒着 开罪五大仙朝的风险 庇护顾长青啊 玲珑仙朝的魄力 竟然这么大 不过 想到顾长青的实力 两人心中的震撼 倒也平复了一些 以殿下的实力 让玲珑仙朝 这般下本投资 倒也在情理之中 惊雷和莫要想着 忍不住交换了一个眼神 二人眼中 皆是有些遗憾之意 他们遗憾的东西很简单 如果风炉仙朝 能够强大一劫 像玲珑仙朝一样 都是顶级真仙仙朝的话 那他们也可以开口 表示能够庇护顾长青 已经见识到顾长青 潜力的他们可明白 若是这一柱赌队 顾长青未来成长起来 他们的回报 可要比他们所冒的风险 要高出千倍万倍啊 哦 邀请我去玲珑仙朝修炼吗 顾长青挑挑眉 同样有些意外 他也没想到 玲珑仙朝竟然会这么下本拉拢自己 但可惜的是 他没有这个必要了 如今的顾长青 只用肉身 就能镇压真仙六七重天的人物 若是青力一战 在不动用原始杀阵的情况下 也能够力拼真仙八九重的高手 这样的实力 完全没有必要去仰仗什么玲珑仙朝的庇护 平白无故欠下一份人情 更不用说 顾长青目光 落到清明金仙承送过来的五枚玉符上面 眼中有着七代浮现 最后五枚玉符入手 算上他手中已经拿到的 玉符便能够集齐 届时 他便可以入主这座混沌神山 一座新出世的混沌神山 那中蕴藏的混沌元气数量之雄厚 足以让顾长青修炼到主宰圆满 乃至修成准仙 甚至这还不是极限 想到这座混沌神山中 这段时间无比活跃 肆虐不休的一众混沌神魔 顾长青估计 这座混沌神山中蕴藏的混沌元气 要比一般的混沌神山 还要更为浓郁精纯 有这一座混沌神山在 顾长青没有点头 婉拒了这位清明金仙的邀请 殿下 不再考虑考虑 清明金仙愣了愣 忍不住又劝说了一句 就连左右两边 青雷 墨药二人都有些不淡定了 在他们看来 玲珑仙朝的诚意的确十足 而顾长青现在 也的确需要一方势力来庇护 才有成长起来的把握 不然 五大仙朝联手追杀下 整个飞仙道舟 都盼满有顾长青的安宁之地 殿下 想到这里 青雷和墨药都忍不住在开口了 但顾长青抬手 止住了他们的话头 微笑道 诸位不必再多说 我心中自有主意 说着 顾长青将那五枚信物玉符 悉数练话 又取出了一批珍宝 回赠给了清明金仙等人 他不答应玲珑仙朝的邀请 也有另一重原因 钱好欠 情难还 他给玲珑仙朝 并无恶感 但硬要说好感 倒也没有太多 与其免费拿这五枚信物玉符 平白欠下一份人情 顾长青更乐意直接倾账 两相各变 殿下这 使不得呀 清明金仙看到顾长青让惊雷 莫要送过来的仙兵 下意识就想推剧 但顾长青一已决 哪里是他能推剧的了 最后 他只能默然接受下了这份回报 带着玲珑仙朝的众人到辞 走的时候 背影很是落寞 清雀仙子也跟在他身后 心中也是暗暗叹息 或许 我们应该更早一步 在这位殿下还会彻底扬名前 就与其结交 在他刚进入万朝战场的时候 就与他站在同一旁 若是有这份情意 今日 我们就能建立起足够近的关系了吧 清雀仙子低声道 美眸中闪过一抹懊悔 当日 他与顾长青初次相见时 顾长青好似接下囚 被紫阳 紫月等五大仙朝的高手 压迫着去探混沌井 他虽然最终没有参与其中 但从头到尾 也没有为顾长青说话过 彼时他并没有将顾长青放在心上 只是存了本性一点善良 没有压迫顾长青而已 但也因此 并未和顾长青留下 哪怕一丝情分 顾长青最后肯放他一马 已经算是走运了 哎 或许这就是我等无缘吧 清零金仙也是叹息一声 眼中浮现极许失望 但 也有不少玲珑仙朝的高手 脸色难看 阴郁得快要滴出水来 尤其是那些 早前跟在乌龙金仙身后 站在五大仙朝那边 但后来又因为顾长青见灭五大仙朝高手 又转过来跟着清零金仙的那群人 此刻的脸色最是难看 顾长青的拒绝 让他们感觉受到了羞辱 真是给脸标脸的家伙 果然 死子就是无知小辈一个 哪里值得 我玲珑仙朝 这般拉拢 说得不错 等着神山宝地开启 五大仙朝真正的高手 那些真仙老祖们出动的时候 这小辈 怕是就要追悔莫及了 听着众人的话语 清零金仙脸色一黑 忍不住低声呵斥道 够了 都给我住口 他冷冷瞪了众人一眼 咬牙低声道 便是长青殿下 拒绝了我们玲珑仙朝的邀请 以他的资质 实力 也断然不是你们 来自于老夫可以制绝的 就算你们想不明白这一点 在大放厥词前 也不妨先动脑子想想 这位长青殿下 已经灭了五大仙朝 在神山宝地内的大部队 他会不会介意 再多灭上我玲珑仙朝这一支 一句话 让那群原本还在议论 嘲讽着顾长青的玲珑仙朝经仙 都是齐齐一抖 再不敢放出一句屁话来 只不过 他们的眼中那掩不住的愤愤不平之意 别说青鸣 就连青雀仙子这个后辈 都能够感受得出来 但对于这种情绪 他们祖孙 也是无计可施 毕竟 顾长青的拒绝 让他们都是有些手足无措之感 也不明白 顾长青到底哪里来的自信 能够抗住五大仙朝未来的复仇 或许 他真的有自己的打算吧 青鸣青仙 都是忍不住轻叹一声 心中呢喃 但对顾长青一人 抗衡五大仙朝最顶尖站立的信心 却实在高不到哪里去 玲珑仙朝众人各异的心思 顾长青自然不知道 不过 他也懒得在意这些 随着最后五枚信物欲服入手 顾长青收拢心神 回归石海 看着石海中浮现的 庞大的混沌神山 在意识世界的投影 他的一双眼中 意识有着筋芒如电 终于 到这最后一步了 第749章 炼化混沌神山 轰隆隆 石海之内 顾长青盘膝端坐 原始天宫悄然催动 随着公爵运转 石海内 他的浩荡神石掀起滔天波浪 如同一方汉海暴涌 朝着混沌神山的投影 涌去 八十一枚信物欲服所化的丝线 在这一刻 意识汇聚如一 凝聚出了一条宏伟神桥 贯通两端 接引着顾长青的神石之力 让他不断冲刷 洗练着混沌神山的投影 在这样的冲刷下 庞大的神山投影 都是开始了阵战 崩解 大块大块的碎片 从神山山体上崩解下来 落入到顾长青的石海内 又被顾长青转顺练化 成为了顾长青石海的资粮 让顾长青的石海 都是进一步拓展 不过一炷香的功夫 神山投影的体积 便缩水了几近十分之一 也就是这一幕 发生在顾长青的石海内 外界无人得以看到 不然 不知道会有多少人 下巴都被惊掉 想要掌控一座混沌神山 难度之大 用登天来形容 都是毫不夸张 不仅需要练化 还要在意识海内 将整座神山的意识投影 都给练化 以此在混沌神山的 现实山体内 铭刻下自己的神魂烙印 一般情况下 这一步想要完成 就算是真仙境的 各宗各朝老祖 都需要花费数月光阴 像一些体积出众 蕴藏元气 更为浓郁精纯的神山 花费一年两年 都是不在话下 但顾长青呢 不过一炷香的时间 就练化了 几近十分之一的时间 而且 随着这十分之一的山体投影 被顾长青吸收 他的练化速度 再度增长了一截 只是半日过去 哼 外界 混沌神山庞大的山体 都是温明一颤 让神山宝帝内 所有仙道高手 都是仓皇抬头 看向神山之巅 亦是此刻顾长青所在的方位 有一个算一个 眼中的震撼 都是异于言表 在他们视线交织中 顾长青盘息 短坐于神山之巅 随着最后一方神山投影 被他吸收练化 融入石海 他的神石 已经蜕变到了一个 无比恐怖的地步 就算是真仙九重 圆满境界的存在 论神石 都远不如顾长青强大 而随着混沌神山的意识投影 被顾长青彻底融合吸收 他的眉心间 意识大放光明 一道宝剑印记浮现出 随着顾长青的催动 嗖的一声 便没入到了混沌神山的深处 这事 炼化完成了 只用了半日 这位长青殿下 就在神山之中 打下了自己的神石烙印 他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一刻 全场接阵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顾长青 可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随着神山印记打下 顾长青只觉 自己一个念头 便可以带着这混沌神山 穿梭到这片万朝战场的每一个角落 在这万朝战场上 哪怕是真仙老祖到来 他若是不想与之一战 也能让那真仙老祖 找不到他的踪影 这是因为 这座混沌神山 本就是万朝战场这片 混沌原地 孕育出来的宝地 其地位 类似于万朝战场地脉一般的存在 顾长青练化了这座神山 就等于得到了万朝战场地脉的认可 穿梭移动 也都可以通过万朝战场的地脉来进行 那速度 可要比穿梭虚空 快上不知多少倍 正好 顾长青青面移动 只一瞬间 那些还没有反应过来的诸多仙道高手 便是身形一阵 只觉天旋地转 等他们再回过神石 他们已经离开了神山宝地 被顾长青这个神山之主 传送到了外界 不等他们平复下来内心的震撼 原本处理在他们面前的混沌神山 便是微微一颤 没入大地 再不见了踪影 离开了呀 在场的 都是来自各大仙朝的顶级高手 对于炼华混沌神山后 能够在这万朝战场上 获得的诸多便利 自然也都一清二楚 看着已经消失不见的顾长青 清明经先忍不住轻声一叹 脑海中 却还是不自主地回忆起了 此前顾长青半日时间 便练化完混沌神山的场面 心中那掀起的惊涛骇浪 仍是久久难以平息 若非亲眼所见 他绝对不会想到 世上竟然会有如此妖孽的存在 原本他觉得 顾长青想要凭自己的能力 抗衡武大仙朝 实在是有些痴心妄想了点 但现在他觉得 或许不是顾长青痴心妄想 而是他 太过小觑了顾长青 而就在他感慨之时 远空中 嗖嗖嗖 数百上千道气息 飞掠而来 在一瞬间 吸引了在场这群仙道高手们的视线 他们齐齐抬头 看向那气息源头 映入眼帘的 却是一搜搜灵舟 骑上惊奇烈烈 更有数之不尽的 仙兵仙将 劈仙甲 御仙兽 滔天煞气 几乎要将大地压垮 而最为惹眼的 却还是这对人马最前端 矗立着的五道身影 他们散发出的气势 磅礴如鸳 体内浓郁到极点的仙灵之力 让天地万道都与之共鸣 同他们交相辉印 映衬得他们愈发神意 虽然看不清面孔 但他们每一个的气息 都已足够震慑人心 就算是无上惊仙级别的人物 在他们面前 都只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就如蝼蚁一般 是 五大仙朝的大军 最前面那五位 是五大仙朝的真仙老祖啊 我的天 五大仙朝的真仙老祖 竟然都触动了吗 各方仙朝的高手 都是忍不住惊呼出声 看向空中那对人马的眼底 都是有着压不住的畏惧 而等 有谁知道神山宝地的具体情况 上前一步 说与我等 就在他们畏惧之时 五大仙朝带队的五位真仙老祖中 有一人开口了 他的声音冰冷无比 更有不容置疑的煞气 五大仙朝 这次绝对损失惨重 他们虽然不知道 神山宝地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带队的数十位无上惊仙 还有五大仙朝加在一起 派进去的数千位普通惊仙境的存在 他们在各自仙朝内 都有命排魂被留存 但就在不久前 他们的命排魂碑 悉数爆碎崩灭 数十位无上惊仙 数千位惊仙的损失 让五大仙朝的真仙老祖 都是心痛到低血 彻底坐不住 感受着他们身上笼罩的煞气 在场诸多惊仙 果然有许多都站立不住 也就清明惊仙 这些来自顶级真仙仙朝的惊仙 还能够保持一定的淡然姿态 但就在这时 在清明惊仙身后 一直一语不发的乌龙惊仙 眼中一抹寒芒闪过 念朝那五位真仙老祖 公公静静行了一礼 诸位老祖 在下有些情报想要禀报 乌龙 你 乌龙惊仙的动作太快 又太突然 清明惊仙等人 都是完全没有想到 这家伙竟然敢在这时候跳出来 主动靠向五大仙朝 等他们想要开口阻止的时候 一切都为时已晚 只能任由乌龙上前 将玲龙仙朝已知的 顾长青的诸多情报禀报上去 虽说玲龙仙朝 也不清楚 顾长青究竟来自哪方势力 乌龙惊仙能提供给五大仙朝的 只是他的一些猜测 充其量 再加上顾长青的一些战绩 还有对他战力的预估 但他这时候 站出来提供情报这件事 本身代表的意义 可要比他提供的情报更严重 但清明惊仙想阻止都阻止不了了 因为 五大仙朝的真仙老祖 几乎是在乌龙惊仙开口的瞬间 便将他庇护在了他们的身后 清明惊仙还会升起拦阻的念头 五尊真仙境的威压 便是落到了他的身上 让他连呼吸都变得无比艰难 很好 已经有人主动站出来 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五尉真仙老祖满意点头 目光看向其余各方势力的强者 现在 可还有谁 有情报禀报 他们的语气平缓 但眼中的煞气 却是不减反增 乌龙惊仙禀报过来的 关于顾长青的那些战绩 让他们这些真仙境的存在 听了之后 都是心中颤抖 对顾长青的杀意 都是暴涨了不知多少 就算这顾长青 是靠着某些外物 靠着传言中所谓的仙尊仪宝 才在这神山宝地内 留下了如此害人的战绩 但能够得到仙尊仪宝的人 又有哪一个是弱者 仙尊仪宝 可不是得到就能随意驱动的 这等级别的宝物 对主人的要求也是极高 顾长青能驱动仙尊仪宝 也就意味着他的天赋 绝对不会比那些真正的仙尊敌传弱 这样的天骄 真要任其成长下去 就算是他们这些真仙 都会有寝食难安之感 第七百五十章 传承试炼 万朝战场上 风云变幻 五大仙朝的真仙老祖驾灵 以绝强姿态 威震全场 发动了大批人马 开始追查起顾长青的情报 而作为风云源头的顾长青 此刻却已经离开了万朝战场 回到了现实 万朝战场 虽然是数万仙朝联手 开辟出来的试炼之地 恢弘无边 内中蕴藏的元气浓度 也要比外界浓郁得多 但说到底 那只是一处秘境 内中法则并不完整 在里面突破境界后 回归现实 还需要再行闭关 补全缺失的这一块法则胆雾 顾长青懒得如此麻烦 加上混沌神山已经到手 万朝战场上 已没有什么 值得他在留恋的东西 他便直接离开了万朝战场 但顾长青也没有急于返回逍遥界 而是先来到了非仙道州 另一处道界 苍牙界中 苍牙界的霸主 苍牙仙朝的金仙 在神山宝地内 和顾长青有过交易 将他们的信物玉符 免费交给顾长青 所谓回报 顾长青需要帮助他们 打开苍牙仙朝的传承阻地 将苍牙仙朝的开国 仙尊留下的传承拿出 而且顾长青也可以参悟 修炼这批传承道书 一位仙尊留下的传承 就算是顾长青 都有些好奇 所以顺路便来到了苍牙仙朝 So 顾长青深化仙红 掠过长空 神石铺展开来 浩浩荡荡 复言不知几万里 很快 他便锁定了苍牙仙朝的地城所在 加快了顿速 仙朝地城内 云集着苍牙仙朝最顶尖的一批仙道高手 此刻 也都感受到了顾长青身上散发出的那股神石波动 都是不由抬头看去 待看到顾长青 大摇大摆 要欲红而行 进入地城时 他们的表情 都是不禁泛起了极许玩味之意 这是哪里来的莽撞天仙 这么不知道规矩 这里可是我仙朝地城 就算是金县 也只有那几位无上级别的大人 才能够欲红飞行 他一个小小天仙 哪有这本事 不少地城内常年居住的仙道高手 都是摇头一笑 没有再去关注 仙朝地城 有大阵守护 就算是金仙 都承受不住大阵的压力 只能乖乖降下飞红 在地上行走 顾长青此刻的境界 依旧只是天仙级别 这种修为 正常情况下 连地城都靠近不了 距离地城城门百里的时候 就要被大阵的压力 压迫得降下云头 乖乖不行了 不过 他们对顾长青这样的愣头青 也没有太惊讶 毕竟 最近是苍牙仙朝的大日子 每百年一度 我仙朝祖地开启的日子又到了 苍牙仙朝的祖地 每百年 都会开启 整个仙朝各方道统 家族的天骄子弟 都会云集而来 希望能够开启祖地最深处的传承 取得苍牙仙朝那位 立国先尊的传承道书 更有许多隐士了 不知道多少岁月的老怪物 他们呕心力血培养出来的天才弟子 也会在这时候出世 不过 这些隐士天才 虽然天赋不俗 但大多和他们的师尊一样 隐士多年 不安适世 时不时 也会闹出些笑话 顾长青 也正是被这些仙道高手 当成了这种不安适世的隐士天骄 所以才没有被他们在意 但 就在那些仙道高手们 摇头一论之时 So 空中那破风声 非但没有停止 反而越来越近 不过片刻功夫 便是掠过了他们头顶 让正在摇头一论的那些仙朝高手 都是齐齐呆滞 猛然抬头看向空中 却正好看到顾长青 欲红而来 飞入地城的场面 这 什么情况 一众苍牙仙朝的仙道高手 都是瞠目结舌 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地城的大阵 难不成出问题了 就在他们猛逼之际 远空中 苍牙地城的内城核心中 却是有着三道身影 纵起神红 来到了顾长青面前 毕恭毕敬 行了一礼 那三道身影 久居地城的这些苍牙高手 可是一个都不陌生 尤其是为首那一位 在苍牙仙朝的地位 仅次于那几位真仙老祖 乃是苍牙仙朝 食于位无上惊仙中的最强者 真鱼惊仙 但现在 这位在苍牙仙朝 无数仙道修士眼中的强大存在 在顾长青面前 却是无比尊敬 在和顾长青见面的第一时间 便是朝着顾长青 郑重躬身 行了一礼 让这些仙道高手们的眼珠子 都差点没有瞪出眼眶 我真的没有眼花吗 真鱼大人 竟然再给一位天仙行礼 这个天仙 难不成是哪位真仙老祖的子嗣不成 地城内 无数目睹了这一幕的仙道高手 都是只觉得自己脑瓜子在嗡嗡作响 呼吸 都变得有些艰难起来 真鱼惊仙 那是何等人物 说句不好听的 就算那个天仙 真是某位真仙老祖的子嗣 在真鱼惊仙面前 也只有他向真鱼行礼的份 哪里轮到真鱼给他行礼 但真鱼惊仙这一礼 却是心甘情愿 不光真鱼惊仙 真鱼惊仙带着的那两名无上惊仙 也是同样恭恭敬敬朝顾长青 行了一礼 此前就是他们主导 和顾长青做了交易 当时 他们将交易条件带回苍牙仙朝时 仙朝里其他一些无上惊仙 还对他们的条件很是不满 觉得真鱼惊仙等人 给顾长青的条件太友好了 让顾长青参悟苍牙仙朝最顶尖的传承不说 甚至连混沌誓言 都不让顾长青立下一个 但现在 那些觉得真鱼惊仙等人 太看重顾长青的人物 却是一个屁都放不出来了 万朝战场上的风波 尤其是顾长青在最后那一战中 见灭五大仙朝同盟的实力 已经让所有质疑顾长青天赋的人 都是乖乖闭上了嘴 虽然他们中 还不乏有人 不看好顾长青和五大仙朝的冲突 但具体到个人层面上 就算是再不看好顾长青的无上惊仙 也不得不捏着鼻子 承认顾长青的天赋 远远超过他们每一个人 在这样的前提下 真鱼惊仙等人对顾长青行的这一礼 也就称得上是真心实意了 多谢殿下 伸出援手 我等祖地已经开启 请殿下随我们来 有劳三位了 顾长青点点头 真鱼惊仙等人连称不敢 便引着顾长青进入到了仙朝祖地 苍牙仙朝的祖地内 此刻云集了不少苍牙仙朝 来自各方势力的天骄精英 他们基本上都已经去到祖地最深处 那核心传承所在 已经尝试过开启那核心传承了 但很遗憾 尝试的结果和过去并无区别 他们依旧和过去一样 未能够顺利通过传承考核 传承考核的难度实在太大了 那九层天梯 根本不是我们这个年岁的修士 所能登上去的 很多年轻天骄都不禁低声叹息 能够被选拔来到这地城 参与这祖地试炼 他们的天赋 最起码在这苍牙仙朝内 绝对称得上同辈佼佼佼者 但在那祖地最核心 也是难度最大的传承考核面前 他们只觉得自己过去所受到的那些荣耀 都是变得暗淡无光 不过 随着一个个同辈天骄 都在那传承试炼面前 折几尘沙后 他们中不少人的想法 却又发生了变化 一个人失败 那说明对方天赋不怎么样 但若是十个 百个 千个 当所有同辈天骄 都在那试炼面前 折几尘沙后 那情况 就另当别论了 这并非我们不行 而是老祖设下的传承试炼 难度太高 不是我们这些后辈的错 有不少年轻天骄 心中都生出了如此念头 事已 当真于今仙一行人 引领着顾长青进入祖地时 他们也都不由纷纷投来 含着敌意的目光 他们并不知道顾长青的情况 但在他们 这次启程前往帝都之前 他们也从宗中 祖中长辈那里知道 真仙老祖们已经同意 请了一位外界的天骄 进入祖地 来帮助他们 开启祖地最核心的那方传承 这对苍牙仙朝 这些素来眼高于鼎的年轻天骄们来说 绝对是一种耻辱 不用担心 一众天骄 盯着顾长青 眼神都是充满了敌意 但也有天骄 淡然一笑 看着顾长青的眼中 没有丝毫忌惮 我等都是亲身体验过 那核心传承的难度 想通过那传承试炼 就算是真正的仙尊子四来了 怕是也颇为棘手啊 听到他的话语 原本对顾长青 还都无比忌惮 敌视的那些天骄们 也都眼前一亮 再看顾长青的眼神 不禁多了几分细血之意 他们这么多同辈天骄 都未能过通过试炼 就算丢脸 也丢得有限 但顾长青这个外来的天骄 若是也没有通过 那他的颜面丢的 可要比苍牙仙朝这些天骄 还要更多 我已经开始期待 他闯到试炼失败时的表情了 有天骄似笑非笑的 泥南了一句 就在这一众天骄瞩目 议论之时 顾长青 已然来到了 那传承祖地最深处 苍牙仙朝的敌意目光与冷嘲热讽 顾长青只是神识一扫 确定这天官 没有被那苍牙仙朝 设下什么机关之后 便是毫不犹豫 一步迈出 只一瞬 哄 整座试炼天官 便是轰然一颤 让那些天骄们的目光 都是齐齐凝固 第751章 太古魔侯 祖地深处 苍牙仙朝的传承天官 处立在大地上 关成绵延万丈 城墙上有着斑驳的刻痕 零零总总 几近上万 散发出古老苍凉的意味来 这座传承天官 传说中 乃是苍牙仙朝那位历朝先尊 昔年本命先兵所化 当年跟着那位先尊 征战三千道州 不知参与了多少场血战 这些刻痕 都是那位先尊所斩杀的大敌所流 蕴藏着仙道顶尖强者的法则奥秘 虽然过去了漫长岁月 但那些刻痕中蕴藏的法则真意 仍旧未曾消散 依然有着强大的威压波动 任何想取得传承的天骄 在进入传承天官时 都会先受到这些法则真意的考验 若是连这些刻痕中残留的威势 都是无法承受 那也不用去想 进入传承天官 收取传承 自己乖乖转身离开 才是明智的选择 不过 正常情况下 这些刻痕的威压也不会太强 其强度 将由闯关天骄 自身的天赋层次来决定 天赋越是优秀 在进入天官时 刺激复苏的古仙刻痕数量也就越多 相应的 所承受的威压也会越大 目前尝试闯天官的苍牙 仙朝天骄里 普遍刺激复苏的刻痕数量 大约有七八百处 优秀的 有九百多 最顶尖的几人 也不过只是复苏了千余道刻痕而已 但现在 随着顾长青靠近那座天官 整座传承天官 瘟鸣一颤 旋即 于在场无数仙朝天骄 不可置信的目光注视下 整座传承天官 万丈关城城墙上 所留下的上万刻痕 在这一刻 都是齐齐爆发出了璀璨的鲜光 轰隆隆 虚空在阵战 仿若洪流奔腾 又四万马掠空 让这方传承阻地 都开始了颤鸣 所有苍牙仙朝的天骄 都是张大了嘴巴 看着那座关墙 只怀疑自己的眼睛 是不是出了差错 所有的刻痕 都被这个顾长青 刺激复苏了 这怎么可能 但 铁一般的事实摆在眼前 刺激复苏下的大战一刻 此刻悉数爆发鲜光 龙遇到划不开的威压 汇聚到了一处 就如同一座巍峨山岳 重重朝着顾长青压落 此外 更有一道又一道玄妙的诡计浮现 有混沌气迷蒙 丝丝屡屡 朝着顾长青垂落 就连甄鱼精仙等无上精仙们 都是看傻了眼 如今 进入祖地的无上精仙 不止甄鱼三人 其余苍牙仙朝的无上精仙们 也都赶来 传承 虽然他们已经从甄鱼精仙等人口中 知道了顾长青的战绩 相较于那些年轻天骄 他们对顾长青的信心要更充足一些 但他们也没有想到 顾长青的天赋 竟然会出众到这等地步 整个传承天官 上万克痕全数复苏 这样的天赋 就是我苍牙仙朝尚未没落时 所涌现的最顶尖天骄 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啊 有无上精仙男男出生 看顾长青的眼底 都是充满了意彩和精细 传承天官前 顾长青眼眸淡然 不见一丝波动 他只是轻舒一口气 原始天宫运转开来 体内世界中蕴藏的浩瀚灵力 在这一刻激荡 那上万克痕所垂落的恐怖威压 便被他尽数抗了下来 这威压 有点意思啊 顾长青微微眯眼 眼中有一抹金芒浮现 他能感受到 这上万重古代仙道高手的克痕里 竟然不乏有仙尊敬强者出手所留下的痕迹 这意味着 留下这重传承天官的苍牙仙朝 但他的战力绝不是一般先尊初期的强者所能相比 相应的 他留下的传承道书 价值也要比一般先尊初期的传承 还要珍贵一大捡 刷 不再纠结 顾长青迈步向前 朝着传承天官的深处进发 当他迈入天官内部的瞬间 当当当 天官内 有渺远的道中敲响 终身空灵悠扬似运着无上的混沌法则 当着终身传出时 官城外守候着的一众高手 都是不由精神恍惚了一瞬 不自主地想要让自己的神魂沉入其中 去感受那终身中蕴藏的无上妙法 只有珍鱼金仙等人 勉强保持了石海的清明 脸色都是变了 这是天官试炼的第一重 大道妙音 该死 这大道妙音的难度 怎么比过去还要更强? 珍鱼金仙的眼中 不禁浮现出了一抹忧色 他的身后 其余一众无上金仙们 也都未曾被那终身所迷惑 但眼神都是无比凝重 皆是从顾长青展现出的天赋中 清醒了过来 很显然 顾长青那顶级的天赋 同样让天官试炼发生了变化 不 准确地说 顾长青现在所迎来的天官试炼 才是真正的传承天官试炼 在过去无尽岁月里 苍牙仙朝涌现出的那一代代天骄 连开启这真正试炼的标准 都没有达到 就被淘汰退场 想清楚这一点 珍鱼金仙等人都是有些郁闷 但更多的还是担忧 若是顾长青这样的天骄 都不能通过这天官试炼 那他们苍牙仙朝 起码未来一百个纪元内 不用去想开启传承的事情了 就在他们担心 顾长青也被那大道妙音所迷惑的时候 刷 天官内顾长青眼眸清明 却是丝毫没有因为那终生的阻挠而停步 继续迈步向前 不过片刻便走出了那终生的范围 答案 随着顾长青走出终生范围 闯过试炼天官的第一重考验 最后一重空灵终生敲响 自天官内传出 让守在传承天官外 同样等待着最终结果出来的无数苍牙仙朝年轻天骄 也都是从迷茫诗神中唤醒回来 他们有些茫然的彼此四望 有些天骄眼中还有着留恋与沉醉之色残留 还不愿从那道中所带来的虚假误道体验中回过神 但很快 他们就意识到自己刚刚到底是中什么样的状态 一个个脸色都是骤然变化 我们只是守候在官城外 竟然都被那终生迷射神魂 一众天骄眼神交汇 皆是从对方眼中看到了自己震撼的表情 让他们忍不住 又将目光转落到了那天官的方向 但现在 他们的眼中 已经没有了最初对顾长青的情面 不少天骄虽然还有些不爽 但心中已经承认顾长青的天赋远在他们之上 或许这个外来者 还真有可能将这天官走通 拿到先尊老祖所留下的传承 就在他们心头期待之时 好 天官内 一道仿若能够将万里山河 都给吼碎的恐怖兽吼传出 让所有天骄 乃至真鱼金仙等守候在外的无上金仙们文言 都是骤然变色 这是 太古魔吼的声音 第752章 超越仙尊的天赋 传承天官 共有三重试炼 第一重 为大道妙音 考验的是神魂修为道心层次 第二重 则是守官仙兽 考验的便是闯官天骄的实力了 在这传承天官内 有当年苍牙仙尊所豢养的诸多无上仙兽 而这些仙兽中 最强的几头 甚至拥有媲美无上金仙的战斗力 譬如太古魔吼 再譬如天羽针鹏等等 但在以往 闯到这一关的苍牙仙朝天骄所遇到的仙兽 普遍都没有这么强的实力 那些来阻击他们的仙兽 正常情况下 修为也就只是金仙境五六重天 能有金仙境七重的修为 就已经是极限 像无上金仙这等级别的仙兽阻击的情况 却是从未有过 不知道长青殿下他 到底能不能顶得住啊 至于金仙等人 心都是提到了嗓子眼 虽然在万朝战场上 在神山宝地中 顾长青也曾出手 斩杀过不止一尊无上金仙 尤其是神山宝地最后一战 顾长青一人一剑 屠灭五大仙朝的无上金仙数量超过三十位 但神山宝地 有混沌神境压制 并不能真的推断顾长青 就能够拥有媲美乃至震杀无上金仙的实力啊 就在真鱼金仙等人 都是紧张万分的时候 似是觉得他们身上的压力还不够大一般 好 在那传承天官的深处 又有一道嘶吼之音传荡开来 让在场的一众金仙再度变色 这是天羽真鹏的嘶吼 又一头无上金仙级别的仙兽出世了 这 难不成长青殿下 要同时迎战两头无上金仙级别的仙兽不成 所有人都看傻了眼 就连真鱼金仙等人 都是脸色狂变 哪怕是他们这些真正的无上金仙 面对太古魔后 天羽真鹏这种级别的太古仙兽 在一对一的情况下 他们想要获胜 都要费尽浑身解数 若是以一敌二 那根本不用想赢 能够保全自身就已经相当难得了 但现在 顾长青却要以一敌二 还要取得胜利 这怎么看 都不像是一个天仙后辈 所能完成的任务好吧 就在他们有些崩溃的时候 好 又一道咆哮声传来 又一头太古仙兽出世 黄金吃龙 接着 第四头 第五头 太古魔后 天羽真鹏 黄金吃龙 神炎雀 吞天元 踏神魔骄 还有一只岁月天狼 整个天关内所唤养的 最顶尖的七头无上金仙级别的太古仙兽 在这一刻 竟是悉数出世 将顾长青 团团包围 他们身上 散发出的威压 恐怖无边 如同七座可以蔑视的火山 在这一刻齐齐喷涌 那赤圣滔天 既如食指一般 在大地上滚动流淌的恐怖威势 让守候在传承天关外的无数天骄 强者 都是只觉得喘不过气来 这 怎么可能取胜的了 真鱼金仙 都是忍不住哀叹出声 已然有些万念俱灰了 传承天关内 九头太古仙兽 将顾长青团团包围起来 一个个看着顾长青的眼神 也都颇为玩味 作为太古仙兽 他们的灵智 并不比仙道高手要弱 甚至比相当一批仙道高手的智慧 还要高明深渊 也正因此 他们对顾长青 并没有半分轻蔑 恰恰相反 虽然他们一方占尽了优势 但他们依旧 没有丝毫放松 看似随意的站姿 实际上每一头仙兽的灵爵 都牢牢黏附在了顾长青的身上 只要顾长青敢有一丝一毫的举动 他们就能够在万分之一个刹那 雷霆出手 将顾长青灭杀于此 在做完了这些布置后 他们才忍不住开口 小家伙 你是哪里来的天骄 竟然能够让先尊留下的天官 对你如此看重 说话的 乃是七大太古仙兽之手的太古魔侯 他虽然面容凶悍 但声音却出人意料的温和 像是一位温润的中年男子 看着顾长青的眼中也无煞气 反而充满了好奇之意 其余几头仙兽也都如此 能修炼到无上精仙级别的太古仙兽 即便有性情暴虐的也都学会了克制 太古魔侯开口后 他们也都纷纷看向顾长青 眼中的好奇 可并不比太古魔侯少半分 这方传承天官乃是仙尊基的仙器 内中自有一方天地 他们在其中居住久了 对天官的情况也是无比清楚 正常情况下 有外来闯关的天骄到来时 他们根本不用出去 就算出去 出去一头也就是极限 但现在 他们七头竟然全数都被召唤了出来 这样的情况 可是大大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如果说召唤他们中某一头 出来阻击顾长青 那顾长青的天赋 可以说是仙尊级别 若是召唤两三头 围攻顾长青 那他的天赋 差不多就能和留下这方 传承天官的苍牙仙尊相媲美了 但现在 七头全数被召唤出来 那岂不是意味着 眼前这个小小天仙 天赋比当年降服了他们的苍牙仙尊 还要出色 但这么出色的后辈 修炼五千年 竟然只是一个天仙境 会不会有些太低了点 那头黄金赤龙都忍不住嘀咕了一句 五千年修成天仙 对一般的仙道天骄来说 已经称得上是优秀了 但对于有望仙尊的天骄来说 五千年岁月 若是有足够资源支撑 就是修炼到金仙境 都不算夸张 而顾长青的天赋 显然还不是一般的仙尊及天骄所能相比 就算没有资源支撑 他现在的修为 也有些太低了点 顾长青神情平静 心中只觉得好笑 五千年成就天仙 以他的天赋 当然可以算低 但问题是 他修炼到现在 别说五千年 就是五百年都未必有 不过 这种事情 顾长青自然不会说出来 他又并非孔雀 没有那种到处开瓶炫耀的习性 见顾长青并不回答来历 也不回应他们的议论 七大仙兽 倒也不觉得意外 这等天骄 其来历出身 自然隐秘非常 他们本来也没指望一问之下 就能得出答案 不说也无妨 只希望小家伙你的实力 能够抗住我们的围攻吧 太古魔吼轻笑一声 话音落下的瞬间 他的身上 本就浩荡的威势 再度暴涨了一大截 以他为首 其余六大太古仙兽 亦是齐齐绽放了全数威压 做好了出击准备 虽然知道顾长青 肯定有些手段 不然 这传承天官 也不可能将他们七大仙兽 全数放出来 围攻顾长青一人 但他们对自己的实力 也都有着相当的自信 且让我等看看 小家伙你的本事 到底有几分吗? 第753章 镇压 天羽针鹏 率先出手 他双翼展开 鱼翼之上 绽放出了数以万千的金色神符 那些都是他的神语所化 每一根神语 都泛着璀璨神光 坚硬如鲜铁 仿若万千道仙剑 如暴雨梨花 朝着顾长青悍然斩落 既然是围攻 那我等同时出手 倒也不算违背了规矩 有天羽针鹏带头 又有两头太古鲜兽 也坐不住了 黄金赤龙与吞天元紧随其后 各自施展手段 黄金赤龙将口一张 便有一条真龙般的汹涌神光呼啸而起 裹挟着无边法则神符 冲向顾长青 而吞天元则是打出一拳 拳落处生成一个混沌神符 化为一方漩涡 犹如龙卷风的封面 仿若可以吞噬万界的恐怖吸引之力 便自那漩涡之中猛力生成 几乎要将顾长青声拉硬拽 扯入其中 轰隆隆 一时间 整个天关内都是神光激荡 无边的威压气息 不断从天关内部冲撞出来 一散到外界 让守候在天关外的无数仙朝高手 都变了颜色 只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 然而 战场内 顾长青的眼中却不见丝毫巨异 只有无边的平静与淡然 面对那冲过来的三重攻势 他只是抬手一掌按摩 哇 在掌心落下的瞬间 原始天宫运转 演化出原始吞天爵的奥妙 凝聚出了一方浩瀚漩漩 和吞天爵的混沌神符 所形成的吞噬漩漩 有着几分相似 但爆发出的吞噬之力 却是让吞天爵这头太古鲜兽 都是骤然变色 不好 魔侯大哥 你们也快快出手 这小家伙手段有鬼 千军一发之际 吞天爵一声爆吼 提醒太古魔侯等人 同时他又猛然轰出树拳 全落出虚空坍塌 连连打出数座吞噬漩漩 和顾长青所轰出的吞天爵 所化吞噬漩漩 碰撞在一处 这才勉强止住了顾长青的攻势 但 吞天爵的脸色并未缓和 因为在双方吞噬漩漩碰撞的瞬间 吞天爵打出的那几座吞天漩漩 便是硬生崩裂 化为无尽的仙力碎屑 直接消散开去 而在这个过程中 顾长青打出的吞噬漩漩 竟然还有余力 也会被我这秘书洞穿肉身 这些秘书的天才 太古魔吼 都忍不住赞叹出声 但 他无愧七大仙兽之手 胆慨之时 下手却同样不慢 并且一上来便催动了全力 魔吼嘶 其音动天 澎湃先力运转 在他的驾驭下 凝聚出了一片光雨 每一滴都重于百万军 可以压碎山河万里 将顾长青周围万丈之地 都给覆盖 可还来得及 太古魔吼 微微一笑 提醒顾长青 而就在他催动光雨 淹没顾长青的同时 剩下三头 还未出手的太古仙兽也动了 神炎雀 踏天骄 一时间 各色沙树分成 无边鲜光挥洒 将顾长青所在的区域 都给彻底淹没 然而 那无边鲜灰覆盖的所在 顾长青的身影 自始至终 都是屹立不斗 甚至连摇晃 都未曾有半分 什么 太古魔吼嘴角的笑容凝固 一条前踏出一步 想要观察清楚那边的情况 但还未等他看清 So 澎湃的鲜光之中 一道身影如同神龙破空 只一瞬便来到了他的面前 瞄准了他的头颅 便是一拳轰出 只一击 便将太古魔吼 打得颅骨爆开 血花蹦剑 连惨嚎都来不及发出 便被顾长青这一拳 打得当场昏死过去 砰砰砰砰砰砰 不等在场 其余太古仙兽反应过来 顾长青的后续攻势 已然如影随形 闪电般来到了其余六头太古仙兽面前 他的攻势如同潮水 拳风裹挤天杀力 每一拳落下 便有一头太古仙兽当场昏死 不过瞬息功夫 七大仙兽便是被他悉数镇压击垮 那充斥在天关内部 就连天关外守候着的诸多仙道高手 都是能够感受到 未知正将未举的滔天威压 随着这七大仙兽 被顾长青禁数镇压 也是悉数消散 天关外 真于惊仙以降 一众苍牙仙朝的仙道高手 原本都还在紧张 还在担忧顾长青的安危 当七大太古仙兽悉数出现的时候 他们都已经放弃顾长青能够获胜的希望 以至于 当天关内传荡出来的 那恐怖威势消散时 在场的这些仙道高手们 都是有些愣神 但顾长青 却无暇顾忌他们的想法 随着七大太古仙兽被他镇压 顾长青也没有浪费时间继续上前 只是片刻功夫 便来到了天关内最后一处区域 亦是最后一重试炼的所在 那是一方古老的大阵 当顾长青踏入大阵内部后 他只觉得一股传颂之力袭来 不等他反应过来 在回神时 他已然置身到了一方小世界内 小世界中 有着九座台阶 由低到高 贯通天地之间 而在台阶最高处 有一位白袍老者盘歇而坐 正在静静等待着什么 感受到顾长青到来 老者回过头 看着顾长青的眼中 有着毫不掩饰的饥赏与惊艳 小家伙 你的表现令我震撼 如你眼前所见 这九层玉街 便是先尊留下的最后一重试炼 你若是能够悉数走完 来到老夫面前 你便是先尊的亲传弟子 可继承先尊的全数传承 而老夫 也将同样追随于你 白袍老者说到最后 刻意给了顾长青一个眼神 想要看到顾长青眼中的惊喜 毕竟 他虽然没有自爆家门 但能够出现在 这最后一重试炼的所在 他的身份 稍微动脑子想想 也能猜到 自然是这传承天官的气灵所化 事实上 此时此刻 就在顾长青被传送到这方小世界后 传承天官的上空 亦是有着一方光幕展开 映照出了小世界中的景象 真鱼金仙等人 虽然感受到天官内 那七大太古仙兽的威压 已经悉数消散 但不到最后时刻 他们也不敢肯定顾长青如今的情况 但 随着那方光幕出现 映照出最后一重试炼的景象 他们的猜测 终于得到了验证 让真鱼金仙等人的心底 都是涌出了无边的惊喜之意 第七百五十四章 登顶 长青殿下 真的闯过了第二关 就连那些苍牙仙朝的天骄们 此刻 都忍不住泥南出生 有不少天骄 在看顾长青的眼中 不仅原本的敌意 轻灭 已经散去 甚至还多了一份 名为敬畏的情绪 不过 更多的仙道高手 注意力都是放在了第三关守候的那位白袍老者身上 在过去无尽岁月里 苍牙仙朝 虽然也涌现出了不少天骄 但他们中大多数都折挤在了第二关 即便偶有闯过第二关 进入到第三关的天骄 在那九层台阶上 也未曾出现过这白袍老者的身影 但这并不妨碍 他们也都猜出了白袍老者的身份 看来 只有长青殿下这种级别的天骄 才能真正得到这传承天官气灵的认可 听到白袍老者直接表明 只要顾长青通过第三关试炼 就可以得到他的追随 在场一众苍牙仙朝的仙道高手 心头都是颇为苦涩 但他们很快 就调整好了心态 传承天官乃是一宗仙尊皆的仙气所化 这等品级的仙气 毫不夸张地说 其气灵的实力 几乎可以视为一尊真仙圆满镜的高手 他认定谁为主 苍牙仙朝 根本没有阻拦的资格 更何况 过去传承天官在苍牙仙朝停留了那么多年 他们也未曾出现一位天骄 得到这气灵认可 甚至连让他现身的资格都没有 现在人家开口 表示愿意追随顾长青 苍牙仙朝的这些仙道高手苦涩有余 但也没有谁觉得不甘心 就连那些年轻的仙朝天骄们 都是老老实实接受了这个现实 看顾长青的眼神 都是充满了艳羡之意 虽说顾长青 还未曾真正完成第三关的试炼 还未等将这九层台阶悉数走完 但有了前面两关的铺垫 他们已对顾长青的天赋彻底折服 相信顾长青 定然能够闯过这第三重的试炼 外界的目光 顾长青并不知晓 但对眼前的九层台阶 以他的神识一眼便感受出来 这九层台阶的静置原理 应该和进入传承天官时 天官城墙上那万千刻痕的情况类似 都是那种天赋越优秀的天骄 踏上去后承受的压力越大的设置 但这种压力想要拦住他可还远远不够 刷 当即顾长青便是踏步上前 轻轻松松便登上了九层台阶的第一步 看到顾长青平静的面容 第九层台阶上白袍老者的嘴角 不禁掀起一抹玩味笑意来 小家伙看起来信心十足啊 可惜光有信心可还有点不够 他微微一笑 呢喃间轻轻挥手 哄 剩下八重台阶上的威士 在这一刻悉数绽放开来 让天官外观看这一幕的无数仙道高手 呼吸都是骤然屏住 这第三关的难度原来如此大吗 在无数震撼目光交织下 顾长青面前 第二重台阶上蕴藏的那股浩荡威士 是第一重台阶上落到顾长青身上的两倍之多 而第三重又是第二重的两倍 以此类推 第九重台阶上 那股浩瀚威压 几乎是第一重台阶上流转的威压 百倍不止 那恐怖的威士 给众人的感觉 就算是真先来了 怕是也难以抗衡的了 小家伙 你现在可还有信心 白袍老者看向顾长青 嘴角掀起一抹笑意 这九重台阶看上去是考验天赋与根基是否雄厚 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幌子 试炼天官的第三重 考验的是天骄们的智慧 苍牙先尊留下的传承何其珍贵 他可不想将自己的传承交给一个愣头青的手中 这九重台阶想要正面攀登上去 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若是改换思路 那化解的方法就多了去了 最直观也是最简单的 便是将这九重台阶上的禁制阵纹 悉数拆解破去 没有了禁制阵纹守护 这九重台阶上此刻萦绕着的那股威压 自然也将化为乌有 那就让我看看 小家伙 你到底能想出什么办法吧 白袍老者 天官气灵眯着眼 看着顾长青的眼中 好奇之意也是颇为浓郁 顾长青这样的天骄 就算是天官气灵 昔年追随苍牙先尊征战四方的时候 都是极少见到 他对顾长青的好奇 可不比那七头太古先手来的差了 然而 就在白袍老者猜测着顾长青可能用到的种种方法时 顾长青 却像是没有感受到九重台阶上充盈的那股威势一般 面无表情 继续上前 登上了第二重台阶 什么 长青殿下这是要做什么 他难不成想要直接闯过这一关 外界 一众仙道高手 都是变了颜色 九重台阶想要正面强行闯过的难度有多大 他们可都看在眼中 虽然没有提醒 但他们隐隐也都想到 这一关想要通过 靠的就是达破常规的思路才对 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顾长青竟然就这样无比直接粗暴地继续攀登上去 那天官气灵也被顾长青做出的选择惊到了 有些愣愣地看着顾长青的动作 好一会儿才稍稍反应过来 也罢 且让这小子壮壮难强 他就知道轻重了 天官气灵摇头轻笑一声 便是准备收回视线 但 还没有等他声音落下 动 第三重台阶 亦是被顾长青登上 接着是第四重 第五重 第六重 天官气灵 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不仅仅是他 就连外界守候着的那些无数仙道高手 都是悉数张大了嘴巴 有些猛逼地看着天官上空光幕映照出来的景象 到了第六重台阶上的时候 那充盈的威压几乎是第一重台阶上威压的三十余倍 就算是无上惊仙上去 都有些吃不消 但顾长青依旧信若闲庭信步 然后是第七重 第八重 直到抵达第九重台阶 除非是真仙当面 才有那么几分可能抗住的威压面前 顾长青 才是终于停下了脚步 呼 看着终于止步的顾长青 白袍老者也好 外界守候着的诸多苍牙仙朝的仙道高手们也罢 都是不约而同的长出一口气 还好还好 长青殿下的天赋 到底还在我等接受范围内 但不得不说 殿下的天资是真的妖孽啊 只是天仙境的修为 就能够承受住 足以将无上惊仙都给压垮的威压 难怪气灵都想要追随于他 这等天骄 只要不死 未来注定是要光耀仙界三千周的人物 他们意润纷纷 但脸上明显都是放松了许多 就连真于惊仙等人都不例外 虽然他们也希望 顾长青能够顺利闯过三重试炼 但不同的过关方式之间 也存在着巨大差异 若是顾长青这么简单 就过关了 岂不是显得 他们过去这些年 实在废物过头了 就连白袍气灵都是忍不住松了口气 正想脸须说几句场面话 再顺手暗示顾长青一两句 让他另想办法 通过这九重台积的试炼时 只是稍稍停步几夕 稍稍喘息一下的顾长青便再度迈步 只一步 他便轻松登上第九层玉街 和那欲言又止的白袍老者站到一处 前辈 我这算是通过了试炼吗? 第755章 仙尊战列 试炼小世界内 一片寂静 只有顾长青的声音回荡 天官气灵张张嘴 想要说些什么 但半赏 说不出一句话来 新年 他曾追随苍牙仙尊征战四方 见过的天骄 何其之多 不光见过 就是听闻的那些传说中的仙道天骄 那些仙尊之后 其诸多辉煌世纪都是不知多少 甚至不乏有仙尊圆满静的存在 其子嗣后裔的事迹 他们的战绩 只是说出来 就会给人一种壮怀激烈的感觉 让人不自主地发出 英雄初少年的感慨 但 那些仙道天骄 此时此刻 在白袍老者眼中 和他眼前的顾长青相比 其身上闪耀着的光环 就如同萤火与昊月一般 连给顾长青提携都不配 那些天骄最优秀的时候 也无非是以天仙利扛巫上金线而已 但顾长青呢? 只是天仙境的他甚至连真仙级别的威压 都能够承受得住 这样的天赋 用妖孽来形容 都会让人感觉不够啊 是否通过试炼? 当然通过 你若是还算未曾通过 那这试炼 也就没有必要设立了 天官气灵连连说道 一边说着 他一边干脆利落挥手 刷! 一枚传承玉符便是落入到了顾长青的手中 这枚玉符内便记录着主上毕生的修炼心得 功法绝学 你且收好 别的都可以押后再说 唯独一宗功法 你要先掌握了 那眷功法 名为天炼竹 你修成了它 才能炼化得了老夫 顾长青点点头 接过玉符 神识没入其中 顿时 无比浩荡的传承讯息便是涌入到了他的脑海 若是一般的天仙 骤然遭到这等汹涌的传承记忆冲击 就是再天赋一柄都会有吃不消的感觉 石海都会震战 神魂说不得都要因此受损 但顾长青却是没有这等担忧 原始天宫微微一转 便稳住了神魂 开始吸收起这些传承记忆来 本座 道号苍牙 修有混沌道书五卷 今日自创一世道书 咫尺天涯 只愿本座后人 能够以此为根本 自创一卷地榜道书 让本座 也能名留我仙周青史 府一开始吸收 顾长青的神魂便率先印找出了一方神异景象 一位黑袍老者独坐高牙之上 其身幽怨 传荡四方 落入顾长青的心田 无须多说 那位黑袍老者便是苍牙先尊了 听着苍牙先尊的字数 顾长青的眼中也浮现出了几分惊艳之意 要知道 就算是强如苍无先王 一生修炼道书 也不过二十余卷 这位苍牙先尊 能够修成五卷混沌道书 果然有些本事 而且 顾长青的神识 落入到苍牙先尊自创的 那是名为 咫尺天涯的道书上 神识没入其中 片刻后 眼中惊艳之意愈发浓郁 这一世咫尺天涯 那位苍牙先尊 还真没有吹嘘 的确有作为一卷道书基础的资格 并且品级 完全有资格达到先尊皆高级的层次 混沌道书分为两种 一种是天榜道书 源自混沌法则 天地自然演化而成 一种是地榜道书 乃是先界三千道舟 无尽岁月来涌现出的无上人物们 自行开创出来的顶级传承 但一般能够自创道书的无上人物 开创出的道书品级 往往要比自己的修为低上一等 先尊圆满尽的人物 开创出的道书 能有先尊皆初级的水平 就已经难能可贵 一位真仙穷尽毕生心力 自创的道书只有精鲜水平 也是再常见不过的情况 但 这位苍牙先尊所创的这卷 咫尺天涯 若是能以此为基础 完善出一卷混沌道书的话 完善出来的道书品级 甚至比苍牙先尊自己的境界 还要高出一大截 这就称得上难能可贵了 而且 对顾长青来说 这卷咫尺天涯也有诸多妙用 仙界不同于诸天 在这里 仙道高手们的顿速都被大打压制 就算是顾长青 一日横渡出十万里 也就是极限了 但若是能够修炼成这卷咫尺天涯 顾长青的顿速可以直接飙升五倍以上 一日纵横五十万里都不在话下 不仅如此 这卷咫尺天涯还能够运用到战斗中 让顾长青的身法都变得愈发鬼神莫测 看似近在咫尺 实际上却远在天涯 若是运用得当 不需要动用原始杀阵 我也能够与仙尊初期的强者周旋一二了 顾长青的眼中惊喜难掩 这位苍牙仙尊留下的传承 的确超乎了他的预想 更不用说 顾长青目光落到天炼术上 这卷天炼术乃是苍牙仙尊在一方遗迹中寻到的残缺传承 虽然残缺 但也是了不得的炼器手段了 苍牙仙尊正是借此 得以祭练出了传承天官这宗先兵 按照传承记忆中的讯息 传承天官的本体乃是一柄神尺 被苍牙仙尊命名为天炼尺 这柄天炼尺 虽然品级只是仙尊皆初级 但因为炼器手法精妙 其坚韧程度 就算是仙尊皆中级的仙兵 都不能与之相比 一宗天炼尺 一宗尺尺天涯 两相加持下 顾长青的战力也是再度增长 只不过 这两宗宝物 无论是天炼尺还是尺尺天涯 都需要顾长青踏入主宰境后 才有足够的根基来将其彻底练化 修成 但这对顾长青并不算什么问题 有混沌神山在手 我踏入主宰境所欠缺的 不过是时间而已 先将天炼尺初步练化 可以随身携带 然后便动身返回逍遥界 闭关炼化混沌神山 争取突破到主宰境 等到自己破入主宰 再加上天炼尺与咫尺天涯 顾长青有信心 不动用原始杀阵 便与仙尊初期的强者一战 而且 等他踏入主宰境后 原始天宫也能够推演新的篇章 到时候 今日得到的苍牙仙尊的诸多修炼心得 感悟绝学 也都可以在派上用场 融入到原始天宫内 让顾长青的推演效率 都是大幅提升 刷 心念一动 顾长青直接闪身 离开了试炼世界 回到传承天关内 先将苍牙仙尊所留下的诸多传承绝学 按照约定传授给真鱼金仙等人 然后又将苍牙仙尊留下的天炼尺初步炼化 完成这些 顾长青便带着自己的收获启程 踏上了返回逍遥界的路途 只不过 当他返回逍遥界时 还未等他回到玉龙宗 顾长青就先感应到 逍遥界的整体气氛都是不太对劲 在顾长青离开逍遥界时 逍遥界虽说相较于其他非仙道州的界域贫瘠了些 但整体氛围却还是颇为安定的 但现在 逍遥界内却有一种人心惶惶之感 顾长青一路走来 更是看到不少道统势力 竟是在举宗迁徙 似是要离开逍遥界去往其他界域求存 第756章 回玉龙宗 这是怎么回事啊 顾长青眉头皱紧 当即加快了顿速赶回玉龙宗 好在 他当初离开玉龙宗时也在玉龙宗内留下了一道化身坐镇 此刻他能感受到化身的情况还是很安全 并未出现什么意外情况 而当顾长青回到玉龙宗 看到玉龙宗的山门后 他心中的担忧又消散了不少 虽然玉龙宗上下也都加紧了防备 一副严加戒备的样子 有不少长老带着麾下弟子 在山门附近巡查防守 但并没有什么大战过的迹象 整体看起来也要安定得多 而且似乎是因为消化了那生龙仙朝的遗产 相较于顾长青离开前 如今的玉龙宗山门要比之前还要辉煌几分 微微汗手 多少松了口气的顾长青没有在收拢气息 而是放出了自己的气机波动 顿时 玉龙宗周围正在寻守四方的诸多宗门长老 弟子都是连忙围拢过来 待看到顾长青后 眼中都是有着浓浓的惊喜与激动 圣子归来了 我等参见圣子 恭喜圣子历练归来 如今的顾长青在玉龙宗内的威望 甚至比玉龙宗主还要更高 当日玉龙宗被生龙仙朝围攻 顾长青一人一见 力挽狂澜的英姿 已然深深刻印在了玉龙宗上下 所有弟子门人的石海深处 顾长青微笑还礼 让他们起身后 玉龙宗主已经带着月银 木青二女来到了自己面前 看着顾长青的眼中也都颇为激动 虽然顾长青实力不凡 远超他们想象 但顾长青去的乃是万朝战场 是整个非仙道州的精英汇聚之地 自顾长青去后 不要说木青 就连玉龙宗主和月银 对顾长青都是颇为担心 此刻看到顾长青平安归来 他们压根顾不上去询问顾长青收获如何 只是连连点头 满脸都是笑容 平安归来便是最好的事情 圣子快快随我们回山门吧 感受到他们语气里毫不作为的关切 顾长青的心中也是有着暖流涌动 点点头不曾拒绝 顾长青与三人一同回到宗主殿内 但他没有急着歇息 而是先询问了玉龙宗主逍遥界中的情况 听到顾长青的问话 玉龙宗主三人脸上皆有无奈之色浮现 这件事还要从长说起 玉龙宗主叹息一声 缓缓说道 原来数月前逍遥界来了一家真仙道统入主 名为幽魂天宗 他们盯上了逍遥界 准备在逍遥界立宗传教 一方新的道统想要崛起 自然免不了杀伐立威 而天月门 神海道宗 还有元陵宫 便因此被这幽魂天宗给盯上了 这三家宗门乃是逍遥界顶级的精纤门派 若是这三家都被幽魂天宗覆灭 逍遥界其他各大门派道统 自然也将臣服于这幽魂天宗了 玉龙宗主摇头叹息 但旁边的月盈 撬脸上却是写满了愤愤不平之色 什么杀人立威 说到底 还是这幽魂天宗想要借机报私仇而已 幽魂天宗在进驻逍遥界之初便是飞扬跋扈 他们现在所在的山门 原本是天月门一家附庸门派的山门根基 但在幽魂天宗到来后 这家门派甚至连谈判的机会都没有 幽魂天宗带队的那位长老 压根没有给这家门派宗主说话的机会 直接就将这家门派覆灭 强行占据了这方山门 天月门看不过去 这才出头想要让幽魂天宗多少收敛一些 但万万没有想到 竟然被幽魂天宗反过来盯上 被他们当作了杀伐立威的靶子 至于元凌宫和沈海道宗 更是无妄之灾了 他们两家被幽魂天宗盯上 完全是因为幽魂天宗在将天月门列入灭门名单后 又顺手调查了一下天月门的交好势力 元凌宫和沈海道宗便进入到了幽魂天宗的视线 被幽魂天宗一并列入了灭门的宗门行列 幽魂天宗的霸道还不止于此 旁边的木青也开口了 美眸中同样有韵怒之色浮现 最近 逍遥借各方人心惶惶 除开幽魂天宗的霸道行径外 还有一点 那就是幽魂天宗 正在强行征召那些同天月门 元凌宫 沈海道宗等势力有关系的宗门 世家 让这些宗门 世家 彤彤前去天月门的山门所在 去亲眼目睹 三大宗派的萧王 以此来立下他们幽魂天宗 不容冒犯的威严 盯着木青 月银等人的讲述 顾长青的眉头也是愈发皱紧 眼中有蕴色浮现 他还真没有想到 一段时间未曾回来 逍遥界中竟然发生了如此变故 但他还觉得有些不对 这逍遥界的真仙霸主 该是元明仙朝才对 眼下幽魂天宗如此行事 他们越是嚣张 对元明仙朝的威望 也是很沉重的打击才对 元明仙朝的人 难道就这么做是不管 听到顾长青的疑惑 玉龙宗主不由苦笑一声 圣子不知 元明仙朝倒是想管 但他们没有这个胆子 幽魂天宗并非一般的真仙道统 他们虽说和元明仙朝一样 都只有一位真仙老祖作证 但那位真仙老祖乃是出身幽明仙朝 幽明仙朝乃是顶级的真仙传承 祖以赫玲珑、墨月、紫阳这些 在非仙道州赫赫有名的仙朝相提并论 整个仙朝足有七位真仙老祖作证 算上这位离开幽明仙朝 另开一宗的幽魂天宗宗主 整个幽明仙朝的真仙境存在 已经达到了八位之多 而反观元明仙朝呢? 除了那位仙朝老祖拥有真仙境的修为外 却是一个真仙也没有 一边只有一个真仙 一边却有八位真仙老祖 理所当然的 借元明仙朝一百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得罪幽魂天宗啊 如此畏畏缩缩 也亏那元明仙朝 还动辄自称逍遥界霸主 真是可笑 顾长青冷笑一声 对元明仙朝的好感 他可没有多少 不过天月门、神海道宗 还有那元陵宫这三家势力 和他还算有些缘分 尤其是这三家的传人 此前在千圣山时 也曾帮过顾长青不少忙 如今他们有难 顾长青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而且 就冲着那幽魂天宗霸道嚣张的姿态 顾长青估计 可能不等自己出手 这幽魂天宗 就会主动找过来对付自己了 果然 就在顾长青沉吟之时 红龙龙 玉龙宗山门外 却是有着无边威压席卷而来 让玉龙宗 乃至玉龙宗周边 方圆百万里内 无数仙道高手 都是被禁术惊动 玉龙宗主何在? 天宗使者来此 速速出来 跪迎使者 带领宗中弟子门人 前往天苑门山门外 观瞻我天宗 覆灭天苑门等三大叛逆的大典 伴随着一道嚣张的声音 玉龙宗上空云海中 浩浩荡荡 足有数百尊仙道高手排开 在一名金仙七重天的高手带领下 高声宣指 玉龙宗上下 无数弟子门人见状 都是眉头皱紧 而玉龙宗周围各方势力的仙道修士 看到这一幕也都无比紧张 唯恐他们也被玉龙宗牵连进去 被这幽魂天宗一并裹挟 征召到那天苑门山门左近 虽说幽魂天宗上下一众高层一直在宣扬 他们并不会滥杀 所有被征召的宗门只要听令 都能平安回返 但幽魂天宗自进入逍遥界后 所做的那一系列举动 可让人对他们的话语提不起多少信任 当然 也有不少势力的仙道高手 心思要活泛得多 甚至颇有几分幸灾乐祸的感觉 毕竟在吞灭了生龙仙朝后 玉龙宗的疆域、盗藏 都要比以往丰厚了一大劫 若是这玉龙宗的弟子门人一去不返 这偌大的基业 我们岂不是有机会瓜分了? 一时间各方势力无数仙道高手都是心思各异 不过 他们的念头或许有差别 但有一点念头倒是出奇的一致 那就是玉龙宗一定会乖乖低头离开 毕竟幽魂天宗乃是真仙道统 不提他们背后站着的幽冥仙朝 只是幽魂天宗本身 对玉龙宗这样的惊仙势力来说 就已经是庞然大悟 不可冒犯的存在了 就连玉龙宗的一众弟子门人 都是有类似的感觉 虽然顾长青实力超凡 但在他们看来 那些被仙道高手尊崇的真仙老祖们 实在太过强大 面对这样的势力还未开战 他们的心里就先存了三分畏惧 事已 不少玉龙宗弟子甚至已经准备听令 响应着幽魂天宗的征兆了 但就在众人都以为 玉龙宗将要低头的时候 玉龙宗山门内 却有一道剑光 冲天起 在无数仙道高手不可置信的目光注视下 呼啸上 只一瞬 便将那一众耀武扬威高高在上的 幽魂天宗仙人们尽数吞没 就算是那位带队的七众金仙 在那道剑光面前 也一样如同蝼蚁 只一刹那 便在剑光中化为了灰烬 消散在了天地之间 就这点实力 也敢征召我玉龙宗做审 不知死活 第757章 绝境 震撼 无比的震撼 玉龙宗上下 乃至玉龙宗周围各方道统 无数仙道高手 此刻都是半张的嘴巴 内心的震撼 却是久久不能平静 就连岳营 沐青 乃至玉龙宗主 都是没有料到 顾长青的回应 会是这般简单粗暴 等他们意识过来后 他们在看顾长青的眼神 都是泛起了浓浓的震撼 呼吸也都不自觉加快 和顾长青已非第一次见面 他们都知道 自家这位圣子殿下 绝非那种鲁莽形式 不计后果的莽夫 既然顾长青敢斩杀这些 幽魂天宗的仙道高手 那就意味着 顾长青有底气 应付得了幽魂天宗 应付得了真仙老祖 想到这里 就连沐青的胸口 都是不由轻轻起伏 看向顾长青的一双美眸中 有着难以压抑的涟漪 长青 你能够抗衡真仙了? 虽然顾长青的实力 就连沐青都远远不及 但到底和顾长青有过师徒的名分 加上在沐青看来 顾长青算是自己的晚辈 他还是习惯性地称呼顾长青为长青 但此刻 这位清冷师尊的声音 却很不平静 甚至还有些颤抖 而这份不平静 随着顾长青微微汗手 彻底难以压抑 而旁边的月银 和玉龙宗主 虽然早有预料 都不开策 刀出太多太多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 可需要我们 帮忙对付那幽魂天宗的弟子门人 玉龙宗主到底老成持重 虽然心底也是无比激动 但很快便调整好了思绪 沉申开口道 在他们看来 顾长青的实力 应当是能够和真仙抗衡 但想要击败幽魂天宗那位真仙老祖 估计还差点 如此一来 玉龙宗的弟子门人 也终于能帮上顾长青的忙了 真要是同幽魂天宗开战 长青殿下就拖住那幽魂天宗的真仙老祖 剩下的就交给我们来解决好了 虽然这个过程中 肯定会有牺牲 毕竟 幽魂天宗也算是一方真仙道统 抛开那位真仙老祖不提 他麾下的精仙数量 也要比玉龙宗多出不少 就算届时 天月门 元凌宫等宗门也会圆住玉龙宗 但那一战的惨烈仍是可以预料的 但无论是玉龙宗主 还是穆青 月银 都没有说半个不字 甚至三人的眼中都是闪烁晶莹光芒 期待之意无比浓郁 玉龙宗受顾长青的恩惠 非止一次 如今终于有能够效力的机会 他们怎么可能错过 看着三人热切的样子 顾长青都是有些意外 但稍稍沉吟后 他并没有拒绝三人的请求 虽然自己能够对付得了幽魂天宗的举宗上下 但灭了幽魂天宗后 幽魂天宗的诸多资产宝藏 顾长青一个人不可能全数拿得完 有玉龙宗帮忙 别的不说起码搬运这些资产宝藏还是能够做到的 只是这些话 顾长青就没必要说得那么清楚了 毕竟说出来 尾氏有些打击人过头了点 玉龙宗主三人哪里知道顾长青心中的念头 见到顾长青点头答应 三人都是精神振奋 当即便是下去传令 很快 玉龙宗山门内一搜搜仙舟便是升腾而起 朝着天悦门的山门所在急速驶去 天悦门 神海道宗还有袁林公三家 现在已经联合起来都集中在天悦门内 借助天悦门最为坚固的护宗大阵 试图固守做最后的努力 而看到玉龙宗举宗出动 玉龙宗周围各大道统 在目睹了顾长青一剑斩灭忧魂天宗前来宣旨的那对仙道高手后 短暂犹豫后 他们也都纷纷派出了麾下高手 各带一队人马同样朝着天悦门赶去 他们倒不是想要帮玉龙宗的忙 只是想要去看看 幽魂天宗和玉龙宗这一战的最终胜负 虽然他们不清楚顾长青的实力与想法 但能够修炼到惊鲜境界的没有蠢人 就冲顾长青见面幽魂天宗传指人马的举动 他们也能猜测出玉龙宗的实力 只怕比他们明面上表现出来的还要更强 原本没有悬念的一战出现了新的变数 我等必须要在第一时间知道此战的结局 一旦确定胜者就要尽快战队投靠了 各方道统之主心中都是如此沉吟 不过相较于幽魂天宗 他们心中还是更倾向于玉龙宗 毕竟这两者之间形式作风上的差异 可不是一星半点 一时间整个逍遥界都是在起风云 以天院门山门所在的风雷山脉为原星 整个逍遥界就连元明仙朝 都是暗中派遣了高手前来 仕途一窥幽魂天宗的实力 哗啦啦 风雷山脉上空 惊奇密布 乌云压城 足足上万名仙道高手 劫这带 威势滔天 而这上万名仙道高手中 又以三十六名金仙最为惹眼 这三十六人接着仙甲 威风凛凛 盘膝端坐 随着他们的调令 整整一万两千位幽魂天宗的弟子 长老结成了一方浩瀚大阵 将整个风雷山脉都给彻底封死 而随着这方阵法生成的同时 嗡 风雷山脉的天地间 有着一股无比诡异的气机波动 悄然浮现 这股气机无比阴森 仿若来自幽名地狱之中 随着他的一散流转 整个风雷山脉内的仙道元气 竟是开始了流逝 被这股气机所吞噬 很快 便有一小片山谷的仙道元气 被彻底吞噬掉 而当这片山谷的仙道元气 被吞噬殆尽后 咔嚓一声轻响 这片山谷 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直接崩解 化为了灰烬消散开去 让被幽魂天宗 强行征召而来的 无数逍遥界仙人 都是眉心狂跳 这 这方大阵 竟然如此诡异与恶毒 幽魂天宗 还真不愧是幽冥仙 嘲出来的道统 我小妖姐有这样一位心境霸主 怕是要有大难了呀 看到那片山谷的结局 哪怕是反映在迟顿的仙道高手 也明白了这幽魂天宗的用意 他们就是要截阵 困住天月门上下 并不强攻 而是要用阵法 生生将天月门 乃至天月门所在的风雷山脉 都给炼化殆尽 这样的手段 不说威势如何 起码在残忍和力威这两点上 已经是拉满到极限了 而且 随着时间推移 随着越来越多的仙道元气 被炼化到那座大阵之中 这座大阵运转的速度 也是越来越快 那股诡异的 仿若可以吞没万物的契机 也是愈发浓郁 雄厚 一开始 天月门山门内 正在苦苦坚守的 三大门派的仙道高手 还没有意识到问题严重性 但随着那股契机不断变强 他们已经能够感受到 那诡异的契机正在不断逼近 让他们的心底 都是不可避免的 慌乱了起来 该死的 这样下去 最多七日 我们就要被炼为飞灰了 有元灵宫的仙道高手咬牙 看向周围 忍不住低声道 不如我等联手 拼死杀出去 兴许还能够争取到一二生计 没用的 听到他的话语 旁边有神海道宗的仙道高手 苦笑一声 示意他看向远处 楚开此刻 被三十六位金仙带领 包围住风雷山脉的一万两千仙道强者外 在这大阵外 还有两位金仙 端坐在云端上空 三十六位布阵的金仙 皆为金仙员满尽的存在 但那三十六人 在大阵外两大金仙的气息面前 却是宛若志同一般 不值一提 看到那两位金仙 尤其是感受到他们身上 散发出来的气息 提议突围的那位元灵宫的仙道高手 眼神都是彻底绝望了 那是 无上金仙 而且一来 就是两位 无上金仙 虽然不是真正的真仙老祖 但他们的实力 也不是一般的金仙境所能抗衡的 这等级别的存在 毫不夸张地说 一人的实力 足以镇压数十位金仙圆满的存在 有这两人镇守 他们就算能够侥幸杀穿这方大阵 也一样会被这两位无上金仙给逼退回去 真是 绝境啊 第七百五十八章 那一剑 看着这一幕 在场的三宗高手 都是惨然一笑 彻底绝望 如何 你们可想明白了 看到三宗高手绝望的模样 云端上空 那正在布阵炼化风雷山脉的三十六位天宗精仙 傲然一笑 声音传荡到下面来 你们若是想通 那就乖乖投降吧 放开大阵静止 这样 我们还能给你们一个痛快 不然 你们就在无边的痛苦中 忏悔去吧 听着他们傲慢的话语 天月门山门内 三宗的仙道高手 眼中皆是浮现出了决然之意 想让我们投降 主动将头送过去 让你们砍 你们还不配 最先提议突围的那位神海道宗精仙一声长笑 直接纵起神红 轰出一世 倒数如龙 朝着空中的大阵轰击过去 他的攻势 汹涌无边 仙力迸发之处 空间都在隐隐颤动 但这样的攻势 在落到大阵上后 却是连一丝一毫的伤痕都不曾留下 然而 三宗高手并未因此而沮丧或是放弃 而是在那位精仙的带领下 各自施展手段 做最后的战斗 看到他们奋战的模样 被强行征兆过来 要让他们亲眼目睹天月门等三宗覆灭的逍遥界各大仙门 其弟子门人的眼中都是不禁浮现出了动容之意 一群蝼蚁还在冥顽不灵 各方道统弟子门人的思绪自然逃不过幽魂天宗一众高手的感应 他们设下大阵 本意是要炼化天月门三宗 以此立威 现在反过来 倒是成全了这三宗的名声 这样的结果 哪里是他们所能接受的 当即 那三十六位精仙圆满一声冷哼 各自打出一道仙力落入大阵 顿时 原本还在平稳吞噬着那些仙道元气的诡异气机 嗡鸣一颤 便是分化出了三千六百道灰色气流 宛若飞剑一般 朝着天月门山门所在的方向 便是狠狠绞杀了过去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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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时 天月门的山门大阵便出现了崩解的迹象 原本还能够分出余力 尝试轰击那座诡异大阵的三宗高手 也不得不停下了各自的动作 转而将自己的仙力投入到面前的山门大阵内 以此来抗衡住这些诡异气流的吞噬 但这样的手段 也只是暴心救火 明眼人都能够看得出来 要不要多久 这三宗高手的仙力便会被消耗到枯竭 届时 他们就只能任人宰割 坐视着诡异气流将他们尽数抹杀 幽魂天宗 这种庞然大物 到底不是我们能够抗衡的存在 有仙道高手忍不住哀叹出声 看着他们这副模样 空中观战 顺便截杀那些仕途突围的三宗高手的两尊无上惊仙 脸上也是露出了满意之色 微微汗手 就在他们汗手之际 So 远空中忽而间有数十艘仙舟浩浩荡荡 跨越云海 出现在了风雷山脉上空 在一瞬间 便是吸引了全场视线 那是 御荣宗的惊奇 有仙道高手 认出了御荣宗的旗帜 眼中不仅多了几分悲哀 自从千圣山一战后 故常青已然名动逍遥界 连带着他所出身的御荣宗 也被逍遥界的仙道高手们 视为逍遥界一方崛起的顶级势力 虽然和元明仙朝比 还有一定差距 但也是不容小觑的一方雄主了 可就算是这样 当幽魂天宗征召令下达时 御荣宗也不得不乖乖来到这风雷山脉附近 被迫目睹天月门等三宗覆虐的结局 这样的情形 怎能不让逍遥界的各方仙道高手 心头悲叹 是的 在这些仙道高手们看来 御荣宗众人之所以会来到这风雷山脉 也是因为被幽魂天宗强行征召而来 不光他们认为 就连幽魂天宗的那些仙道高手 也都理所应当地认定了这一点 御荣宗 我记得这方道统 他们的圣子似乎还和天月门那三家叛逆的圣子神女 有几分联系 竟然这样 高居云端的那两名无上惊仙 眉头微挑 回忆了一下他们所了解的情况后 心中一动 其中一人 纵起仙光便是来到了御荣宗众人的上空 微微一笑 悠然开口 你们御荣宗圣子何在 速速出来 我听闻 他竟然敢和那三宗叛逆的神子圣女之流结交 这可是大罪 不过 念在你们御荣宗还算实相 举宗前来官吏的份上 这死罪可以赦免 但你们的态度也不可不端 这么才行 说着 那无上惊仙抬手 一道仙光点落 在那风雷山脉的上空凝出了一座高台 高台的位置 寻得极为精巧 可以让风雷山脉内天悦门中正在坚守的三宗高手 都能够看清高台上的每一处细节 看到那无上惊仙的动作 在场的仙道高手都不由一阵骚动 他们虽然不知道这天宗惊仙的心思 但不用脑子想也能猜到 他做这事情 绝无可能抱着什么善意 果然 在那高台凝成之后 那名天宗惊仙便是抬抬下巴 给了御荣宗仲仙一个示意 让你们圣子 快快出来 去到那高台上 跪地谢罪 顺便也让他好好看清楚 敢与我天宗作对的三宗叛逆 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灭亡的 也算让他 尝尝记性 去吧 好狠 真是好狠啊 听着那无上惊仙的话语 被强行征兆来的一众逍遥借仙道高手们 都是变了脸色 看幽魂天宗那位无上惊仙的眼底 畏惧之意都是又多了几分 杀人诛心 莫过于此 他们不用想 也能够猜到 当看到顾长青被逼着跪到高台上 向幽魂天宗谢罪的场面时 风雷山脉内还在坚守的三宗修士 会受到怎样的打击 而这对顾长青本身也是一种极大的折辱 一个弄不好 顾长青的道心都可能会因此受创 未来的成就都会受到极大的削弱 幽魂天宗 算计的真毒啊 有仙道高手忍不住呢喃出声 但话还没有说完 便被旁边同宗的长辈拉住 狠狠瞪了他一眼 让他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闭上了嘴 再不敢说出半句不满的言论来 众人的反应 云端上那位要顾长青跪地谢罪的无上惊仙 都是尽收眼底 倒是让他更加坚定了要让顾长青跪地谢罪的心思 甚至他已经开始思考 要不要将这个范围再度扩大 被强行征召过来的这些仙道势力 如果愿意拐 总能够找出一些和三宗修士有关联的人物 或许可以将他们都找出来 全数跪在这里谢罪 无上惊仙沉吟 毕竟既然要立威 那最好就要一步到位 让这些人以后见到天宗行事 就连付费都不敢有半分 那才算达标 何归 就在他沉吟之时 他的面前被他拦下的御龙宗传队 却是传来了一阵骚动 这位幽魂天宗的无上惊仙 并无他想 只当是那顾长青终于出来 当即不耐烦地催促道 怎么这么慢 还不速速滚过去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便是被一道贱民之鹰打断 不等在场中人反应过来 御龙宗为首的那一艘仙舟上 缓步走出闭关禁式的顾长青 压根没有同那无上惊仙废话的打算 直接抬手便是一剑斩出 所有人只听得扑斥一声 幽魂天宗那位无上惊仙 其仙体便是应声崩解 被斩为左右两劫 紧接着便被顾长青斩出的 那道剑光溢散出的剑气 搅碎为了飞灰 怎么回事 第759章 你不要过来啊 全场接阵 所有人都瞠目接舌 看着眼前的景象 不可思议到了极点 一尊无上惊仙 真仙之下无敌手的存在 竟然被这般轻易取了性命 小聂处 给我死来 就在众人震撼之时 另一位幽魂天宗的无上惊仙 已回过神 看着顾长青的眼底有着滔天杀意 怒吼一声便是一掌轰出 咔嚓 无上惊仙 含奋出手 这一掌中轰出的仙力 其威势浩荡 仿若千百口火山一同喷涌 恐怖的力道让虚空都要塌陷了 与此同时 他的身判还浮现出了一方宝顶 在仙力贯注下 这方宝顶的威能被催动 顶身上出现了丝丝裂痕 这意味着 这方宝顶并非真正的仙兵 而是一宗禁器 只能动用有限的次数 但即便如此 这威能也很恐怖了 随着仙力贯注 宝顶顶身上散发出了滔天的煞气 仿若蕴藏着一方大世界的重量 朝着顾长青便是狠狠杂取 轰隆 比无上惊仙那一掌 还要恐怖的凶威爆发 无须多言 这宗禁器的威能已是有目共睹 绝对超过了惊仙境的层次 其中杀了一只滔天 已经触摸到了真仙老祖那一档 显然 这位无上惊仙虽然暴怒 但并没有丧失理智 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素养 在第一时间便意识到顾长青实力有鬼 事已 他一上来便清尽全力 催动了自己压箱底的禁器 宝顶闪耀 仙光苍茫 淹没四方 让无数围观的强者 都不自主地身形阵战 然而 一道见光呼啸 同那方宝顶狠狠撞击在了一起 将其斩的支离破碎 消散在了天地间 而无上惊仙打出的那道掌力 更是被顾长青直接无视 看都没有看一眼 只是肉身便接下了那恐怖的一击 如今的顾长青 实力早已经飞昔比 只以肉身便足以震杀寻常的真仙老祖 区区一宗勉强摸到真仙尖门槛的劲气 哪里会被他放在眼中 开玩笑的吧 云端上 顾长青神情平静 眸光淡然 但下方 无数观战之人 却都看傻了眼 指一心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眼前的景象 一幕幕场面 实在太过夸张 冲击力极强 超出了他们想象力的极限 他们都看得出来 顾长青的修为 只是天仙境而已 但就是这样的境界 竟然能够一见斩灭真仙境气 若非亲眼所见 这话说出去 都会被人当成笑话的好吧 连这些旁观者 都是如此震撼 和顾长青对峙的那位无上惊仙 就更不用说了 看着顾长青朝自己走来 这位无上惊仙的呼吸 都是不自主的加快 看顾长青的眼神 如同见鬼 声音都在颤抖 你 你不要过来 我乃幽魂天宗的长老 你敢伤我 我幽魂天宗断然不会放过你 不止幽魂天宗 我等背后 乃是奉了幽冥仙朝的陛下法旨 你若是敢坏我等的大忌 我幽冥仙朝 也一样会将你碎尸万断 那可是足足八位真仙老祖坐镇的势力 你 你可要 不吃 他的话 还未说完 顾长青抬手点出的剑芒 便贯穿了他的咽喉 接着轻轻一脚 便将他的仙体搅碎为飞灰 消散在了天宇 布了他那位同伴的后臣 废话真多 顾长青淡淡下了结论 说出的话语 却是让在场那群目睹了此战的无数仙道高手 都是连话都说不出来 不过 他们并没有多少震撼的功夫 因为 就在顾长青这边 见面两大无上惊仙后 正在包围 练画着整座风雷山脉的 那一万两千幽魂天宗的仙道高手 还有统领他们的那匹圆满境金仙 也都是注意到了顾长青的存在 该死 怎么会有这样的怪物 天仙境灭杀无上惊仙 宛如杀鸡一般轻易 这样的妖孽便是那些仙尊子嗣 都未必比得上吧 这等人物 怎么会出现在 这小小的逍遥界中 一众幽魂天宗的惊仙 都是惶恐到了极点 虽然他们现在 看上去人多势众 但那两名无上惊仙 都被顾长青杀鸡一样 给灭杀掉了 他们就是人再多 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 只怕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想到这里 众人都不由将目光 投向那群圆满境金仙统领身上 统领大人 我们还要站吗 该死的 听到下面人的问话 那群圆满境金仙都 是变了脸色 他们当然不敢站 但要是下令撤退 逃回天宗 到时候宗主 肯定会追究他们临阵脱逃的罪责 但 就在他们犹豫的时候 顾长青的目光 已是朝着风围山脉这边看了过来 不好 感受到顾长青眼眸里浮现出的寒意 一众金仙统领不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 却是再没有半分犹豫 直接下令 催动大阵 撕开虚空 我们现在就逃 是是是 遵命 遵命 一众幽魂天宗的仙道高手文言 都是如蒙大蛇 顾长青展现出的那绝强杀力 已经吓破了他们的胆子 此刻有上面的统领开口 他们自然乐的执行 只是片刻功夫 大阵便是调转方向 原本汹涌的炼化之力 在一瞬间化为可撕裂天地的神威 朝着风雷山脉上空的苍茫云海 便是轰然积去 随着那股仙力冲撞 只听得一道惊天动地的爆裂之音 风雷山脉上空 直接被撕开了一道万丈天渊 一股时空传送的力量 便自拿裂缝中浮泻出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那些幽魂天宗的修士 好像在逃命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他们怎么会在这时候逃亡啊 风雷山脉内 原本已经做好死战到最后一刻的三宗高手 都是有些茫然的看向空中 随着那道裂缝浮现 那些不久前还高高在上 摆出要将他们所有人都给炼化为飞灰的姿态 让他们尽数覆灭于此的幽魂天宗仙人们 此刻一个个 只恨自己平日里没有好好修炼顿速 一个个拼命逃窜 让三宗的仙道高手 都是有些说不出话来 这样的场面 实在有点超乎他们的想象 让他们忍不住四下去看 想要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很快 他们就发现了这变故的源头 随着那些幽魂天宗的仙道高手 开始逃亡 顾长青 一时踏云上前 穿过了他们留下的大阵禁止 出现在了天悦门的山门上空 出现在了三宗修士的眼中 他并没有急于去追杀那些逃亡的天宗修士 幽魂天宗来得突然 虽然他们攻占了一个天悦门的附庸宗门 取了他们的山门为自己的立足之地 但就顾长青所知 这幽魂天宗真正的主人 那位真仙老祖 是另一处隐秘之地 就算是幽魂天宗那些无上惊仙境的长老们 也不知道他们老祖的具体坐标 只能通过御夫联络 所以 顾长青准备放上一批天宗修士离开 好让他们能有机会 将消息传递给那幽魂天宗的老祖 不过 一万多仙道高手 也不用全回去 留几个通风报信的 也就足够用了 顾长青目光 落到那些疯狂逃亡的天宗修士身上 眼中没有丝毫同情与怜悯 话音落下间 他的身后 四重原始杀剑便是升腾而起 化为一重开天见光 等看着逃进那传送天渊的仙道高手 数量差不多足够后 顾长青便是屈指一弹 于是 搜 被一道破风之音便在云端乍响 于在场无数逍遥界的仙道修士 呆滞的目光注视下 那一重开天见芒 在刹那间出现在那条传送天渊的前方 和那条天渊轻轻一碰 咔嚓 那一条汇聚一万余仙道高手合力 才得以打开 正常情况下 就算是动用真仙接近气 都要费上诸多功夫 才有可能影响到的传送天渊 便是在顾长青明出的这一重开天见芒攻势下 硬生磨灭 连带着 那些逃亡到传送天渊附近的万余仙道高手 亦是在这一见之下 一个不胜 悉数被顾长青斩灭为了飞灰 第760章 真仙降临 咕咚 看着空中漫天仙人化为截灰的场面 在场诸多仙道高手 都是忍不住吞咽了一口口水 天悦门山门内的三宗高手尤慎 尤其是三宗传人 天悦圣子 神海道子 还有那圆灵神女 他们三人 在第一时间就认出了顾长青 但他们一开始 还没有将顾长青 同拯救他们三宗的人联系在一起 甚至心底 还对顾长青颇为歉疚 因为在他们看来 顾长青可能也是被幽魂天宗强行征召过来 被幽魂天宗欺压的人物 是受到了他们的连累 才有了此结 但很快 他们心中的歉疚便被震撼所替代 尤其是当他们看到顾长青那一剑开天 见灭万仙的场面 他们的认知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这真的是我们认识的那位玉容圣子 三宗传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只觉得自己的呼吸变得困难起来 顾长青的天赋 实力 他们在千圣山的时候 都曾经见识过 也有相当鲜明的印象 但那时候的顾长青 实力 应该没有眼下这么强吧? 应该 没有吧 就在三宗传人愣神之时 三宗的宗主 公主 却是已经掀他们这些年轻人一步回过神来 看着顾长青朝这边走来 三宗宗主 连忙上前 恭恭敬敬地躬身下拜 我等多谢长青殿下救命之恩 三宗宗主 可要比他们的弟子传人 拎得轻得多 顾长青的实力如何 天赋如何 已经不重要了 就冲顾长青此刻展现出的战力 还有救他们三宗 于危难之中的情谊 三宗自此之后 就是当顾长青的附庸 又算到了什么? 有三位宗主带头 在场一众仙道高手 也都反应过来 连忙齐齐 朝着顾长青躬身下拜 有的甚至直接大礼拜道 眼中的感激 都是一鱼眼表 诸位起身吧 不用多脸 顾长青摆摆手 神情平静 你们先准备一下 注意再将大阵修补一番 我们接下来 估计还要在这里逗留一段时间 你们将大阵修补好 稍后若是再有大阵爆发 没有大阵庇护 你们难免会被余波影响 出现不必要的伤亡 是 我等谨遵殿殿下之令 等等 殿下说 稍后还有大阵爆发 我们是要留在这里 等那幽魂天宗的真仙上门 三宗宗主 还有其挥下的仙道高手们 下意识便想领命而去 但话说到一半 他们就反应了过来 一个两个看顾长青的眼神 都是变得古怪了起来 虽说在顾长青出手帮助下 他们顺利逃过一劫 但他们可不会天真的觉得 自己就真的有资格 同幽魂天宗抗衡了 眼下最正确的选择 自然是趁着打退了幽魂天宗这波围攻 而幽魂天宗那位真仙老祖 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机会 在最短时间内 逃离逍遥界 逃离这片灾祸地才对 但听顾长青的吩咐 竟是要让他们继续留在这里 要和那幽魂天宗的真仙老祖 再做过一场 听着众人的问话 顾长青也没有隐瞒什么 直接了当的点了点头 不错 我是这个打算 殿下你怎么这么自信啊 看着顾长青那淡然的模样 在场一众仙道高手的眉心 都是狠狠跳动了一下 也就是顾长青刚刚才救了众人一命 在众人心中的威望 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不然 饱不齐就有仙道高手 忍不住开口质问顾长青了 倒是三宗宗主 在看到顾长青点头后 心中像是想到了什么 眼中却是泛起精芒 顾长青展现出来的天赋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如此一来 这位长青殿下 背后便是有一位真仙 买至真仙之上的师尊做靠山 似乎也变得不足为奇了不是 有那等靠山在 的确不需要畏惧什么幽魂天宗啊 三宗宗主虽然没有说话 但彼此眼神交会间 却都是将各自心思 展现得一干二净 原本悬着的新野士 彻底放了下来 冲顾长青拱手行礼 好 既然殿下如此吩咐 那我等自当听令行事 看着三宗宗主那古怪的眼神 顾长青心中也能猜到 他们八成联想到了别的方向 但顾长青也懒得纠正他们的错误 反正 只要结果对 过程被想成什么都算不得大事了 当即 顾长青挥手招来玉荣宗众人 进入天月门山门 协助天月门中 三宗的仙道高手 快速修复起 刚刚经历过血战的天月门山门大阵来 他们这边 努力修补着大阵 而外界 原本被幽魂天宗征召过来的无数仙道高手 看着他们的动作 则是愈加的不淡定了 这位长青殿下 竟是不准备走了 看着架势 他们是想要在这里固守下去 他们到底哪里来的底气啊 但也有不少仙道高手 和三宗宗主想到了一块去 觉得顾长青这般自信 其背后肯定有着了不得的人物做靠山 说不得 就会有真仙圆满的存在降临 到时候 那幽魂天宗 怕是都要乖乖低头啊 有仙道高手说着 语气都是振奋到了极点 幽魂天宗 这段时间在逍遥界内 形势跋扈无比 尤其是眼下在场的这些各宗修士 都是被幽魂天宗强行征召过来 在征召的过程中 幽魂天宗的态度 自然不会和什么温和沾边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对幽魂天宗自不可能有什么好感 此刻看到幽魂天宗要吃上一个大亏 尤其是让他们吃亏的人 也是他们逍遥界的修士后 他们心中的振奋自然异于言表 不过 就在众人振奋之际 也同样有人 有着与众人截然不同的态度与想法 装枪做事 装神弄鬼 此人的心真是恶毒无比 算什么天骄 云海深处 一对兄妹同样密切关注着风雷山脉中的局势 在看到顾长青 见面万仙的场面后 他们在震撼之余 却都有着不同的想法 这对兄妹 正是和顾长青有过一面之缘的元明先朝皇室成员 元明先朝的三皇子与九公主 虽然元明先朝不敢招惹幽明先朝 连带着幽明先朝培养的这只狗 幽魂天宗 他们都不敢招惹 但该做的一些情报探查 元明先朝也不敢不做 而这份任务便被三皇子与九公主自告奋勇揭取了下来 但他们兄妹怎么也没有想到 竟然会在这里和顾长青再度遇上 更没有想到顾长青的实力竟然会如此恐怖 如此的超乎他们想象 想到他们之前对顾长青的诸多轻蔑与不屑 三皇子只觉得此前的自己可笑无比 但他的妹妹九公主却有不同的想法 这个顾长青既然来的这么恐怖 实力这么超凡 当日为何还要在我们面前装什么弱者 他就是在故意戏耍我们 拿我们寻开心而已 这样的货色 真是恶心到了极点 九公主咬牙 美眸中有着浓浓的恨意浮现 看着自己妹妹那份恨意 三皇子心底忍不住叹了口气 九公主的性格 想法 他这个亲哥哥 其实猜得一清二楚 他现在扯了这么一大堆 其实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之前看走了眼 这才将所有的过错都推到顾长青身上 这样的刁蛮脾气在自己面前还好 以后若是再见到顾长青 想到这里 三皇子又忍不住朝风雷山脉的所在看了一眼 心中一阵发紧 下定决心 要让自己妹妹安分下来 最起码 以后见了顾长青 也不能像现在这般无礼 一念即此 三皇子就想开口 呵斥自己妹妹几句 但还没有等他说话 天空中 一阵浩荡威压轰然落下 只一瞬便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这不威压是真仙老祖清灵 第七百六十一章 那可未必 轰隆隆 仙光冲天 神灰遍地 将天空铺满 印照八荒 将整个风雷山脉都给笼罩 一股恐怖到极点的威压 自那仙光尽头降落下来 让群山颤抖 大地都在阵战 仿佛承受不起那股威势将要崩解一般 真仙 这是真仙老祖降临 才会有的威势 无数仙道高手都是骇然失色 声音都在战里 说话都变得不利索起来 他们看向空中 威压的源头处 一尊恐怖的生灵出现 那是一尊人形生灵 但背后生有一对羽翼 漆黑如墨 上面淋雨根根 在仙光折射下 泛出乌光 随着他的动作 羽翼飘动 铿锵作响 仿若那并非羽毛 而是最上层的鲜铁 铸就的绝世杀器 不用出手 也能让人想象的 当那羽翼上的淋雨被激发时 每一根淋雨 怕都会爆发出恐怖的沙力 足以让所有冒犯 这尊生灵的仙道高手隐恨 幽魂天宗的宗主 传说中出身与神族的无上强者 真仙存在 黑羽真仙 有仙道高手呢喃 声音颤抖 道出了来人的名号 哈哈哈 黑羽真仙驾铃 他竟然来得这么快 那顾长青 绝对过不去这一关了呀 看着空中那位黑羽真仙 隐匿在云端的三皇子 与九公主 都是不自主评出了呼吸 但不同于兄长 九公主的眼底更有着一抹堪称畸形的快意 正如三皇子所想的那般 他之前对顾长青看走眼后 便一直耿耿于怀 觉得那是莫大的耻辱 这份耻辱 在他看来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让顾长青死 才有可能让他解脱 但顾长青展现出的实力 尤其是今日 他见灭万仙的那一幕 让这九公主回想到 都是忍不住双腿发软 毫不夸张地说 就是一百个他联手 在顾长青面前 也只有一剑化为截灰的下场 但现在随着黑雨真仙到来 这位九公主 却是看到了自己大仇的抱的希望 这让他怎能不激动 又怎能不欣喜 看着自己妹妹那畸形的表情 三皇子的眼神愈加复杂 他几次想要开口 但最终还是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看着那黑雨真仙 一步步太云而下 直到出现在了天月门山门上空 就是你们伤了我天宗 那么多仙道修士 黑雨真仙开口 语气平静 但任谁都能感受到 他话语中潜藏着的那刺骨寒意 我听麾下宋信 说是一位叫顾长青的少年英雄出手 不知道 他可敢现身一见 看着黑雨真仙平静开口 天月门山门内 各宗强者都是忍不住平住呼吸 就连玉荣宗的众人都不例外 虽然在来之前 他们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 但真正和一位真仙老祖 正面对峙的时候 他们才能真正感受到真仙老祖 之所以高高在上的底气 一位真仙 他身上锁裹鞋的那股威亚 真的不是金仙静的修士 所能够想象得到的 但顾长青缓缓走出 神情平静 眼中不见有一丝巨异 反而饶有兴趣的 看了这黑雨真仙一眼 雨神族 我听过这个名号 传说你们这一族 是和太古仙族中的金赤大鹏一族结合 这才有了你们这一只 不错 既然知道本座的来历 还敢和我幽魂天宗结院 小辈说出你的诗门 让本座看看 你到底够不够资格和本座说话 黑雨真仙脸上浮现出了几分傲然 雨神族的确有骄傲的资本 金赤大鹏这一族乃是诸天万界中的顶级族群 哪怕再仙剑也是一等一的霸主族群 其血脉强横无品 出生的金赤大鹏 哪怕只是刚刚诞生的幼崽 都可一日横渡十万八千里 成年的金赤大鹏 血脉传承的倒数修炼到极致 更是能够瞬息间横渡十万八千里 身法绝伦 顿速无双更有无上的吞天之力 在仙剑的蛮荒时代 这一族走出的仙道高手 不知朕杀过多少仙尊 真正是用仙王的头颅铸 铸就的太古仙族的王座 也正因此 仙剑也有不少人族一脉 投降到金赤大鹏一族的麾下 以女性族人被金赤大鹏宠幸故而为傲 也因此 繁衍下来了不少混有一定大鹏血脉的族群 雨神族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虽然比不过真正的金赤大鹏一族 但在仙剑万族中 雨神族也是够资格列入仙界上位族群的意志 此刻 顾长青开口说出雨神族的血脉 让黑雨真仙自然无比自得 但下一秒 她的脸色便是被铁青不满 因为顾长青见她点头承认后 也微微汗手 接着轻声道 我听说 雨神族当年 包括现在 都是靠卖女儿给金赤大鹏族 甚至不仅是卖自己族群的闺女 还曾掠夺过很多恶人族 其他氏族的女人 献给金赤大鹏一族 这才有了今日 我一直很好奇 这事情是真是假 今日既然遇到了 不如 你给我说说看 顾长青说着 还特意挑了挑眉 做出一副好奇的姿态 而听到她的话语 在场那些仙道高手们的面孔 都是变得尤为精彩起来 雨神族起家时的确干了不少恶事 顾长青说的 都是再争不过的事情 虽然这些事情已经久远到 可追溯到上百纪元前 但架不住雨神族起家时的诸多操作 实在太够恶心 所以仙界 还有不少人 对雨神族的这些操作 记忆鲜明 但 再鲜明的记忆 也架不住雨神族 如今的势力雄厚 所以先如今 已经很少有人 再敢提起雨神族这些辉煌过去 以至于不少年轻一代的仙道天骄 都不知道雨神族这些过往 顾长青之所以知道 纯粹是因为他继承了苍无先王的传承记忆 此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当年苍无先王 纵横仙界时 就曾看不惯雨神族的所作所为 曾一人仗剑 杀入到雨神族祖地 解救了数百万人族 更是将雨神族那一代的仙尊 杀了个干干净净 本以为这一族理当绝灭了才对 但没想到 他们倒是好运气 竟然还能活下来 甚至还发展得比当年还要鼎盛 有趣 顾长青 回忆着自己脑海中的传承讯息 看面前的黑雨真仙的眼中 也是多了几分寒意 顾长青并不知晓 当年雨神族的确显现灭族 但架不住雨神族 将金翅大鹏族舔得太舒服 加上苍无先王此后 为了守护诸天 血战边荒直到陨落 没有了苍无先王威慑 金翅大鹏族也就再无顾忌 大力扶持下 雨神族非但没有被灭 反而因祸得福 当年雨神族最鼎盛时 也不过就几位仙尊而已 但今日的雨神族 已经陆续有三位存在 突破到了仙王境 若是能够有谁 修炼到仙王后期 那雨神族也将彻底蜕变 从上位仙族 真正迈入到仙界王族的层次 彻底崛起了 就在顾长青 沉吟之时 她的面前 那黑雨真仙的脸色 已然铁青到了极点 好 好 好 小贝 老夫虽然不知道 到底是谁给你的胆子 让你这般桀骜 但老夫可以肯定 你今日 已是必死无疑 花音落下间 这尊黑雨真仙一声长笑 祭出一缕鲜光匹炼 如同飞剑 锁定顾长青的眉心 便是悍然刺下 第762章 真仙又如何 搜 仙光如剑 破空而起 瞄准了顾长青的眉心 角度刁钻恶毒 杀意滔滔 但顾长青神情平静 根本未曾闪避 只是朝前一步踏出 竟是以眉心硬撞那道乌光 咔嚓一声 便将那道仙光凝出的 匹炼机的粉碎 果然有些手段 但只凭这些 还改变不了你陨落的结局 黑雨真仙见状 眉心都不由狠狠跳动了一下 适才那一击 虽然不是她的权力 但也差不了太多了 她的修为高深 已然真至真仙五重天 加上与神族的血脉 随手一击 就算不能灭杀铜镜高手 但绞杀一些真仙四重的存在 还是不在话下 但顾长青 竟然以肉身抗下了这一击 这让黑雨真仙 怎能不惊 此子的来历 怕是有些诡异 起码这肉身强度 就不是正常仙道天骄所能达到的 保不齐就是用了某些神秘静气 才有了这效果 黑雨真仙心中念头急转 但出手却是丝毫不慢 铿锵一声鲜光闪烁 她召唤出了一柄杀剑 朝着前方横扫 顿时 滔天剑气如同浪涛 在天地间席卷而出 朝着顾长青压了过去 与此同时 她的身后 一双羽翼舒展开来 不断振战 每次振战嗡鸣 便有一道黑雨飞起 汇入到那剑气浪潮之中 只是几个呼吸的功夫 那片剑气浪潮便得到了上千根淋雨加持 散发出来的沙伐气息 强悍到了极致 剑气浪潮锁过之处 大地都在颤抖 山河都在破碎 虚空中都被激起了一层层涟漪 朝着四方扩散 不好 快快升起大阵 天月门 山门内 各宗高手都变了颜色 齐齐后退 催动大阵 抗衡鱼波 而那些观战的仙道高手们 也都不敢怠慢 各自出手 跟着施展手段 用出诸多秘法 或是顿逃远方 或是动用宝物 这才勉强抗下了那鱼波 但也有一些倒霉蛋 或是实力不济 或是反应 没有来得及 被那虚空中荡开的涟漪所波及 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便被直接荡为了飞灰 这就是真仙出手的威势吗 看着那一个个 凄惨陨落的倒霉蛋 在场观战的诸多仙道高手 眉心都不由狠狠跳动 只觉得心脏都在抽紧 敢留下来观战的 别的不说 实力自然都不算差 但就算是他们这等级别的人物 在真仙层次的大战中 也依旧好不到哪里去 就如蝼蚁一般 渺小如尘埃 就在他们震撼之时 顾长青却是神情不变 迎着那剑芒而上 眼中不见一丝巨异 甚至还多了几分玩味之意 原来 你也算得剑修啊 顾长青微笑开口 说话间 他的身后 四重原始杀剑 一时呼啸而起 裹挟涛天沙力 朝着那黑与真仙斩出的茫茫剑气 便是狠狠刺去 哄 两股神力在碰撞的瞬间 天地都仿若寂静了下来 但这寂静 只持续了一个刹那 紧接着便是有铺天盖地的暴鸣之音 响彻四眼 在无数仙道高手振步的目光注视下 黑与真仙亲力展出的那片苍茫剑气 只维持了不到一息的时间 便被顾长青的杀剑状的盗卷回去 重重轰击在了黑与真仙自己身上 啊 黑与真仙惨毫出声 仙体之上蹦出鲜血 眼中满是痛苦 更有无边的惊骇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顾长青的实力竟然恐怖到了这一步 自己的杀招没有拿下他也就算了 甚至还被顾长青反推了回来 落到了自己身上 小子 你不要得意太早 黑与真仙一声低吼 张嘴吐出一口浴血 眼中杀意流转 他猛然张口 竟是吐出了一方神异的山峰 朝着顾长青呼啸落去 山峰高于百丈 通体银白 仿若以某种金属雕琢而成 随着黑与真仙的先例灌注 一股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奇妙气息 自那山峰之中激荡开来 一股让人石海震战 神魂失控的力量 随着那气息流转 不断扩散 在一瞬间笼罩了这方战场 不好 我的神魂要失控 要飞出石海 被那山峰收走了 天月门山门内 有玉荣宗的弟子惊叫出声 眼中满是惊恐 就在他惊叫出声的瞬间 他的眉心飞出一点灵光 正是他的神魂 竟是不受控制地飞了出来 朝着那座山峰扑去 很多观战的仙道高手 虽然已经竭尽全力远离了这方战场 但他们都没有料到 黑羽真仙手中竟然还有这等宝物 此刻一个猝不及防 便被黑羽真仙掌控了神魂 连惊呼声都来不及发出 神魂便被射走 被融入到了那座诡异的先锋内 只一瞬 便有足足数百位仙道高手 被那诡异的仙兵抹出了神魂 只于肉身成为空壳 颓然坠落到了地面上 哇! 天月门山门大阵 在这一刻骤然迸发神光 却是各宗最顶尖的那批高手 在千军一发之际 咬牙清醒了过来 短暂抗住了那诡异凌风的侵蚀 激活了大阵 在他们的加持下 大阵庇护住了一众弟子门人 虽然未能将他们的神魂归翘 但起码拦住了他们的神魂 将他们的神魂截留在了山门大阵内 但他们并没有因此感到轻松 看着黑羽真仙手中那方诡异的仙兵 他们的眼底只有浓浓的畏惧 这莫非是传说中的羽化蜂? 玉龙宗的老宗主开口 眼中满是畏惧 羽化蜂 这是仙界威名即胜的一宗仙兵 传说催动到极致 就是仙王都会神魂恍惚 进入到所谓羽化飞生的幻境中 被这羽化蜂收走神魂 真正的羽化蜂 哪里会被一个区区真仙掌控 这怕是一宗防品而已 旁边 天院门的门主也是暂时清醒了过来 笛声说道 但声音里的巨异一时难掩 毕竟 就算只是防品 那威势也很恐怖 起码 镇压降服一般的真仙 都不成问题 这宗仙兵祭出 顾长青还能抗住吗? 他们心中想着 一边不自主将目光 投落到顾长青的身上 但就这一看 他们的视线 都是齐齐凝固 在众人错愕的目光注视下 顾长青看着那方羽化蜂 眼中非但没有畏惧 反而多出了一抹难掩的意思 羽化蜂? 这黑羽真仙手上 竟然有这种宝物? 是了 传闻中 羽化蜂的真品 就被金翅大鹏一族掌控 这羽神族 既然是金翅大鹏一族的好狗 有一宗防品 倒也在情理之中 顾长青轻声泥南 看那羽化蜂的眼中 有金芒掠过 世人只知道 这羽化蜂乃是抹杀神魂的上等先兵 但顾长青 此前曾经获得了苍牙仙尊的传承记忆 从那位仙尊的传承记忆中 可是已经知晓 羽化蜂 还有另一种用法 那就是用它来魔力神魂 我虽然修有原始天弓 但神魂和肉身一样 自上界之后 并没有太大的提升 怎意 眼下 有这一方羽化蜂相助 我的神魂也能迎来新的蜕变了 一念即此 顾长青自然不禁反喜 在认出这防品羽化蜂后 没有丝毫犹豫 一步踏出 下一刻便出现在了黑羽真仙的面前 小辈找死 看到顾长青不退反镜 黑羽真仙脸色微变 但 他对自己的本事也有相当自信 当即一声低贺 仙力涌动 没入羽化蜂内 便想要将顾长青彻底抹杀 但 就在他仙力落入羽化蜂的瞬间 顾长青的手 一时落到了羽化蜂上 浩荡灵力 毫无保留地轰入到这羽化蜂内 虽然顾长青的境界只是道主层次 但他的道基之雄厚 就算是真仙九重 都难以与之相比 非与真仙虽然天赋不凡 出身大足 但在这巨大的差距面前 仍是被一瞬间被顾长青震飞了出去 羽化蜂 一时落入到了顾长青的手中 什么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是不自主地发出惊呼 而黑羽真仙 一是贪坐在地 看着被顾长青强行夺走的底牌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 他到底是大足出身 真仙老祖 在一瞬间便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 走 没有丝毫犹豫 在羽化蜂被顾长青夺取后 黑羽真仙已经明白 自己对顾长青的实力估算 实在错到了极点 哪里还有半分留下来再战的勇气 当即 他催动顿速便想要逃离这片战场 哪怕丢了羽化蜂防瓶 让他心痛无比 现在也顾不上了 但 还未等他逃出太远 顾长青已是动了 逃得这么快 还真不亏 是有金翅大蓬族血脉的人物 只可惜 你到底逃不掉了 顾长青冷笑一声 话音落下间 先力涌动 没入到刚刚入手的羽化蜂内 顿时 那羽化升天的幻境之力 便是瞬息压落到了黑羽真仙的头顶 轻轻一转 黑羽真仙的神魂便被那股幻境之力强行抽出 拘入到了顾长青的面前 被顾长青轻轻一丢 便落入到羽化蜂内 再一瞬间便被炼为了飞灰 黑羽真仙 就这样死了 第763章 陨落 轰的一声巨响 失去了神魂控制 只留下一具空壳肉身的黑羽真仙 其尸还轰然坠地 在地面上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 激荡起尘土万丈 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 看着黑羽真仙那坠落的尸骸 好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 真仙老祖 何其尊崇 整个逍遥界 这亿万年岁月里 成就这一等境界的 也就只有元明仙朝那位真仙老祖一人而已 而就靠着那一位坐镇 元明仙朝便得以称霸整个逍遥界 亿万载岁月 一位真仙老祖的意义之重大 只此便可见一斑 甚至 在场很多仙道高手 穷极一生 都未曾见到过一位活的真仙 但今日 他们不仅见到了一位活的真仙 更是亲眼目睹了 一位真仙陨落的全过程 这让他们心中 怎能平静的了 这就是长青殿下的实力吗 天月门 山门内 各宗高手 都是有些愣神 看着空中的顾长青 心中的激荡 都是久不能平 就连玉荣宗的众人 都不例外 他们虽然在来之前 已经从顾长青那里得到确认 顾长青 有对付真仙境存在的底气 但他们做梦 都没有想到 顾长青的底气 竟然这么足 他们原本以为 顾长青的实力 最强也不过就是和真仙抗衡的层次 怎么也没有想到 顾长青竟然强悍到 连真仙都可以灭杀的了 这真的是天仙境 所能做到的事情 众人心底 震撼无边 云端上的顾长青 则是神情平静 他在万朝战场上收获颇丰 尤其是最后入手的那座混沌神山 让顾长青的底气 都是前所未有的足了起来 此前 他刻意隐藏实力 并未表现出 可以斩杀真仙的战力 就是为了避免战绩太过耀眼 引来仙界那些顶级仙尊层次的巨头们关注 但现在 顾长青没有这个顾虑了 有那座混沌神山在手 我接下来 最少也能破入主宰境 届时 我的实力将会迎来飞跃性的增长 再加上苍牙仙尊留下的那卷 咫尺天涯 就算是仙尊后期 仙尊圆满那等层次的仙界巨头寄予我 我也有相当的自保之力 更不用说 踏入主宰境后 顾长青也能够前往找寻苍无仙王的遗藏 若是能够开启仙王留下的遗藏 得到那丰厚的资源辅助 顾长青的实力 还将迎来新一轮的突破 除开这些原因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顾长青 没想到来的这个真仙是与神族的人 若是其他族群的真仙 或许顾长青还会态度保留一点 即便要杀 也会表现出一副力战斩杀的样子 但与神族 有苍无仙王传承记忆里 这一族群当年做的那些肮脏事迹 顾长青若是不见到也就罢了 既然见到 又有斩杀他们的实力 对这些人族的渣子 顾长青下手 也很难不便的干脆利索起来 顾长青这边 心头沉吟 而周围那些观战的各方先道高手 却都已经渐渐回神 看着云端顾长青 白衣圣雪 风姿绝代的模样 他们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后 却都是纷纷汇聚了过来 面朝顾长青 恭敬拜道 我等恭喜长青殿下得事而归 多谢殿下此次出手 救助我等诸宗的恩情 这些先道高手所出身的势力 普遍都和天悦门等三宗 有些渊源 此次都是被幽魂天宗强行征召过来的 虽说幽魂天宗说是不准备迁怒他们 但就冲幽魂天宗的行事作风 他们也能遇见得到 等到三宗覆灭后 他们这些昔日和三宗有渊源的势力 肯定还会受到幽魂天宗的针对 死罪可免 但活罪难逃 但现在随着顾长青道来 不仅天悦门等三宗得拖恶难 他们这些宗门家族也算是侥幸逃过了一截 这些转机都是拜顾长青所赐 他们怎能不真心示意的公身感谢 天悦门等三宗宗主见状 也都反应过来 连忙跟着公身下拜更是直接表态 若是殿下愿意 我等愿意做殿下附庸 做御龙宗的陈属 听到宗主们的话语 三宗的长老、弟子们 都是遗症 但玄疾 一个个眼中都有惊喜浮现 看到他们那惊喜的样子 玉龙宗的一众弟子 都是有些意外 天悦门、神海道宗 元凌宫这三大势力 在逍遥界的地位并不算低 仅次于拥有真仙坐镇的元明仙朝 这样的金仙道统 哪怕是真仙势力当面 都有一定的话语权、独立性 想要收服这等级别的金仙道统 宗门 仙朝内只有一位真仙老祖坐镇 是远远不够的 最少也要有三五位真仙 相当于昆宇仙朝那等级别的势力 才够资格降服这等金仙道统 而顾长青虽然实力不凡 但说到底 整个玉龙宗目前 也就只有他一位真仙而已 就算有救命之恩 三宗弟子心中 也不该连点戒地都没有吧 但相较于这些年轻弟子们的想法 玉龙宗的长老 宗主等老辈人物 却是没有丝毫意外 玉龙宗是只有顾长青这一位真仙 但这位真仙的韩金亮 就冲他见面黑与真仙的战绩就知道 一般的真仙 别说三五人 就是再翻一辈 更不用说顾长青的天赋摆在这里 这样的天骄背后怎么可能没有靠山 就算真没有 他也一定有了不得的奇遇 说不得就得到过某位顶级仙尊的传承 这才有了今日这般造化 要么有大靠山 要么有大气遇 甚至还有可能两者兼备 这样的金大腿不遇到便罢 既然遇到又有机会抱住 只有傻子才会白白错过 他们这边韩孝看着众人向前 表态臣服 而隐藏在暗中的还有很多仙道势力 除开元明仙朝外 还有不少逍遥界的仙宗 仙朝也都同样派遣来了高手 隐匿踪迹前来探查情报 但他们都没有想到 原本以为已经注定覆灭结局的天跃门三宗 竟然在最后时刻迎来了这样的逆转 更没有想到顾长青的实力 竟然会强悍到如丝境界 看着那些纷纷表态 想要投笑到顾长青麾下的道统 这些暗中观望的各路高手 心中却不禁升起了一份艳羡之意 能够被派遣过来探查情报的 都是各大仙宗的精英 他们自然也能想到眼下虽说顾长青还有些前路未卜 毕竟幽明先朝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未来肯定会掀起报复 但也正是因为有些前路未卜 才是最佳的投笑顾长青的时机 锦上添花哪里比得过雪中送炭 虽说会冒些风险但万一赌赢了 那回报可是足以让他们这些势力一飞冲天啊 但可惜他们并不能为自家宗门做主 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敢冒这份风险的 有人激进就有人保守 同样有人对那些投笑到顾长青麾下的势力感到艳羡 也自然有人对他们的选择无比不屑 譬如说那位元明先朝的九公主 一群不知死活的人幽明先朝哪里是容易对付的存在 别看那顾长青现在这般嚣张 等幽明先朝的大军真正压境的时候 他们都要跟着顾长青一起化为结辉消散在这方天地 听着妹妹那满含极恨的话语 旁边的三皇子眉头皱得更紧了 但她犹豫了一下到底没有说些什么 虽然九公主的情绪有些失控 对顾长青的态度也尤为偏激 但有一点是她妹妹没有说错的 幽明先朝那等庞然大物 远不是一个黑与真仙所能代表的了 顾长青的未来眼下看上去光明无比 但若是她扛不住幽明先朝的压力 那今日辉煌的一切终究不过是烈火烹牛 到最后只会如烟火一般转瞬即逝而已 这对兄妹心中沉吟 但他们的想法注定无人在意 风雷山脉一战后 顾长青便是飘然而去 回到了御龙宗山门 收拾善后整备山门 统计新投效来的附庸势力等诸多事物工作 自有御龙宗为她打理 她接下来要做的便是修炼突破 让自己的实力进一步提升 第七百六十四章 突破 大阵起 刷 天空中一道灵光划过长空 而后停在了一片蛮荒山脉的上空 灵光散去显出顾长青的身形 这里不错 石口破镜 顾长青神石扫过下方 万里蛮荒山脉 并无人烟 就连妖兽都不见一头 这是一处平静的地方 连鲜脉都没有一根 但正是和顾长青突破境界 当即 她抬手点落 演化出万千灵光 每一重灵光都凝聚成了一枚静置阵符 只是虚于功夫 她便凝成了一万六千大阵符纹 分散到这片苍茫山脉的各处 随着阵符落下 哄 一方浩瀚威勒的大阵便是立地落成 将整座山脉都被笼罩 这样就完成了 顾长青扫了眼大阵 满意的点了点头 她若破镜 声势必定动天 所引来的天节也将无比浩瀚 若是不提前准备的话 只怕会将百万里疆域都化为截土 那绝非顾长青所希望看到的景象 大阵落定 顾长青直接进入其中 朱天道宫被她取出落定 正在道宫内沉睡的道宫气灵 顿时苏醒了过来 昔日的小钟灵 如今已然化为亭亭玉丽的倾国仙子模样 她的智慧也随着品阶提升 而同样得到了增长 稍稍感应一下周围的环境 这宗道宫气灵便意识到了情况 精神都是为之振奋 主上这是要突破瓶颈了吗? 小钟灵在顾长青不用的时候 一直都在沉睡 对顾长青的情况并不是很清楚 但并不妨碍 她一样为顾长青的破镜而激动 毕竟她是得益于顾长青的祭练 才得以化为仙气 有这一重因果在 她对顾长青的忠心 并不比那些仙道高手们的本命仙兵差 而且作为顾长青手上有数的修炼辅助重宝 小钟灵也清楚 自己和顾长青绝对是荣辱与共的存在 顾长青的实力越强 自己的未来才会越光明 仙气气灵也一样有超脱的机会 传说中 那些仙尊接仙兵的气灵甚至已经可以自己修炼 虽然不能突破仙兵本身的品阶 但却若是苦秀的岁月足够漫长 做到铜镜无敌 却是不成问题 而那些仙王接仙兵的气灵 更是能够超脱仙兵的形体拘束 自己超脱出来 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 在成为仙兵后 道公气灵也知道了很多曾经不了解的情况 让她对自己的未来都是有了新的追求 理所当然的 对顾长青破镜的事情也就格外伤心了 看着小钟灵满眼的激动 顾长青都不由玩耳 她还真没想到自己要破镜 这小气灵倒是比她还要迫不及待 不错 我的确要准备突破 所以接下来就要劳烦你为我护法院了 虽说朱天道公的品阶还只是天仙层次 但架不住朱天道公的类型特殊 连带着小钟灵的实力也很不凡 一般的金仙都拿不下她 加上顾长青刚刚布下的那方阵法 让小钟灵护法还真不是开玩笑的话语 有她主持那方大阵就算是来上一群真仙 她也能拖上相当的时间 莫 主上只管放心突破 若有人打扰交给钟灵解决便是 小钟灵闻言精神都是愈发振奋 当即应了一声便是轻盈一跃 落入到顾长青部下的大阵核心阵眼中 随着小钟灵入主大阵原本就气势磅礴的浩瀚阵法 为时都是再度增长了一截 却是连带着让这片蛮荒山脉周围栖息的生灵都被惊动了 那片山脉是说了什么事吗 不对劲 那片山脉无比平级连仙脉都没有一条 怎么会突然间有这种暴涨的契机 蛮荒山脉平级淡出了那片蛮荒山脉周围的区域却很妇柔 有不少仙道高手都在此开宗立派 其中步伐有精仙大宗 此刻 这些高手们都被惊动 纷纷走出宗门 看向蛮荒山脉的眼中多了几分惊疑之色 难不成是有一宝出世了 有仙道高手呢喃 眼中闪烁炙热的光芒 传说中 那片蛮荒山脉来历很不凡 牵涉到逍遥界的一些上古隐秘 虽然过去千万年来 那片蛮荒山脉从未显现出什么神意来 但这份猜测却一直很有市场 因为那蛮荒山脉的情况实在太特殊了 以那万里蛮荒为原星 方圆千万里疆域皆是无比富饶元气浓郁 甚至越靠近那片蛮荒山脉元气越是雄厚 唯独进入到那片蛮荒山脉后 仙道元气便开始急速下降 深入个一两千里后就平级到让准仙都不愿在其中久留了 这样特殊的环境怎能不引人遐想 事已当小钟林入主大阵 引动的这方山脉的气息都开始暴涨后 在这片山脉附近开宗立派 留下传承的很多仙道高手都不能淡定了 逍遥界最近很不平静 那幽魂天宗突兀到来 说不得就是一个预兆 仙界将有大变故 这蛮荒山脉的异动就是开端 我等现在赶去 说不得能够拿到最大的那份好处得以一飞冲天啊 不少仙道高手如此想着 纷纷纵纵起仙光 离开宗门 朝着那片蛮荒山脉赶去 很快 他们便来到了那片蛮荒山脉附近 只一眼 他们便看到了蛮荒山脉的入山口 已经有一大批仙道高手在等候了 是金玉宗 天阳门 还有那边那个 那是云城孙氏的组长 这些人来得还真快啊 后面赶到的这些仙道高手 原本还有些犹豫 担心自己的举动是不是太过鲁莽冲动 但看到这里 已经云集了这么多仙道高手 尤其是金玉宗 天阳门 这些距离蛮荒山脉最近的几家道统 其中中强者都已经来此后 他们的担忧 都是化为烟云消散 这片疆域 情形特殊 越是靠近蛮荒山脉的区域 仙道元气越浓郁 相应的 在这附近活跃的仙家门派 越靠近蛮荒山脉 底蕴也越强 实力也越雄厚 最顶尖的几家霸主 都已经入场 他们还有什么可担心呢 而且 他们能感受得到 在入山口云集的那群仙道高手 此刻的表情都是有些不太对劲 就仿若看到了什么 让他们难以置信的东西一般 一个个都傻愣愣站在空中 不说向前 也不说后退 让这些后续赶到的几家道统高手 都是有些不解 他们这是什么情况 有仙道高手皱眉 忍不住催动 顿速赶过去 而当他赶到后 循着入山口的方向 看清蛮荒山脉内的景象时 他的瞳孔 亦是如在场众人一般 瞬息凝固 我的天 这 这究竟是哪里冒出来的东西 第765章 狄来 在一众仙道高手难以置信的目光镜头 那片蛮荒平积的群山中间 此刻 正有一座千丈凌峰闪烁着无边的神光 锐彩分成 霞光万道 龙遇到极点 几乎要化为实质 在天地间流淌的仙道元气 正源源不断从那座凌峰上一转出来 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当他们用自己的神识 去仔细感应那座凌峰 掠过那些仙霞神灰 直接观察那座凌峰的本质后 他们才会看到 真正让他们心脏都几乎停跳的景象 那一座千丈凌峰 并不是真正的山峰 构成山体的是一株株仙药 一眉眉仙丹 一宗宗各种各样的仙道珍宝 天地神物 数以万计 该说是百万计 甚至千万计的仙宝 堆积起来堆成了这一座宝山 这是何等惊人的财富 何等恐怖的手柄 众人的心都在颤抖 但眼神都是充满了炽热 虽然看不清 那一座凌峰到底埋藏了多少珍宝 但就冲那体积推算 哪怕这凌峰里 全部都是准仙基的宝物 这一座凌峰加起来的资源 只怕也在十万元金以上 十万元金 这是什么概念 一宗顶级的金仙兵 也不过就是千枚元金 一位金仙七重 够资格开宗立派的金仙高手 其身家也不过就是一两万元金 算上他的宗门底蕴 能达到十万元金的都是凤毛麟角 这样一笔财富 若是能够拿到手 几乎可以让他们的势力 直接抱成数倍 这让他们 怎能不动心 也就是顾长青 此刻已然进入了诸天道宫 没有功夫里回外界嘈杂 不然 让顾长青听到他们的猜测 一轮 他怕是要直接笑出声 十万元金 构成这座凌峰的珍宝 是顾长青上届以来 数次大战的全数战力 若是折算成元金 已经接近百万元金之数 是足以让仙尊都为之动容的丰厚财富 到这些人眼中 只被估算成十万元金 只能说他们的眼见 也就只有这点了 不过 也正是因此 这些仙道高手 才会按捺不住自己的贪欲 若他们能认出这些凌峰上的珍宝 意识到这座凌峰的真实价值 在看到这凌峰的第一眼后 他们就该明白 这不是他们能够觊觎的东西 但偏偏 他们意识不到 所以 在看到这座凌峰后 他们先是震撼 而后 便是被贪欲蒙蔽了神魂 我们还等什么 不趁现在冲进去 拿下这方凌峰 还等什么时候 有仙道高手忍不住开口 鼓噪众人上前 但他的话音刚刚落下 一道倩影 却是先一步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不是小钟灵 还能是谁 没想到 还真有人敢来打扰尊上闭关 小钟灵立在云端 一双玉腿修长 这一件轻衣 净显素雅 他的美眸看向下方的诸多仙道高手 玉唇轻起 声音轻冷无比 念在你们无知 我降罪于你们 现在速速退去 还来得及 不然 辛苦修炼百万载的修为 平白葬送在此 未免太过可惜了一点 听到小钟灵那清冷的话语 看着他那高傲的态度 在场的诸多仙道高手 都是挣住了 而后 他们的表情 却是变得尤为玩味起来 哪里来的天仙小姑娘 也敢在这里嚣张 小丫头 老夫劝你一句 趁早让开道路 不然 可不要怪老夫落手催花了 小钟灵虽然来得突兀 但在场这些金仙们 早已被那一座仙宝峰迷了心窍 更不用说 小钟灵的修为 受限于诸天道宫的品阶 展现在众人面前的她 不过只是一个天仙境的女修而已 这些金仙们 哪里会将她放在眼中 辣手催花 看着那言语挑衅 目光轻蔑的金仙 小钟灵微微一笑 而后束手倾扬 哄 随着她的仙力涌动 顾长青设立的大阵 瞬息激活 这座大阵 虽然是顾长青随手立下 但以她的修为 哪怕只是随手设立出来的阵法 威势也是无比恐怖 一般的真仙 都会被这座大阵困杀 眼前这些 觊觎顾长青宝物的金仙们 自然更不用说 小钟灵 也没有完全催动这座阵法 只是抽取了这座大阵 万分之一的神威 化为一道神光如剑 轻轻一展 啊 那名对她出言不逊的金仙 便是惨嚎一声 整个人直接被这一剑 斩为飞灰 消亡在了天地间 让在场众人的双眼 都是瞬间瞪大 这幽毒老鬼 竟然就这么死了 在场那一众仙道高手 都是难以置信道的极点 说话的那名金仙 在他们中也是顶级强者 金仙八重天的修为 虽然比不过那些顶级大宗 如天月门等 但也是逍遥界 难得的高手了 但就是这样的存在 竟然被眼前这个天仙境的小丫头 一箭灭杀 她 她究竟是怎么做的 难不成 是静妾 有仙道高手呢喃 心中已经生出了退避的心思 幽毒金仙的陨落 让不少人都从贪婪中清醒了过来 宝物虽好 但也要有命拿才行啊 统统退出山脉 不得再打扰尊上闭关 不然 她就是仙力 看着众人敬畏的模样 小钟灵满一点点头 冷冷下令 这一次 却是再没有人敢开口 对她不敬了 虽然他们中 也不乏有人还不死心 但面对小钟灵那惊人战力 他们到底冷静了许多 只是 他们还是不愿意轻易离开这方山脉 一个个 仍旧盯着那山脉深处的珍宝灵峰 一刻都不愿意开视线 这样的宝物 可惜与我等无缘 有仙道高手哀叹出声 就在他们叹息之时 突然间 有仙道高手的呼吸陡然加快 像是看到了什么恐怖的景象一般 声音都是因为过于震撼 而带上了几分颤抖 不 不对 你们看那座灵峰 看它是不是在 在削减 削 众人一正 而后齐齐抬头 放出神识仔细观察 而后 他们的呼吸 都不由得骤然加快 在无数仙道高手 激进阵部的目光中 那一座千丈灵峰 构筑成山体的诸多仙道珍宝 正在飞速燃烧着 化为一股股精纯的仙力 不断朝着诸天道宫中汇聚过去 不过片刻的时间 那一座山峰 便是削减了几近百分之一的份额 这让他们 顿时联想到了小钟灵之前 说的那位尊上 原本 他们看到小钟灵的修为 只是天仙静 并没有将那什么尊上放在眼中 只当那人和他们一样 称死不过是一位金仙而已 但现在看来 金仙? 谁家金仙? 能够有如此恐怖的炼化效率? 一座价值十万元金 起步的凌峰 在片刻功夫便被炼化了这么多 那位存在 即便不是真仙老祖 也是一位无上金仙 并且 还是无上金仙中最顶级的那一座 想到那等存在的实力 在场这些仙道高手们的双腿 都是一阵发乱 此前鼓噪声势 想要鼓动众人冲入山脉 截夺那座仙宝凌峰的仙道高手 更是不自主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朝着山脉入山口 朝着守在那里的小钟灵 竟是碰碰扣手 可求宽恕 第766章 抗衡仙尊的实力 仙子 还请仙子美颜 向那位老祖说明 我等真的是无意冒犯 是啊 仙子 若是知道是真仙老祖再次闭关 借我们一万个胆子 我们也不敢过来啊 行了行了 都给我起来 闭嘴不得喧哗 看着他们那卑躬屈膝的模样 小钟灵秀眉微扬 翘脸上也有几分小小骄傲 但他很快就有些看不过去了 束手一挥 一股仙力便将他们拖了起来 不耐烦地挥手道 不知者不罪 但你们也不要再赖在此地 都给我离开 若是打扰了尊上闭关 那就不要怪我 心狠手辣 小钟灵说着 还故意做出了一副凶狠的姿态 一位天仙少女威胁一群金仙高手 这一幕怎么看 怎么都会让人觉得有些搞笑 但先有幽毒金仙被小钟灵一击震杀 后有顾长青展现出来的恐怖恋化效率 在场这些金仙高手 非但不觉得小钟灵狂妄 反而只觉得这位姑娘 人美心善 忍不住又多扣了几个响头 再三谢过后 便是慌不迭地离开了这片区域 而随着这帮人离开 这片蛮荒沙脉 亦是再度平静了下来 让小钟灵也是放松了不少 他的目光 忍不住也投向朱天道宫内 一双美眸里 亦是有着震撼浮现 作为顾长青的底牌仙宝 小钟灵对顾长青的实力 还是有着相当预估的 但即便如此 每每见到自家尊上闭关修炼时的场面 小钟灵还是觉得无比震撼 朱天道宫内 顾长青盘膝端坐 他的身后 体内世界的投影浮现出 一方巍峨世界 浩荡 苍茫 9999重大道领域 化为称天玉柱 将这方天地支撑起来 而在这一排称天玉柱的尽头 随着无尽仙宝 使天宫吸收入体 炼化为精纯仙力 汇聚到体内世界中 一根新的称天玉柱 意识正在成形 海量的仙力不断凝聚 演化出了第一万根称天玉柱的虚意 一万重大道领域 真是不可思议 看着那将要演化成形的称天玉柱 小钟灵都是忍不住泥南出声 声音里满是不可思议 正常情况下 在人道领域的修行者们 哪怕是古往今来最精彩绝艳的那批存在 最多最多 也不过就是修成几百重大道领域而已 能修成千重大道领域的 都是更古难寻 但现在 顾长青非但打破了这个极限 更是将这个极限提升到了一个说出去 会让人觉得再讲笑话的地步 这让目睹这一幕的人 怎能不淡定 也难怪那些人 会将尊上误认为成是真仙老祖了 小钟灵摇摇头 无奈一笑 在人道领域就凝聚出万重大道 这样的成就 某种程度上 可能比修成真仙 含金量还要高出不知多少倍啊 就在小钟灵感慨之时 顾长青体内 那第一万根大道领域 随着海量先例冲刷 其原本飘忽不定的虚影 终于稳固了下来 随着这根大道领域开始稳固 轰隆隆 顾长青的整个体内世界都开始了瘟鸣 大地开始出现裂痕 天空开始出现黑洞 整个世界竟是出现了崩解的迹象 但顾长青并不意外 这本就是突破主宰镜的必经之路 主宰镜想要成就 就是要将自己的体内世界先行崩解 崩解之后 再以混沌元气将其融合重铸 破而后立 方可成就体内混沌世界 咔嚓咔嚓咔嚓 顾长青的体内开始大破灭 天地崩塌 山河破碎 整个世界在迅速归于寂灭 这个过程正常情况下 该是无比凶险 稍有不慎便会伤几本源 但顾长青的肉身经过混沌井洗礼 早已蜕变到真仙七重的层次 他的体内世界崩解时 所造成的诸多冲击落到顾长青的肉身上 却是未曾留下一丝一毫的伤痕 很快 他的体内世界便是尽数崩灭 只余下那一万重大道领域 还矗立在原地 但失去了体内世界的支撑 这万重领域就如无根之水 亦是出现了消散的迹象 但早有准备的顾长青 自不可能坐视自己的领域消散 在体内世界尽数崩灭之后 他便直接出手 一枚储物界瞬息展开 凝出一方空间漩涡 在漩涡另一端 早已被顾长青准备好的那座混沌神山 在第一时间同顾长青建立起联系 随着原始天宫催动 混沌神山上 大块大块的混沌天使便是被顾长青 直接掠取到体内 落入他体内世界曾经所在的那片区域 也就是这一幕外人无从得见 不然 绝对会惊世骇俗 引起轰动 混沌天使 从来都是一枚一枚使用的 哪怕强如真仙 一次也不过炼化十余煤 顶多百余煤混沌天使而已 但顾长青呢? 他一次性炼化的混沌天使 若是用煤数来计算 便是千煤都不止了 但顾长青却很平静 他要构筑万虫大盗领域 消耗的混沌天使 本就是一个极为夸张的数字 不然 他也不会特意去万朝战场走上一走 好在 这座混沌神山品级足够高 足够我接下来相当一段时间的修炼之用了 顾长青沉吟着 目光不禁落到面前的混沌神山上 眼中浮现出一抹喜意 他现在炼化的混沌天使 差不多已经有万枚左右 但整座混沌神山消耗的份额 还不到百分之一 照这个情况看 他突破到主宰境 顶多也就只会消耗十分之一 神山的天使储藏而已 倒也不枉我花费那么多心思了 微微一笑 顾长青收敛心思 便是继续盘息炼化起来 时间便这样 一天天过去 转眼便是一个月流逝 在诸天道宫内 一日抵得过外界万日 一个月便是差不多千年岁月 当顾长青从闭关状态中回神时 他的面前 那一方浩荡神山 已然只剩下七成份额 而外界那一座千丈凌峰 更是止于下不到十分之一 但顾长青并不觉得可惜 一个月闭关 差不多等于千年苦修 我的境界 终于走到了人道领域的尽头 顾长青微微一笑 内观己身 他的体内世界此刻已然大变样 万重大道领域 已然不见 矗立在天地间的 是一枚无比凡夫神异的混沌符文 一股仙道气息 从那混沌符文中散发出来 让顾长青周围的天地元气 都是不由振战 似是承受不住这股威压 本能地想要向顾长青表示臣服 混沌符文 或者说 法则符文 看着自己凝聚而成的 这枚混沌符文 顾长青的眼中 亦是有着金芒浮现 这一枚混沌符文 对他来说 绝对是意外惊喜 要知道 正常情况下 只有修炼到准仙境界 踏入仙道领域的高手 才能够凝聚出混沌符文 但顾长青现在 修为不过只是主宰镜 就已经能够凝聚出混沌符文 掌握仙道原力 实力可要比他原本预期的 还要更强 原本顾长青 虽然也能展现出 近似仙力的手段 但只有顾长青自己知道 那并不是仙力 只是灵力高度凝炼后 伪装出来的伪仙力而已 虽然威能不比真正的仙道原力差 但消耗却要多得多 万倍灵力 才能够凝聚出一份仙力来 也就是顾长青 道鸡雄厚 9999重领域加深 灵力的雄厚程度 是正常人道领域修饰的亿万倍不止 这才能够让他 拥有抗衡真仙 催动仙兵的沙力 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毕竟 灵力在凝炼 终究和原力 有着根本上的差别 越是高层次的仙力 凝炼所需的灵力 就越夸张 这也是为何 顾长青虽然已经得到了 咫尺天涯 得到了天炼齿 但却只能等踏入主宰境 才能炼化修行的根本原因 他的灵力虽然雄厚 但若是用来模拟仙尊级别的仙力 强悍如他 都有些吃不消那种级别的消耗 只有踏入主宰境 让自己的灵力再度飙升一大截 才能够抗住那种消耗 虽然这种模拟 凝炼的手段 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但顾长青现在 也只能暂时用这种方法过渡 但他没想到 万重领域 加上足足十万枚混沌天石相助 让他成功踏入主宰境后 竟是直接打破了人道领域的极限 在主宰境 在人道领域阶段 便凝聚出了混沌符文 拥有了掌握仙道原力的资本 有这一枚混沌符文加持 我和仙道修士的最后一重差异 也被补弃 原本顾长青对自己的预估 是在踏入主宰境 再巩固修炼一番 借助诸天道工的加速效果 一口气修炼到主宰圆时 只是踏入主宰境初期的我 就已经足够抗衡仙尊初期的存在了呀 第767章 三十六倍仙王境 仙尊初期 这样的实力 放眼飞仙道周 都已经是金字塔的顶端 整个道周 数千万亿仙道生灵 能走到这一步的存在 哪怕算上那些影视的老怪物 也不会超过百人 而顾长青 现在便躋身到了这一行列 更不用说 他还没有算上自己的最大底牌 原始杀阵 若是催动原始杀阵 就是仙尊中期 他都能够将其压制 不过也只是压制而已 顾长青摇头叹了口气 能够修炼到仙尊境 尤其是在仙尊境走到中期的人物 手中的底牌都不会少 威势也很强 想要镇杀一位仙尊中期 论难度 可要比镇杀仙尊初期高上万倍不止 但顾长青对这样的实力 已经很满意了 毕竟 他这次实力的蜕变 还没有到尽头 顾长青青年微动 他的面前便再度浮现出了两宗仙兵 一宗是羽化塔 真仙皆高级的仙兵 是他从那黑羽真仙手中夺来 一宗则是天炼齿 是得自苍牙先尊传承的仙兵 这两宗仙兵各有妙用 羽化塔可以魔力神魂 天炼齿则可以辅助炼制仙兵 都是值得顾长青炼化 甚至未来慢慢培养提升的宝物 之前顾长青或是因为时间仓促 或是因为境界限制 对这两宗仙兵都还没有彻底炼化 眼下有了时间 顾长青正好将他们拿了出来 这两宗仙兵感受到顾长青的目光 那宗气灵都是连忙浮现出来 面朝顾长青恭敬恭身 这两宗气灵一个是黑衣女子 一个是白袍老者 但无论是羽化塔气灵 还是天炼齿气灵 此刻在顾长青面前 都是不见有分毫奥义 羽化塔自不必说 作为顾长青的战利品 他算是亲眼目睹了自家救主的凄惨结局 对顾长青自然是不敢有分毫抗举和不服 而天炼齿的气灵则要特殊一些 原本他在顾长青面前 还是表现的一副前辈高人的模样 但在亲眼目睹 顾长青这次闭关破镜的场面后 他的高人风范都是彻底化为了飞灰 烟消云散 前辈高人 他区区一宗仙尊兵器 哪里够资格在顾长青面前自称高人 号称前辈 万重领域河道 主宰精就掌握混沌符文 道主进食就斩杀了真仙老祖 原本顾长青的实力就已经足够称得上惊世骇俗 但那还是建立在世人不知道他真正修为的前提下 而天炼齿的气灵 如今已经知道了自家这位新主人的真正修为 他的震撼可想而知 此刻被顾长青召唤出来后 他展现出来的恭敬姿态可要比羽化塔还要多上几分 对两尊气灵的表现顾长青倒是有点意外 但稍微一想 他便猜到了两尊气灵这等反应的原因不禁微微一笑 这对顾长青来说也算是一件好事 想要降服一宗仙兵最快的方法自然就是降服气灵 羽化塔也好 天炼池也罢 顾长青拿到后都还没有彻底炼化 现在气灵臣服愿意配合 顾长青自然省心许多 正常情况下 想要完全炼化一宗真仙兵器 没有十年时间不用想 而仙尊兵器炼化花费百年光阴也不足为奇 但在两宗气灵的竭力辅助下 再加上诸天道工的辅助 顾长青只用了半日不到的功夫 便将这两宗仙兵尽数炼化掌握 天炼池 你接下来就负责祭练我的四重元始杀剑 将我剩下的这些仙矿仙料尽数炼入到这四重元始杀剑内 羽化塔 你就和诸天道工一起辅助我 助我神魂蜕变 莫 被顾长青彻底炼化掌握后 这两宗仙兵器灵也是愈发乖绝 当即攻身领命各司其职 由羽化塔相助 顾长青的神魂也开始了蜕变成长 转眼又是一个月过去 顾长青的实力在这个月虽然没有增长太多 但神魂却是从原本堪堪摸到真仙门槛 顺利成长到了真仙九重层次和肉身境界持平了 是的 顾长青现在的肉身层次亦是达到了真仙九重 原本他的肉身经历混沌井洗礼后 只是提升到了真仙七重 但随着这次顾长青突破大径跨入主宰 他的肉身也得以迎来新的蜕变 提升到了真仙九重天 至此 我的肉身 神魂 皆可与真仙九重天的存在相比 而我的仙力 凝炼程度吗? 顾长青内观极深 目光落到体内世界中 矗立着的那一方混沌符文上 嘴角掀起一抹笑意 通常仙道领域的高手 其体内的混沌符文 一枚蕴藏的大道领域不过百重 即便是天赋着异如顾长青所知晓的清雀仙子 混沌符文也不过由五百重大道领域构筑而成 而像顾长青传承记忆中的苍牙仙尊 算是天赋异禀了 但他的混沌符文一枚蕴藏的大道领域也就是九百重而已 唯一例外的是苍无仙王 这位仙王构成混沌符文的大道领域数量达到了惊人的三千六百重 是正常铜镜修士的三十六倍 并且这个三十六倍不仅表现在仙力雄浑程度上 还表现在仙力的凝炼层次 掌控精确度等等各方面的能力 都是铜镜仙道修士的三十六倍 综合叠加起来 让苍无仙王拥有了铜镜仙道高手 千倍以上的战力碾压 苍无仙王西年纵横仙界不败 斩仙王如土狗的威名 很大一部分也正是得益于他这份雄厚的根基 而顾长青 他的混沌符文在构筑之初 就有足足一万重大盗领域凝聚 而随着顾长青迈入主宰境 他所能够构筑的大盗领域上限 也是再度被解锁 到现在顾长青又凝聚出了差不多三千重大盗领域 一万三千重大盗领域构成的一枚混沌符文 这枚混沌符文所凝炼出来的仙力 其精纯程度自然无比恐怖 他的肉身神魂只是真仙九重层次 但他仙力的凝炼程度 就算是仙尊出境的强者都是远远不及 而这还并非顾长青一枚混沌符文所能承载的仙力极限 按照他混沌符文的蜕变速度 顾长青估计当他修炼到主宰圆满之境时 他这一枚混沌符文所能汇聚的大盗领域数量 它是能达到三万重以上 将近苍无仙王十倍的雄厚道基 届时他的仙力凝炼程度 哪怕是仙尊后期的存在都要远远不及 西年苍无仙王最辉煌的战绩是初入仙王境 便斩杀了十余位仙王后期 以我得到基 若是踏入仙王 不 或许不用等我踏入仙王 只要我修炼到仙尊之境 我的实力 怕是足以复刻仓无仙王 那辉煌的成就了 第768章 仙朝投靠 就在顾长青 于蛮荒山脉之中闭关前修之时 整个逍遥界在过去两个月内 已是风云变幻 两个月的时间 足以让风雷山脉那一战的过程传遍整个逍遥界 一时间 逍遥界内各大仙宗道统 都是知晓了顾长青的情况 都是再度扶摇直上 就算是元明仙朝 这一次都被御荣宗压在了脚下 毕竟 不说别的 幽魂天宗袭来 杀入逍遥界的时候 元明仙朝这个霸主 一直充耳不闻 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被幽魂天宗背后的靠山幽明仙朝 吓得连屁都不敢放 还是顾长青一人一剑 斩灭了幽魂天宗 护住了逍遥界大批仙道生灵 事已 除开天苑门 神海道宗 元灵宫 以及那些 同这三家宗门有渊源 因此 被幽魂天宗强行征召过去 亲眼目睹风雷山脉一战的仙宗道统外 还有很多并未目睹那一战的宗门 家族 在听闻那一战过程后 都是做出决断 奔赴御荣宗 向御荣宗表示了臣服投靠的意愿 他们当然知道 顾长青现在的地位 严格来说 还没有稳固下来 不说别的 幽魂天宗背后的幽明仙朝 这次折损了一位真仙老祖 一群精鲜高手就断然不会善罢甘休 他们迟早会卷土重来 对顾长青发起复仇 但他们依旧义无反顾的来到了御荣宗山门内 希望能够成为御荣宗的附庸 毕竟 还是那句话 锦上天花意 雪中送探南 他们现在靠向顾长青 未来若是顾长青真能扛过这一劫 他们便可借此抱上一条金大腿 未来说不得就能够成为逍遥界新的顶尖势力 但若是错过这样的机会 再给他们千万年岁月 他们也难以跃上新的层次 这样的机会当面 有野心的势力 自然不愿意错过 不过 相较于整个逍遥界的道统来说 这样敢下注的势力终究只是少数 大约占了逍遥界 两成的人数而已 但即便如此 也足以轰动逍遥界了 毕竟 整个逍遥界的霸主 元明仙朝 其影响力所能服侍的势力 也不过就是逍遥界三成仙道生灵而已 两成仙道势力 投向顾长青 投向御荣宗 再加上天月门等三大宗门 御荣宗现在的实际影响力 都足以和元明仙朝相提并论 若是再加上顾长青本人的威望 元明仙朝的霸主名号 现在看起来都像是一个笑话了 对于这样的结果 元明仙朝都是始料未及 他们之所以敢作弊上官 说到底 还是觉得幽魂天宗势不可挡 天月门 神海道宗这些势力 被幽魂天宗盯上的那一刻 结局就已经注定 所有都要死 他们何必去掺和此事 至于说丢失的那点威望 也算不得什么 还在元明仙朝的承受范围内 他们做梦都没有料到 会半路杀出来个顾长青 将势不可挡的幽魂天宗一朝覆灭 所谓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有顾长青做对比 元明仙朝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小丑 事已 当看到大批仙宗 仙族 选择倒向御荣宗后 元明仙朝一众高层 都是又毒又怒 更有一重难以挑明的惶恐 一届霸主的位置 并非只是一个虚名 但相应的 这个位置想要坐稳 也需要极高的威望 能够让一介生灵 法子内心的臣服才行 但现在 先有幽魂天宗 后有顾长青 元明仙朝的人望 已经一路下跌 眼下又有这么一大批仙道势力 导向顾长青 再这样持续下去 那顾长青不需要出手 就能够坐看我等 丢了霸主之位啊 元明仙朝 递程进宫内 一位仙朝足劳咬牙切齿 提起顾长青时 眼中的疾恨 都是浓郁到了极点 他们和元明仙朝 是真正荣辱与共的存在 若是元明仙朝 没有了霸主之位 整个仙朝的气韵 都会受到重挫 届时 他们这些祖佬们的气韵 也会大幅跌落 更有甚者 甚至有可能因此跌近 这样的结局 他们怎能接受的了 老祖他就没有一个说法吗 在进宫内云集的 并不止这一位祖佬 这些时日 逍遥界的风云变幻 让元明仙朝 很多常年闭关的老怪物们 都坐不住 纷纷出关探查情况 在知晓仙朝如今的处境后 他们几乎是毫不犹豫 便云集到了进宫内 希望元明仙朝 那位真仙老祖 能够出面 起码拿出一些举措来 稳住元明仙朝 现在的情况 只可惜 那位真仙老祖 始终都在闭关不出 压根都不肯见他们一面 地成进宫深处的祖地内 此刻 一位白发老者 正盘膝而坐 他的面前 站着两位金仙 若是外面进宫内 云集的那些仙朝高层们 看到这两人 怕是都会变色 因为这两位金仙 正是外界传说 已经在历练中 陨落的两代元明仙朝皇主 如今担任元明仙朝皇朝之主 统筹诸多数物的那位元明皇主 还该称呼这两人 祖爷爷与玄祖爷爷 而且 这两人的气息 可要比他们退位时强悍得多 他们二人气息凝炼 仙力精纯 竟然都以真知无上金仙的层次了 但就是这样的存在 在那位白发老者面前 却不敢有半分巨傲 态度谦逊 甚至可以说有些卑微了 只这一点 这名老者的身份便呼之欲出 正是元明仙朝的擒天玉祖 元明真仙 祖地外 守在进宫内 想要请元明真仙出面的那些 仙朝高层们的声音 祖地内都能够听闻 但元明真仙脸上 却不见有一点波动 只是静静看着那两民族中 杰出的后背 悠悠开口 你们两个 对眼前的局面有什么看法 两名无上金仙 被元明真仙召见来的时候 就已经预见到 老祖会有这么疑问 他们心中也早已打好了副宝 两人当即对视一眼 左侧的那位锦衣精仙率先开口 回老祖 孙儿觉得 此事我元明仙朝 可以静观其变 不必急于做出决断 那顾长青和幽明仙朝 若要斗 就让他们斗 反正我元明仙朝现在 依旧手握逍遥界霸主之位 无论他们两家谁赢了 想要在这逍遥界做出一番事业 我元明仙朝 都是他们绕不过去的一方 终究需要他们予以善待才行 听着锦衣精仙的话语 元明仙仙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但旁边那名黑衣精仙 却忍不住开口了 老祖 孙儿倒觉得 我们可以做得更果断一些 若是他们两家谁赢 我们就直接投靠过去 锦衣精仙的想法 其实就是坐山观虎斗 那头虎赢了 他们就帮谁掌控逍遥界 但元明仙朝自身的独立 还是要保证 但这名黑衣精仙 此刻却已经看透 非仙道舟 不 整个仙界都在风云变幻 三千道舟 幽魂天宗只是一个缩影 锦衣精仙这些年 一直留在逍遥界中前修 但黑衣精仙 却一直在各处游历 对仙界的情况 了解得要更清楚 如幽魂天宗这种 从各个顶级真仙道统中 分离出来的势力 非之一家 他们正在清宫那些 此前他们所出生的势力 看不上的区域 譬如逍遥界这种小地方 曾经元明仙朝这种一个真仙 就可以称霸逍遥界的情况 将不复存在 三千道舟 各方道统 就如一艘艘航船 始于一方无影海上 这一方海域 原本风平浪静 但现在 大浪要来了 想要撑过这场浪潮 就必须努力 让自己的航船 变得更为坚固 就算今日没有幽魂天宗 未来也会有明魂天宗 炎魂天宗 我元明仙朝 总要选一家 所以 与其等到那时候再选 还不如现在 就做出决断 黑衣精仙说着 眼中都是流转精芒 接下来这一战 若是顾长青 圣我们便投向顾长青 若是幽冥仙朝圣 我们便投向幽冥仙朝 兄长有句话说得不错 我元明仙朝再如何不堪 这逍遥界霸主的位置 总是握在手上的 只要我们投笑过去 他们定然会乐意接纳 这 直接投笑 那锦衣精仙闻言 顿时变色 她可没有做好 当别人附庸的准备啊 但 看到自己弟弟说出这个思路后 自家老祖脸上 终于流露出了几分满意之色 锦衣精仙也意识到 是自己的消息落后了 又一场大变 将要到来了吗 黑衣精仙点点头 同时 却又忍不住将目光投向元明真仙 虽然他们都已经不再年轻 但面对自家老祖 他们有时还是会表现出孩子的一面 希望能够得到自家老祖的肯定与认可 感受到黑衣精仙眼中的殷切期待 元明真仙并没有吝啬自己的情绪 给黑衣精仙回以肯定的微笑 但接着 她却轻声开口了 尹龙 乾隆 你们两个说的 其实都不算错 尤其是乾隆你 能够做出这等果断的决断 老祖我很是欣慰 和乾隆精仙一样 在外游历的人多了去了 预感到 仙界将有大变故发生的人 也不在少数 但元明真仙活了数百纪元 看过太多人 太多事 她很清楚 哪怕是仙道存在 有时候看穿了事情 也一样做不出正确选择 所以乾隆能说出这番话 元明真仙很是欣慰 但她又悠悠开口 说出的话语 却是让她这两位后辈 都是齐齐正主 但 还不够 既然要下决心 那就要狠 要更为果断 才算到位 既然要投靠 为什么要等战后 那些小宗小族尚且知道 雪中宋探南 锦上添花翼 我们 为何做不到 听到元明真仙的话语 尹龙与乾隆两位无上精仙 都是不由颤抖了一瞬 隐隐猜到了自家老祖的想法 呼吸 都是不自主 变得急促起来 老 老祖 您的意思是 不错 元明真仙淡淡开口 我们不要等到战后 就在战前 就做出抉择 并且 老夫已经决议 追随那位顾长青 什么 第769章 要趁早 元明仙朝祖地内 两尊无上精仙 皆是瞠目皆舌 只怀疑自己的耳朵 是不是出了问题 他们此前 心中是有猜测 觉得自家老祖 估计会下血本 来提前交好顾长青 会用种种方法 来向顾长青释放善意 比如 当幽明仙朝的大军前来报复的时候 不等顾长青同幽明仙朝分出胜负 就分出一批元明仙朝的精锐高手 在关键时刻 过去支援顾长青之类 但万万没有想到 他们老祖竟然比他们预想的还要果断 不等胜负分出来 就要带着整个元明仙朝 倒向顾长青 这样的决断 若是让外人听到 怕是要以为元明真仙发疯了 看着目瞪口呆的两位玄孙后辈 元明真仙面带笑容 含笑开口 怎么 你们觉得老祖的想法不合适 不敢 黑衣隐龙锦衣乾隆 两大无上惊仙吞咽了一口口水 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 到底没有敢直接反驳老祖的提议 但元明真仙却很温和 伸手示意他们畅所欲言 不用紧张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让老祖也听听看你们对老祖这方案的看法 老祖既然这么说 那酸儿就说了 黑衣隐龙犹豫了一下 还是率先开口 老祖说要投靠顾长青 孩儿不反对 但不等分出 胜负就投靠 会不会太冒险了一点 诚然 现在逍遥界内 是有很多势力 投向那位长青殿下 但那些势力 多半都是些两三位金仙坐镇的势力 除开天月门那几家算是顶尖外 其他的 都是二三流金仙宗门 他们的体量 根基 注定了他们若是不抓住这次机会 再给他们几百几千纪元 他们也不可能从金仙宗门 蜕变到真仙势力 但我们元明仙朝不同啊 有元明这位真仙老祖坐镇 元明仙朝 起码还能再昌盛数十纪元 数千万年的岁月 足够元明仙朝 再涌现出第二位真仙 甚至第三位真仙 都很有希望 元明仙朝 完全没有赌的必要 尹龙说的没错 尹龙金仙说完 旁边的乾隆金仙 也开口了 就算那位长青殿下 实力不凡 天赋卓绝 连后面赶来的幽明仙朝大军 都被他击败 那时候我们元明仙朝再投靠过去 地位待遇 就算比现在投靠差点 孙儿想 也不会差上太多 听着他们两个的说法 元明真仙 微微汗手 眼中有些失望 但很快便释怀了 自己这两个孙儿 其实表现已经很出色 尤其是尹龙 能够说出 投靠顾长青的决断 虽然是战后 才投靠顾长青 但能做出这一点 已经很让元明真仙惊喜 至于他们看法上的欠缺 只是因为 他们的地位不够高而已 元明真仙想着 看着两人微笑开口 你们说的 都有道理 但还不够 他先是看向乾隆 微笑道 乾隆 你说等战后 再去投靠长青殿下 地位待遇 只是差点 那只能说 你想的太美好了 你有这种想法 无非是觉得 我们元明仙朝 作为真仙道统 投向那位长青殿下 那位长青殿下 为了收拢人心 肯定会对我们给予重视 做出千金埋马骨的表演 但你有没有想过 若是那位长青殿下 连幽明仙朝都无惧 以他的实力 以他的天赋 我元明仙朝 可还够资格做他的马骨吗 一句话 让乾隆惊献 瞬间呆滞 他终于意识到了 自己那想法中的漏洞所在 正如元明真仙所说 若是故长青连幽明 仙朝这等顶级真仙道统 都能镇压抗衡 哪怕是借助诸多外物 那也一样证明 他有了镇压顶级真仙道统的资格 而这样的存在 即便没有仙尊敬的修为 但一样可以被视为 仙尊一荡的存在 我元明仙朝这样的真仙道统 若要收拢人心 也不可能会用 只有一位金仙坐镇的那等 不入流小势力 当马骨来看待 再怎么千金买马 那马骨也该是御荣宗 生龙仙朝那种 起码有个三五位 金仙坐镇的势力才行 同样的 若是那位长青殿下 拥有匹敌仙尊的实力 他若想千金买马 我元明仙朝这种 只有一尊真仙坐镇的势力 又怎可能被他放在眼中 说句不好听的 对于一位仙尊来说 元明仙朝这种三流真仙道统 他根本不用开口 只是表现出那么一丝 想要招揽的态度 就会有不知多少真仙 拼了命挤破头 希望能够得到 那等人物的青睐 到那时候 八节骨长青的机会 根本就轮不到他们 元明仙朝头上 至于尹龙 你的想法也不能算错 说服完了乾隆 元明仙仙的目光 则是看向旁边的尹龙 微微一笑 我元明仙朝 有老夫在 就算不投靠那位常青殿下 未来也能涌现出第二位真仙 但 这样的势力 已不足以迎接接下来的风浪了 仙界大劫 即将到来 过去一位真仙 便可称霸一介的历史 将不复存在 结束一起 金仙如蝼蚁 真仙海骨鸡 便是仙尊 在那等大劫面前 怕也只能勉力自保 在这等风浪前 想要再安安稳稳 慢慢发展几世纪元 培养出一位后辈真仙 已是不可能的任务 况且 大劫 若能抓住这等机遇 我元明仙朝 未尝也不能冲天而起 元明真仙眼中 金芒如电 那些现在投效顾长青的势力 求的是什么 不就是希望能够逆天改命 抱上顾长青这根筋大腿 未来 能够一跃 从金仙道统成为真仙传承 他们有所求 元明 同样也有所求 而且求的 比他们更多 他不满足于一两位真仙后辈 真仙圆满 乃至真仙之上 仙尊敬的风光 老夫 也想去看上一看 而现在 这位突兀降临到我逍遥界的长青殿下 很可能便是我元明 此生唯一的机遇 若是抓不住 他此生都不可能成就先尊 而若是抓住了 修成先尊了 相较于此时冒着的风险 又算得了什么 修成 先尊 听着元明真仙平静话语中透露出的无边决心与炽热 尹龙 乾隆两大无上惊仙 都是不自主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 皆是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震撼的自己 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家老祖竟然还有着如此志向 但缓过神后 他们两人的心底也都不由灼热了起来 让元明先朝成为先尊传承 若能实现这份风险的确值得一貌 老祖 我们干吧 第770章 逍遥界震动 看着自己最得意的两位后辈也是鼓动起了斗志 元明真仙满意点头 他虽然已经铁了心要赌上一波 但若是可以 他肯定还是希望能够带上整个元明先朝 一起投销到顾长青麾下 毕竟他的修为只是真仙三重 单独他一人 能为顾长青做的事不多 但若是有整个元明先朝辅助 那就不同了 而为顾长青做的事情越多 功勋也就越高 未来获得的回报也定不会少 至于说 顾长青会不会将元明先朝吃干抹进不认账 元明真仙并不担心这点 在决议投靠顾长青之前 他就已经提前打探过了很多情报 别的不说 就看顾长青对玉龙宗的回报 就已经让元明真仙的一律顿消 就因为误打误撞和顾长青结下善缘 西年在逍遥界 只能算是二流势力的玉龙宗 如今已经拥有了和元明先朝分庭抗礼姿态 甚至顾长青现在都还顶着玉龙圣子的名号未曾摘下 就从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这位长青殿下 是个念旧秦的人物 再加上顾长青的天赋 不夸张地说 这样的主君绝对是千载难逢 不过在传下旨意前元明真仙又想到了什么 看向尹龙金仙道 我记得这一代皇主有个女儿似乎对长青殿下很不满意 将她处理了 另外查查看族中若是有谁对长青殿下仍是无比不满的 若是有悔改编霸 若是还执迷不悟就不要留了 是 对元明真仙的决定 尹龙金仙和乾隆金仙都是无比平静 他们两人在过去也都曾担任过一段时期的元明先朝皇主 对于先朝皇族内部的蛀虫 他们处理的可不在少数 在一族存亡面前区区一个乃至几个拎不清脑子小辈 其生死根本不值一提 元明先朝的这场议论顾长青并不知晓 是已 当他在玉龙宗宗主殿内接待元明先朝派来的使者 从那位使者手中接到元明先朝 专程送到玉龙宗的投靠信时 顾长青内心也是颇为意外 不过比起顾长青的意外 大殿内此刻云集的顾长青一众麾下高手 玉龙宗、天月门、神海道宗等各方势力的高层 心中的震撼已然难以用言语形容 无论是玉龙宗老宗主 还是穆青、月银等人 又或是天月门主他们 在他们的修炼人生中 对元明先朝始终都是保持着相当的敬畏之意 作为逍遥界的霸主 元明先朝的威名 可以说是深入逍遥界每一个生灵的内心深处 但现在 一代霸主就这样投降到了顾长青面前 而且还是主动投靠 这样的场面 他们做梦都没有预料到 而且 众人目光看向阶下那位元明先朝的使者 呼吸都是不自觉的放轻 元明 真仙 没错 台阶下 过来送投靠信的这位使者不是别人 正是威震逍遥界久远岁月的元明真仙 逍遥界当之无愧的仙道第一人 感受着周围或震撼或异样的目光 元明真仙却是坦然自若 神情平静 一双眼只是看着街上的顾长青 眼中有着一抹难藏的紧张 虽然之前在同自己孙辈们议论时 元明真仙 始终都是一副笃定的语气 一直在说 只要元明先朝 在顾长青与幽明先朝分出胜负前 投靠顾长青 顾长青 就一定会接纳他们 但真到了这最后时刻 元明真仙 还是不可避免的紧张了起来 毕竟 顾长青现在展现出来的天赋 已经足够耀眼 虽然还不至于和真正的先尊相提并论 但没有人怀疑 顾长青的天赋 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先尊层次 只要这位不陨落 他未来修成先尊 绝对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似这样的人物 就算拒绝了元明先朝的投效 似乎大概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在元明真仙在心中紧张之时 顾长青将那投靠信放回到珠岸上 目光看向元明真仙 淡然开口 元明真仙来投靠我 我很意外 也有点惊喜 不过 在我决定之前 我还是想问问真仙 为何要投靠本座 听到顾长青的问话 元明真仙犹豫了一下 脑海中瞬间思考出了数万种回应 但短暂沉咽后 他还是老老实实说出了心里话 不敢欺瞒殿下 老夫来投靠殿下 只是因为 只有投靠到殿下坐下 老夫此生 或许才有踏入先尊的可能 一句话 让整个大殿都是瞬间寂静 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有些呆滞 看着一脸郑重的元明真仙 只觉得自己的大脑 都有些转不过来了 在场众人 都已投靠到顾长青麾下 对顾长青的忠心 也都过瘾 可在他们的预期中 对自己的成就最高 也就是真仙层次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元明真仙 对顾长青的评价 竟然会如此恐怖 竟然觉得 顾长青能够提携他 修成先尊 长青殿下 原来已经有这样的底蕴了吗? 大殿内 一众惊仙面面相去 心底震撼 都是难以言明 而顾长青 也被这元明真仙的回应 说得愣了一下 但回过神后 他却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提携麾下修成先尊 对顾长青来说 还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事实上 继承了苍无先王传承 未来还将收获先王遗藏的顾长青 未来的麾下 想要跟上他的脚步 先尊 可能都只是最起码的成就 不过 顾长青现在收拢了那么多麾下势力 但却只有这个元明真仙 敢说出这样的话语 甚至 还不敢说太满 只是说有提携他修成先尊的可能而已 但就冲他这份眼力 顾长青 也动了留下他的心思 更不用说元明真仙的话语够直接 但也够坦诚 这就更合了顾长青心思 至于说元明真仙未来修成先尊后会不会反叛 顾长青丝毫不担心 入了他的麾下 契运便与顾长青的众生古卷绑定 他若是叛变 契运反噬便足以让元明真仙生不如死 如此一来 顾长青就更没有什么拒绝元明真仙投靠的必要了 当即 顾长青微微汗手 既然如此 今月开始 一 还有你的元明先朝便为本座做事吧 第一件事便是先将你们元明先朝 还有你们麾下那些势力的传承 尽数送到玉龙宗这边 本座用得到 顾长青所修炼的功法 乃是他自己推演出来的元始天宫 这卷功诀品级之高 即便放在无上先王阶的传承里 都属于最顶尖的那一档 只是受限于顾长青的境界 元始天宫目前还只有前两篇内容 最高只能修炼到准仙境 我现在就已经踏入到了主宰境 加上混沌神山在手 修炼到准仙境 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之前因为境界不够 强行推演第三篇元始天宫 耗费的时间精力得不偿失 所以顾长青才一直搁置 但现在随着顾长青踏入主宰境 元始天宫第三篇的推演 已经可以提上日程 顾长青自然不会再耽搁下去 推演元始天宫 虽说要耗费相当多的精力心神 但绝对值得投入精力 更不用说推演功法 也并非没有捷径可走 元始天宫本就是 我汇聚苍无先王 传承记忆推演出的功法 天然便可博取百家之常 是以顾长青可以通过收拢 参悟各方道统的仙道传承 将他们去粗取经 汇入到元始天宫内 就能大大加快推演的效率 这也是顾长青 吩咐元明真仙 去将元明仙朝 传承道书送来的原因 听到顾长青的安排 元明真仙心中顿时松了口气 只要顾长青愿意收下元始仙朝 别说线上传承道书 就是线上元明仙朝的府库 都不是问题 当即 元明真仙躬身领命 请殿下放心 老夫这边去安排 目送喜气洋洋的元明真仙走出大殿 殿内各方高手的心头 也都是无比感慨 若非亲眼所见 他们怎么也不会相信 逍遥界的最强真仙 有朝一日 竟然会因为能够成为某人的附庸 而如此开怀 回过神后 他们目光 也是不禁看向大殿主位上的顾长青 心中 却是有着一抹难掩的窃喜 我等投靠到长青殿下麾下 或许真是我等此生最大的机遇啊 就在众人心头感慨震撼之际 元明仙朝 投降到顾长青麾下的消息 也是随着元明真仙返回仙朝 收拾传承送往御荣宗 而传播开来 一时间整个逍遥界却是再度震荡 第771章 五朝同盟 我没有听错吧 元明仙朝 竟然整个投降到那位长青殿下的麾下了 这一定是假消息 绝对是好事之人 为了博人眼球弄出来的新闻 没错 元明仙朝 那是何等势力 拥有真仙作证的他们 哪里需要这般殷切 各方势力 一开始对这个消息 都是嗤之以鼻 根本没有将其放在心上 但很快 元明仙朝的一项项行动 都是传播开来 元明真仙 压根就没有想要隐瞒他们的决断 甚至他巴不得让整个逍遥界的道统都知道 自己已经投靠到了顾长青麾下 在他的刻意安排下 原本对这消息表示质疑的各方强者 都是彻底沉默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们心中都是充满了难以置信 元明仙朝 统于逍遥界漫长岁月 霸主名号 早已深入人心 哪怕顾长青此前击溃了幽魂天宗的进犯 也只是让一部分势力投效 仍有相当一批道统 宗门依旧选择遵从元明仙朝的号令 就从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元明仙朝 尤其是元明真仙的威士 但现在 这位真仙竟然主动做出决断 投靠到了顾长青麾下 这让他们 怎么淡定的了 连元明真仙都做出了如此决断 我们哪里比得过他老人家 不错 连他都投效顾长青 这位长青殿下 或许真是一位值得追随的人物 一时间 逍遥界内原本选择观望的宗门 有相当多一批都是做出决断 前往玉龙宗向顾长青表示投靠 而对于这批人顾长青也是表示接纳 这些宗门的传承道书 也能够给他推演原始天宫 带来相当的帮助 而且 他们的到来 也能加持顾长青本身的气韵 自进入到仙界后 顾长青众生古卷汇聚的气韵 就到了一个瓶颈 许久都没有再增长 但现在 随着逍遥界各方势力纷纷来投 顾长青的众生古卷 也是跟着开始了新的蜕变 虽说顾长青原本的气韵 就已经相当恐怖 这次汇聚逍遥界差不多六七成势力的投效 只是让顾长青的气韵增长了一成上下 但要知道 正常天骄的气韵 只能影响他们的秘境探险历练 修炼时触发顿悟的次数等等 但顾长青有众生古卷加持 他的气韵可以全方位提升他的实力 一成气韵的增长 等于让顾长青的战力修炼效率 悟道速度等等各方面的能力 都获得了一成的增幅 综合在一起 其加持效果 自然就显得相当恐怖 不过 世间总有人 逆着潮流行事 这种行事 本不算错 但总有人 在逆着潮流之余 还要嘲讽那些追随大流的人物 好借此显得自己 格外刻立独行 逍遥界中也不乏这类存在 总有些高手 舍不得自己已经打下的名位 不愿屈居附庸 所以 被投靠顾长青的各方势力 尤其是圆明真仙 都是冷嘲热讽 也亏那圆明真仙 是一代霸主 空活了千万年岁月 到头来 竟然被一个小辈给唬住了 说得不错 那顾长青再强 也只有他一人 怎么可能比得过整个幽明仙朝的势力 等到幽明仙朝到来时 圆明真仙 就知道自己的决断 是多么愚蠢了 对于这些存在 圆明真仙也好 顾长青也罢 根本懒得理会 这种人便如阴沟中的蛆虫 圆明真仙投效顾长青时 他们嘲讽圆明真仙 但若是圆明真仙没有投效顾长青 他们一样也会嘲讽 只是将话语换个角度而已 理会这种人 只会浪费自己的精力 圆明真仙现在 一心一意为顾长青做事 而顾长青 更是干脆进入到了诸天道宫内 借助诸天道宫万倍加速的效果 一心一意开始推演起 原始天宫第三篇章的内容来 转眼便是一个月过去 一个月后 顾长青再度出关 眼神有些无奈 果然 收拢的仙道传承 还是不够多吗 一个月的闭关 在诸天道宫万倍加速下 顾长青等于差不多悟到了千年岁月 但原始天宫第三篇的功法 还是没有头绪 虽然顾长青对这个结果 早有预料 毕竟原始天宫第二篇推演的时候 他是借助大道之花 花费了三万六千年才得以推演完成 但有预料归有预料 真正上手推演 枯座一月都没有收获时 顾长青也是有些郁闷 看来 还是要想办法 收集更多的仙道传承才行 而且 品级还不能太低了 顾长青轻叹一口气 这次他收拢的诸多传承道书 金仙街势力的传承 加在一起少说也有上千步 但他们加起来 可能也就让顾长青 省缺了千年左右的参务时间 反倒是元武仙朝 元武真仙的传承 只一步 便为顾长青 节省了一千年的参务时间 这还是元武仙朝 只是三流真仙道统 传承品级 在真仙传承中不算高的情况 当然 给顾长青帮助最多的 还是苍牙仙尊的传承记忆 苍牙仙尊的毕生修炼心得 少说也为顾长青 省缺了万年的参务时间 我想要推演出第三篇原始天宫 在不借助外物的帮助下 起码也要花费十万年以上 现在有这些功法帮助 也需要八九万年的时间 只可惜 仙尊传承 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呀 整个非仙道周 仙尊尽的存在加起来 也不足百味 每一个都是手段非凡 就算是顾长青 想获得他们的传承 都是相当棘手 起码以他现在的实力 还不够 当然 除开仙尊的传承外 还有一种方法 也能让顾长青 快速缩短参务 消耗时间 那就是顶级真仙道统的传承 一方顶级道统的传承 要比单一一位大修士的传承 丰厚的多 元明仙朝这种三流真仙道统 顶多只有元明真仙一人的真仙传承 品级还不够高 但若是换作顶级的真仙道统 一家 就等于有数位真仙的传承道书 并且品级都要比元明仙朝的传承高出一大减 一方顶级真仙道统的传承 弄不好 足以和一位仙尊的传承 带来的加持相当 只不过 顶级真仙道统的传承 也不是那么好弄 顾长青现在的目标 也就只有幽明仙朝一家而已 或许 先将我修为提升到准仙境界 实力足够后 我便起程动身离开逍遥界 直接在整个非仙道周搜寻合适的 值得下手的试炼 譬如说 在万朝战场上同我结怨的五大仙朝 顾长青沉映着 心中已经有些动摇 五大仙朝 个个都是顶级真仙道统 只可惜 顾长青和他们是在万朝战场上结怨 在现实中 他们身处何地 顾长青尚不清楚 想对他们下手 都是没有头绪 就在他沉映之时 诸天道宫外 忽而间 却有一道气息急速掠来 顾长青神识能感应得出来 这道气息的主人 此刻神识正是格外慌乱 嗯? 是穆青长老 出什么事了? 顾长青心念一动 走出诸天道宫 看向守在宫外 正准备开启顾长青留下的大阵 强行将顾长青 从诸天道宫的闭关中唤醒的穆青 眼神有些疑惑 长青 你出来了 太好了 看到顾长青归来 穆青眼中 顿时浮现出惊喜之意 但他旋即就意识到 现在的情况 顾不上多说 只是连声催促 你现在快快离开逍遥界 莫要迟疑 晚了 可就来不及了 我刚刚打探到消息 逍遥界外 出现了幽冥仙朝的旗号 幽冥仙朝的大军已然逼近 你快走啊 看着穆青惊慌的模样 顾长青愣了一下 轻轻按住穆青的肩膀 一股仙力落入穆青体内 帮他平缓下了内心的紧张与担忧 柔声说道 穆青长老 不要着急 慢慢和我说 只是幽冥仙朝而已 为什么让你如此慌乱担心 幽冥仙朝会来报复这件事 御龙宗上下 乃至整个逍遥界各方道统 都应该早有预料才对 穆青本人也该无比清楚才是 但穆青还是这般紧张 这让顾长青不免有些疑惑 穆青深吸一口气 借助顾长青手中传递过来的先例 压下内心的交集与不安 低声说道 你不知道幽冥仙朝不知是怎么做的 竟然请来了很多盟友 按照我们打探到的情报 他们这次过来的 并不只有幽冥仙朝一家顶级真仙势力 而是有足足六家 除开幽冥仙朝之外 还有紫阳、紫殿、紫月、墨月、雀山等五大仙朝组成的五朝同盟 也参与进来了呀 第772章 你们真该死 穆青说着眼下袭来的敌人规模 胸口都是微微起伏 一双美眸中的惊慌和担忧 怎么都掩盖不住 但顾长青听到他的话语后 先是一正 而后眼中却是有着难掩的惊喜 浮现而出 紫阳、紫殿 那五大仙朝 竟然也找过来了 这可真是大好事啊 顾长青的眼中喜意难言 说出的话语 却是让原本无比担忧他的穆青 都是呆愣在了原地 看着顾长青的一双美目中满是猛逼 殿下您 您在说什么呀 看着穆青一脸错愕与不解 顾长青微微一笑 并没有多说什么 他总不能告诉穆青 自己之所以振奋 是因为在他看来 这六大仙朝 简直是从天而降 给他送来功法传承 祝他早一步 推演出原始天宫第三篇章的大善人吧 虽说自己实力足够 但在没有解决这六大仙朝之前 就先开口说出这种话 只会让人觉得自己是在吹嘘 顾长青并不是那种喜欢炫耀的人物 比起说 他更喜欢直接去做事 原名真仙 只是一位真仙三重的存在 他所带来的传承 不过是真仙接触级的道书而已 但以为我省缺了千年苦修 六大仙朝 家家都是顶尖真仙道统 他们的传承众多 每一家真仙层次的传承 怕是都有数部 加在一起 少说也能为我提供二十部以上的真仙传承 并且其中的品级 绝不会只限于真仙初级 如此算下来 顾长青的眼神愈发明亮 原本他都已经准备放弃 现在推演原始天宫第三篇章 先将修为提升上去 再进行推演了 没想到 柳暗花明 却又迎来了转机 他们现在在哪里? 顾长青看向穆青 轻声开口 双眸之中 没有丝毫具意 只有难掩的战役与期待 让穆青 都不有一时失神 他不自主开口 说出了自己知道的情况 我之前接到消息的时候 只知道 他们已经来到了逍遥界的戒壁外 正准备破开戒壁 强行进入逍遥界 但现在他们到了何处? 回忆下还不清楚 他的话还会说完 轰隆隆 伴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轰鸣之音 在云海上空 逍遥界的正北方向 有着一片浩瀚的战云 绵延万里 突兀出现在逍遥界中 而在那片战云上 一座又一座仙舟出立 其上一尊尊仙道高手 折神甲 持仙兵 战意凛然 威势滔天 而更为惹眼的 还是那些仙舟后方 浮现出来的一道道身影 他们的身形 不过和正常人无二 但他们身后 那磅礴如鸢的仙道气息 弥散开来 却是演化出了 一方方恢弘异象 每一方异象都是顶天立地 万丈不止 更有混沌法则加持 让整个逍遥界所有生灵 无论身在何处 都是能够看到 那一方方恢弘异象 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些异象的主人 其修为已是不言自明 皆是真仙境的恐怖存在 真仙老祖 而且一来 便是三十余位 这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逍遥界内 无数生灵都被北方突兀出现那方战云 其上面灵力的一尊尊强者给震傻了 十海 都是鸡蛋不休 尤其是 当他们看到那三十余位真仙老祖 展现出的异象 威势 他们的呼吸 都快传不过来 心神 都在颤抖 而很快 他们的这份紧张便是被恐惧填满 因为 随着战云浮现六大仙朝的高手进入逍遥界 幽冥仙朝 也是率先打出了他们的战棋 看到他们的战棋后 所有还在迷茫的逍遥界修士 都是反应过来 他们是 幽冥仙朝前来复仇的人 有惊仙男男出生 身形都是颤抖不已 他们虽然预料到 幽冥仙朝会前来报复 但问题是 幽冥仙朝 何时有这么多真仙了 三十余位真仙 这是什么概念 一些稍微弱一点的仙尊道统 其挥下的真仙数量 可能也就是这个数字而已 就在他们愣神之时 幽冥仙朝的后方 紫阳 紫殿 紫月 末月 雀山 五大仙朝的真仙老祖们 一时各个挥手 打出了各自仙朝的旗号 让逍遥界的众生 瞳孔 都是彻底凝固 是五大仙朝同盟 五朝同盟 竟然也过来了 他们和幽冥仙朝是什么关系 难道是幽冥仙朝请来的援军 幽冥仙朝付出了什么代价 竟然能请来这种阵容的援军 所有人都是瞠目结舌 一个接一个的疑惑 让他们快要思考不过来了 但很快他们的疑惑便是得到了解答 因为幽冥仙朝带队诸位真仙中修为最强 也是幽冥仙朝第一人的幽冥老祖 率先开口了 顾长青何在 还不速速滚上前来 敬见我等 不错 紫阳仙朝的真仙老祖 紫阳真仙紧随其后 眼神冰冷中却带着一抹难以遮掩的贪婪 那顾长青以为 躲到这逍遥界中 老夫便寻他不到 他这是在做梦 顾长青 速速滚出来 将你的混沌神山献上 然后再自裁谢罪 不然 今日不止你要死 整个逍遥界 也要因你 生灵涂炭 说到最后 那紫阳仙朝的真仙老祖 干脆一掌轰出 只一击 距离他最近的一片浩瀚山脉 便是被他那一掌中蕴藏的神力 荡灭为了飞灰 咕咚 看着紫阳真仙 展现出的恐怖实力 感受着紫阳真仙最后那句话中 毫不遮掩的杀气 逍遥界的无数生灵 都是不自主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在看紫阳真仙的眼中 目光却是不自主投向玉荣宗的方向 眼底的震撼 都是无比浓郁 混沌神山 那顾长青 竟然还弄到了混沌神山 而且听上去 还是从五大仙朝手中强行夺来的 我的老天 这位长青殿下 到底什么来头 什么本事 竟然能从五大仙朝手上 虎口夺食 还顺利成功了 很多仙道高手 心头都是震撼不已 但也有人 眼中带着怨毒之意 他们原本就对顾长青颇为嫉恨 对投靠顾长青的诸多势力 尤其是元明仙朝 冷嘲热讽 此刻被紫阳真仙一恐吓 他们那点怨毒 都是被再度激发 忍不住咬牙冷嘲的 那顾长青再强势又如何 五大仙朝的报复 这不就来了 而且 还要白白搭上我等的性命 说得不错 让那顾长青滚出来 自己自裁 不要牵连到我等 一时间 这些原本便对顾长青 极恨非常的仙道高手 都开始了鼓躁声势 连带着还有一批 本来就是打着投机主义 投靠到玉荣宗这边的势力 心思都是活动了起来 他们中的宗主 家主之流 都是忍不住求见顾长青 希望殿下 看在我逍遥界苍生的面上 为我逍遥界苍生 保全一条性命 听着他们那无耻的发言 顾长青神情无比淡然 倒是沐青等人愤怒到了极点 就在不久前 还是这群人 在顾长青面前跪斗 磕头如捣钻 表态忠诚 一副忠肝义胆 誓死不叛的模样 便出现在了顾长青的对立面 双方还没有交手便开始鼓噪 希望顾长青主动去自裁 好保全他们的性命 你们真是该死 沐青咬牙 美眸中怒火燃烧 想要出手承戒他们 但被顾长青拦下了 你们真是这么想的 不错 请殿下自裁 这并非害殿下 而是成全殿下的大义之名 为首的 那明明小金先昂着头 一脸的大义凛然 殿下牺牲自己 保全逍遥界苍生 这份事迹可以光耀万古 在逍遥界永久流传下去 殿下人虽死 但魂将永存 第773章 一人无敌 无耻 该死的小人 闭上你的嘴 大殿内 御龙宗主 天月门主 穆青等人都是愤怒到了极点 但顾长青的神情 始终都是无比平静 甚至听到最后 嘴角还掀起了一抹笑意 那这么说来 你还是我麾下的大忠臣啊 不错 这些斥责我的 才是孤名调狱之辈 在下说的 才是对殿下真正有益的忠言啊 明晓金仙神情不变 义正言辞 在他看来 顾长青已经走到绝路了 所以说起话来 毫无顾虑 而且 他还有一重底气 那便是 刷 明晓金仙说到最后 将手一扬 顿时 一方漩涡般的诡异阵法 便被瞬间激活 同时将他笼罩了进去 一股浩荡威压 从这座阵法中散发出来 让大殿内的诸多高手 都是瞬间变色 真仙气息 这是真仙开辟的法阵 明晓金仙 你这个卑鄙小人 竟然已经背叛了殿下 无边杀阵 威势滔天 在启动的瞬间 那股灰红气息 直入云霄 就如同一根光柱 将整个宗主殿 都给照耀得如同白昼 整个逍遥界的修饰 怕是都能够感受到 那座阵法中散发出来的真仙奇迹 这样的阵法 正常情况下 根本不可能出现在明晓金仙手中 但现在 他拿出了这等手段 只意味着一种可能 这明晓金仙 已经背叛了顾长青 倒向了那袭来的六大仙朝 明晓金仙冷笑一声 依旧一脸大意凛然 直接和怒斥他的一众 金仙对骂了回去 蠢货 你们才是那群背叛殿下的人物 六大仙朝袭来 殿下投降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负于顽抗 不过是徒劳挣扎 到最后 只会让殿下的下场更为凄惨 说着 他的目光便落到顾长青身上 眼中充满了殷切期待 来吧 殿下 这方传送阵 乃是幽冥仙朝的真仙老祖所赐 殿下通过这方阵法 便可直接去到幽冥仙朝的真仙老祖们面前 向他们躬身谢罪 想到六大仙朝 许诺给自己的种种赏赐 这明明小金仙 心情都是愈发激动 甚至还带着阵法上前 要将顾长青 强行拽入这方阵法中 他倒不是狂妄 而是这方阵法 的确品级非凡 就算是之前和顾长青交手的那位黑羽真仙在此 也会被这阵法强行射入进去 乃是真仙气冲天的存在 才能够设立出来的诡异大阵 该死 贼子你敢 看到明小金仙强行上去 要将顾长青带走 在场一众高手都是变色 穆金等人更是想要拼死上前 拦住那明小的动作 但还未等他们靠近 顾长青 已然掀他们一步 站了起来 哦 殿下可是想明白 要做出决定吗 看到顾长青起身 明小金仙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当即快走几步上前 虽然他看上去底气十足 但顾长青的战绩也着实耀眼 万一顾长青要与死网破 明小也不敢保证 自己手上这宗阵法真能护住他 但若是顾长青能够主动进入阵法 那自然安全得多 然而 顾长青只是似笑非笑看了他一眼 没错 我是做出了决定 但那决定 与你无关 长言道 主辱臣死 眼下那六大仙朝这般羞辱我 你既然说自己是忠臣 那你是不是该死给我看看 你 你想做什么 明小金仙陡然变色 下意识后撤一步 同时催动那方阵法护住自身 看着顾长青眼中满是忌惮 但顾长青只是冷笑一声 屈指一谈 So 一道剑芒便是自他指尖飞落 只一瞬便将那明小金仙 引以为护身底派的真仙阵法 打得支离破碎 连带他本人 都是在这一剑之下 化为飞灰 当场陨灭 什么 大殿之内 一片寂静 一众高手 呆愣愣看着化为飞灰的明小金仙 都是有些说不出话 明小金仙虽然无耻 但他引以为底派的那方大阵 威势的确不凡 哪怕是真仙六重的存在 在那方阵法面前 怕也要被强行拖拽进去 成为那方漩涡鬼阵的囚徒 但现在 这样的阵法 竟然就被顾长青轻描淡写 弹指破灭 等等 殿下的修为 就在众人震撼之时 终于有人注意到了顾长青的气息不对 随着顾长青踏入主宰境 他所能够展现出来的先例波动 也是再度提高 原本顾长青最多只能模拟出天仙层次的修为 但现在 他所绽放出来的先例气息 和真正的金仙相比 都是没有任何差异 在穆青等人看来 这就是顾长青破入金仙的表现 长 长青殿下 您竟然突破到金仙境了 那些跟着明小金仙 一同前来逼宫的那些仙道高手 此刻也都傻了眼 原本他们还被顾长青展现出的实力给惊吓到 毕竟 明小金仙本身虽然不算什么 但手握着那六大仙朝赏赐下来的真仙阵法 正常情况下 就算是真正的真仙老祖出手 想要斩杀明小金仙都会无比困难 但顾长青 只用一剑就将明小金仙给斩为飞灰 连带着那方阵法都被他一并破去 这样的实力 着实超出了他们的预估 可现在 看到顾长青展现出来的境界气息 他们的惊恐 却都是被懊悔所替代 顾长青是何等人物 在过去 他还未修成金仙的时候 他的战绩就无比耀眼 强如黑与真仙都被他斩杀住面 如今他再度突破了一众大境界 他的实力自然也将迎来飞跃 即便正面交锋 还不是那六大仙朝 三十余位真仙的对手 但保全自身 平安退走的本事却绝对足够 他们 竟然招惹了这样的人物 感受着顾长青身上散发出来的恐怖威压 一众跟着明小金仙 想要投靠到六大仙朝门下 用顾长青 玉龙宗 做他们更进一步接踢的众人 身体都在隐隐颤抖 几名金仙 张张嘴 艰难开口 殿下 我等只是被那明小蛊惑 裹挟断然没有反叛殿下的勇气 他的话 还未说完 顾长青手中的剑光已然亮起 噗哧 没有丝毫迟滞 剑芒所过之处 这些跟着明小金仙一起前来逼躬的众仙 便是被顾长青悉数斩灭 化为飞灰 第七百七十四章 真仙大震破 我等恭喜殿下 踏入金仙之境 看着那些哀嚎着殒命的叛逆 在场的诸多高手眼中都有快意浮现 更有浓浓惊喜 看向顾长青 齐齐功身 声音都是无比激动 起身吧 玉龙宗这里就交给诸位镇守了 若是有谁敢趁乱闹事 只管斩杀便是 那六大仙朝 自由我来应对 顾长青沉声下令 话语中展现出的自信与霸气 让在场众人都是心神阵战 愈加心哲 穆青 月银等一众女仙更是一时失神 直到顾长青的身影冲天起 朝着六大仙朝的大军盘踞至地赶去 他们才是回过神来 连忙也行动起来 为顾长青 营造一个无需担忧的大后方 就在顾长青 斩灭叛徒 前往迎战六大仙朝之时 将时间再往前倒退一柱箱左右 逍遥界的北部 那万里占云的上空 一搜搜仙舟上 此刻正有一批逍遥界的仙道高手 贵服在甲板上 为首的那几名仙族 仙宗的族长宗主 正满脸谄媚地围着六大仙朝中 负责担当先锋的幽名仙朝 乃一众真仙打转 那顾长青敢对上宗的门人弟子 真仙老祖下手 真真是胆大包天到了极点 这样的恶贼 就给生情活捉 碎尸万段才行啊 雷宗主说得不错 上仙不如赐予我们几宗宝物 我等愿意做仙朝的公狗 为仙朝效力 替仙朝 将那顾长青擒拿下来 这几个仙族 仙宗 在逍遥界 也算有些地位 虽然比不过天悦门等顶级金仙宗门 但也是玉戎宗 升龙仙朝这一道的势力 在元明仙朝表态投靠顾长青后 逍遥界很多小势力 纷纷都跟着投效到了顾长青门下 但他们 因为实力还行 所以还想着代价而沽 并且比起顾长青 更看好幽名仙朝一方 也正因此 在私下里 这几家势力 也没少对投效顾长青的元明仙朝 冷嘲热讽 眼下 当六大仙朝兵临逍遥界后 本来就倾向于幽名仙朝的这些势力 在目睹了六大仙朝恐怖的军事后 更是惊喜万分 一个个 都觉得自己有仙剑之名 目光长远到了极点 在第一时间 便赶过来向六大仙朝 尤其是幽名仙朝 摇尾效忠 对这些投效过来的势力 幽名仙朝表现的 也是颇为宽容 幽名仙朝此前安排幽魂天宗过来 本就是为了占据逍遥界 虽说出了顾长青这个变数 发生了些意外 但这个战略 幽名仙朝可不准备改变 所以该收拢的人心 还是要收拢一些 最起码 有几条本地势力当走狗 可要比从零开始统御一件 效率快多了 只不过 投靠过来的势力 还是太少了些 这些势力 对那顾长青 竟然如此忠诚 幽名仙朝一位真仙老祖 声音有些不满 让那几名正在谄媚奉承的金仙 仙士一颤 玄机 他们的眼睛都是亮了起来 谁说不是 那些人 冥完不临到了极点 只要上仙赐下仙宝 我等定然竭尽全力 为上仙扫除那些 还对顾长青死忠无比的势力 这几家金仙 投笑过来 为的是什么 不就是希望能跟着六大仙朝背后 多吃点残羹剩饭吗 看着他们那一个个热切的模样 又是请愿去擒拿顾长青 又是请愿去剿灭顾长青 麾下那些附庸道统的样子 那名真仙 眼神也不由闪过一抹鄙 但转瞬便被他压了下去 白手淡淡道 等秦护拿顾长青后 那些还死忠顾长青的势力 估计也会醒悟过来 到时候 若还有冥完不灵的势力 就用得上你们了 他们是想要统御逍遥界 可不是要图灭逍遥界 真要是现在 就将这些贪婪的货色放出去 等到战后 逍遥界的生灵 怕是要实不存一了 听着这位真仙的回复 这几名金仙的眼中 都不免浮现出了几分失望 但他们不敢表露得太过明显 很快就将这份失望压了回去 修为最高的那名金仙更是再度开口 语气阴切 既然这样 那我等愿意为上仙效劳 擒 擒获顾长青 不 这件事也用不着你们出手 我们已经安排妥当了 那名真仙傲然一笑 真仙势力的手段 何等不凡 哪里是这些金仙能够想象得到的 早在他们军陵逍遥界 在界币外等候的时候 就已经安排人手 暗中和逍遥界的一些势力联络了 只是 那名真仙回想着自己的安排 眼中寒芒 再度浮现 他联络的顾长青麾下的附庸势力 附庸高手 可不止明晓金仙那一批 但最终响应他蛊惑的人 就只有明晓金仙那一小撮而已 若是明晓金仙这些人 都是早早就投降到顾长青麾下的那种势力 那这份忠诚 这名幽冥仙朝的真仙 还可以接受 但偏偏 那些人投靠到顾长青麾下 才过去多久 满打满算 不足半年 但即便如此 他们对顾长青就已经如此忠诚 哪怕面对真仙招揽 都敢直接拒绝 铁了心要跟着顾长青走到黑 这让这名幽冥仙朝的真仙 都是恼怒无比 若是顾长青知道他的感觉 估计会毫不留情地嘲笑出声 幽冥仙朝这种情况 说到底 还是他们自己自作自受 此前派过来的幽魂天宗 那杰奥的表现 让他们几乎伤透了整个逍遥界仙道生灵们的人心 有这一重根犹在 逍遥界的仙道高手们 不到最后一刻 绝不选择投降幽冥仙朝 也就显得情有可原了 这名真仙老祖的感受 那些围着他奉承的逍遥界叛徒 并不知晓 但听到他说已经有了安排 这些叛徒们眼中 都是不免多了几分失望 本来还以为他们还能有立功机会 但没想到 这头功已经被人抢先了 不用着急 那顾长青 手段可不一般 说不得这些真仙老祖们的布局 都会出意外 到时候 我们不就有机会了 几名精仙交换了一个眼神 目光都不由头像玉龙宗的所在 眼中浮现出殷切期待 但 就在他们目光落去的瞬间 哄 玉龙宗山门所在 那玉龙山脉最高的一座临峰上 一股浩荡诡异的气息生腾而起 正是那名小惊仙 驾驭着的诡异法阵 随着那法阵升起 一股赤圣光柱照耀十方 恐怖的混沌气息裹挟着真仙威士 让整个逍遥界的生灵 都是能够感受到那股磅礴波动 这几名逍遥界叛徒 连带着他们门下弟子族人 都是同样感受到了那股威亚 一个个呼吸都是不由屏住 看向玉龙宗山门所在 眼底都是写满了浓浓的震撼与敬畏 这 这是什么东西 真仙阵法 而且 不是一般的真仙阵法 起码是真仙皆终极的杀阵 这就是仙朝的大手笔吗 顶级真仙势力 果然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存在 一众逍遥界的叛徒 声音都在颤抖 眼眶都是震荡不休 被那滔天威势震撼到了心神 看着这些叛逆震撼的模样 那名主持了这场突袭的幽冥仙朝真仙 眼中也是浮现出了一抹得意之色 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用绝对的手段震慑逍遥界的生灵 不单单是震慑那些还未投靠过来的仙道修士 这些已经投靠过来的叛逆更需要狠狠震慑一番 这样 以后用他们做事才会更顺手 也更安心 而现在看来 他们这项目标实现的却是颇为完美 行了 你们可以下去做准备了 那顾长青 想来已经被冥小金仙擒货 要不了多久 估计就要送过来了 你们准备一下 若是还有负于顽抗的势力 就由你们出动 将他们覆灭 至于覆灭 他们所获得的战力 九成交过来 剩下一成 就算你们的东西了 去吧 只有一成 原本听到他们终于可以有所行动时 还满脸激动的一众叛逆 在听到最后战利品分配的方案后 他们的表情顿时已苦 但很快 他们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态度不对 再回想一下是才感受到的 甚至现在还没有散去 依旧充斥在御荣宗宗主殿中的那股磅礴威压 他们连忙压下心中的不满 连连点头 我等明白 请上仙放心 我们定然做好这些事情 不会让上仙费心 这还不错 好好做 有你们的好处 那名真仙老祖满意点头 还特意勉励了他们一句 便是挥手 示意他们可以退下了 但 还没有等这些人攻身告退 哄 御荣宗山门上却是又有一道灵光冲天起 在一瞬间吸引了他们的视线 什么情况 发生了什么 众人都是不由举目看去 却是正好看到 宗主殿内有剑芒一闪 他们看不清其中细节 但能够清晰感受到 在那剑芒掠过后 那原本充斥天地 让整个逍遥界生灵 都是心神颤抖的针线波动 便是在一瞬间 消散于无形 这是 针线大阵 被那顾长青破解了 第775章 一人足矣 一众仙道高手 都是眸光呆滞 不要说那些逍遥界的叛逆 就连幽明仙朝那位真仙老祖 乃至仙周上那些六大仙朝的仙兵仙江们 都是睁大双眼 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准备的阵法有多强 再没有人比他们自己更清楚 毫不夸张地说 就是黑与真仙那种层次的存在 都能被那方阵法直接镇压 但现在 这阵法竟然被那顾长青给化解掉了 词字果然有些本事 幽明仙朝那位真仙老祖沉默片刻后 才是定下情绪 眼中泛起一抹羞脑 既然这样 那我等便亲自出手 情杀此料 传令 全军禁忌 是 随着这名真仙一声令下 万里湛云 轰然而动 一搜搜仙周 在云端划过长虹 朝着御龙宗的方向稳步进发 湛云上高座的三十余位真仙老祖 一个个意识气息绽放 就仿若三十多颗太阳 同时当空 那浩荡神威 让逍遥界的众生都是喘不过气来 呼 六大仙朝 果然不凡 六家顶级真仙势力联手 怎么可能会出现意外 不错 那顾长青 定然撑不过这一剑 看着万里湛云三十余真仙 浩浩荡荡 兵发玉荣宗 那些逍遥界的叛徒们 也都长出一口气 精神都是振奋起来 刚刚顾长青一箭斩灭真仙大阵 灭杀明小精仙 展现出的无上风采 让这些叛逆震撼之余 都是心神动摇感到惶恐 甚至开始后悔自己是否决断的太早了些 万一顾长青撑过这一劫呢 但现在看着三十余位真仙老祖 悉数上前 鲜威如鸳 他们也都重新打起了精神 明小精仙只是小角色 他的死无关大局 接下来这一战 才是真正决定命运的时候 那顾长青想活下去 就要熬过这一战才行 但我看他熬不过去了 说的不错 所以我等也要做好准备 一旦顾长青被上面的大人们灭杀掉后 我们就要抢先请命 多杀些顾长青的麾下 多了一点功勋啊 一众叛逆议论着 期待着 而逍遥界的众生 则是同样被六大仙朝的军威 深深震撼到了 六大仙朝的联军 开始进阶了 这种威势 仿若天崩一般 怎么抵挡 如何抵挡啊 逍遥界 无数仙道高手 同样也在密切关注着那一战 六大仙朝此前下达的通牒 他们也都听说 若是不投降六大仙朝的话 等到战后 他们一样也要被六大仙朝侵犯 但有幽魂天东之前 诸多跋扈操作注意在前 不到最后一刻 他们也不愿意向六大仙朝低头 而之前玉龙宗山门上 故长青一见破阵的场面 他们都是有目共睹 原本已经绝望的内心 都是重新泛起了希望 长青殿下 天赋卓绝 其实力之强 远非我们这些俗流所能想象 若是长青殿下 或许真的可以创造奇迹 利益挽狂澜 然而 众人的期待 此刻都被冰冷的现时机的粉碎 六大仙朝的军士浩浩荡荡 煞气滔天 直冲云霄 加上那三十余位真仙老祖的仙道威压 让所有目睹这一幕的生灵 都是胆战心惊 长青殿下 难道真的要败了吗 不 就在众人万念俱灰时 有老辈强者站出来 沉申开口 眼中还有一分希望残存 长青殿下 手中似乎持有一方混沌神山 若是将那等神物 同御荣宗地下的仙脉融合 估计会有奇效 可以大幅提升御荣宗的大阵效果 说不得 就能够抗下今日这场灾祸 混沌神山乃是无上珍宝 但生于混沌源头之中 珍稀无比 更有诸多妙用 孕育混沌天时 助力仙道生灵破镜 只是它的一项功能而已 若是将其与仙脉融合 还能够起到仙脉蜜蜕变 让一方区域 都化为修行圣土的功能 不过 这种事情 只有修为高深的仙道强者才知道 很多年轻的仙道生灵 都是第一次听闻 但并不妨碍 他们才听到这一点后 心底都是重燃起了袭击的火苗 只可惜 这份火苗 并未支撑太久 因为 就在他们殷切期待之时 顾长青的身影 已是化为飞鸿 冲天而起 直接出现在了六大仙朝的联军正面 长青殿下 怎么直接杀过来了 而且 只有他一人而已 他 他怎么如此冲动啊 逍遥界的无数生灵 都在密切关注着这一战 当看到顾长青的身影 直接横跟在了六大仙朝联军 前进的道路上时 他们的心跳 都是几乎停止 眼中都被错愕与不解填满 而感到错愕的 不只是他们 六大仙朝的联军 同样也被眼前这一幕给惊到了 作为联军先锋的幽冥仙朝 带队的那几名真仙老祖 眼中的愕然 并不比逍遥界的众生弱上几分 一些老辈金仙都知道的 混沌神山的妙用 他们这些真仙老祖 自然更清楚 所以 在禁军之初 他们就已经做好了 要面对混沌神山加持过的 御龙大阵的心理准备 但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顾长青 竟然会如此鲁莽与狂妄 一个人 就敢朝着联军军阵 发起冲击 看着顾长青的身影 幽冥仙朝带队冲锋在最前的 一位真仙老祖扬起手中的图天仙矛 嘲弄一笑 真是 不知死活的小辈啊 你不会以为 破了一座大阵 杀了一个明晓 就真的有资格 与我等争锋了吧 说话间 这位真仙老祖一步踏出 哄 真仙威压绽放开来 无边煞气自他身上激荡开来 浓郁到极点的血腥气息 让周遭无数仙道生灵 都是本能的战力 毋庸置疑 这是一位经历过无尽血战 才助就真仙尊卫的仙道强者 身上的血腥气息足以让一般的精仙 神魂都为之崩裂 是 九徒真仙 九徒老祖 传说中 这位九徒老祖曾经以一己之力 屠灭了足足九个同他有怨的戒与生灵 以杀正道 拯救了他的真仙果位啊 有仙道高手 盯着那真仙手中的仙毛 片刻后终于想起了什么 忍不住颤着声音出声 九徒真仙 这是一位绝世战仙 曾造下无边杀劫 杀意冲云霄 于此刻被人认出身份 让整个逍遥界的生灵 呼吸都是几乎停顿 曾经屠灭过九个戒与的生灵 这是何等害人的战戒 只是想一想 都会让人肝胆剧烈啊 呵呵 蝼蚁 果然是蝼蚁 不值一提 九徒真仙感受着逍遥界众生们的畏惧 神情愈发桀骜 手中徒天仙毛微微抬起 毛风指指顾长青 轻轻一点 小辈 听到了吗 你身后众生们的哀嚎和畏惧 看在你够狂妄的份上 老夫 可以考虑给你一个机会 现在献上你的混沌神山 再自财于此 我便算你轻了善杀我先朝真仙的罪责 不然 今日不禁你要死 你的不重 同样要死 说到最后一个死字时 这位九徒真仙声音猛然抬高 一声长啸间 天地都是为之震战 似要被他一语喝崩 而说话之间 他的眼中一时闪过一抹灼热 他在用弓心之法 逼迫顾长青就范 若是能让顾长青直接交出混沌神山 那就再好不过 六大仙朝 虽是联军 但只是临时组建 若是能够提前一步 将混沌神山拿到手中 即便到时候 还要分润给其他五家仙朝 幽冥仙朝这边 也能占得先机 夺得主持分配战利品的权柄 吃到最大的一块好处 看着九徒真仙眼中的嘲弄 与那掩不住的贪婪 顾长青的神情无比平静 只是淡然开口 你就不问问 我为何要杀你幽冥仙朝的真仙 不需要问 我幽冥仙朝的人 别说是一位真仙 就是一个凡人 也不是旁人敢杀的 只要杀 便是无可赦免的死罪 九徒真仙冷笑回应 少废话了小辈 速速跪下献宝 不然 就死于此地吧 哦 这么嚣张 不知道的 还以为百万年前 你们幽冥仙朝那位 真的踏入到仙尊境了呢 听到顾长青奚落的话语 那九徒真仙顿时变色 顾长青提及的 是百万年前的一桩旧事 亦是幽冥仙朝的大痛楚 在百万年前 幽冥仙朝 曾出了一位绝代人物 无上天骄 修行不到百万年 便踏入无上惊仙的层次 若是再给他几个纪元的岁月 别说真仙 就是仙尊 他都有相当把握成就 但偏偏 就是这样的天骄 在一次遗迹探索中 被人族之外的几个仙道族群的天骄截杀 一身精血 都成为了他们的保药资粮 若只是如此 也就罢了 但关键在于 那几个截杀那幽冥天骄的族群天骄 其中就有与神族这一支 自己辛苦培养的无上天骄 死了也就算了 自己先朝的老祖 非但不为自己报仇 甚至还恭恭敬敬请了与神族的一位真仙老祖 充任克青 姚伟起怜 现在竟然还好意思说 一个凡人也不是旁人能杀的话语 你们的脸皮可真是有够厚啊 小辈 你该死啊 第776章 你就这点本事 听着顾长青的话语 不要说那九徒真仙 就连他率领的数十搜仙周上 幽冥仙朝数千仙兵仙江 都是变了颜色 眼神都是涌现出了无边的羞脑之意 谎言不能伤人 真相才是快刀 百万年岁月对人道修士来说漫长无比 但对仙道生灵 尤其是寿元已经真至上百纪元的惊仙存在们来说 就如凡人的一年而已 百万年前的旧事 今日他们中很多人依旧记忆犹新 想起都会感到羞残 现在更是被顾长青这个外人 仇人提起 这让他们心中怎能不目 该死的蝼蚁 敢入我仙朝 受死啊 九徒真仙麾下 三十六艘仙周上搭乘的三千六百仙兵仙将齐声抱贺 身上绽放开来无尽的仙光 他们的仙力汇聚到一处 在这一刻 凝成了一柄漆黑的魔刀 与此同时 他们脚下的仙周 意识变换方位 很快便构成了一方恢弘大阵 一重重阵纹 升腾而起 融入到那柄魔刀中 让那柄魔刀的气息不断暴涨 当它达到最顶峰的时候 所有的光芒 在靠近这柄魔刀时 都被吞噬 归为黑暗 一股似能够吞噬万物的诡异气机 便从这柄魔刀上迸发出来 让观战的无数仙道生灵 都是不自觉屏住了呼吸 幽冥仙朝传承的几宗真仙杀阵之一 吞天鬼刀阵 有仙道高手惊呼 看着那柄魔刀 眼中都是浮现出了畏惧 三千六百仙兵仙将 每一尊最低修为也有天仙境界 强悍的 甚至有达到精仙圆满的存在 加上三十六艘精先接顶级的仙周 组成了一方真仙杀阵 那般恐怖的威势 比之前鸣小精仙 袭击顾长青的那座鬼阵 还要恐怖一筹 感受到那柄魔刀中散发的恐怖威势 那三千六百游民仙朝的精锐眼中 亦是神情振奋 看着顾长青杀意如冤 一声战吼间 便是催动那柄魔刀 朝着顾长青头顶狠狠斩去 死 魔刀斩落 黑光过处 所有的仙道元气 都被这柄魔刀吞噬到其中 成为了这柄魔刀的养分 让这柄魔刀散发出来的威势 都是愈加强盛 然而顾长青只是淡然一笑 挑虫小剑 他屈指轻弹 一道剑芒自其指尖飞出 同那道仙光碰撞到一处 顿时有铿锵巨响在半空中炸开 两股仙力对轰 恐怖的波纹在虚空绽放 荡起层层涟漪 所过之处 山河都崩灭 为了虚无 大地都被震荡出红沟般的裂痕 更有无尽的仙光蹦剑 如同星火 四散飞舞 而后 咔嚓一声 在短暂对峙了几个呼吸后 那一柄漆黑的魔刀虚影 便是陡然爆出几道裂痕 接着 这裂痕飞速扩散 眨眼便化为珠网一般 密密麻麻 不满刀身 在那三千六百仙兵仙将 乃至统领他们的九徒真仙 不可遏止的惊恐目光中 哄 整柄魔刀轰然爆裂开来 而后 顾长青弹指点出的那道剑芒 便是呼啸上前 穿过那崩碎的魔刀虚影 直接轰击在了那方大阵之上 只一瞬 无边剑芒 便淹没了那三千六百仙兵仙将 将这三千余仙朝精锐 尽数诛灭 化为飞灰 啊 顾长青 你该千刀万剐 短暂死寂后 九徒真仙双眼血红 嘶吼出声 看着顾长青的眼中 都是杀意滔天 各大仙朝的真仙老祖之间 也并非就真的铁板一块 同样也存在竞争 只是不像对外征战时 那般激烈与残忍就是了 那三千余仙兵仙将 都是他精心培养的精锐 是他的底蕴之一 三千六百仙兵仙将联手 加上杀阵辅助 足以爆发出 接近他这位真仙七重的战力 哪怕只是比肩寻常真仙 也是相当了不得的壁主 但现在 却全折在了顾长青的手中 这让九徒真仙 如何淡定的了 他虽然知道顾长青手段惊人 但做梦都没有想到 顾长青竟然会强悍到这一步 以至于连救援都来不及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挥下陨命于此 眼中满是血腥暴怒 小聂处 给我死了啊 九徒真仙 一声长啸 抬手间一毛刺出 徒天仙毛 铿锵作响 暴涌出无尽的仙光 凝成一条巨蟒 仿若神龙跃见 瞄准了顾长青的眉心 暴刺而去 与此同时 他的身后 一幕又一幕的掀到异象浮现 每一幕异象 都是不同的蔑视场景 有无边仙力化为洪水 淹没蛮荒大地 有滔天仙光化为陨星 击碎无垠大陆 更有数之不尽的火山 在仙力引洞下喷涌 将天地都焚击为虚无 这样的景象 足足有九父 对应他屠灭的九个戒御 每浮现出一幅蔑视异象 他的气息便暴涌一层 当最后一幅蔑视异象浮现的瞬间 九父异象凝聚为一 化为一柄神毛虚影 同九徒真仙的屠天仙毛 和二为一 让他内中蕴藏的沙力 都是再度飙升 无尽破灭的意味 在这一刻 自那屠天仙毛上散发开来 当那气息浮现的瞬间 整个逍遥界的生灵 都是本能地开始了站立 只觉得自己的呼吸 都变得无比艰难 而他们更是惊恐地发现 构筑起逍遥界的混沌法则 在这一刻 竟也开始了颤抖 混沌法则乃是仙界的根基 至高无上的存在 哪怕逍遥界 只是仙界一处偏远界域 位格极低 想撼动逍遥界的世界根基 一界法则也绝不是真仙所能做到 就是仙尊都不行 但偏偏 那股气息是如此的恐怖 而逍遥界法则的阵战 又是如此明显 由不得逍遥界的众生不胆寒 这 这九徒真仙 到底是如何做到这一步的 那柄仙毛到底是什么情况 有仙道高手呢喃 声音都在颤抖 就连御荣宗的众人 都是看啥了眼 只觉得呼吸都变得艰难起来 就在这时 同样立在御荣宗山门最高处 旁观这一战的御荣宗老宗主 似是想到了什么 眼神 都是变得无比难看 这 这莫非是传说中的灭世九兵 西年有传言 幽明先朝之所以得以立国 就是因为其开国老祖 幽明真仙侥幸得到了一卷 《灭世道书》的残篇 我本以为是流言 但现在看 那流言 是真非虚 老宗主的声音颤抖 说出的话语 更是让周围御荣宗无数仙道高手 都是跟着变色 只因为 那《灭世道书》乃是真正的天榜道书 不仅是先王界的顶级传承 更是诞生于混沌之中 混沌郁郁出来的无上杀术 《灭世道书》共有九篇 每一篇 对应的便是一项灭世神兵的构筑手段 传说中 若是能够凝聚出九重灭世神兵爆发出的神威 足以让一位先王抗衡无上先王级别的存在 哪怕修炼这卷道书的先王 天赋不够 根基不足 凝聚不够 九重灭世神兵 同境无敌却是断不在话下 而眼下 这九徒真仙似乎就施展出了这等神术 这让众人怎能不淡定 不对 就在老宗主都是声音惶恐之际 旁边观战的元明真仙眯起了眼 眼中西级的光芒却是人未散去 那九徒真仙施展出来的 怕还算不得真正的灭世道书 传说中的灭世道书 构筑的灭世九神兵 每一宗都是以纯粹的先例凝聚 并不需要任何实体 只是用先例与法则构筑的无上杀术 但这九徒真仙 却还需要用他的图天仙矛来作为神兵承载 这样的灭世神兵 怕是连雏形都算不上 只是徒有其表而已 元明真仙轻声低语 但他周围 顾长青的部众们 并未因为这番话 就重新振奋起精神来 就连元明真仙自己 眼中的西纪都止于一点而已 灭世道书的威名实在太过响亮了 是真正意义上 明镇仙界三千周的绝代杀术 自其有传承以来 任何一个修炼有成的存在 其神兵之下斩灭的仙道高手 海谷都可堆积成山 哪怕这九徒真仙施展出来的神兵 只是徒有其表 那也是无上杀招 绝对恐怖的威势 灭世道书的残篇? 有意思啊 就在众人胆战心惊之谨 顾长青 却是同样探听到了众人的话语 一双眼中却是不经反省 他现在要推演《原始天宫》第三篇 需要的就是高品级的传承道书 这些来散的势力传承越优秀 顾长青只会越振奋 至于说 灭世道书的威名 开玩笑 他顾长青修炼的《原始天宫》 所融入的道书中最顶级的一卷《太医道书》 可是绝品层次的天榜道书 相应的 在融合完成后 顾长青的《原始天宫》 若要按品极来划分 哪怕是放在绝品天书中 都是绝品终极的传承 一般先王之上 无上先王境界的传承 还未必比得过《原始天宫》 灭世道书虽然名声响亮 但也只是先王界顶级的传承 上品顶级的天书而已 和《原始天宫》足足差了两个层次 顾长青 怎么可能会畏惧 甚至还觉得不够强好吗 小聂畜 去地狱之中 懊悔你的冲动吧 顾长青的心思 已然暴怒到 几乎要失去理智的九徒真仙 自不知晓 亦不在意 在他看来 当自己施展出这一层 灭世神兵的手段时 此战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正如原明真仙所预料的 他这一重灭世九兵之一 灭世神毛 连入门都算不上 只是徒有其形 但即便如此 在这尾灭世神毛的加持下 他这一击所蕴藏的沙力 也足以斩灭真仙八重天的高手 区区顾长青 怎么可能还扛得住 下一秒 九徒真仙的思绪便是戛然而止 在他呆滞的目光注视下 顾长青不知何时 却是一步上前 直接出现在了他挥出的神毛前端 然后面朝那柄神毛猛然挥剑 哄 原始天宫催动 原始开天绝所化的灰红剑影 骤然亮起 裹挟掏天剑气 朝着那柄灭世神毛 悍然斩落 指一击 那九徒真仙引以为最强杀招的灭世神毛 便是被顾长青这一剑荡灭为了飞灰 你的本事就只有这一点 若是这样 那你现在就可以去死了 顾长青神情平静 声音淡然 一袭白衣盛雪 踏于云端 俯瞰下方面容呆滞的九徒真仙 悠然的话语 落到他的耳畔 却是字字如惊雷 炸的九徒真仙 十海都是鸡欲崩裂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九徒真仙身后 却是有着声音长笑来 九徒道羞莫慌 我来助念 第777章 顺战六大真仙 随着这道声音响起 在九徒真仙身后 又有两道身影飞出 却是幽冥仙朝 另外两名真仙七重天的高手 他们目睹了顾长青出手的场面 灭是仙毛的战况 心底皆是震撼到了极点 不过 回过神后 他们也都毫不犹豫 急速上前 站到眼下这一步 顾长青同幽冥仙朝之间 亦是不死不休 便是词子有些诡异手段 也改变不了他今日的结局 说得不错 我等联手 定要让词子痛悔终生 两名真仙老祖七七开口 让九徒真仙都是唤醒回神 当下 三大真仙老祖各自出手 其身后 竟然都有不同的灭是图景 浮馅出 九徒真仙曾经屠灭过九个界域的生灵 那九父灭是图景 非仙道舟的高手 基本都有所耳闻 并不意外 但另外两名真仙 却就让众人不淡定了 那是 传说中森宇界灭世时最后的画面 原来森宇界的生灵 是被幽冥仙朝这位名为真仙屠灭的 旁边那一项 难不成是白渊界覆灭时的景象 白渊界和幽冥仙朝 应该没有什么仇怨吧 为何也要被幽冥仙朝的真仙屠落 众人的声音都在颤抖 更有仙道高手忍不住不解发问 他的疑惑无人解答 但众人心中都很清楚 所谓的仇怨很可能只是幽冥仙朝随口扯出来的幌子而已 这幽冥仙朝的真仙老祖们 为了修成他们收集到的灭世道书的残篇 只怕个个都曾掀起过杀劫造下过无边血债 只是九徒真仙用的理由冠冕堂皇一点 这才摆在了名面上 但其余两名真仙显然就没有那么好运气 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 所以只是在暗中屠戮众生 但现在 他们就这样毫不避讳的将这手段施展出来 不用想 逍遥界的众人也能猜到 若是长青殿下此战败了 我逍遥界的众生 只怕也要布上这些戒与的后尘 想到这里 他们心底都是愈发惶恐 更有浓浓担忧 但顾长青的神情却是无比平静 依旧不闪不避 迎着那三尊真仙祭出的灭世杀术而上 剑王冲销 剑气浩荡 三尊真仙老祖联手 三重灭世杀术构筑的尾灭世神兵威士滔天 但在顾长青的剑气纵横下 都是削米玉无形 看着这一幕 原本已经感到绝望 惶恐的逍遥界众生 心中的希望都不禁再度点燃 但不等他们稍稍松上一口气 哇 顾长青的头顶 不知何时 却是突然浮现出了三重沙阵 朝着顾长青便是悍然落下 那是幽冥仙朝 此次出动的七大真仙中 除最强的幽冥老祖外 另外三名一直没有出动的真仙 高高在上 地位尊崇无边 也都有各自的骄傲与尊严 但现在 他们却用了这种不要脸的手段 直接偷袭顾长青 让无数观战的仙道高手 都是忍不住怒骂出声 无耻 堂堂真仙 竟然也能不要脸到这一步 幽冥仙朝 也是让人开眼界了 听着那一道道怒赤声 幽冥仙朝偷袭的真仙 神情平静 而九徒等人 更是魂不在意这些赤马 他们若是会在意这种事情 怎么可能做出屠灭众生的操作 至于说是人的不满 那处理起来更是简单无比 等杀了顾长青 再屠灭一批人 剩下的 自然就知道闭嘴了 小聂处 老夫承认 你的实力通天 远非同辈所能相比 但你今日 必死无疑啊 三名真仙联手向前 演化杀阵威势滔天 朝着顾长青轰然落去 同九徒真仙三人的攻势 汇聚到一处 一时间 战场上鲜光大放 无边煞气宛落汉海 身形淹没 无上雄威四一八方 让无数观战的仙道高手 都是露出绝望之意 六大真仙联手 这样的攻势 谁能够抗衡的了 就算是真仙九重的高手 面对此等杀裂 怕都是要退避三射才行啊 然而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顾长青将要黯然陨落的时候 那无边仙光中 却有一道剑光冲天 斩碎了所有阻隔 带着仿若可以开天辟地的契机 瞄准了六大真仙的头颅 便是急速掠取 不好 快退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 他们到底是真仙境的老祖 战斗惊艳 远非常人所能想象 在千钧一发之际反应过来 齐齐催动仙力 演化无上顿术 各自化为一道顿光 只一瞬 便避开了那剑芒落处 避开了这杀力滔天的一击 然而 还未等他们松上一口气 立在无边仙芒之中 却是依旧白衣不染尘埃的顾长青 嘴角却勾起了一抹玩味笑意 就这点顿竹 也敢在我面前卖弄 他展出的那一道开天剑芒上 陡然绽放出一抹仙道神光 化为一枚灵符图案 正是他自苍牙仙尊那里得到的无上传承 顶级顿法 咫尺天涯 演化出的顿术符文 随着这方仙幅激活 原本已经被六大真仙堪堪避开的 那一抹开天剑芒 便是直接隐没到了虚空之中 旋即轻轻一闪 在出现时 这道剑芒 已然高悬在六大真仙的头顶 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噗的一声 便是将六大真仙的头颅尽数斩去 砰 六大真仙头颅冲天起 带起六鹏泻花 血溅云端 让整个战场所有生灵的双眼 都是为之凝固 六尊真仙老祖 连起手来 足以让真仙九重的人物都为之皱眉 但现在 却被顾长青一人一剑 斩去头颅 这样的实力 让他们心神都是为之悚然 尤其是那幽冥老祖 看着麾下六大真仙 都是头颅飞起 生机绝灭 整个人都是目自欲裂 幽冥仙朝 隆共不过八位真仙 早前就舍了一位飞羽真仙 如今又被顾长青斩去六人 原本鼎盛的顶级仙朝 短短一两个月的功夫 便只剩下他一位开国真仙作证 这等情况 根本超出了幽冥老祖的想象 让他的心神都是一时猛住 几乎停止了思考 幽冥道友 莫要黄身 速速入阵 我等联手灭杀此料 就在幽冥老祖心中又惊又害 甚至有些懊悔的时候 他的身后传来了一道声音 与顾长青恩怨最深的紫阳仙朝 此次带队的真仙老祖明夜真仙 而他的身后 紫阳、紫殿、紫月、五大仙朝 来此的二十四位真仙老祖 已然悉数入阵 演化出了一方灰红阵势 凝出一道五色光轮、高居云端 那滔天威势 比之前幽冥仙朝六大真仙联手的声势 还要浩荡不知多少倍 这是五大仙朝压箱底的沙盗阵法 五行五方归原大阵 第778章 一指之威 看到那座灰红阵法 观战的圆明真仙 都是仙变了颜色 五行五方归原大阵 在整个飞仙道州 都是威名赫赫 乃是真正的仙尊即沙阵 虽说如今布阵的都是些真仙 但连骑手来展现出的威势 怕有无限接近仙尊境的存在 这让圆明真仙等 站在顾长青一方的逍遥界生灵们 如何淡定的了 而幽冥真仙 看到这方阵法 原本有些绝望的眼中 顿时再度燃起西极的光芒 虽说幽冥仙朝此战损失惨痛 但只要能够情杀顾长青 一切都还有弥补的可能 当即 幽冥老祖一声长啸 亦是飞入阵中 随着幽冥老祖入阵 五行五方归原大阵 得阵法得到进一步完善 那一方五色光纶 竟是在此刻由虚转时 仿若真的有一宗可以媲美先尊初期 强者的无上先兵 在这一刻被一众真仙召唤了出来 玄于空中 锁定了顾长青的契机 那光纶中流转的滔天杀力 让周遭观战的修士 都是为之悚然心惊 纷纷后退 同那方光纶拉开了距离 唯恐离得太近 会被卷进去 被其炼为飞灰 这是五行归原天轮 乃是这座沙阵 所能催动的几种杀法手段内 最为诡异的一种 长青殿下 万万不可大意 传说这光纶 可以将所有杀术 都给分化瓦解 重炼为五行之力 反过来加持这方光纶的威势 想要攻克 要么动用仙兵 要么就只能用肉身进战 元明真仙高声提醒顾长青道 同时挥手 在他的号令下 一宗浩瀚神枪便是飞跃而出 落到了元明真仙的手中 被元明真仙举起 投掷到了顾长青的身前 这是元明仙朝的最强底蕴 元明真仙花费千万年岁月 得以祭练出的一宗真仙重宝 品级之高 已经真至真仙皆终极 比元明真仙本尊的修为 还要更高一筹 而现在 这宗重宝被元明真仙直接拿了出来 献给了顾长青 相助顾长青攻破此阵 毕竟 元明仙朝现在已经和顾长青深度绑定 若是顾长青陨落在此 冲六大仙朝的架势 元明仙朝也一样要负面于此 不可能有幸存下来的机会 元明神枪 真仙皆终极的宝物吗? 倒是不差 顾长青抬手接过元明神枪 微微汗手 目光转落到对面 那一方五星五方归原大阵上面 感受到顾长青的视线 大阵内 那六大仙朝二十五位真仙老祖 脸上都是浮现出了轻蔑与不屑 区区一宗真仙皆终极的神枪 以为可以借此翻盘 元明真仙所说的 关于五行大阵的情报的确不假 但知道了五行大阵的弱点 并不意味着顾长青就能够破阵了 想用仙兵破阵? 能破开他们二十五位真仙联手 才布置出来的 这座大阵的仙兵品级最低 也要仙尊皆终极才行 区区一宗元明神枪 和仙尊皆终极的仙兵 差了怕是有千万倍都不止 至于肉身破阵 要求同样不低 起码要顾长青拥有仙尊敬的肉身 才有强行破阵的资格 而在六大仙朝的这些真仙们看来 无论哪一点 顾长青都断不可能做到 而既然做不到 那就只能乖乖被五行光轮分崩瓦解 化为五行之力 成为他们这方阵法的滋养 小聂硕 给老夫乖乖受死吧 幽明老祖立在阵中 眼神猙獰 声音里充满了快意 话音落下间 他便猛然朝前一挥 先例涌动 汇入到他面前的阵眼内 在他的催动下 五行大阵凝聚出来的 那一重五色光轮 嗖的一声便是冲天飞起 朝着顾长青的天灵 便是狠狠震杀了过去 五色光轮 蕴藏诡异的分解之力 光轮锁过之处 周遭区域内的所有元气都被分解 再重新演化为五行之力 被收入到了光轮中 让光轮本身蕴藏的杀力 都得以再上一层楼 看到这一幕 顾长青的眼中 亦是闪过一道金芒 但那并非畏惧 反而有着一抹惊喜之意 这份手段 有些独特 倒是值得借鉴一二 他想到了自己的原始吞天绝 吞天绝的运转 其实也是将诸多宝物 分崩瓦解 化为灵器 元气 然后再吸收入体 只是相较于 这方五行大阵 少了分解为元气后 再重新演化的环节 若是自己能够将这种手段掌握 那未来顾长青修炼时 还能更具有针对性一点 譬如 修炼雷属性的道书 杀术时 可以运用吞天绝 将各种灵物仙真 针对性的分解为雷道之力 修炼五行属性的道书时 则是将其分解为五行之力等等 一念即此 顾长青却是不闪不闭 直接迎着那方光轮而上 而他的动作落到众人 眼中却成了顾长青 已经放弃抵抗的表现 这 长青殿下为何如此 难道殿下他都觉得 此战已经没有希望了吗? 一众逍遥界的生灵 看到这一幕 眼中都是浮现出了绝望之意 而五行大阵内 六大仙朝的诸多高手 眼底的得意和欣喜 则是异于眼表 尤其是那五大仙朝的真仙们 原本 他们还没有将顾长青放在眼中 直到顾长青一人一见 斩灭幽冥仙朝六大真仙的时候 他们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性 彼时 他们还有些畏惧 已经开始打退唐古 想要先行后撤了 好在最后他们 还是鼓起勇气 设下了此方阵法 用阵法 压制了顾长青 取得了这最后的胜利 幸好 我们之前没有拒绝 幽冥仙朝合作的请求 不然此战 我们说不得真要败在这顾长青手中 紫阳仙朝带队的那位明夜真仙嘴上不说 心中却是暗暗庆幸 若是没有幽冥仙朝打头阵 那损失多位真仙的势力 八成就要落到紫阳仙朝身上了 而且 若是没有幽冥仙朝过来 在损失六位真仙后 他们剩下的真仙老祖 即便能够勉强布置出五行大阵 阵法的威力也未必有眼下 他们二十五位真仙合力所演化出的这方杀阵 威势那般强烈 总之 这一战的胜利 很大一部分都要归咎于运气上 这让五大仙朝的真仙老祖们 精神都是愈加振奋 我五大仙朝 气运果然依旧鼎盛 即便偶有挫折 短暂失去了混沌神山 但仍能够物归原主 更能将那夺了我五朝寄云的小贼 也连连点头 目光看向空中那迎着五色光轮 而上的顾长青 眼中都是有着殷切期待 顾长青此前 斩灭幽明先朝一众真仙高手的场面 他们可都历历在目 他们可不觉得 顾长青是靠自己的实力 就能扫平诛灭幽明先朝那一众真仙 那他的实力来源 就很值得考究了 一众真仙老祖 都是不禁想起 他们麾下弟子们人们 从万朝战场上传出的 关于顾长青的情报来 有传言说 顾长青这小贼 似乎侥幸得到了某位先尊的传承 从这小贼今日的表现来看 这传言似乎并非空虚来风啊 一众真仙彼此目光交汇 眼神都是愈加灼热 一位先尊的传承 其中的各色宝物资源 对五大仙朝整体来说 并非多么丰厚 但内众的传承宝术 修炼心得 诸多法则感悟等等 对五大仙朝这批真仙老祖们的价值 可就相当非凡了 若能得手 保不齐修为 就能借此更进一步 纵然不能踏入仙尊境界 可提升一二重天的修为 却绝对是绰绰有余 而对于真仙境的存在来说 正常情况下 想提升一重二重的修为 都是难如登天 有这样的收益 已经足以让他们心动无比了 然而 就在他们期待着 情杀故常青 获得传言中那仙尊传承的时候 嗡 云端上空 一道嗡名颤音骤然响起 引动的这群真仙老祖 齐齐抬头 而后眸光都是骤然凝固 在一众真仙老祖 惊骇到极点的目光注视下 那一方五色光轮同顾长青 在云海半空交会后 非但没有进一步震杀而下 反而直接凝制在了顾长青的面前 再难向前寸进 哪怕一步 而顾长青 甚至连手都没有伸出 只是轻轻分出一缕仙力 便定住了这方五色光轮 而后身形连闪 竟是在那云端之上 公然打量研究起了那方五色光轮中 蕴藏的诸多奥妙手段起来 这是在开玩笑的吧 六大仙朝 那些跟着各自真仙老祖赶来 要扫灭阵杀顾长青的一众仙道高手 乃至逍遥界中诸多观战的仙道生灵们 此时此刻都是声音颤抖 怀疑人生 而掌控那方五色光轮的一众真仙老祖 再回过神后更是齐齐怒吼出声 小贼安敢猖狂 给我等死来 一众真仙 惊怒交加之下 几乎是催动了各自所有仙力 不留一份全数倾注到了面前的阵眼内 随着二十五位真仙老祖联合 轻力催动大阵之下 顾长青身前 那方五色光轮 亦是仙光大放 原本便恐怖无边的分解归原之力再度暴涨 眼看就要将顾长青卷入其中 但不等那群真仙老祖欢喜 顾长青亦是抬起头来 眼中有明目之意浮现 面朝那方五色光轮某处区域轻轻一点 于是伴随着咔嚓一声轻响 那汇聚了二十五位真仙老祖和力 才得以凝聚而成 足以让仙尊皆出击的仙兵在其面前都无功而返的五色光轮 连一息都未曾坚持 便是在顾长青那一指点落下 分崩离析化为数不尽的元气灵光 而后轻轻一转 重演为了最精纯浓郁的五行之力 被顾长青轻轻一息便落入到了他的体内 让顾长青体内构筑出来的混沌世界中 蕴藏的那五条对应五行大道的领域光柱 都是愈发璀璨 散发出的气息都是在增一筹 第七百七十九章 逍遥界震动 哭咚 看着空中那分崩离析 只是短短虚余余便被顾长青化解 准确地说是被顾长青完全掌握的五色光轮 原本心中还在吃想战后如何瓜分顾长青手中诸多纪元的六朝真仙 都是在南淡定 看着顾长青的眼底都是被无边惊骇与懊悔填满 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 顾长青的实力竟然会强悍到如此地步 若是早知道顾长青的实力这般恐怖 他们怎么可能有胆子来招惹顾长青 眼看着空中将那五色光轮分解吸收的顾长青 目光已然朝着他们这边转落了过来 在场这些真仙老祖都是不自主吞咽了一口口水 而后毫不犹豫 齐齐转身 走走走 此刻不逃 还等何时 一众真仙老祖各自将顿速施展到极限 连自己带来的一众仙兵仙将都顾不上 各自分头逃亡 连一息时间都不愿多停留 唯恐慢上一步便要将性命交代于此 老祖他们就这样逃了 看着这一幕六大仙朝带来的一众仙兵仙将都是反应不及 直到一众真仙老祖的身影隐没天际 他们才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 感受到身后扑面而来的顾长青那浩瀚威压 一众仙兵仙将几乎是控制不住 便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有人带头 剩下的那些仙兵仙将自然也都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一个个都是紧随其后 原本气势汹汹 战役滔天的六朝大军 短短几个呼吸 便是悉数败倒在了顾长青的面前 那般场面 却是让整个逍遥界的生灵都是不自主屏住呼吸 死死看着云端 白衣圣雪 接受万仙臣服的顾长青 那一幕画面 几乎是永久地印刻在了他们的实海之中 哪怕相隔百万年千万年 他们也难以忘怀 一人一剑 经退一众老祖 降服百万仙兵 我逍遥界何其有幸 能够有长青殿下这样的人物 选择我逍遥界 作为他飞升上界的落脚之处 有逍遥界的老辈惊仙 忍不住感慨出生 眼中都是有着浓浓的激动和热切 更有无边的惊喜 六大仙朝大军压境 杀意滔天 整个逍遥界的仙道高手 都能感受得出来 一旦顾长青若败 六大仙朝进驻逍遥界后 定然不会有什么宽宏大量的举措 整个逍遥界界势都将化为一片血海 他们这些逍遥界的本土强者 能活下来的更是实不存一 但现在 随着顾长青强势出现逆转战局 他们的命运同样也因此迎来的转变 这让他们怎能不惊喜 对顾长青又怎能不感激 看着那些拜扶在地的百万仙兵 顾长青的心情倒是无比平静 对这些仙兵仙将的臣服 顾长青没什么好意外的 带领他们的一众真仙老祖 都被自己击退了 剩下他们这些仙兵仙将 最强不过精仙层次的货色 怎么可能还有胆量再和自己交战下去 不过 顾长青目光看向一众真仙逃亡的方向 嘴角掀起一抹嘲弄的效应 你们不会以为自己能够逃得掉吧? 话音落下间 顾长青已是屈指轻弹 而后 轰隆隆 顾长青身后有着四重杀剑 疏忽而起化为原始杀阵高居云端 原始仙王投影是顾长青的最强杀招 但那只是原始杀阵所蕴藏的诸多杀术之一 抛开仙王投影外 原始杀阵本身还有诸多杀法手段 同样威势惊人 并且这些杀术和顾长青的原始开天诀一样 也可以在与顾长青掌握的其他道书手段融合 爆发出更为强悍的威势 就如此刻 一剑 天涯断 随着顾长青一语落下 在他头顶 那一方原始杀阵中 有一道浩瀚剑光冲天起 其上咫尺天涯的仙幅绽放 带起那彭剑光没入虚空 在无数仙道生灵阵部的目光注视下 直接飞落到了天际尽头 轻轻一展 砰砰砰砰砰砰 一连串的泄花 便是在那一抹浩瀚剑光上 不断爆裂开来 每一次爆裂便有一道强横的气息消亡 不过片刻功夫 便有二十五重浩瀚气息 殒灭在天地间 而这二十五重气息的来源 在场众人 都是再容易猜到不过 那些逃亡的老祖们 一个都没有逃掉 全部都被这顾长青 不 是这位长青殿下 尽数斩杀了呀 有贵妇在地的六朝仙将 偷眼看向那边 声音呢喃中 原本心底的那一份屈辱和不甘 都是彻底消散 对面前的顾长青 再不敢有分毫抵触与违抗的念头 对于这些仙兵仙将们的想法 顾长青却是毫不在意 斩灭了六大仙朝 残存的那二十五位真仙老祖后 顾长青心念微动 催动原始天宫 轻轻一息 这二十余位真仙老祖苦修千万载岁月 才得以地久给真仙道果 便是被顾长青净数精吞入体 随着吞天诀运转 迅速化为最为精纯的仙道元气 没入到了顾长青的体内世界内 而且 就在没入顾长青体内世界的瞬间 这些仙道元气还再度重演 化为种种不同属性的神力 落向不同方向 同顾长青体内世界内 那一万三千余大道领域 彼此共鸣呼应 迅速融合到了属性相应的大道领域之中 这样的炼化效率 比顾长青此前单纯催动原始吞天诀修炼起来 可谓大幅上涨 六大仙朝此次 还真是给我送来了不少好礼物啊 将二十余位真仙的道果融入体内 慢慢炼化吸收后 顾长青睁开双眼 嘴角亦是有效益浮现 如今的顾长青常态站立 已见仙尊初期 而修炼效率更要有过之而不及 虽然和真正仙尊中期的强者比 修炼效率上还有一定差距 但绝对是仙尊初期那一层次的强者里 或真价实的佼佼者 而顾长青实际境界呢 不过主宰剑而已 这等修炼效率 用恐怖来形容 自是毫不为过 但相应的 如此恐怖的修炼效率 想要再进一步提升 哪怕只是提升百分之一 难度都是相当巨大 但六大仙朝 尤其是紫阳等五家仙朝不成的 这一重五行五方归缘大阵 为顾长青提供的灵感思路 让顾长青得以将原始吞天绝 都给进一步完善 提升的修炼效率何止百分之一 至少提升了三成有余 顾长青眼中洗衣掠过 但很快便冷静下来 眼下 还不是清点所有战力的时候 她的目光落到面前贵妇在地的那些 仙兵仙将身上 神情平静 声音淡然 而等现在 各自立下本命誓言 永不复盼 更在本座麾下 作为战仆效力千万载 以为赎罪 千万载后 你们若还活着 功勋满足 则可以脱离战仆集策 若是千万年内 有立下大功者 也可提前脱离战仆集策 虫的逍遥 你们 意下如何? 一句话 让整个云海上空 都是瞬息寂静 那百万仙兵仙将 彼此面面相去 眼中皆有几分不甘之意 能被六大仙朝选派 跟随一众真仙老祖 杀到逍遥界 征伐顾长青的人物 他们在六大仙朝内部 自然也都是一等一的精锐 何曾想过 自己有朝一日 竟然要沦落到战仆之流 但 想到带着他们 前来的真仙老祖们 如今那凄惨的结局 这些仙兵仙将心底生起的那点不甘 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连真仙老祖们 都被这位长青殿下一剑灭杀了 我们这些货色 比只蝼蚁好不到哪里去 还不甘心个什么剑 一众仙道高手 无奈一叹 都是齐齐叩首立誓 百万仙兵仙将 一招立誓归降 那般场面 也足以用恢弘来形容 让逍遥界的无数仙道生灵 都是震撼到张不开嘴 虽说在那二十余位真仙老祖 弃阵逃亡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知晓 今日一战的结局 但此刻 当胜负砝码真正落定的时候 看着那百万仙兵仙将 短暂犹豫一番 便是禁术归降的场面后 他们心底 还是不免掀起了无边的震撼与激荡 看顾长青的眼神都是愈发热切 甚至有些近乎疯狂的崇拜 第七百八十章 指派了一位天仙 顾长青的神情倒是无比淡然 虽说这些仙兵仙将里 竟然连一个刺头都不敢冒出来 让他有点意外 但他眼下 也没工夫计较这些小事情 六大仙朝 在这一战里损失惨重 尤其是幽冥仙朝 其位真仙老祖全数陨落 现在他们六家 都已经成为了香伯伯般的存在 逍遥界的防御战已经结束 但并不意味着 他和六大仙朝的恩怨至此就完结了 接下来的反击收割战 可一样不能放松 当即 顾长青沉申开口 看向身后不远的元明真仙 元明真仙 你即刻带领一队人马 由此战收降的幽冥仙朝大军为前锋 杀入幽冥仙朝 将幽冥仙朝兼并吞灭 可有问题 回殿下 没有问题 麾下定然不如使命 元明真仙连忙攻身领命 眼中都是有着惊喜 更有一抹感慨 惊喜自不必说 带领人马 倾赴敌国 这是大功勋 更是大机缘 哪怕一路上安分守己 只是战利品本身 也能够分润到相当的收获了 至于感慨 则是因为 幽冥仙朝的威势 在非仙道州诸多真仙道统里 都是相当响亮 元明真仙尚未成就真仙果位的时候 就曾经对这些真仙道统 无比向往与敬畏 幽冥仙朝也在其中 这也是昔日幽魂天宗来饭时 他咬牙忍受 约束门下的又一重原因 但没想到 不知绝间 自家竟然已经有资格覆灭幽冥仙朝这样的势力 这让元明真仙 心底怎能不胜出诸多感慨 吩咐完元明真仙后 顾长青这边也没有耽搁 同样启程 他要前往的地方 是五仙山 这是紫阳、紫殿、紫月、雀山、末月、五大仙朝共同的圣地 也是五大仙朝组成的五仙盟的根基所在 五大仙朝并不像幽冥仙朝那样 真仙进出 仙朝内 还都各有一位真仙老祖 留在五仙山坐镇四方 所以顾长青要亲自出洞 覆灭五仙山上最后那群有可能负于顽抗的货色 不过 就在顾长青准备动身的时候 玉龙宗主带着一众神情不安的仙道高手走了过来 玉龙宗老宗主的脸色有些尴尬 但架不住身后那些仙道高手们哀求的眼神 还是带着他们上前 面朝顾长青 公公敬敬行了一礼 殿下 不知这些人该如何处置呢 他们都是之前有一头靠向六大仙朝的势力 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加入六大仙朝的联军 老宗主说着 眼中也是闪过一抹对这群人的鄙夷 但鄙夷归鄙夷 架不住这群人中 有一位金仙 在老宗主年轻时曾经对其有过一份救命恩情 也是为此 老宗主才硬着头皮 过来替他们多问一句 看着老宗主为难的样子 顾长青眉头一挑 便猜到了情况 他的目光看向那群叛逆 眼神漠然 没有几分情绪波动 稍加沉吟 便是有了决断 逍遥借头向六大仙朝的仙道高手有不少 如此前被顾长青斩杀的名小金仙就是其一 此外 还有一些已经早早站队到六大仙朝一方 更是带着足中宗内高手 加入到六朝联军里面的那一批 这两类人 在之前的大战中 都已经被顾长青特意关照 禁数诛杀 和那批真仙老祖一起上了路 剩下的 就是老宗主带过来的这些了 若说他们没有罪过吧 他们到底是投向了六大仙朝 若说他们有罪过 他们也还没来得及做什么恶事 这就让老宗主 多有些犹豫了 然而 顾长青却是没有分毫纠结 直接开口 若是换做旁人 对这些叛逆 可能还会纠结一二 不知该如何处理 但顾长青却没有分毫犹豫 没有做恶事 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 若是我慢上一点 他们一样 就要投靠到六朝联军那边了 不过 既然他们运气好 没来得及投靠过去 那就免了他们的死罪 惩罚的话 就按照那些六朝联军的兵将们来算吧 听到顾长青的吩咐 老宗主顿时松了一口气 他就怕顾长青 要将这些老香食也给斩灭诛杀 那他心中 难免会有些亏欠 现在看自家殿下 只是让他们乏为战仆千万年 虽然受罪 但起码性命保住 这已经让他很是满足了 至于说千万年岁月 虽说漫长了点 但对于这些寿元 已经可以达到百个纪元的惊羡们来说 倒也不是不能承受的刑罚 而这些仙道高手们 也都颇为知足 毕竟 在亲眼目睹过顾长青的强势后 能保住性命 他们已经相当满足了 众人当即老老实实立下本命誓言 又对老宗主这边千恩万谢 这些琐事 顾长青自不会放在心上 安排妥当后 便是纵起遁法 化为一道仙光 朝着五仙山的所在飞速掠去 斩杀那二十余位真仙老祖 炼化他们的道果后 他们的诸多记忆讯息 也被顾长青一并掌握 为顾长青提供了不少情报 原本顾长青并不清楚的 五大仙朝 还有五仙山的方位坐标 如今顾长青都是一清二楚 更是知道了诸多 可以快速抵达五仙山的路径 先经过肃玉城 借助肃玉城的传送阵进入飞星界 再前往飞星仙朝的帝城 借助帝城传送阵进入南野界 顾长青催动咫尺天涯 身影仿若化为了一道极光 按着余图朝着一个个坐标位置赶去 而就在顾长青朝着五仙山极赶之时 五圣界内 此刻却是热闹非凡 五圣界便是五大仙朝所掌控的界域之一 亦是五大仙朝的根基所在 五大仙朝的帝城 还有五仙山 都坐落在这五圣界内 也正因此 这五圣界虽然比不过那些仙尊道统坐镇的界域 但也是飞仙道周一等一的繁华所在 每日都有各大界域的高手 前来五圣界 或是希望能够加入到五大仙朝的门下 或是前来交易珍宝情报 而今日的五圣界相较以往 却是更为热闹非凡 尤其是五仙山所在 放眼望去 竟是已经云集了数十位真仙老祖 让五仙山上下正在游历 交易的仙道生灵 都是震撼不已 眼看着又有一位真仙老祖 从五仙山上的公用传送阵中走出 终于有仙道高手忍不住 询问旁边一家仙宝店的店主 店主 今日这五仙山为何如此热闹 竟然来了这么多真仙老祖 那位店主抬头看了询问的惊心一眼 呵呵一笑 眼中竟显本地人的小得意 撵着胡须道 看来客人是外来的仙人 不清楚我们五仙山的情况 客人有所不知 就在不久前 万朝战场有一座混沌神山新出世 最终被一位无名散修得了去 只不过那无名散修运到不好 已经被五大仙朝锁定了方位 就在不久前 五大仙朝的真仙老祖们已是连妹出动 算算时间那无名散修差不多也该被拿下了 一座新出世的混沌神山 关乎的财富和其丰厚 自然也就免不了有个方真仙老祖前来 希望能够交易到一批混沌天使 带回去或是自用或是培养后辈子弟了 就在他们说话间 轰隆隆 云端上又一艘仙舟飞过 其上玲珑仙朝旌旗飘扬不说 更有两位真仙老祖气息显现 引动的下方仙道高手 都是纷纷举目看去 眼中皆有敬畏之意流转 玲珑仙朝 与紫阳 紫殿等仙朝齐名 皆为顶级的真仙道统 果然底蕴不凡 竟然一口气出动了两位真仙老祖 不少外来的仙道高手 感受到空中那艘仙舟的气象 都不由露出敬畏之意 但很快 他们这份敬畏便是化为了错愕 因为 面对玲珑仙朝清零的两位真仙老祖 五仙山中飞出来迎接的仙道高手 却只是区区一位天仙而已 这样的待遇 可是超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五大仙朝的真仙老祖 虽然派出去不少 但到底 还有五位真仙老祖 留正五仙山这里 就算来的真仙老祖多 那五位大人分身乏术 一位金仙总是派得出来的吧 怎么只派出了一位天仙进来迎接 众人眼中 皆有错愕与不解 唯有五仙山上下 知晓内情的那些五大仙朝同盟的仙道高手们 露出玩味之意 看向玲珑仙朝仙周上 那一众高手 眼神都是有着浓浓嘲讽 为什么这般冷漠 还不是因为玲珑仙朝自己站错了队 一众仙盟高手 冷笑出声 悠然开口 在那万朝战场上 这玲珑仙朝 有位仙子 名为清雀的 可是帮了那夺走混沌神山的无名散修 不少忙 如今那无名散修 身死在即 玲珑仙朝想要未来不被我仙盟针对 自然也要对我五大仙朝 恭恭敬敬 力求修好 便是一位天仙来迎接他们的真仙老祖 他们也要老老实实受着才对 果然 玲珑仙朝那艘仙周上 带队的两位玲珑仙 虽然脸色微变 但到底不敢表露出丝毫怒意 不禁如此 他们更是主动对那前来迎接他们的天仙失礼 那位天仙却是一脸傲然 连环礼都没有 只是冷笑一声 看向那两名真仙道 不用这么多礼 我代加师 只问一句 那什么叫清雀的剑壁 你们带来没有 若是带来 就交于我 我好送去给师尊发落 这位天仙 背后的师尊 道号 狐猎 亦是一位真仙老祖 他的一位嫡子 入了此次万朝战场 结果死在了顾长青的剑下 此次灭杀顾长青时 他因为正直误到关键时刻 未能亲自前去 所以 干脆将自己的一枪怒火 发泄到了玲珑仙朝身上 早就吩咐过 要玲珑仙朝将青雀送来 供他泄恨 听到那天仙的吩咐 玲珑仙朝的两位真仙 对视一眼 最终奇奇一叹 便是让开道路 闲露出一位绝色女仙来 不是青雀 还能是谁 只是他现在 一身修为皆被禁锢 身上仙兵更是一剑也无 指着一剑肃群 却更趁得其容颜角色 兵姬玉夫 让那天仙的眼底 都是愈加灼热 当即凝笑一声 抬手一道仙力打出 必要将青雀拽到他的身前 但 就在这时 五仙山上 却是有着惊变 陡然爆起 咔嚓 咔嚓咔嚓咔嚓 接连不断的暴鸣之音 自五仙山巅 云层深处不断传出 在一瞬间 吸引了整个五仙山上下 无数仙道高手的目光 就连那天仙 都是顾不得去押送青雀 猛然回头看向身后 待看清惊变的源头后 他的一双眼 都是几乎目自欲裂 第781章 震撼 在五仙山之巅 共有29座神异雕像 顶天立地 这29座雕像 皆是以无上仙料打造 虽然是死物 但却能够沟通天地间的仙道元气 散发出不可思议的真纤维亚 有它们镇压在这五仙山之巅 让五仙山的气势 都是愈加磅礴强大 所有来到五仙山的仙道生灵 在看到这些雕像时 也都会对五仙山 还有五仙山背后的五大仙朝 愈加敬畏 这不单单是因为这29座神异雕像的气势 更是因为 这些雕像 每一座都对应五大仙朝 长存在世的一位真仙老祖 29座雕像 便意味着五大仙朝 长存天地间的29位真仙老祖 29名真仙 这样的阵容 放眼整个非仙道周 说一句仙尊之下 无人敢惹 绝对不算夸张 但 此时此刻 就是这气势磅礴的29座真仙雕像 其上面 竟是出现了一道又一道的裂缝 伴随着咔嚓咔嚓 接连不断的破碎之音 那些裂缝 都是愈发密集 到最后 就如珠网一般 爬满了整个雕像 而后砰的一声炸开 化为无边石屑 飘零散落在五仙山上下 无数仙道强者的眼中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五仙山上下 无数仙道高手 都是睁大双眼 满是震撼 尤其是从属五大仙朝的那些仙道高手 在回过神后 人人都是亥然失色 面孔惨白 但五仙山之巅那些正在崩碎的雕像 却不会因为他们的情绪 而停止崩解 随着时间推移 一座 两座 三座 不过短短一重箱的时间 原本矗立在仙山之巅的二十九座神异雕像 便崩解了足足二十四尊 只剩下五尊雕像 未曾崩解 这些雕像 不仅与天地间的仙道元气 彼此呼应 更是同我五大仙朝 列为真仙老祖 契机相连 但现在 这些雕像 怎么就全数崩解了 有五大仙朝的惊仙尼喃 声音都在打仗 其实 答案他们已经猜到 只是不愿意接受 那个残酷的现实而已 五大仙朝 竟然一口气陨落了 二十余位真仙 五仙山上下 诸多前来出使五大仙朝 希望能够和五大仙朝 打好关系的各方强者 眼神交汇间 心中 都是同样掀起了惊涛骇浪 五大仙朝的仙道高手们如丧烤饼 但他们这些外人 也淡定不到哪里去 五大仙朝 虽然行事作风 跋扈嚣张 现在栽了个大跟头 大家本该是乐见其成的事情 但 万一让五大仙朝栽了个跟头的那位人物 是个形式比五大仙朝更不讲规矩的呢? 而就冲对方 轻易灭杀五大仙朝 这么多真仙老祖的实力 就算对方真是如此 他们也只能充当砧板上的鱼肉 断然没有分毫反抗的可能 不过 也有仙道高手 眼眸之中金光流转 想到了别的可能 这些崩解的雕像 对应的似乎都是前往逍遥界 前去击杀那位在万朝战场上 让五大仙朝吃了大亏的无名散修的真嫌 说不得 是那位叫顾长青的散修 出手斩杀的这批人 有听说过万朝战场上 顾长青一些形式作风的仙道高手 明显松了口气 继续道 若真是那位长青殿下所为 我们倒是不用太担心 那位长青殿下 虽然形式杀法果断 但却并非什么是杀之人 形式更是温和无比 怎么说 都要比这五大仙朝强得多啊? 听到这话 在场很多原本还有些担心的仙道高手 神情明显缓和了许多 唯独玲珑仙朝的众人 顿时变了颜色 他们为什么来这里 还押着清缺一起过来 不就是希望 用和顾长青有关系的清缺当筹码 换来五大仙朝的谅解吗? 若是这些人的议论成真 五大仙朝的下场如何且不说 他们玲珑仙朝 绝对要成为彻头彻尾的小丑 好在 猜测斩杀五大仙朝一众真仙之人 乃是顾长青的那位仙道高手 话刚说出口没多久 便被旁边人吃笑反驳了回去 道兄在说什么天方夜谭 那位长青殿下是实力不错 但斩杀这么多真仙老祖 他的本事 怕是还差得远呢 说得不错 那长青殿下的来历 眼下都不算是秘密了 只是近年来从下界飞升上来的一个妖孽后辈而已 在上界 又没有什么跟脚靠山 他能够在万朝战场上拿到混沌神山 多半都是靠着混沌神山那古怪尽致的加持才做到 除了混沌神山 别说真仙老祖 就是几位无上金仙恐怕都能将他擒拿下去了 这类言论倒是取得了不少人的认同 玲珑仙朝前来劫好五大仙朝的那批仙道高手 尤其是那两位带头的真仙老祖听了 脸色明显也是变好了许多 两位玲珑仙交换了一个眼神 其中一人当即上前 就想将被那狐猎真仙的徒弟带去的清雀仙子带回来 眼下五大仙朝眼见得快要撑不住了 再将清雀交出去 未免太过浪费 再怎么说 清雀的天赋也摆在这里 培养得好 修炼到真仙境 还不算什么大问题 之前是为了结好五大仙朝 迫于无奈 才将这样的天交送出去 现在事态变化 玲珑仙朝自然不愿再吃这个亏了 但还没有等那位真仙将清雀就回 远空中 一道仙光划过 直接出现在了五仙山的穹顶 五仙山的穹顶空域上 有五大仙朝的真仙老祖立下的静志 除了一些大势力 如玲珑仙朝这种顶级的真仙道统 可以驾驭仙周 短暂停住在那片云海外 其余仙道生灵 哪怕是真仙老祖 也必须要乖乖落下 步行登山 当那道仙光落下时 五仙山的静志自然被当场激活 一股让五仙山上下云集的仙道生灵 都是感到呼吸艰难的恐怖威势 就如火山喷涌般朝着云端 那道仙光暴涌而去 然而 呼 仙光消散 显出其中一位长山青年 他面如关玉 谋若寒星 见眉星目 黑发飘散在背后 一剑月白长山绣袍飘摇间 轻轻喝出一口剑气 咔嚓 那一股足以让寻常真仙都为之低头的浩荡威压 连同激活那方威压的真仙静志 都是被这道剑气 一击溃灭 而后 还不等在场众人 从此人这份胆大包天的举动 所带来的震撼中反应过来 那道白衣身影已然轻声开口 说出的话语 则是让整个五仙山上下所有生灵 都是再度震战 五大仙朝 最后剩下的那几个真仙在哪里 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现在出来跪下 向本座臣服 立下混沌誓言 冲任本座麾下剑奴 本座可以考虑 赦免你们一条命 不然 今日你们 就全数死在本座的剑下吧 白衣剑修 风华绝代 声音漠然 但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整个五仙山上所有生灵 都是不自主的呼吸凝滞 看向空中那道身影 眼底 都是有着无边的震撼和畏惧 虽然那白衣剑修 未曾表明身份 但就冲他这番话语 他的来历 已是不言自明 他就是斩杀了五大仙朝 二十四位真仙老祖的那位神秘强者 不可思议 这等层次的存在 竟然这般年轻 在场中人都是不由屏息 看向空中那道白衣剑修的眼底 都是充满了敬畏之意 但就在他们震撼之时 那还在被狐猎真仙的弟子 控制住的清雀 却是满脸不可置信的抬头 看向空中那道白衣身影 一双眉眸之中 有震撼 有惊喜 但更多的 还是浓郁到极点的不可思议 长 长青殿下 第七百八十二章 杀真仙如屠狗 什么 清雀一句话 在一瞬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 所有人都是猛然抬头 目光在清雀和空中 那道白衣圣雪 风华绝带的剑修之间 犹疑不定 眼眶都是因为极度的震撼 而隐隐颤抖 长 长青殿下 这位白衣剑修 就是那传闻中的顾长青 他的实力 有这么恐怖 无论是五大仙朝的仙道高手 还是那些其他势力 前来初始结好的仙道强者 个个都只觉得 自己的大脑快要转不过来了 虽然传言中 有提及过顾长青的天赋绝代 远非寻常的仙道天骄所能相比 但再怎么样 修行不到万载便能斩杀真仙 而且还是一口气斩杀二十余位真仙 这份战戒 还是有些太过害人了点 而且 众人看向顾长青 他们能感应得出来 顾长青此刻意散在外的气息 还只是惊心层次而已 惊仙境界便可杀真仙如土狗 放眼我非仙道周历史上 即便是最顶尖的那些仙尊 都没有这样的战绩 有老辈惊仙 轻声感慨 看向顾长青的眼底 都是有着几分狂热之意 最顶尖的仙尊 在惊仙境时的实力 都不及顾长青这战绩辉煌 那也就意味着 顾长青的天赋 很可能已经超过了仙尊 是有希望 成就仙王的存在 这样的人物便是非仙道周 上百纪元都未必能走出一个 我们何其有幸 能够与一位仙王处于同一时代 无数非仙道周的仙道高手 精神都是一时振奋 但有人振奋 也有人如丧考彼 譬如说 那些五大仙朝的仙道高手 随着清雀仙子的声音响起 顾长青也注意到了清雀这边的情况 看到虎猎真仙那位弟子 竟然控制住清雀 他的眼中顿时闪过一道寒芒 那名控制住清雀的五朝天仙 在顾长青到来的时候 就已经心底发寒 想要放开清雀仙子了 但他的反应终究慢了一步 眼见得顾长青朝他这边投来目光 他连忙松开手 还想躬身向顾长青致歉求饶 但顾长青根本懒得同他废话 眼眸之中 寒芒闪过 只是一道如雷神念飞出 那名天仙的身躯便是骤然僵硬 石海中的神魂被顾长青一缕神念 崩得四分五裂 当场消散 化为虚无 你先在一旁歇歇 稍后我们再细说 解救出清雀后 顾长青冲他点点头 清雀也知道 眼下并非说话的时候 当即闪身来到一旁 玲珑仙朝的一众先到高手见状 下意识迎上去 想要将青雀接回到玲珑仙朝的阵营里 但看到他们凑过来 青雀眼中顿时闪过一抹本能厌恶 看都不看他们一眼 只是一个闪身 让开了玲珑仙朝众人 去到旁边一处落脚点站定 让玲珑仙朝的众人 都是不由变了颜色 但还不等他们在做什么反应 五仙山深处 轰轰轰轰轰轰 五道恐怖的气息 那威压足以毁天灭地 让五仙山上下的仙道生灵 都是为之失神 而那些来访的 非五大仙朝的真仙老祖们 至此也终于露出了严肃的表情 眼眸之中金芒流转 看向了那自五仙山深处走出的五道身影 又看看立在云端的顾长青 眼神无比玩味 虽然现在 在场几乎所有仙道生灵都已经默认 顾长青就是那位强势出手 灭杀了二十余位五朝真仙的强势存在 但在这些真正的真仙境老祖们看来 这等骇人听闻的战绩 在没有亲眼目睹之前 都不足为信 事实上 不止他们心中有如此想法 五仙山中走出的那五位五大仙朝 朔国仅存的真仙老祖 亦是如此想法 看着云端的顾长青 五位真仙的眼眸 都是无比冰冷 小辈 没想到你竟然还能活着 还敢在我五仙山前耀武扬威 要我等降服于你 且让老夫看看 你究竟有什么底气 说出这等话语 五尊真仙中其中一位着红衣的真仙率先开口 话音落下间 他的攻势意识到了 他便是虎猎真仙 此前万朝战场上 他的一位嫡子死在了顾长青的剑下 对顾长青仇怨颇深 清却也是因为他 才被玲珑仙朝充当了和解的礼物 送到了五仙山这边 这些情报 顾长青在斩杀虎猎真仙那位天仙弟子时 亦是从他的记忆中读取了出来 此刻看着虎猎真仙朝着自己攻凡而来 顾长青眼中亦是同样浮现寒芒 既然想死 那我便成全你 他轻声开口 之所以要逼降这五位真仙老祖 只是因为顾长青已经修炼到了主宰境界 实力今非昔比 他已有心返回下界 接引顾家举足飞升来到上界 但顾家子弟虽然天赋超凡 但因为修炼年岁太短的缘故 上界之后怕是会很吃亏 会处处受限 所以顾长青准备收拢一批强者 最起码要有真仙境界或是天赋优秀 足以成就先尊的那种层次 好充当未来顾家子弟 尤其是自己子嗣们的胡道人 而这五位真仙老祖实力都很不错 若能逼降他们 倒是正好帮顾长青解决一桩麻烦事 但这并不意味着 顾长青就非要用这些真仙不可了 对于冥顽不灵的存在 顾长青同样也不会心慈手软 原始开天 斩! 顾长青喝气化剑 一缕剑气飞出 直接迎着狐猎真仙的攻势而上 狐猎真仙出手催动的杀招乃是他最强的手段 滔天的仙力凝聚成了一头猎羊琥珀的虚影 所过之处 所有仙道元气都被那头琥珀吞噬入体 加持琥珀的杀力 当那头琥珀冲击到顾长青面前时 就算是真仙八重的高手 都要暂时退避 而就在狐猎真仙出手的同时 他的旁边又有两位真仙跟着出手了 虽然他们心中都不太相信 顾长青的实力已经强悍到 可以斩灭二十余尊真仙老祖的地步 但有这份猜测 已经让他们不敢再将顾长青 当作惊仙后辈来看待 不仅一上来就动用了权力 更是毫不避讳 直接倾力出手 死吧 另外两名真仙老祖动用的杀术 也都很了不得 一人仙力演化出了神皇投影 赤胜夺目的神颜流转四方 似能够将一方戒余都给坟积为虚无 而另一位真仙 真仙则则是演化出了一柄乌黑的长刀 刀身似乎运着一口黑洞 所有的光芒 元气 道运 在靠近这口黑刀的时候 都被其吞没 是神皇道书 与吞灵道书中记载的无上杀术 有真仙老祖眼中露出了惊异之色 看向那两位出手的真仙 眼中有浓浓忌惮惮浮现 怪不得五大仙朝 敢倾巢而出 征伐顾长青 他们留守下来的这几位真仙 每一个也都很了不得 手段惊人 战力傲势 各个都修成了了不得的混沌杀术 虽然修为都只是真仙七重天 但真要是经历一战 各个都能短暂爆发出真仙八重的战力 留守五仙山 让萧小不敢生出济鱼之心 绝对是绰绰有余了 然而 面对这两道攻势 顾长青的眼神却只有无边平静 不见丝毫俱意 让在场众人都是不自主屏息 竟然这般平静 难道他真的斩杀了二十余位真仙老祖 我还是觉得不可能 或许他另有手段吧 不是有传言说 他曾经得到过某位仙尊的传承 许是身上带了某种防御禁器 也说不定 云端上很多前来五仙山拜访的真仙老祖们 此刻也都坐不住了 不负出臣与傲然的姿态 一个个都是密切关注着云端下方的战况 当他们发现顾长青 面对三位真仙老祖联手围攻 神情依旧不为所动时 这些真仙老祖都是各个动容 但他们还是不觉得 顾长青有实力 连斩二十余位真仙 不过就在他们议论之时 顾长青终于出手了 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异象 顾长青只是微微抬手 掌心中仙力流转 凝成一柄杀剑 朝着那三重攻势便是斩落而下 剑芒落出 所有人只听到扑的一声轻响 还不等他们看清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虎猎真仙为首的三位真仙老祖 所催动出的最强杀招 便是在顾长青凝处的那众杀剑下 尽数分崩离析 而那重杀剑上的光芒 只是暗扮了一丝而已 在荡平了三位真仙老祖的最强杀招后 更是再度一闪 直接出现在了狐猎真仙三人的头顶 轻轻一划 这三位真仙老祖的头颅便是冲天起 带起三棚雪花 在五仙山上空的云端绽放开来 让在场所有生灵 包括云端那些真仙老祖 都是一时失省 但顾长青 可没有工夫等他们从震撼中慢慢回神 他的目光 转落到朔国仅存的那两位五大仙朝的真仙老祖身上 再度开口 声音 依旧是无比的平静 现在告诉我 你们的回答是什么 是投降 还是继续顽抗 感受着顾长青平静中 不带一丝情绪波动的目光 五大仙朝最后残余的那两位真仙老祖 彼此对视一眼后 各自深吸一口气 而后 便是在五仙山上下 无数仙道生灵震撼的目光注视下 扑通一声跪倒在了顾长青面前 恭恭敬敬敬 便是扣了一个响头 我等 愿意归降 还请殿下饶恕我等此前的冒犯之罪 第七百八十三章 逃 你逃得掉 五仙山上下 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是默默看着那跪倒在顾长青面前的两位真仙老祖 久久说不出话来 真仙老祖 何其尊崇 毫不夸张地说 每一位成就真仙境的存在 在他们年轻时 都是他们同时代仙道生灵里堪称天骄的人物 每一个都是踩着无数同辈天才的头顶 才得以走到今日的高度 也正因此 凡是修成真仙的人物 心中都自有其傲气 就算是投身到仙尊门下 各大仙尊道统的真仙也都可以做到长老尊位 在仙尊面前有着一定的尊严与骄傲 似真仙跪地效忠的情况也不是没有 但这种情况 很多都只是对仙尊 仙王这种级别的人物表示 可顾长青 是什么境界 不过经仙境而言 但 看着那两名跪倒在地的真仙老祖旁边 已经死的不能再死 只剩下双眼 还突然圆争着 死不瞑目的狐猎真仙三人的尸骸 所有人心中的震撼 也都有了释然的出口 这位长青殿下 或许修为还不是仙尊敬 但他的实力 却胜似仙尊 真仙的骄傲 在这样的天骄面前不复存在 也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众人心中震撼无边 顾长青只是微微汗手 示意两人立下混沌誓言 确定只要他们对自己乃至顾家族人 滋生出一份恶意 都会瞬间受到誓言反噬后 顾长青便放心将收容五大仙朝俯库 麾下强者的工作交给这两人 而后 他身形一闪便出现在了玲珑仙朝的非洲上 看到顾长青到来 玲珑仙朝的非洲上 一众仙朝高手都是不自觉秉息凝神 探想顾长青的眼底都是有着浓浓的敬畏之意 就连那两位玲珑仙朝的真仙 都是毫不例外 虽然他们是真仙老祖 地位尊崇 但顾长青是才那一战 已经证明了他此前斩杀二十余尊真仙老祖的战绩是真非假 区区真仙境的修为 可不足以让他们心底产生出足够的底气来面对顾长青 告诉我 青雀是怎么回事 顾长青的眸光平静 只是看着玲珑仙朝那两位真仙老祖 轻声开口 他已经从那虎猎真仙的弟子记忆中 知道青雀是被玲珑仙朝抢逼着送过来 充当于五大仙朝和解的筹码 但具体玲珑仙朝是如何做的 顾长青并不清楚 所以他特意过来要将这里面的曲折弄个明白 顾长青的眸光并没有多少情绪波动 但只是他的眼神便让在场的玲珑仙朝高手喘不过气来 而那两位玲珑仙旁边站着的乌龙金仙更是大气都不敢喘 他还有他所在的那一派系的仙道高手 可是在这段时间针对青雀还有青雀出身的青氏一族出了相当大的力气 青族原本是玲珑仙朝的大族之一 其老祖青明亦是玲珑仙朝有数的无上惊仙 但现在青明已经被玲珑仙朝的高层以叛逆之最囚禁 青雀这位青族大小姐更是被充当了和解的筹码 拿来讨好五大仙朝 这些都要拜乌龙金仙 还有他背后的乌氏一族所赐 之前在乌龙金仙看来 顾长青已经没有翻身的可能 连带着同顾长青交好的青氏一族都没有什么好忌惮的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事情竟然还会出现这样的逆转 乌龙金仙心中追悔莫及 玲珑仙朝那两位被顾长青质问的真仙老祖 心底更是恨不得将乌氏一族满门千刀万挂 若非他们在过去这段时间上蹿下跳 煽风点火 玲珑仙朝即便要结好五大仙朝 也不至于做得如此决绝 眼下倒好 面对顾长青的质问 他们一时间都不知该从何说起 看着这两位玲珑仙为难的模样 顾长青眉头微皱也懒得在废话 只是看向旁边的青雀 青雀 你来说说 青雀仙子此时也已走了过来 听到顾长青的招呼 青雀连步轻移来到顾长青身边 看到青雀走来 玲珑仙朝那两位真仙老祖 顿时朝他投来了哀求的目光 青雀犹豫了一下后便轻声将情况说了一遍 他并没有隐瞒什么 玲珑仙朝上下 上至真仙老祖 下至乌龙这种精仙高手 对青氏一族的所作所为 都被青雀尽数告知给了顾长青 亦是让顾长青的眼底浮现寒芒 玲珑仙朝倒是很会做选择吗 顾长青和青雀也算有些渊源 虽然并没有太过亲密的关系 但青雀清明在万朝战场上 多次站队到自己这一方的助力 顾长青可是记得清清楚楚 站在自己这边的盟友 被玲珑仙朝如此对待 顾长青怎么可能容忍的了 长青殿下 我等只是被奸人挑拨啊 感受到顾长青眼底的寒意 玲珑仙朝那两位真仙本能都是一颤 连忙出生辩解 而旁边那乌龙金仙见势不妙 直接掉头 顾不得身边还有两位真仙在侧 他运转顿术 身化顿光 就想要逃离这片区域 但顾长青怎么可能放过他 逃? 你逃得掉啊? 顾长青冷哼一声 话音落下间 眼眸之中一道神芒乍起 如雷霆般的神念便是狠狠轰入到 那乌龙金仙的十海之内 直接将乌龙金仙神魂灭杀 斩杀完了乌龙金仙后 顾长青的目光才是再度看向青雀 你或者你身后的青氏一族 可有意做着玲珑仙朝的新主 他顾长青从来赏罚必性 既然青氏一族 是因为帮了他才有了这份劫难 那他自然要对这份帮助 给予一定的报酬 而正好 玲珑仙朝作为顶级的针线道统 他们的传承 顾长青也同样在意 之前是没有机会 现在既然玲珑仙朝主动送上门 顾长青也不准备轻轻放过这玲珑仙朝 若是有清雀 清明等青氏一族的高手 这些玲珑仙朝的本土势力帮忙 顾长青既然已经覆灭了五大仙朝 也就不介意再多解决一个 听到顾长青的话语 清却还没有来得及回答 倒是玲珑仙朝过来的那两位真仙老祖 先是屏住了呼吸 眼中都是写满了紧张之意 玲珑仙朝作为顶级的真仙传承 仙朝内的真仙老祖加起来 也有七八位 而顾长青只是一介惊仙 放在以往 顾长青说出这种话语 只会让人觉得他是在讲笑话 但在亲眼目睹顾长青杀真仙如屠狗 强势逼响两大真仙老祖的场面后 这两位真仙毫不怀疑 如果顾长青愿意 绝对能够轻松将玲珑仙朝换个主人 而在这个过程中 顾长青自己肯定不会有什么损伤 有顾长青庇护的清氏一族 也不会出现太多损失 但玲珑仙朝其他势力 在这场风波中 恐怕就免不了受到各种损失了 这样的动荡 显然不是他们两人愿意看到的 好在就在他们紧张之时 清雀也是回过神来 初听到顾长青的话语时 清雀也是被吓了一跳 但很快他就冷静了下来 针手轻摇 殿下的好意 小妹心领了 但小妹自觉 我清氏一族 还不够资格扛起一方仙朝的大点 犹豫了一下后 清雀美眸中浮现出极谋坚定 又有几分紧张 看向顾长青轻声道 若是殿下愿意 我清氏一族今后 愿意追随殿下左右 做殿下的追随者 不知殿下 可愿给我清氏一族这个效力的机会 第784章 顾长青的霸道 这次被玲珑仙朝的高层当作筹码 送出去和五大仙朝和解 清氏一族上下 包括清雀在内的心 都已经被玲珑仙朝伤透 他们清氏一族 也是玲珑仙朝开国之初 就已经加入的势力 无尽岁月来 不知为玲珑仙朝立下多少功劳 如今却被玲珑仙朝如此对待 清雀想起 都是觉得迟冷 再也不愿意回到玲珑仙朝 再加上 清雀忍不住偷眼看向顾长青 小脸 都是不由浮现出了极许红玉 而顾长青听到清雀的请求 却是一阵 忍不住多看了清雀几眼 这一看 倒是让顾长青眼中 也浮现出了极许惊异 在顾长青的系统鉴定中 眼前的清雀 却是身怀少有的清皇仙谷 这是货真价实的五品仙命 这意味着 只要清雀不陨落 按部就班修炼 他都能够顺利突破到先尊境界 这样的天赋 虽然现在还帮不上自己什么忙 但只要稍加培养 绝对是自己未来的一大壁主 而且 清雀本身的修为也不低了 一身实力 已经接近无上惊陷的层次 收入到自己麾下后 未来正好可以做自己子女的护道人之一 这可比自己逼降的那两个真仙 还要更为稳妥 想到这里 顾长青对清雀的投靠 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当即汉手回应 既然你心意已决 那今后 你就追随我左右吧 至于清氏一族 顾长青目光看向那两位玲珑仙朝的真仙 冷冷说道 清雀接下来就随你们回去 带出清氏一族离开玲珑仙朝 这期间 你们不得拦阻 更要妥善安排好清氏一族的迁移 若是再有意外 玲珑仙朝便不需要再传承下去了 你们明白吗? 明白明白 感受到顾长青话语中的含义 这两名玲珑仙朝的真仙老祖 点头如捣饭 哪里敢说半个不字? 很好 看到他们这般模样 顾长青眼中终于多了几分满意之色 微微焊手后 他继续说道 此外 我要你们玲珑仙朝 所有的传承道书 全部印刻出一份副本准备好 我届时会去一趟玲珑仙朝 接引清氏一族的同时 顺便取走 你们可有什么问题 要我玲珑仙朝的所有传承道书 这 其中一位真仙 听到顾长青这第二项要求 不禁表情微变 传承道书 对任何一家道统来说 都是根基中的根基 不可能随意交给一个外人 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便被旁边那位真仙老祖狠狠打断了 长青殿下放心 我等没有任何问题 一定准备好 只等殿下 您到时候过去拿就行了 说着 他还不忘狠狠瞪了那还在犹豫的真仙老祖一眼 冰冷的眼神 瞬间让那位真仙老祖反应过来 以顾长青的实力 他真要想拿玲珑仙朝的传承道书 就算玲珑仙朝举国抗拒 也不过就是让顾长青多杀几个人而已 现在只是要复眷 再不知好歹拖拖拉拉 那就是他们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可怨不得旁人 一念即此 这位犹豫的真仙老祖也是连忙点头 如小鸡灼米 安排完了玲珑仙朝这边 目送清雀跟着这两名玲珑仙朝的真仙老祖 踏上返回玲珑仙朝的路途 顾长青收回注意力 目光转落到五大仙朝剩下的这些仙道高手身上 随着五大仙朝一众真仙死的死 想的想 原本不可一世的五大仙朝 连带着他们组建的五仙盟都是成为了过去世 那些前来五仙山 希望与五大仙朝结好的真仙老祖们 也都各个毫不客气 在第一时间暗落云头 将原本准备送给五大仙朝的礼物 尽数承送到了顾长青面前 并且比他们原本预计送给五大仙朝的礼物 还要丰厚一大劫 对于这些势力送来的礼物 顾长青自己也是来者不拒 悉数收下 而他逼降的那两位真仙老祖 也帮了顾长青不少忙 有他们两个带队 五大仙朝的各项战利品 尤其是顾长青最为在意的那些传承道书 很快就被整理了出来 数日后 五大仙朝战利品 悉数清点完毕的顾长青 便是带着自己此战的收获再度启程 离开了五仙山 不过 他并没有返回逍遥界 而是先启程前往玲珑仙朝 预备将玲珑仙朝的传承道书 也给一并收拢后 再带着这些收获一起返回逍遥界 按照余图指示 接下来要先进入文山城 借助文山城的传送阵 进入雷音宗的势力范围 再从雷音宗设立的传送大阵出发 辗转三个传送阵据点后 差不多就进入玲珑仙朝的势力范围了 不同于诸天万界 仙界各个界域都设立有很多公共传送阵 方便先到高手进行长途赶路 毕竟 仙界有混沌法则禁止 就算是顾长青 如今极限顿速 也很难做到像在诸天万界时那样 一瞬跨越一方世界那般恐怖 而且 仙界的疆土要比下界各个大世界广袤得多得多 真要是靠顿竹赶路 就是顾长青修成了指使天涯 想要从五仙山赶往玲珑仙朝 没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也是万难做到 但若是借助传送大阵 那效率就高多了 就像顾长青现在这样 只是花费了数日时间 他便顺利来到了赤岳城 距离玲珑仙朝实际控制的疆域 只剩下不到半日的路程了 走出赤岳城的传送阵 顾长青正准备离开 忽而间 他的神势一动 目光不由看向赤岳城西南方向 他能感觉到 西南方向那片山谷中 正有一股玄妙契机 正在暗中孕育 这种契机 无比灵力与强势 看起来应该是某种先兵 而且品级似乎不低 最少 也是真仙皆终极的先兵 顾长青的心中微动 他现在 随着修为提升 神势同样也迎来了蜕变 原始杀剑的提升 也可以再度提上日程 只是四重原始杀剑 蕴藏原始杀阵的阵纹 和红杰先兵所能相比 若非在万朝战场上 顾长青机缘不小 遇到了数处混沌天池 得以借此将原始杀剑洗练过一番 原始杀剑想要提升到真仙皆的层次 估计还要花费不小的功夫 但提升到真仙皆层次后 原始杀剑的提升难度也是 再度飙升 就顾长青的预估 没有上百宗真仙皆的先兵 作为基础 原始杀剑想要继续蜕变 是万万难做到 而他之前 剿灭幽冥仙朝在内的六大仙朝 虽然收获颇丰 可加起来的仙料仙兵 也就只够原始杀剑 蜕变所需材料的三分之二 还有相当的缺口 急需补足 所以顾长青 对仙兵 仙料的情报 都是颇为在意 此刻 察觉到赤月城外 似乎有一宗仙兵正在孕育 顿时就让顾长青 生出了前往一探的心思 不过 就在顾长青 准备动身的时候 他突然听到 传送阵外传 来了一阵骚动的声音 本座今日 便将话放在这里了 你们语族 想要用我赤月城的传送阵 没问题 但你们 要拿出万眉元金来 少一个子都不行 传送阵外 一名披甲天仙 神情傲然 冷笑一声 盯着面前 一众仙道高手开口 语气里那股斩钉截铁的意味 任谁都能感受得出来 他是赤月城的城主 掌控这座传送大阵 所有使用这方大阵的仙道高手 都要向他缴纳元金 作为使用费用 但正常情况下 一人的费用 也不过就是一枚元金的价格 即便是极限传送距离 两三枚元金 也就是极限了 就算语族这群仙道修士 数量众多 加在一起 五六百枚元金的价格 也就顶天了 而这位赤月城主 直接喊出一万枚元金的价格 说狮子大开口 都是毫不夸张 以至于 不要说语族众人 就连周遭那些 正在进出传送阵的生灵 都是不由 驻族看过来 表情都是有些错愕 就连顾长青 都是不由微微挑眉 一万元金 对如今的顾长青来说 已不算是什么大钱了 但对一般的仙道生灵而言 却堪称天文数字 语族这群人 虽说有几位金仙带队 但修为普遍 都只是金仙二三重天 显然只是 一般的金仙道统 整个族群 加起来的财富 可能也就两三万元金 赤月城主这一开口 就等于要去了一个仙道族群 一半的财富 更不用说 他的修为只是天仙 却敢勒索羽族这种拥有金仙坐镇的族群 让顾长青 都是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而羽族众人 尤其是那些年轻的羽族修士 在听到赤月城主开出的架码后 一个个脸上 都是浮现出了 愤怒与不平之意 不少年轻的仙道修士 更是握紧拳头 咬紧牙关 恨不得出手 将这个勒索他们的赤月城主 斩杀在这里 但感受到他们眼底的杀鸡与怒火 赤月城主的眼中 却不见有愤好畏惧 他鼻孔朝天 痴笑一声 怎么 想要对本座出手 告诉你们时代已经变了 曾经庇护你们的青族 都已经将要倾覆 你们这些 昔日青族的附庸 不慎着现在这个机会 逃出玲珑剑 等待你们的 就是万劫不复的命运 你们大可以出手 将我斩杀在此 但我也不怕 告诉你们 我若死 这赤月城的传送阵 也会跟着崩解 而距离赤月城最近的 另一座 可以传送出玲珑剑的传送阵 还在三百万里开外 等你们赶过去 你们羽族 昔日那些仇人 怕是早已追上你们 向你们举足 尽数覆灭了 怎么样 是交钱 还是丧命 快点做出选择吧 本座可没有多少耐心 听着赤月城主那嚣张的话语 羽族那些年轻的强者们 牙齿都要咬碎 但到底 不敢真的出手 袭杀着赤月城主 而羽族那几位带队的金仙 脸上也都浮现出凄凉之意 赤月城主所说的话句句属实 他们羽族现在逃到赤月城来 也正是赤月城主所说的 为的就是尽可能早地逃出玲珑剑 免得因为失去靠山 而被仇家覆灭 看着赤月城主有恃无恐的模样 几名羽族金仙对视一眼 都是欺然一叹 便准备交出元金换来进入传送阵的机会 看着他们的动作 那赤月城主的脸上得意之色都是愈加浓郁 眼看着一大笔横财就要到手 他的眼底都是愈加炽热 但 就在羽族众人准备老老实实缴纳元金的时候 旁边一直未曾开口的顾长青 听到赤月城主那番话后 却是眉头一挑 站了出来 第785章 此女留下 赤月城主那番话 嚣张无限的同时 也为顾长青解答了疑惑 眼前这所谓的羽族众人 应该是昔日清雀出身的清氏一族附庸 但之前 因为顾长青的缘故 清雀所在的清氏一族都被清妇 清雀本人 更是被玲珑仙朝的高层强行带走 充当和解的筹码 清氏一族这些附庸们的处境 自然也跟着一落千丈 这羽族 显然也不例外 失去了清氏一族的庇护 昔日与他们有恩怨的那些势力 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报复的机会 想要保全家族 就只能逃出玲珑仙朝 远走他乡 而这 也就给了赤月城主这种地头蛇 敲诈勒索的机会 若是顾长青没有遇到他们 也就罢了 眼下既然遇到 也算和自己有些渊源 顾长青自不介意顺手帮上他们一把 当即便站了出来 看向羽族众人淡胆开口 你们现在不用担心什么报复 可以安心返回玲珑仙朝 清族的灾祸已经解除 等你们回去后 你们的仇家非但不敢对你们出手 更会主动登门 向你们赔礼谢罪 祈求宽恕 顾长青声音平静 淡然开口 让在场众人都是不由一愣 齐齐朝他这边看过来 眼底都有错额 清族亲父 算是玲珑界最近的一桩大新闻 毕竟清族拥有无上惊仙作证 不单在玲珑仙朝内部地位尊崇 就是将范围扩大到整个玲珑界 也是相当顶尖的势力 这样一方道统就因为站错了队 而在一夜之间大傻轻塌 很多知情的仙道生灵都是对此唏嘘不已 但也正因为知道内情 他们虽然对羽族的遭遇颇为同情 但无人敢站出来 为羽族说上哪怕一句话 毕竟羽族背后的靠山 清族得罪的可是五大仙朝 有这一桩因果在 别说清族就是清族有关的附庸 都是无人敢和他们有半分联系 而现在 这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一个惊仙 竟然张嘴说什么 清族的灾祸已经被解除 这家伙是来搞笑的吧 那赤岳城主原本见到顾长青出面 还有些忌惮 顾长青如今展现在外的修为 已然与惊仙无异 赤岳城主笃定羽族不敢对自己动手 可不敢保证这过路的惊仙不会对自己动手 但听到顾长青的话语后 赤岳城主原本的担忧都是削减了许多 看顾长青的眼神都是充满了嘲讽 嘖嘖 这位金仙前辈还真是好大的口气啊 什么清族的灾祸已被解除 前辈你知道清族惹下的灾祸有多大吗 说完那赤岳城主目光更是转落到羽族众人身上 嘲弄一笑 羽族的诸位 你们可听到这前辈的话 你们信不信 若是信 你们就上前来 先斩了本座的首级出口恶气 再高高兴兴回到玲珑仙朝的地城 回到你们羽族祖地的所在庆贺一番 只希望你们到时候不要为此懊悔就是了 听着赤岳城主嘲讽的话语 羽族不少年轻高手眼中都是怒火流转 但带队的那几位羽族金仙暗中催动威压 死死压住了他们 让他们难以有所动作 而后这几位老成的金仙目光也不禁看向顾长青 眼中同样有欺苦之意 苦笑拱手道道有的好意 我羽族众人谢过了 但我羽族如今的处境并非道有一番好意就能挽回的 在羽族这几位金仙看来 顾长青之所以说那番话 八成是想借此下退赤岳城主 好给羽族众人解围 让他们能不用缴纳那么多元金 便顺利通过赤岳城的传送阵 只可惜 这番话吹嘘的实在有些太过 非但没有下注赤岳城主 反而起到了返效果 但这终究是顾长青一番好意 羽族几位金仙仍是郑重躬身 向顾长青表达了谢意 之后 其中一位金仙便是带着准备好的元金上前 堂堂金仙面对赤岳城主一个天仙 依旧恭恭敬敬 恭身行礼 双手将那元金承送上去 这样的场面 让在场很多仙道高手看了 都是无比唏嘘 而赤岳城主 只觉得心底快意不已 他分出一缕神石 在那储物袋中叹了一叹 只是一瞬的功夫 那储物袋内蕴藏的冲天元气 便让他神魂都是激荡起来 整个人都是飘然无比 但看着羽族众人 尤其是那些年轻的羽族天骄们 眼中的愤怒不平 再加上顾长青之前那番话语 赤岳城主心中 却又忍不住生出了戏弄之心 啪的一声 他将那带元金抓在手中 但并未如羽族众人期待那样 开启传颂阵 一双眼 反而看向羽族众人那些女郡身上 最后在一道倩影上停顿 眼底露出银血的光芒 这是一位绝色女仙 她身材高挑 肌肤如玉 黑发如铺垂落至腰间 一身银甲精巧 包裹玲珑胶躯 衬托出动人曲线 她的一双玉手 握着一杆淡银色的鲜毛 鲜毛之上 灵光点点 更为其增添了几分鹦鹉洒爽的气质 让人一眼看去 便难以忘怀 感受到赤岳城主的银血视线 这位女仙的眼底 顿时生出怒火 眼眸之中似有雷霆飞舞 肌肤上鲜光流淌 整个人都生出了浩荡战气 几乎要直冲云霄 赤岳城主 我羽族已经将你要求的元金交出 你还不开启传送阵吗? 羽族几位老成精仙 同样注意到了赤岳城主的目光 众人脸上也都有怒意浮现 当即齐齐上前 呵斥那赤岳城主 但赤岳城主却丝毫不惧 直接抬手一点那位赢家女仙 冷笑道 放你们走 可以 但此女要留下 不然 你们羽族就都留在这里吧 或者 那赤岳城主 邪腻了顾长青一眼 示意羽族众人看向顾长青 你们也可以听这位金仙前辈的话 直接斩了我 再回玲珑帝城 等着你们那些仇家上门赔罪 怎么选 你们自己决定 你 看着赤岳城主 那不要脸的模样 羽族最老成持重的几位金仙 都快按捺不住目虎了 而顾长青 神情却很平静 并没有再开口 情况 他已经说明了 羽族众人不信 他也不在意 若是羽族 真的被这赤岳城主唬住 再继续退让 那只能说明羽族不过如此 就算没有今日这场灾祸 这样的族群 时早也会衰落下去 暂时低头 偶尔苟且 勉强算是生活的智慧 但一个族群 若是只知道忍让 苟且 那就注定只会没落 凋零 顾长青收回视线 他已经准备离开 去看看赤岳城外 那方山谷中蕴藏的仙兵 到底为何了 但 就在这时 那位被赤岳城主盯上的赢甲女仙 却是抬起了头 她角色的脸庞上 浮现出了一抹决然之意 看向那赤岳城主 如星辰般璀璨的双眸中 有着雷霆般的杀鸡流转 让赤岳城主的呼吸 都是陡然一致 赤岳城主下意识后退了一步 张张嘴想要说些什么 但那位女仙 却没有再给她机会 我羽族 也曾为玲珑仙朝 立下汉马功劳 不知多少仙祖战死沙场 也不愿向一国外族 卑躬屈膝 我等身为羽族之后 哪怕此事衰落 也不该屈辱到被一个恶人 一而再 再而三的羞辱逼迫 银甲女仙轻声开口 话音落下间 她的带眉挑动 银甲绽放冲天仙芒 如同一道银色的流星掠过长空 身体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 而真身已经出现在了赤岳城主的身后 噗哧 一道肉体破裂之音便是在传颂阵上空响起 在一众仙道高手震撼的目光注视下 这位修为只是天仙一重的女仙 竟是一毛洞穿了修为 已然真挚天仙圆满的赤岳城主眉心 将她的神魂都是搅碎为了灵光碎线 第七百八十六章 拜师 轰隆隆 随着赤岳城主的陨落 赤岳城的传颂大阵顿时随之崩解 让周围震撼的众人都是回过神来 尤其是羽族那几位惊仙 看那位银甲女仙的目光都是无比复杂 少主 您此举真是太冲动了 银甲女仙与族少主于尔文言 却只是微微抬手 将自己的仙毛从赤岳城主死不瞑目的尸骸中抽出 收回到面前 一双眼中却并无半分懊悔 只有一抹决然之意 诸位祖老难道还不明白 我羽族眼下已经无路可退 即便今日没有赤岳城主 未来还会有黑岳城主 白岳城主 我羽族能做的选择只有两条路 要么站着死 要么跪着死 当然 说到最后 那鱼眼忍不住抬头 看向不远处的顾长青 虽然几位祖老们都觉得 顾长青那番青族灾祸已经解除的话语 只是为了唬人的谎言 但他的直觉却告诉他 顾长青说那话的时候 可没有半分说谎时该有的心虚表现 这 羽族那几位祖老可远没有鱼眼那般乐观 听着鱼眼那番话 他们只觉得心中无奈 就在这时 顾长青的声音再度传来 引得众人都是不由看得过去 顾长青没有在意众人目光 只是看着那鱼眼眼中浮现出极许欣赏 微笑开口 你的天赋不错 若你愿意 本座可给你一个弟子名位 今后 你就追随本座修行 不知你 意下如何 收羽眼为徒 并非顾长青一时冲动 随着顾长青眸光 在羽眼身上凝食 羽眼的各项属性 也同样映如顾长青的眼中 这位羽族出身的天骄 其天赋之优异 并不比他们侍奉的主家 清族的少主清雀差 清雀的命格 是无品先命 清皇先古 而眼前的羽眼 同样也是无品先命 有水先体 这等级别的天骄 已经够资格 做自己子嗣未来的护道人选 再加上 羽眼之前那番话 尤其是最后雷霆抱起 斩杀赤月成主的抉择 让顾长青 都是颇为欣赏 这才有了眼下这疑问 听到顾长青的声音 羽眼连忙抬头 感受到顾长青的视线 看着顾长青那俊秀如神的面容 她的脸上 不禁泛起一抹红韵 眼下顾长青 虽是一身素衣 但仍旧难掩她的绝代仙姿 一双眼眸更是明朗无边 仿若运着一方星河 只是一个眼神 便让在场诸多女修 都是芳心怦然 羽眼都没有例外 但她的性情 到底不俗 很快便恢复了过来 一颗玲珑心窍 更是转动了过来 若顾长青之前所说 青族灾祸已经解除的言论 只是用来吓唬赤月成主的话语 那她现在 断然不会开口说自己为徒 但现在顾长青主动开口 这不就说明 她之前那番话 是真非假 想到这脸 羽眼美眸之中 洗衣玉农 当即跪拜在地 承蒙前辈不弃 晚辈愿追随前辈左右 顾长青微微一笑 抬手画出一道仙光 将她扶起 而旁边的羽族众人健壮 却都是焦急不已 他们对羽眼的天赋 并没有顾长青估算的那般准确 但也笃定 羽眼未来 是有望成就无上惊心的那一档 这样的天赋 已经相当难得了 只要羽族能够逃出玲珑仙巢 以羽眼的天赋 随便去到一个真仙势力 败入真仙门下 都是稳稳当当 届时羽族 也能够借助羽眼师门的庇护 重新站稳脚跟 但现在 羽眼就这样稀里糊涂 败到了顾长青这样一个精仙门下 这和羽族之前对羽眼的预估 可谓南辕北辙 让羽族众人 如何淡定的了 就连羽族那几位精仙族佬 都是无比郁闷 但眼见的羽眼已经大礼败到 师徒名分已定 加上顾长青之前 也曾帮羽族出面说话 他们即便想要反对 也不好意思开口 只能将这份郁闷埋在心底 而且羽眼能想到的点 他们冷静下来后 也同样反应了过来 这位道友 既然不介意收尹为徒 不介意和我羽族扯上关系 那看来他之前那番话 并不是虚言 青族那场灾祸 真的被解决了 一众羽族高手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但眼下 即便他们还心有怀疑 也没有了回头路 赤岳城主已经被斩 赤岳城的传送阵 也一并消亡 就如赤岳城主之前所说的那样 羽族现在就是想继续逃难 也逃不出仇家的追杀 既然这样 还不如一条道走道黑 干脆就信了顾长青的话语 直接调转方向 朝着玲珑仙朝的地城赶回 顾长青 倒没有和他们同行 羽族众人的仙周 速度太慢 他看不上是其一 其二 则是他准备再去赤岳城外 那片山谷中看看 将那宗即将出世的仙兵收取后 再去玲珑仙朝的地城也不迟 和羽族众人暂时分开 顾长青这边 前往赤岳城外的山谷 等待数日后 那宗先兵出世 而羽族众人则是怀着忐忑的心情 踏上了返回玲珑地城的道路 一路兼程 大约十余日后 羽族众人 终于抵达了玲珑仙朝的地城附近 看着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地城轮廓 羽族众人心底 都是愈发紧张起来 我羽族未来的命运 会是何等情况 马上就要见分晓了 只消那位长青殿下 说的真的是实话吧 早知道 我们该和那长青殿下同行的 他虽然收了影为徒 但又不愿意和我们同行 说不得只是在戏耍我们 羽族众人 各个低声议论 心底都是无比紧张 唯独羽影 神情坦然 少女身怀忧水仙体 生来气韵不俗 乃是仙界人族的大气韵者 对于手握众生古卷 可汇聚众生气韵的顾长青 有着一份直觉的亲近与信任 族人们对顾长青 仍有怀疑和担忧 但羽影却是个例外 虽然相处时间不长 但师尊他 绝对不是那种会戏耍我们的人 看着羽影坚定的双眼 羽族几位精仙祖老 彼此交换了一个目光 都是忍不住想要叹息一声 都说女大不中流 他们今日算是见识到了 就在羽族众人胆慨之时 忽而间 由羽族负责探查周遭动向的仙道高手 神识延伸到数百里外 看到了地城外千里处的景象 却是不由的惊呼出声 诸位祖老 大小姐 你们快放出神识看看 那边立在云端的莫非是一众老祖 嗯 你说什么 听到那位族人震撼的话语 一众羽族高手 都是齐其一正 当即放出神识 头向远空 而后呼吸都是未知阴宁 在他们的神识探查下 玲珑仙朝一众真仙老祖 玄缺真仙 银公真仙 龙玉真仙 连带着玲珑仙朝的开国老祖 玲珑仙在内 足足八位真仙老祖 悉数立在云端 正恭恭敬敬 势立在一对祖孙的身后 这样的场面 让羽族众人 都是瞠目结舌 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 这是什么情况 玲珑老祖 常年闭关 试图冲击到真仙九重的层次 怎么现在突然出关了 还有那位银公老祖 他千年前还在一方秘境中受过到伤 平日都是留在地城进宫中调养 现在怎么也强撑着伤体出来了 那对祖孙到底是什么来头 竟然值得这些老祖们 如此客气 难不称 是某个先尊道童走出的人物 一众羽族众人都是不淡定了 就连羽眼都是忍不住催动神识 想要看清那对祖孙的面容 但那对祖孙身后 站着的真仙老祖们 数量实在太多 气息实在太强 他们怎么都难以越过这些老祖们的气息威压 看清那对祖孙的容颜 好在 随着仙周行驶 他们同那对祖孙的距离也在不断拉近 终于在片刻后不用神识 也能看清那对祖孙的面孔 但当他们看清那对神情肃然的祖孙 其面孔之后 上至羽族那几位金仙 于尔这位羽族少主 下至羽族的诸多女眷孩童 都是不由睁大双眼 石海激荡 神魂恍惚 只怀疑自己是在做梦 只因为那对祖孙不是别人 正是清雀清明 在玲珑仙朝世人眼中 已然陷入绝路的祖孙二人 这 这到底算是个什么情况 第787章 清雀的错愕 羽族仲仙立在仙周甲板上 呆愣愣的看着清明清雀祖孙二人 一个个心底都是有着滔天震撼 久久难平 有顾长青之前带来的情报 他们心中对清世一族的处境 都有一定的预期 但在那些预期中 最好的情况 也不过就是清世一族 恢复昔日鼎盛的情况 能够庇护住羽族 不至于让羽族被那些仇家瓜分而已 但现在这算什么情况 恢复昔日鼎盛 看看清明清却身后跟着的 那如同侍从一般的八位真仙老祖吧 清世一族历史上最鼎盛的时候 都不敢奢望这种阵容好吗 就在羽族众人震撼的时候 清雀这边也注意到了羽族这艘仙舟 一双美眸中顿时浮现出惊喜之意 羽族和清族虽然名义上是附庸 但两族的关系颇为密切 羽尔和清雀更是情同姐妹 原本清族遭结时 清雀对羽尔还有羽族心中都是颇有亏欠 此刻看到羽尔等人平安无事归来 清雀心中怎能不喜 当即清雀便对羽尔连连招手 羽尔快来快来 羽尔一愣连忙迎了上去 她的心中也有许多疑惑 希望能得到解答 但还不等她开口询问 清雀身后 玲珑仙朝那群真仙老祖看她过来 都是连忙对羽尔攻身行礼 一张张老脸上都是堆满了讨好 甚至近乎谄媚的笑容 老夫见过羽尔小姐 羽尔小姐果然是我玲珑仙朝的天之娇女 果然不凡啊 看着那些真仙老祖们恭敬客气的模样 羽尔被吓得连连摆手 让开声位 诸位老祖别这样 晚辈哪里感受诸位老祖的大礼啊 受得起 受得起 只要羽尔小姐同清雀小姐多说说话 让清雀小姐开心点 稍后在殿下面前为我们多多美言几句就行 正是正是 羽尔小姐可千万不要客气啊 那几位玲珑仙朝的老祖连连说着 脸上满是笑意 心中却是无比懊悔 若是早知道顾长青实力如此恐怖 他们做梦都不会将清雀还有青氏一族 当作结好五大仙朝的筹码交出去 若是他们能够硬气到底 今日的处境又怎会这般尴尬 以至于对羽尔这样一个天仙后辈 都是如此恭敬 看着那群真仙老祖们苦涩的笑脸 羽尔心底的疑惑都是愈发浓郁 忍不住看向清雀 医生问道 清雀姐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看着羽尔疑惑的样子 清雀微微一笑 对于之前想要将自己当作筹码 送给五大仙朝的这群玲珑真仙 清雀心中可没有半分好感 所以之前她的脸色才会那般严肃 但对一直被她当作妹妹的鱼影 清雀就没有那般冷漠了 但还不等清雀为鱼影解惑 远处云海中一道明光疏忽亮起 一尊身影 欲见而来 不是顾长青 还能是谁 顾长青心中 此刻亦是颇为欣喜 赤月城外那片山谷中出世的仙兵品级不俗 乃是一宗货真价实的真仙街高级仙兵 虽说还不足以凑够顾长青提升原始杀阵所需的缺口 但守候几日就能够收获一宗这种品级的仙兵 回报也称得上丰厚了 再加上还收了鱼影这尊五品仙兵级别的天骄弟子 此次玲珑仙朝之行 倒是称得上不须此行 顾长青心中感慨 而羽族众人还有鱼影 清雀清明也都注意到了顾长青的到来 眼中皆是有喜意浮现 是那位长青殿下来了 是师尊 师尊他也赶过来了 鱼影美眸中也是浮现出欣喜 而听到他的话语 旁边的清雀顿时震住 有些意外的看着鱼影 银儿 你 你被殿下说为弟子了 清雀的语气无比复杂 他的心中对顾长青也是极为仰慕 不然也不会主动提出追随顾长青的请求 但比起追随者 显然还是做顾长青的弟子更为亲近一些 这让清雀怎能不羡慕鱼影 清雀语气中的变化 亦是被鱼影捕捉到 让他都不免有些疑惑 但还是下意识点头回应 我是拜殿下为师尊了 清雀姐姐也知道殿下的名号 清雀文言一正 眼中的复杂化为疑惑 忍不住上下打量了鱼影一遍 又看向羽族那边 见到羽族众人和鱼影一样 虽然惊喜 但对顾长青的敬畏却并没有多少后 慧智蓝星的他哪里还不明白 羽族众人恐怕还不清楚顾长青的真实身份 我这个影妹妹还真是好运气啊 清雀心底不仅有些酸楚 但很快就示然一笑 正想同鱼影说明顾长青的情况 当时玲珑仙朝那一众真仙老祖已是迫不及待 齐齐上前面朝顾长青公身行礼 那般姿态 用卑躬屈膝来形容 都是毫不为过 我等参见长青殿下 多谢长青殿下宽宏大量 赦免我等罪过 说着 玲珑仙朝最强的那位老祖 玲珑仙便是主动上前 恭恭敬敬 将早已准备好 铭刻着玲珑仙朝所有传承道书的玉佩 承送到了顾长青的面前 此媒玲佩中 承载着我玲珑仙朝自在下立国以来收录的各色传承功法 混沌道书 统共三万七千六百十三卷 今日悉数献于殿下 仪表我等 终景之心 一句话 却是让羽族众人都是瞠目结舌 尽数呆滞 我 我刚刚听到了什么 玲珑老祖在向长青殿下行礼 还献上了仙朝收录的所有传承道书 他还说 感谢殿下赦免他们的罪过 殿下到底什么来头 能让他们这些真仙祈求赦免 一众羽族众人眨着眼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每个人的眼中都是写满了迷茫 就连羽族那几位金仙祖老 都忍不住朝着羽眼这边看过来 袭击着羽眼 作为顾长青的弟子 能够多一些情报 为他们解惑 但羽眼回过来的视线里 蕴着的迷茫 却并不比他们少伤几分 清雀姐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羽眼深吸一口气 努力想平复下内心的震撼 但怎么也平复不下来 只能看向旁边 神情平静 显然对这一幕早有预料的清雀 清雀看着那些像顾长青 卑躬屈膝的真仙老祖 又看着云端白衣圣雪的顾长青 一双眼眸中满是憧憬与恋慕 听到羽眼的声音 他才回过神 这才意识到自己方才的失态 翘脸不由一红 连忙低声道 不要急 我这就和你讲 当即 清雀便将顾长青的情况 简单说明了一遍 听着清雀的讲述 羽眼等与族众人都是彻底呆滞 只觉得自己的神魂都快被震散了 羽眼在拜师顾长青的时候 心中对自己这位世尊的实力 其实有着一定的预估 有水仙体加持下 秉持大气韵的他能够感受得出来 拜师顾长青 绝对是自己能够遇到的一桩大机缘 但他预估中 顾长青的实力 也不过就是真仙层次而已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顾长青真正的战力 竟然会恐怖到这一步 连羽眼都如此震撼 羽族众人自然更不用说 在知晓顾长青的情况后 羽族那些仙道高手们都是惊喜到了极点 而在惊喜之外 他们心底其实还有一份难言的惭愧之意 尤其是羽族那些老辈人物们 毕竟就在不久前 他们心中还都觉得 自家小姐拜师顾长青是冲动下的错误抉择 以羽眼的天赋 真要是想拜师是很有希望 成为某位真仙的传人的 但现在看 真仙和顾长青比起来 算个屁啊 这位长青殿下 杀真仙如土狗 五大仙朝二十九位真仙 除了两个有眼色的果断选择了投降 侥幸保住了性命 剩下二十七位 被这位一人一剑杀了个干干净净 什么样的真仙 能与这位相别 第七百八十八章 翻手镇压仙尊 羽族众人心中的那点震撼 顾长青并不在意 在收拢了玲珑仙朝的传承道书后 顾长青便带着鱼眼 还有青族众人返回了逍遥界 安顿好鱼眼 清雀等人后 他便招出了朱天道宫 直接开始闭关用这段时间收拢的 幽冥、玲珑、五大仙朝等七家顶级真仙道统留下的传承 道书开始进行推演 原始天宫第三篇章的推演难度无比巨大 但有七家顶级真仙道统的传承道书辅助 顾长青的推演效率说是一日千里都不为过 再加上朱天道宫万倍加速的效果 数月之后 顾长青在出关时 一双眼中亦是有着浓浓的惊喜之意流转 七家顶级真仙王朝的传承道书加持下 我原始天宫第三篇章的修炼功法终于推演完成了 原始天宫第三篇章足够让顾长青修炼到精先境界 短时间内他都不用再为功法发愁了 而除了修行境界的提升外 原始天宫相较于前两篇章也有了新的增幅效果 原始天宫的诸多运用 统共可以分为五类 充当最强底牌的原始杀阵和顾长青所掌握的推演之术自不用说 除开这两者外 拥有吞噬炼化 提升修炼效率的原始吞天爵 用于护道杀敌提升个人战力的原始开天爵 此外便是用来助就无上仙体 提高肉身的原始精深这五大类了 而这五类中顾长青最大的短板便是原始精深 这一手段自顾长青上界之后 就已经有些跟不上顾长青实力的提升节奏 毕竟原始精深最开始设定的目标 就是用来助就无上仙体 而仙体助就对于仙道生灵来说 只是准仙天仙这种层次修炼时才需要考虑的问题 当修炼到天仙圆满的时候 仙道生灵的仙体基本上也就趋于完美 届时仙道生灵的修为就如同玉瓶 而仙道生灵的肉身神魂就如同玉瓶中的水 境界不提升玉瓶不变大 哪怕潮里面加入再多的天才地宝 肉身神魂的总量也不能得到提升 除非是混沌井这种混沌奇物才有可能打破极限 这也就导致不长青在相当一段时间里 肉身层次都跟不上自己的战力 若非他此前进了万朝战场 机缘巧合下得到数口混沌井翠体的机会 他的肉身恐怕还只是勉强媲美金仙而已 而且除开肉身 顾长青的神魂也是这种情况 所以在推演《原始天宫》第三篇的时候 顾长青就格外注重这一点 对原始精神进一步完善演化出了全新的修行法 《原始不灭绝》 在原始不灭绝的架势下 我的肉身神魂修为便如三堵不灭神花同时绽放 三花同印可以齐头并进也可以各自提升 哪怕修为没有突破 若有合适的脆体秘宝 我也能让我的肉身突破修为的上限继续增长 这样的手段若是传出去 定会震动仙界 因为这种手段超出了仙界诸多传承道书的质骨 虽然没有到另开一条新路那般恐怖的层次 但也算是一条超脱的手段 放眼仙界十万八千混沌道书 即便是那些混沌孕育而出的天榜道书 能做到这一步的寥寥无几 不过 顾长青倒没有因此就自得骄傲 毕竟那些天榜道书或许没有做到超脱 但他们的功法上限不是先尊就是先王 最起码也是真仙级别 但顾长青的原始天宫 现在最高上限还只是精仙层次 未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但无论如何 完善到第三篇章的原始天宫 到底让顾长青的实力大幅提升 吞天诀开天诀 虽然没有像原始今生演化成不灭绝那般夸张的蜕变 但各自对应的吞噬炼化 杀伐护道的加持效果都比以往增幅了十倍 反应到战力上便是顾长青的实力再度暴涨 原本顾长青在不动用原始剑阵的情况下 实力不过媲美先尊初期 但现在 他的实力已经可以压制先尊初期的存在 虽说还做不到阵杀先尊初期 但也是惊人的提升了 而且 顾长青一缕神石落到自己身侧那四重原始杀剑上 原本这四重原始杀剑上面只铭刻着原始杀阵的阵纹 但现在 他们却又多了一重新的阵纹 正是顾长青所掌握的原始开天诀演化出的道书符文 没错 随着原始天宫的完善 顾长青的两大杀法手段 原始开天诀与原始杀阵已然可以合二为一 演化出原始开天剑阵 原始开天剑阵催动之下 哪怕不动用原始先王的投影 也足以让我的战力暴涨一大劫 灭杀先尊初期都不过翻手而已 顾长青的眼中惊芒如电 要知道 原本的顾长青想做到这一点 非召唤出原始先王的投影不可 但现在 不用原始先王 只要将开天诀与原始杀阵合一便能实现 理所当然的 将这二者合一后 再召唤出来的原始先王投影 战力同样获得了提升 原本原始先王的投影不过只是斩杀先尊初期 镇压先尊中期 但现在 原始先王搭配开天剑阵 就算是先尊中期的存在 顾长青 也能将其震杀 这样的杀裂 相较以往 提升何止百千倍 如今的我 总算是 有了奥十一周的本钱了 感受着原始杀阵中的澎湃杀裂 顾长青都是不由微微一笑 眼中有着喜意难藏 非先道周 先尊巨头 不过百位 最强的 也不过就是先尊中期 说奥十一周 还真不算夸张 不过 感慨过后 顾长青很快就平静了下来 先见浩瀚 广袤无边 非先道周 在这三千周中 只能算是中下游的水准 我这点站立 还远没有到可以放松的时候 更不用说 顾长青的眼中 惊芒如电 这段时间 他先后覆灭了七大仙朝 收获颇丰的同时 也得到了很多 他此前未曾了解的情报消息 而这些情报中 最让顾长青在意的 便是所谓的 仙界大劫 幽冥仙朝 安排幽魂天宗 袭击逍遥界 五大仙朝 不惜跨界而来 覆灭自己 夺取混沌神山 也是为了增加 应对仙界大劫的筹码 如此种种 让顾长青 对那传说中 将要波及仙界三千周 让仙尊都难以自保 心中不安的劫数 都是无比在意 大劫将至 届时将会有更多强者出世 各界纷争 也将更为凶险 不要说仙尊 传言中 就是仙王 都有可能在这种劫数里陨落 顾长青的眼底 浮现一抹凝重 他继承有苍无仙王的传承记忆 在那记忆中 苍无仙王最后 也是陨落在一场所谓的仙界大劫中 虽然现在还不能确定 即将到来的这场仙界大劫 和昔日让仙无仙王战死边疆的大劫 究竟是否在同一个层次 但这也足以让顾长青 生出警惕之心 与修炼动力了 好在 此次元始天宫的蜕变 不仅让顾长青的战力大增 亦是让顾长青 接下来实力提升速度 再度提高 若说对我实力提升最大的 自然是元始天宫 莫属 元始天宫 每一次完善 都能让顾长青各个方面 如修炼效率 炼化速度 推演能力 乃至于肉身 神魂 修为等等 都获得极大提升 这种综合性的增幅 反映到战力上面 便是百千万倍的暴涨 不过 元始天宫的完善 所需要的时间 也是一个恐怖的数字 元始天宫第三篇的推演 需要十万八千年岁月 哪怕有诸天道工加持 也需要顾长青花上十余年 才能实现 而后续的篇章 自然更为恐怖 就如接下来 元始天宫第四篇章的推演 顾长青估计 没有三十万年 根本不用指望成功 而第五篇章所需的时间 更是奔着百万年去了 并且 这两篇章涉及到的境界 更为高深 就算是 诸天道工万倍加速的效果 都派不上用场 但顾长青 并不为此发愁 其一 是以他如今的身家 实力提升 诸天道工第二品级 并不算什么难事 充其量 只是收集所需的材料 会花上些时间 但用心搜寻几年 凑齐材料 绝不困难 其二 则是因为 原始天宫第三篇章推演完善后 顾长青原本的推演之术 也同样获得了新的蜕变 虽然不像 原始今生 推演成 原始不灭绝 那般巨大 但也给了顾长青 不小的惊喜 如今 我的推演之术 可命名为 原始天眼路 有这一卷公爵加持 我的推演能力 将会大大增强 推演天机 探寻机缘的效率 将会大幅提升 若只是如此 顾长青还不至于格外惊喜 关键在于 这卷原始天眼路 还有一重特性 那便是可以吸收所有修炼此卷公法的人 他们修炼时产生的诸多心得感悟 继而 将这些心得感悟 去粗取经 融入到原始天宫内 促进原始天宫的完善 加快新天章的推演 是的 随着这卷天眼路的出现 顾长青的原始天宫 算是真正变成了一部成熟的公法 可以自己推演新天章的那种 有这卷天眼路的加持 未来修炼原始天宫的人越多 天宫蜕变的效率 就会越快 这倒是让我收拢的那些附庸势力 也派上用场了 如今的顾长青 挥下势力不知多少 玉荣宗 天月门 神海道宗 就连玲珑仙朝 都舔着脸继续凑过来 隔三差五 就差遣使者过来讨好 只不过 在传授原始天宫前 我还要再抽出些时间 将原始天宫简化一番才行 这倒不是顾长青 想要避肘自贞 而是 原始天宫修炼难度实在太大 正常情况下 就算是身怀先命的天骄 都难以参悟 放眼顾长青挥下这么多附庸 可能也就清却 于尔 这身怀无品先命的二女 能够正常修炼全本的原始天宫 而且 顾长青的眼界 并不局限于仙界 比起仙界 诸天万界 同样有着无数生灵 以顾长青如今的实力 想要传到整个仙界 显然还做不到 能传到非仙道周十分之一的疆域 都已经算他麾下附庸尽力了 但若是 去到诸天万界 以顾长青的实力与威望 分分钟 就能够传到十余个大世界 用点心 传到上百个大世界 都是不成问题 当然 这上百大世界的生灵 一开始修炼简化版原始天宫 所能带来的效率增幅 肯定抵不过仙界生灵的效率 但有 原始天宫 辅助 这些生灵未来飞升成仙 绝对不在话下 届时 他们带来的反馈 就很惊人了 这就好比众数 凡俗之中尚有十年数目 百年数人的说法 本座身为人道主宰 百千年的耐心 还是有的 更不用说 凡人众数期间 还没有什么收益 但顾长青 只要开始传道 就能加快原始天宫 后续篇章的推演效率 下界生灵 或许实力不高 但积少成多下的收获 也是相当可观 看来 我的确有必要 去到下界一趟了 顾长青微微抬眸 走出诸天道宫 心中已然有了下一步的谋划 他要返回下界 一来 是带着顾家族人 举足飞升 二来 便是带着自己简化版的 原始天宫 传道朱天 第789章 举足飞升 立道统 原始先朝 主义已定 顾长青当即便行动起来 首先 还是要先立定 我在仙界的道统传承 立定道统 一是便于顾长青 传法讲道 传授 原始天宫 虽说他现在统一的疆土 放在整个仙界 只能算是一个边角 甚至边角都不够 但也有不少仙道生灵 投笑到了他的麾下 虽然肯定抵不过在朱天传道时 所能辐射的生灵数量 但蚊子腿再小也是肉 更不用说 顾长青在仙界 麾下还是很有一批强者的 不算还没有被顾长青正式认可 收入麾下的灵蒙仙朝 只说已经确立追随者关系的真仙 除了原名真仙外 还有五大仙朝朔国仅存的两人 加在一起 就有足足三名真仙了 至于无上精仙 乃至精仙境的存在 更是数以十万几 而除开便于传道外 顾长青立定道统 还有一重考虑 就是方便自己 能够更快接引顾家族人上界 举足飞升 并非易事 顾家族人们的天赋 或许个个都不输仙界的生灵 但受限于修炼年岁 他们的修为境界 距离飞升仙界 还有着相当的距离 即便顾长青飞升前 也给顾家准备了一些修炼加速的宝物 可想让顾家族人 修炼到飞升上界的层次 最少也需要数百年的时间才行 久的话 都不奇怪 而且 每个世界每个纪元 能够从诸天飞升到仙界的名额 都是有数的 顾家族人 不说诸多之脉 只是主脉一只 繁衍到今日 也激进万鱼 这万鱼族人 想要在同一个时代飞升 不借助外力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正常能飞升十几个同族 都已经算是顾家 气运鼎盛了 而区区十几个名额 顾长青 自然不可能满意 所以 就需要顾长青这位顾家少主 出手准备了 顾家族人 举足飞升 强行冲开仙界之门 就是仙尊圆满 乃至仙王境的存在 轻易都难以完成 但好在 我有苍无仙王的传承记忆 再度为我 帮了大忙 苍无仙王 和顾长青一样 都是从诸天万界飞升上来的天骄 他昔日飞升上界前 也曾建立有宗门道统 那方宗门至于苍无仙王 就如顾家族人至于顾长青一样 都是他们各自 最忠勇的子弟兵 甚至顾家族人 还要比仙无仙王 当年留在下界的宗门 还要更为珍贵 毕竟 顾家族人的天赋 会随着顾长青的实力增长 而不断蜕变 潜力之巨 比仙无仙王那些弟子 还要更为恐怖 总之 西年仙无仙王 为了接引自己弟子门人上界 苦心推演 终于开创出了一方古镇 名为接引古镇 这方古镇 本质上 就是在仙界构筑出一个 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的仙界之门 来骗过仙界的混沌法则 到时候 有顾长青带领 让顾家族人 从这方金银古镇 构筑出的尾仙界之门中飞升 虽然也会受到诸多阻力 但比起穿越真正的仙界之门 那阻力就要小伤太多了 以顾长青自己如今的实力 都可以做得到 当然 这样飞升上界 弊端也有 首当其冲的 就是缺少了飞升时 飞升仙雷脆体的缓解 凝聚出来的仙体 会有一定的缺陷 但这对顾家族人们来说 根本就不是问题 他们距离仙道领域 还有着相当的差距 等他们真修炼到那一步的时候 缺失的飞升仙雷 自然会再度降下 当然 届时落下的飞升仙雷 会与他们正道成仙的仙道雷结 叠加在一起 让本来就无比凶险的仙道雷结 变得更为恐怖 但这对顾长青来说 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以顾家族人的天赋 这点小小的仙道雷结 还不至于被他们放在眼中 不过 接引古镇的构筑也是一宗大工程 这就给了顾长青 立定道统 增加了又一份动力 接引古镇 何其恢弘 想要伪造出 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瞒天过海 瞒过仙界混沌法则的伪仙界之门 整个古镇 前后所需的禁制符文 都多达一亿八千万枚 而且 这些禁制符文 还不是下界的禁制灵符 而是蕴藏仙道混沌法则的混沌阵符 构筑一枚混沌阵符所需的新力 差不多是购助下界普通禁制灵符的百倍 一亿八千万枚混沌阵符 不说调配布置 单单是购助他们 耗费所需的时间都是一个恐怖的数字 就算顾长青 手上有足够的资源宝物 足够满足购助接引古镇所需 但若只靠他一人 想要立定这方接引古镇 没有百年岁月 根本不用指望 所以顾长青 就更要立定道统定下规矩 让自己麾下各路高手一起过来帮忙了 而且 道统立定名分确立后 等自己接引族人上界时 也能更快地让他们融入仙界 开始修炼 当即 顾长青便将自己的命令传达了下去 他要立定的道统 名字倒是好想 立定原始仙朝 以我故事 为仙朝皇族 其余麾下附庸 玉荣宗 元明仙朝 天月门 神海道宗 元陵宫等 则为我仙朝注食 各宗宗主 老祖 接入朝堂 按修为高低 功勋伯后 加封二品至五品仙官不等 随着顾长青命令传达下去 顾长青如今所统一的逍遥界 五圣界 幽冥界等各大道统 都是群起响应 各宗各族老祖 都是在第一时间启程 奔赴逍遥界 前往被顾长青 确立为元始仙朝帝城所在 昔日玉荣宗的山门 今日的元始帝城 觐见顾长青 对于顾长青立定道统 开辟仙朝这件事 顾长青麾下的强者 都是无比激动 但并没有多少意外 甚至在接到这份旨意的时候 像御龙宗的老宗主 甚至还颇有松了口气的感觉 但这也不能怪他 毕竟顾长青的实力实在太强了 虽然顾长青自己 并不介意头上的名弦 多一个御龙圣子有什么大不了 但对于老宗主来说 这可实在有点 让他有些难以承受 总觉得自己有点谦语了 眼下顾长青终于立定道统 登基称皇 号为元始皇主 将御龙圣子的名头卸下 老宗主心中 都是轻松了许多 而老人家 一放松下来 心思就容易活泛起来 看着面前两位年轻后辈 一位母亲 一位月盈 忍不住关切道 如今陛下 已经登基 我们也算是 有松口气的时候了 你们两个小丫头 修行这么多年 也算修炼有成了 就不想着 找找道理吗 还是说有重义的 但是不好意思提 说着 老宗主忍不住拍着胸脯 主动请应 若是真有 告诉老头子 老头子 我别的没有 说没的本事 还是有的呀 看着老宗主 难得的乐何模样 一头黑线的月盈 有心想催老爷子一口 但到底没忍心 冷哼一声 干脆便转过头去 不搭理老宗主了 而母亲 却依旧是宛若月宫神女一般 角色容颜 不见有一丝波澜 只是微微一笑 温和开口道 老宗主不用挂念我们姐妹 我们对自己自有安排 听着二女的回应 老宗主也只好无奈点头 也好也好 你们也都大了 有自己的主意就行 但 说到一半 老宗主突然想到了什么 目光忍不住猛然回头看向不远处的地宫 在看向面前的二女 不禁吞咽了口口水 低声道 但老头子突然想起来 你们两个丫头 可不要因为见过了真龙 就把眼界提太高了呀 老爷子你就少说两句吧 听到老宗主这话 众议有所指的意思 月盈一正 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 但翘脸上却难掩两某飞侠 旁边的母亲 想到顾长青的身影 意识不由微正 那仿若悠谈般 永远波澜不惊的一双美眸里 这时 帝城进宫中 道中敲响 传荡悠扬声音 让二女都是得以回神 老宗主也不由举谋看去 没注意到二女神态变化 精神都是一阵 这是陛下上朝的终生 我们快快前去吧 今日是顾长青 立定原始先朝 登基城皇的第一次朝会 玉隆宗 天月门等各大附庸势力 其宗主 高层 都是西数云集 就连玲珑先朝 在得到消息后 都是舔着脸 有玲珑老祖带着 八位针线一个不守 西数前来向顾长青 扶手称臣 立成进宫 龙椅之上 顾长青端坐 俯瞰下方仲仙 一时间 顾长青也是有些感叹 还真是时光匆匆 一黄言 我来到这方世界 已经三十多年 修行至今 也有三十载岁月了 顾长青心底轻叹 时光过得太快 也就是他这只是心声 并未说出来 不然 接下一众仙道高手 就是在忠诚 恐怕都要忍不住翻白眼 三十载岁月 就感慨时光匆匆了 别说仙道生灵就是对于人道领域的帝者 圣者们来说 三十年都不过是一转眼的功夫 很多时候都够不上他们闭关一次所需花费的时间好吗 不过 顾长青虽然心中有些感叹 但很快就平复下来 今日他主持这场朝会 除了 月银终于没忍住 翻了一个白眼 但敲脸上却难掩梁莫飞侠 就连沐青 想到顾长青的身影 都是不禁一时失神 那仿若忧谈般永远波澜不惊的美眸 都是有波光闪烁 片刻才平息 不过 感慨归感慨 顾长青 并没有忘记今日的任务 抬手示意 躬身下拜的仲仙起身 顾长青便直接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 简化版的原始天宫拿了出来 如今本皇已然登基 自当传罚我仙朝众生 这卷原始天宫初解 乃是本皇 以自身修行根本公爵为基础 推演而成 你们各自领回去 传罚给各自族人弟子 也让我原始仙朝 未来能够愈加鼎盛 听到顾长青的话语 在场一众仙道高手都是仪政 而后眼底都不由浮现出了惊喜之意 顾长青的天赋 实力 整个原始仙朝的生灵 都是有目共睹 尤其是在顾长青 一人一剑 荡平了五大仙朝之后 此前万朝战场上传言的 说顾长青得到仙尊传承的消息 已然被世人所公认 而现在 顾长青说 这卷原是天宫初解 乃是他从自身的根本法觉中推演而来 那岂不是意味着 这卷功法 脱胎自仙尊传承 脱胎于仙尊阶的无上传承 哪怕没有原本的仙尊传承来的珍贵 对我等 也是天大的机缘啊 第七百九十章 刺法 震撼 一众仙道高手 当即躬身下拜 恭恭敬敬 从顾长青手中 将原始天宫初解 领取走 已经恨不得 现在就带着这卷功法回去 将这卷功法 传授给各自族人 弟子了 看着他们迫不及待的模样 顾长青不禁微微一笑 简单说了几句话后 便是示意他们可以离开了 毕竟他们越早回去 越早将原始天宫初解 传开 原始天宫也就能越早开始完善 蜕变 安排完了这些臣子后 顾长青的目光 又落到旁边两位真仙身上 这两位真仙 一人号为云露 一人号为南陵 都是仙界的仙天圣灵得道 原形乃是云中露 天南陵阳 皆是擅长屈及避凶的仙道圣灵 也正因此 这两人在顾长青覆灭五大仙朝的最后关头 克制住了冲动 没有对顾长青出手 更是在顾长青 见面虎猎真仙之后 乖乖选择了投降顾长青 立下混沌誓言 成为了顾长青的战仆 此刻看着顾长青给自己的陈属传法 两位真仙说心中不艳陷 那是假的 但在艳陷 他们也不敢有什么不满 作为战仆 他们很清楚 自己现在能够活着 已经算是顾长青仁慈的结果了 想到自己如今的身份 两位真仙对视一眼都是漠然一叹 眼中斗智全无 说是行尸走漏都不为过 不过 这也不能怪他们 虽然顾长青说过 只要他们立下足够的功勋 就可以提前开始他们占仆身份 哪怕凑不够 效力千万年后 他们也能重得自由 但无论是那些被顾长青迫降的五大仙朝 连带着幽名仙朝在内 数百万仙兵仙将 还是他们中最强的两人 顾长青眼前这两位真仙 都没有将这番话放到心里去 毕竟 他们都是仙界本土的生灵 对很多事情早已看透 对于仙道高手来说 所谓战仆 不过是炮灰好听点的说法而已 效力千万年 正常情况下 一个战仆能活上万年不死 就已经是运气了 至于说凑够功勋就能开市 那更是不存在 很多仙道高手 对强大的战仆 都会刻意设置出 极高的功勋标准 想要提前开市 就必须冒着一次次生死危机 完成各种高风险的任务才行 真正能够凑够提前开市功勋的战仆 一百万人中都错不出来一个 而且 这位长青殿下 不 该说是长青皇主了 这位长青皇主 眼下刚刚登基 正是雄心勃勃 将要扩张的时候 我们这些战仆陨落的风险 只怕会更为恐怖 想到这里 两位真仙 心中都是愈发黯然 他们的想法 顾长青 尽数看在眼底 却是不由微微一笑 对于这些被他迫降的战仆 顾长青可不会轻易 将他们当作炮灰给浪费掉 这数百万仙兵仙将 对如今成功推演出原始天眼路 让原始天宫 有了自我完善特性的顾长青来说 乃是绝佳的工具人 不过 眼下这些工具人 显然还需要用些方法 来激起他们的斗志 稍稍沉印后 顾长青心中就有了主意 他直接上前 来到两位真仙面前 看到顾长青到来 云露 南临两位真仙 都顾不得走神 连忙躬身行礼 态度无比恭敬 虽然他们心中已经丧失了斗志 但对活下去这件事 还是很有欲望的 看着弓身行礼的二人 顾长青淡然一笑 伸手让二人起身后便是一直点落 顿时 一篇比简化版的《原始天宫初解》要更为繁复 但比起原本的《原始天宫》 还要简单一大截的公爵便是落到了云露 南临两人的石海中 让两位真仙的身形都是骤然凝固 这卷弓法 名为《原始天宫真解》 算是顾长青专门为麾下真仙境 还有天赋优秀 达到三品仙命以上 但又没有到五品仙命级别的天骄准备的 感受着这卷真解中的诸多精妙道运 云露 南临两大真仙的呼吸都是瞬间平住 眼底都是有着浓浓的震撼浮现 这 这卷弓法陛下都愿意传授给我等吗 《原始天宫真解》要比《初解》浩瀚的多 以云露 南临两人真仙境的修为 一时间都难以通览全篇 但只是看完最初的 人道领域的修炼过程 就已经足以征服他们了 毫不夸张地说 若是按照这卷功法将他们人道领域的九个境界 从头到尾重新修炼一遍 他们的潜力都会迎来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增长 原本可能只不在真仙七八重天的他们 有了问鼎真仙圆满乃至先尊境界的可能 这让他们怎能不激动 陛下 这份赏赐我等怎能承受得起啊 云露 南临的心都被激动填满 原本心底那点委屈 还有那份无奈都是已然烟消云散 整个人的斗志都是直接涨到了最高点 开玩笑 有这样的功法赏赐 若是传出去 怕是不知有多少真仙会引红他们的待遇好吧 至于说做战斗风险大 能得到这样的传承冒点风险 又算什么 看着他们激动的模样 顾长青淡然一笑 毫不意外 他一边扶起又要大理拜祷的两大真仙 一边取出两枚符罩交给二人 这两枚符罩 一枚承戴着的是原始天宫初解 与原始天宫真解的修炼内容 一枚则是转修这两卷功法后对应的赏格 你们两个带回战斗营 根据天赋高低传授给本皇麾下战斗 当然本皇还是那句话不用强求 若是有人不愿意转修 你们也不用勉强 原始天宫初解相较于原版的原始天宫 难度降低到几乎无门槛的地步 只要天赋达到金色以上都能够修炼 但相应的原始天宫初解也有一个缺陷 那就是要修行的话就必须重头开始修炼 不像原始天宫真解 虽然也需要将一个个境界重新锤炼打磨 但并不需要将原本的根基修为尽数抛舍掉 顶多是重修过程中实力会稍稍下降而已 所以原始天宫初解的转修还是需要冒一定风险的 但对顾长青这份告诫 两位真仙却是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转修会冒风险 比起转修后的好处 这点风险算得了什么 更不用说对于这些仙道生灵来说 哪怕从头开始修炼有之前修行的经验 加上仙界充盈的仙道元气辅助 他们修炼起来也是一日千里 顶多百余年的功夫便足以重回人道巅峰了好吗 而且 两位真仙看向顾长青赐下的另一枚 记载着顾长青病例的《关于转修原始天宫》的诸多赏格 看完其中内容后 他们对顾长青的眼底都是充满了忠诚的火焰 慷慨激昂立下军令状 请陛下放心 我们一定让战仆营上下 百万仙兵仙将都转修原始天宫 为陛下干脑涂地 说完 两位真仙便是直接纵起仙光朝着战仆营赶去 当他们赶到战仆营时 留守战仆营的一批无上精仙们都是连忙赢了上来 不过 他们脸上的表情都是无比慕然 和两位真仙在接到顾长青的赵令前的模样 没有什么差别 两位统领参与朝会辛苦了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进士 二位统领好好歇息一番吧 如今陛下登基 我们接下来 恐怕就不会有什么清闲日子了 一位无上精仙开口 尹阁旁边众人都是欺然一叹 看着他们那一副慕然的模样 两位真仙却是哈哈一笑 休息什么的先不急 至于清闲日子 我们接下来是清闲不了 不过 和你们想的情况 可是完全不一样 说着 云露真仙直接抬手 示意那群无上精仙们下去传令 让战仆营在侧的先兵仙将都云集过来 陛下有赵令传达 今日起 要我们全英上下 都转修这卷原始天宫 说着 那位云露真仙便将承载有原始天宫 两部减本的符罩 丢给最近的那名无上精仙 一众无上精仙连忙围上去查看 但这一看 他们都不淡定了 原始天宫真仙 他们完全看不懂 直接忽略 能看懂的 只有 原始天宫初解 顾不上去仔细浏览 原始天宫初解的内容 他们直接看到 原始天宫初解 末尾 再看到这卷功法 最高只能修炼到精仙尽后 这些无上精仙 都是顿时变色 他们出身的势力 都是最顶级的真仙道统 作为这等级别势力培养出来的精锐 哪怕是最普通的先兵 修炼的功法 也是精仙阶的功爵 而他们这些无上精仙修炼的功法 更是可以踏入到真仙境的传承 而现在 按照顾长青的命令 他们要费了有望真仙的传承 转去修炼这卷 最高只能成就精仙的功法 这让他们心中 怎能不愤态 第791章 神石下剑 看着他们义愤填膺的样子 知晓内情的云露与南陵两位真仙 忍不住无奈附额 你们就不能有点耐心 仔细将这卷功法 好好看看 云露真仙语气 还算温和 而南陵真仙 却是忍不住直接呵斥了 一群蠢货 天大的机缘就摆在你们面前 你们还不知道真戏 若是你们有谁 不准备转修这卷功法 现在就出来 我保证 你们今后都不用再想修炼原始天弓 听着两位真仙的话语 在场那些无上精仙们不由一正 这才仔细开始浏览起手中那 原始天弓初解 而越看 他们的心底 就是愈发震撼 原始天弓初解 虽然没有云露 南陵两位真仙所拿的 原始天弓真解 来得完善 但若是按照这卷功法修行 依旧能让他们的道基 再度涅槃 潜力蜕变到一个全新的层次 原本只能修炼到天仙的 可以踏入金仙 原本只能修炼到金仙的 可以踏入无上金仙 而像他们这些 距离成就真仙 就差一线顿悟明光的无上金仙们 若是转修原始天弓的话 原本需要他们苦等数百万年 甚至数千万年 才有可能等到的那一线明光 当即就能来到他们面前 让他们稳稳当当 顺顺利利 成就真仙之境 这 这卷功法 真的只是传言中的先尊传承 我怎么觉得 先王秘法 可能也不过如此啊 一众无上金仙 都是震撼到头皮发麻的地步 也就是他们的感慨 顾长青并未听闻 不然 顾长青估计会忍不住笑出声来 原始天弓 若是按照品级来论 就是无上先王级的秘法 都未有能与之相比的 只是受限于顾长青的境界 积累 这才只推演到惊仙境而已 一般的先王秘法 哪里能够和原始天弓相提并论 哪怕最简化的 原始天弓初简 也是无上先王级别的传承啊 看着激动的众人 两位真仙 不由相识一笑 而后便将顾长青赐下的第二枚符罩 也拿了出来 宣布了顾长青 关于转修原始天弓的诸多赏格 转修原始天弓后 若能在百年内修炼到主宰境界 既攻三千 修炼到准仙境界 既攻一万 修炼到天仙境界 既攻十万 立下混沌誓言 勇士效忠陛下后 便可解除战仆身份 成为原始仙朝禁军中的一员 若是超过百年才修成 一样有赏格 只是功勋减半 但只要能修炼到天仙境 都可以解除战仆身份 成为我仙朝 真正的禁军 除此之外 两位真仙深吸一口气 沉生开口 若是你们有谁 转修功法后 修炼到了今仙境界 便可以获得一次觐见殿下的机会 获得殿下传授的 原始天宫的后续功法 一番话 让原本情绪 都已经高昂到极点的一众无上精仙 都是彻底疯狂 原本他们 就已经被原始天宫出解的 诸多神意给征服 现在有得知 只要秦家修炼 甚至不用上战场 不用冒着生命危险 就可以获得解除战仆身份 成为真正仙朝禁军的机会 他们原本熄灭的斗志 都是再度激昂了起来 而且最后那条赏格 只要修炼到精仙境 就能获得原始天宫后续功法的说明 更是让这些无上精仙们 彻底解除了后顾之忧 当即 他们便按照两位真仙的吩咐 将战仆因百万仙兵仙将 尽数召集到了一起 和他们刚刚接到顾长青 照令时的反应一样 一开始知道 他们都要转修原始天宫时 百万仙兵仙将 都是无比悲愤与郁闷 但在了解原始天宫的诸多神意之处 尤其是知晓转修天宫的丰厚赏格后 他们的心底都是充满了惊喜与斗志 对顾长青的忠诚更是一路飙升 甚至有人忍不住低声感慨 早知道陛下 对我等这般后代 我们就该早早投靠过来才是 谁说不是 这话 引来周围人都是疯狂点头 原本当上战仆时 我等只觉得这辈子完了 可眼下看 这哪里是道徒尽头 分明是我等 道徒的新转折 新台阶 能当陛下的狗 是我等此生最大的荣幸 随着顾长青 将原始天宫传到四方 在原始仙朝境内各地 类似战仆音的情况都在上演 原始天宫真解 或许还有一定的修行门槛 但最为简化的原始天宫初解 却是个仙道生灵 基本上都能看出这卷功法的超凡之处 一时间 整个原始仙朝上下 都是斗志昂扬 所有人都在卯足了境修行原始天宫 故长青对此 自然是无比满意 按照眼下仙朝众人的修炼斗志 原本需要三十万年才有可能推演出来的 原始天宫第四篇章 真仙境的修炼功诀 顾长青预估最多十万年就能够功成 而且这还不是极限 他接下来就要返回朱天 在朱天万界传法原始天宫 届时有朱天生灵相助 顾长青估计可能最多千年 原始天宫真仙片的修炼功法 便能被推演完善出来 这也是顾长青感同麾下这些仙道高手约定 只要有人能够修炼到金仙境 便能够在他这里领取原始天宫后续功法的底气 原始天宫再简化 功法难度摆在这里 想要修炼到金仙境 最少也要花费千年时光 甚至万年都并非夸张 等到有人修炼到金仙境时 顾长青这边 可能原始天宫第五篇的功法 都已经推演出来了 激发起原始仙朝上下 修炼原始天宫的斗志后 顾长青这边便是继续吊派人手 开始构筑接银古镇 举整个原始仙朝之力 接银古镇的构筑效率自然非同一般 原本顾长青一人 需要数十上百年才有可能构筑完成的接银古镇 短短一个月便已经出具规模 就顾长青预估 最多再来五六个月 接银古镇便能彻底稳固 唯可下见 带领顾家飞升了 顾长青看着面前 已经出具雏形的接银古镇 虽然还没有彻底完工 但他已经能够通过古镇 同诸天万界构筑联系渠道 甚至能够从大镇另一边感受到久违的诸天万界 尤其是天玄大陆的气息 故乡的契机 让顾长青的嘴角都不由掀起一抹笑意 就在顾长青心头感慨之时 嗡 冥冥之中 一股玄妙的意念 却是从接银古镇另一头 诸天万界的所在一散而出 让顾长青的石海都是不由一震 眼中都不禁浮现出了几分惊异之色 这股意念是诸天万界的大道本源 作为诸天万界前五古人的当代最强天骄 顾长青对诸天万界的大道本源 可是毫不陌生 但他没有想到自己只是构筑做接银古镇 没有引来仙界的混沌法则关注 倒是先将诸天万界的大道本源给吸引过来了 感受到那股意念中传递来的严肃情绪 顾长青都是有些哭笑不得 诸天万界的大道本源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顾长青现在的实力太过强悍了 他若是下界诸天万界都可被他一人横推 对于大道本源来说 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诸天万界轮回心灭乃是自然常理 统一一方大世界或是统一数作大世界并不算什么 但若是将诸天万界都给融合为一就不同了 并不是说不能做 只是还没有到合适的时候就将万界归一会引来大恐怖 顾长青一开始还有些哭笑不得 毕竟他的想法只是传法诸天并非横推诸天 大道本源对自己这么警惕 实在让顾长青忍俊不惊 但大道本源接下来传递过来的警告意念 就让顾长青露出了凝重之色 顾长青如今的实力以大道本源的层次 肯定能感应得到 但即便如此 大道本源依旧觉得 万界归一会有自己无法抗衡的恐怖 再联想到 当年苍无先王战死时也并非在仙界 而是在诸天万界的边疆战场 顾长青的心底都是不由隐隐预感到了什么 莫非诸天万界还有更深一层的隐秘 就算是苍无先王的实力 都难以接触到 难以彻底解决 顾长青还想再问 但大道本源 确定顾长青并非要横推诸天 而是要传法诸天后 那股意念便是悄然消散 不给顾长青再询问的机会 也罢 日后总有机会知道真相 顾长青摇摇头 同样收回神识 正准备看看顾家族人情况如何时 哦 顾长青只觉得 冥冥之中有一股玄妙意念在诸天万界扩散开来 整个诸天万界最顶尖的那一批天骄 随着这股意念散开都是心血来潮 隐隐感觉到在天玄大陆即将有一方大纪元将要到来 第792章 天玄大陆 顾家 这是 大道本源在暗中帮忙吗? 顾长青同样也察觉到了这股意念 脸上不禁露出笑意 有这一抹意念相助 届时前往天玄大陆的万界天骄 数量怕是会不在少数 而顾长青只要征服了这批天骄 有他们做排头兵传法诸天的效率 可就要比他自己一个世界一个世界走 要快得多了 当然 顾长青也清楚 诸天万界最顶尖的天骄都有自己的傲气 且基本上 人人都是秉持大气韵而生 心血来潮 预感到某个方向有机缘出世的情况 对这些天骄们来说 虽然不至于夸张到三天两头都有 但隔上一段时间 就会有这样一次心血来潮 却绝对不是夸张 所以 虽然大道本源帮了的忙 但顾长青也不至于幼稚到 觉得这样就可以将万界天骄一网打尽了 但顾长青对这个结果已经相当满足了 有一就会有二 更何况 大道本源那股意念所能引动的万界天骄 怎么也不至于只算一个一 甚至可能一万人都不止 有这样一个开始 已经帮自己节省不知多少功夫了 顾长青心中暗暗欣喜 心底愈发期待 接引古镇购注完成 自己返回下界那一日的到来 说来 也不知我顾氏一族的族人们 情况如何了 顾长青心头一动 呼出系统 看向自己族人相关的属性栏 准备看看顾家族人们的天赋命格 修为境界等情况 而这一看 顾长青的眼中都是不禁被震撼填满 原本顾长青进入到先界后 和顾家族人分隔两界 顾家族人的各种情况 尤其是境界 命格的变化情况也都被延缓 大约一年才会刷新一次 不过顾长青倒是没有太担心 他在上界前在下界都留有本命见福 真要是有生死危机 他能够第一时间新生预感 做出应对 系统这边 命格境界之类的信息刷新迟缓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顾长青没想到 就是这一份迟缓 竟然给他带来了一份大惊喜 原本在顾长青的预估中 自家族人们的整体天赋 在自己上界之后这段时间 肯定也会有相当的增长 毕竟顾长青踏入主宰境 成就人道领域的极限 某种程度上 也算是近似大卫阶的蜕变 族人们的血脉 肯定也会再度蜕变 或是天资增长 或是体质升华 又或是个人气运暴涨 获得诸多神异机遇等等 再加上顾长青上界前 也征服了星河 银蓝等族族五方大世界 那五方大世界的天仙 都被顾长青或杀或降 同样被融入到了天玄大陆之中 连带着整个天玄大陆的位格 都是跟着蜕变 而天玄大陆的升华 同样也会繁补给整个天玄大陆的生灵 作为天玄大陆的领头羊 顾家族人所获得的增益 也会相当多 总之 当再见面时 顾家族人的整体天赋 必然会给自己一个大惊喜 但在顾长青的推算中 这份惊喜 顶天了也不过是顾家族人 整体进入到金色命格的时代 满足修炼原始天宫初解的标准而已 但眼前的情况 却让顾长青大吃一惊 虽然他还没有回归顾家 但在系统加持下 顾长青看得清清楚楚 顾家主卖现在 哪怕是天资最差的那批人 天赋命格 都已经蜕变到了红色层次 而像顾灵 顾望轩这些 原本就是顾家主卖的精英天骄 此刻命格 都已经达到了鲜命层次 虽然只是一品鲜命 但也是相当惊人的蜕变了 而像老爹顾元 妹妹顾清淵 更是悉数觉醒了五品鲜命 至于自己的几个小家伙 顾清晨 顾芸汐 顾依仁 顾道玄 这四个年龄稍大些的 命格之高 都已经达到了六品层次 而顾元武和顾红灵 这两个最小的 虽然命格还只是五品层次 但他们的五品命格 却都是成长性命格 未来的潜力 高得不说 最起码 蜕变到六品 却是不成问题 这可真是意外惊喜啊 原本顾长青还有些担心 接引顾家 举足上界后 自己族人们或许天赋不差 但短时间内 受限于修炼年岁太短 原本在下界 都是称帝成圣的人物 到了上界 境界却无比低微 心中难免会有不适应 可眼下看这情况 倒是完全不用顾长青担心了 就冲族人们这份天赋 他们上界之后 只要稍稍培养 最多百年便能够成长起来 成为原始仙朝 中流砥柱般的存在 绝不会多了仙朝皇族的威名 尤其是自己那几个孩子 估计不用等到百年后 就冲他们的天赋 哪怕他们现在上界 也依旧能够在仙界 混得风生水起 横扫同辈 想到这里 顾长青这个做父亲的 脸上都不由浮现出了几分自豪之意 而后 他的目光却不禁落到了江连星 蓝青玄 依若雪这三位娘子身上 眼底浮现出极许柔情 自己这三位娘子一路走来 可是给了他诸多帮助 如今我的修为再度提升 等再和娘子们相遇 可要好好慰劳他们一番 顾长青心中感慨 一边看着三位娘子的命格 随着顾家的气韵提升 顾长青的实力蜕变 他的娘子们 也都有了各种机遇 命格也都各有蜕变 原本就是三品仙命的一若雪 如今除去原本的仙灵天寿外 又多了一项三品仙命 玉仙体 而江连星 蓝青玄二女的命格 也都蜕变到了仙命层次 并且都不止一项仙命 像江连星 就同时身负三项仙命 一项三品 一项二品 还有一项一品仙命 只是相较于小家伙们的提升 他们这些做娘亲的提升幅度 就不是很高了 等到借与娘子们上见后 我也要再努力力才行了 原始天宫中 同样也有顾长青专门推演完善的双修秘法 为的就是能够带着娘子们一起进步 顾长青为此也费了不少心思 就在顾长青沉吟时 忽而间他注意到江连星的那项一品仙命 有些特殊 江连星的仙命 共有三项 三品仙命 由玄冰圣谷一步步蜕变而来的九幽仙体 二品仙命 机缘巧合下得到的一方仙道传承 兵煞残篇 兵煞道书的名号 顾长青在仙界也曾听闻 乃是一卷仙尊街的混沌道书 他的传承 哪怕只是残卷 也足以达到二品仙命的地步 和江连星的九幽仙体 相隔一张 正好合适 但第三项仙命 也是顾长青在意的那项一品仙命 就有些不太对了 正常仙命 是七色红光流转 品级越高的仙命 流转的红光就愈发璀璨 但江连星的那项仙命 虽然只是一品 但上面流转的红光 却是不断变化 有时 是正常一品仙命的光芒 但有的时候 却能够璀璨到 媲美三品仙命 九幽仙体的层次 让顾长青 都不禁微微挑眉 有些意外 连星这命格 是怎么回事 当即 顾长青眸光凝实 随着他的视线凝固 江连星如今觉醒的那项仙命 其详细介绍 便是映入到了顾长青的眼中 一品仙命 真仙以宝 描述 蕴藏有上古真仙 冰宴仙子 一缕残魂的传承以宝 虽为残魂 但每次复苏 仍可助力宿主觉醒品及不等的仙道传承 助力宿主成长 随着宿主实力提升 还可着手修补以宝内的残魂 若能完全复原残魂 则可助冰宴仙子重生归来 命格亦将蜕变为三品仙命 真仙传人 难怪连星的命格会不断变化 原来是因为这从命格所致 顾长青微微点头 眼中有明目浮现 连星能遇到这宗机缘 倒也不差 虽然还没有见过那冰宴仙子的残魂 但按照命格描述 当连星相助这冰宴仙子重生之后 他的命格将会蜕变为真仙传人 显然是被那冰宴真仙 正式确立为了弟子身份定下师徒之名 算是一个前辈残魂 借助后辈天骄之手彼此成全的故事 既然这样 顾长青倒是不介意等自己下界后 视情况相助这冰宴仙子一二 默默将此事记在心中 顾长青收回神时 便继续投入到接引古镇的构筑中 而将时间往前稍稍推一片刻 就在顾长青 关注江连星命格之时 诸天万剑 天玄大陆 如今 已然均临整个天玄大陆 号称天玄故事得顾家祖地 江连星的进修宫与内 江连星这位顾家少主母 此刻正盘夕而作 美眸威名 在她的石海内 一尊绝色女仙正长身而立 看着对面江连星的神魂投影 美眸中有欣赏 也有几分无奈 这尊绝色女仙 自然便是冰宴仙子的残魂了 冰宴仙子 西年也是仙界一位顶尖强者 真仙境圆满 距离仙尊只差一步 可惜 因为大敌暗算 在渡仙尊节时 功亏一篑 所幸天无绝人之路 她那一点残魂 在千军一发之际逃到了下界 落到了一方古玉中 但 下界的天骄 在曾经距离仙尊只差一步的冰宴仙子眼中 实在不堪造就 无尽岁月来 冰宴仙子 一直都在那方古玉内守候 古玉流进了不知多少天骄的手 但她从未选中过哪个天骄 毕竟 她的大敌在暗算她成功后 可是已经顺利登上了先尊之位 若是随便挑选一个天骄 或许能帮她复原残魂 帮助她重活一世 但等到她们登陵仙界时 肯定还会被那位大敌知晓 到时候 还是一个死字 冰宴仙子自己 已不在意生死 但她也不希望 随便选一个天骄 给她或她套上的弟子名头 然后就忽悠着她 陪着自己一起死 就这样 漫长岁月流逝 眼看着自己那屡残魂 都要支撑不住 将要绷解 冰宴仙子 甚至已经有干脆放弃 就此消散的想法了 就在这时 她遇到了前来那方遗迹探索的江连兴 江连兴的天赋 让冰宴仙子彻底燃起了希望 九幽仙体 注定江连兴 未来可以顺风顺水修炼到惊仙之境 只要稍有机缘 便能修成真仙 和当年的她匹敌 冰煞残天 更是让江连兴 可以打下无比稳固的倒击 和九幽仙体相辅相成 两项叠加 再加上冰宴仙子 自己这个真仙残魂在旁辅佐 冰宴仙子有相当把握 把自己这个弟子 培养到仙尊敬见 到时候 就算不能向那大敌复仇 师徒二人自保 总是不成问题 如此合适的弟子 就这样来到自己面前 冰宴仙子心中 怎能不激动 只可惜 世间难得万全之事 江连兴的天赋 让冰宴仙子无比满意 但江连兴所在的顾家 却让冰宴仙子颇为失望 自己这个弟子 什么都好 就是一点 澄清太早 早早就定下了道理 对那个叫顾长青的道理 冰宴仙子他 可是相当不满意 第793章 江连兴的师尊 冰宴仙子 只是一缕残魂 又哭等了漫长岁月 残魂早已濒临崩解 所以 每次复苏的时间 都是无比短暂 再长 也就复苏一个时辰 短的时候 复苏一炷香都不到 这点时间 也就只够冰宴仙子 帮着江连兴解答一些仙道疑惑 为他准备一些 适合他现在修炼的功法传承 顶天了 也就聊几句外界的情况 但就是这短暂几句加起来 冰宴仙子得到的情报 就已经让他 心中为自己这个爱徒 无比的不值 按照江连兴的说法 顾长青 乃是这什么天玄大世界 最为顶尖的一位天骄 绝代妖孽 甚至如今 已经飞升到了上界 乃是整个天玄大陆人到修士所仰慕的神话 但在昔日 只差一步便踏入仙尊敬的冰宴仙子看来 飞升上界 算什么神话 就算那顾长青在妖孽 飞升上界到现在才过去两三年时间 他有没有修炼到准仙圆满 都还很难说呢 而自己这个弟子 有自己培养 有九幽仙体 冰煞残偏 未来仙尊都是有望 这不甩那什么顾长青几条肩 是已 冰宴仙子一直在劝解江连兴 没必要对那顾长青如此痴情 等到上界后 已将连兴的天赋 什么好男儿找不到 至于去何一个 未来成就可能到金仙境 就已经顶破天的小人物 结成道理 到时候 你是仙尊 他是金仙 你们两个根本就不在一个世界 你有师尊帮忙 再不停进步 可他呢 在仙界锦小慎微 苦兮兮的证明 你们怎么可能得到幸福 诸如此类的话语 冰宴仙子可是说了很多遍 但奈何 也不知那顾长青 给自己这个爱徒 灌了什么迷魂汤 江连兴自始至终 都是全然不听这些话语 说的多了 甚至还会生气 哪怕冰宴仙子难得复苏 他也不肯闭关入定 不愿同冰宴仙子交流半句 次数多了 冰宴仙子 虽然为自己这个弟子一万个不值 也只能老老实实 将自己心中那劝激的话语 全部压回到肚子里 然后安慰自己说 等江连兴上界之后 就会明白这些道理了 十海内 江连兴和冰宴仙子相断做 一问一答 将江连兴这段时间修炼时 所遇到的诸多疑难 尽数解惑 冰宴仙子这次复苏的时间 便又到了尾声 眼看着还有一点空闲 冰宴仙子张嘴 有心想要再劝说江连兴几句 但话到嘴边 想到江连兴的态度便又咽了回去 白白手道 好了 今日就这样吧 为师还是那句话 一定要勤家修炼 万万不可浪费了 你这难得的天赋 冰宴仙子的小动作 江连兴都看在眼中 见到师尊 终于不再劝说自己离开相公 江连兴的嘴角也是不由微微翘起 但又怕师尊看到伤心 连忙又将这份小雀跃给压了回去 做出一副严肃的表情来 针手连点 目送冰宴仙子的身影渐渐消散 江连兴心底也是稍稍松了一口气 对于冰宴仙子劝戒自己的那番话语 江连兴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冰宴仙子是在顾家 在自己崛起后才来到自己身边的 他根本没有经历过自己最艰难的那段时间 在那段时间里 是顾长青陪伴着自己 帮助自己一步步走出了低估 这份情谊 哪怕再过百万年千万年亿万年 也依旧不会褪色 至于说什么 未来自己能成仙尊 而相公只能当得惊险 两边不配对 开玩笑 想到自己未来 终于能够庇护顾长青 庇护自家相公 江连兴的心底就是快乐的不得了 连修炼都更有动力了好吗 只是 想到自家相公一直以来 那一次次奇迹般的壮举 江连兴心底 还是有些没有底气 相公他 真的会给我庇护他的机会吗 虽然冰宴仙子一连笃定 说什么顾长青这辈子 修成经先都算是幸运 但江连兴可远没有这么有信心 就在少父吃想相公的时候 先借顾长青的目光 也是投向了江连兴 代表着冰宴仙子 残魂的那项命格上 随着顾长青眸光凝食 系统为顾长青 揭示了冰宴仙子的存在 在一瞬间 哄 原本正在缓缓消散 还在犹豫 要不要还是在劝说 江连兴几句的冰宴仙子 那一缕残魂 却是忍不住陡然哀嚎了一声 啊 不好 冰宴仙子只觉得 在那一瞬间 有一尊无比恐怖 比他前世那尊大敌 还要恐怖无数倍的存在 感应到了他的存在 那股无形的压力 几乎要将他这缕残魂 都给压得粉碎绷茧 仙道生灵 尤其是顶尖的仙道生灵 很多时候 他们一个念头 都可以引动天术变异 被他们感应到的人物 冰冰之中 都会感应到无形的压力 当然 这种压力虽然恐怖 但对于正常的生灵来说 顶多只是一种告诫 一种警示 让他们知道 有强大的存在察觉到了他们 让他们接下来行事 愈发谨小甚微 但对冰雁仙子这种 只剩一缕残魂的存在来说 这种无形的精神压力 却是几乎要命了 好在 冰雁仙子 原本就已经准备回归养魂谷玉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在他魂飞魄散前一瞬 冰雁仙子 几乎是 用尽了自己此生最大的运气 终于逃入到了养魂谷玉内 借助谷玉 勉强维系住了自己的神魂 让自己那一缕残魂 无至于被顾长青这一眼 给看得彻底绷俭 呼 仰魂谷玉内 劫后余生的冰雁仙子 神魂都在颤抖 而谷玉外的江连心 却并未受到什么影响 因为 他和顾长青 气韵与共 不仅仅是他 所有与顾长青气韵与共之人 比如其他不家族人 在譬如仙界 原始仙朝麾下的仙道生灵 顾长青考虑 思念他们的时候 都不会有这种无形的压力 所以 江连心此刻 可谓一头雾水 但 虽然冰雁仙子对顾长青有许多不满 让江连心为此很生气 但冰雁仙子 传道授业的恩情 江连心都记得 所以 察觉到冰雁仙子状态不对 江连心美眸中也是犯起担忧 连忙询问 世尊 出什么事情了 谷玉内 侥幸度过这一劫的冰雁仙子 听到江连心的神魂传音 也是回过神来 刚刚那道意念 难道是我西年的大敌 不 不会是他 他的实力 断不可能增长那么快 那就是其他顶尖强者 想到了我的存在 是哪位仙尊 白星仙尊 黄月仙尊 冰雁仙子摇摇头 好容易让自己冷静下来 心中终于有了决断 无论如何 短时间内 我不能再随意险胜了 今日的遭遇 若是再来一次 冰雁仙子不确定 自己还能不能有这么好的运气 而且 冰雁仙子也担心 自己在险胜 留下太多痕迹 会让仇家 提前感应到自己存在 自己死了无所谓 但好不容易寻到的好传人 江连星若是因为自己 这么早隐没 冰雁仙子 都是难以释怀 一念即此 冰雁仙子 干脆将自己 为江连星准备的诸多传承 修炼心得全数汇总 要将他所知道的 先借几个 适合九幽仙体修炼成长的机缘 合并进去 一起告知给江连星 师尊我感觉情况不对 接下来会进入深度沉睡 我这玉佩里 还有一宗秘法 待你修炼到天仙境时就能掌握 切实施展这宗秘法便可唤醒为师 等到自己这弟子修炼到天仙境 以他的天赋 在仙界也该有一定自保之力 到那时 自己再复苏过来 用自己记忆里的机缘帮着江连星 就能让他更为快速的成长了 听着古域内的传音 江连星的美眸中满是疑惑 但不等他再询问 那边 已经被顾长青那一眼吓坏的冰雁仙子 将自己的传承 心得 交给江连星后 便是直接躲到了养魂古域最深处 任由江连星如何呼唤 他都没有什么反应了 罢了 那就等我修炼到天仙境时 再联系师尊好了 努力了片刻 发现没有效果 江连星又仔细感应了一番 确定养魂古域内冰雁仙子的神魂 并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 江连星也只好放下担忧 继续投入到了修炼之中 而就在同一时间 诸天万界的天骄们 亦是在诸天万界的本源影响下 察觉到了天玄大陆的机缘 即将降世的消息 如顾长青所预料的那般 有相当一部分顶尖天骄 在接到这预感后 并没有将其放在心上 依旧按照自己原本的修炼节奏 继续着闭关修行 但同样的 也有不少万界天骄 选择了动身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这批天骄经过长途跋涉 也都成功抵达了天玄大陆 一开始 这些外界天骄 对天玄大陆 若还有着相当的敬畏 但当他们进入天玄大陆 探查一段时间后 这些外界天骄心底的敬畏 都是化为了青面 第794章 故一人前往 在此时来到天玄大陆的万界天骄 基本上都是诸天万界 同辈人物中的顶尖存在 他们所出身的家族 最差 也有天仙坐镇 祖上更是出过 不知多少非生仙界的人物 而在这批顶尖天骄里 站在最高处的那批无上天骄中 其家族背景 更是雄厚 一般的顶尖天骄 家族在仙界 普遍都有金仙座靠山 而那几位无上天骄 家族在仙界 甚至还有真仙荡靠山 祖上甚至出过不止一位真仙老祖级别的人物 隔三差五 都会险胜 让其麾下金仙 送来诸多珍宝仙兵 培育后人 而家族内部 都还有金仙境的强者 坐镇下界 未曾举霞飞升 相较之下 天玄大陆 实在不值一铁 虽说这些年 借助顾长青飞升前的布局 天玄大陆的灵气环境 已称得上今非昔比 但受限于时间问题 天玄大陆上的生灵们 都还没有成长起来 作为霸主的顾家 明面上都没有一位准仙坐镇 而其余顶尖道统 万灵塔 战神学院 真武道宗 还有从西陵神周来的古修会 从真灵大陆来的 由女帝楚秋月建立的真圣宗 最顶尖的强者 也不过都是准仙境界的人物 如此巨大的实力差距 让这些万界顶尖天玄 再看天玄大陆的各方势力 自然充满了轻蔑之意 天玄大陆某处 一座凌峰之巅 一对外界天玄 云集在此 正在商议要结成盟友 联手出击 我能预感到 那宗机缘 还要几个月才会出事 这一段时间 就是我们的机会 为首的一位万界天玄开口 声音沉稳 眼中浮现果决之意 我们 联合起来 一起行动 从天玄大陆最顶尖的几家势力中 挑选一家下手 设服这势力的天玄传人 让这势力为我等所用 这些本土势力 或许比不过我等的家族 宗门 但他们到底是地头蛇 受到此方世界的天道家户 有他们帮忙 我等夺取机缘的几率 也要比旁人更大几分 毕竟 进入这天玄大陆的天玄 可不止我们一对 为首的 这位万界天玄开口 尹德与他同行的这对外界天玄 都是连连点头 他们在进入天玄大陆之前 也都打探过消息 知道这位领队 并非夸张 这段时间 进入天玄大陆的万界天玄数量 他们都是有目共睹 而且不仅数量其多 就连质量 也是无比恐怖 穷羽大世界的第一天玄 穷羽神朝的常公主殿下 号称万界当代天玄中 镇法前三甲的玉穷公主 黎炎大世界的霸主道统 由黎火炎交一族组建的 黎火神公少公主 传说曾经在道主禁时 就曾绞杀过准先存在的黎真少主 此外 还有乱谷大世界同辈第一人 在乱谷大世界万族少主征战的 乱谷战场上脱颖而出 号称大城时 体魄可以比肩真龙的丝天魔猿 还有南宇大世界的第一天玄 日月道公当代首席 还有 想着那些 名号已经响亮到 整个诸天万界 都有所耳闻的顶级同辈 在场这对外界天玄 都是表情名重 连连点头 明月道兄 所言即是 既然这样 那我们挑选哪一家呢 说话的这位万界天玄 出身明月大世界的霸主 乃是明月神中的当代神子 她的天赋无双 性格沉稳 不仅站立碾压同辈 其智慧和眼力 也被同辈天玄所称道 是与玉穹公主 黎真少主等顶级天玄同层次的人物 是以 在她主动开口后 在场这对外界天玄稍加犹豫后 便是决定追随于她 明月神子听到众人表现出来的 愿意封自己为领队的态度 也是颇为满意 当即 她微微一笑 点向面前的渔徒 一直点落在如今天玄大陆的复兴所在 秦贼 先秦王 既然要设服地头蛇 让他们帮忙 那自然要找最顶尖的 我们就去天玄地城 去坐镇在这里 统一整个天玄大陆的顾氏一族 设服着顾家的天骄后辈 让这顾家人成为我们的助理 天玄地城 顾家主脉之所在 家族议事的大殿内 此刻 顾家的高层强者云集 连带着顾员在内 整个议事殿内的气氛都是喜气洋洋 就在数日前 顾长青的接引大阵斗筑 已经到了尾声 最多一两个月 顾长青就要下界归来 而在将要完成的接引大阵帮助下 顾长青 也是顺利和族人们重新联系上 对于老爹顾员 娘亲纳兰烟他们 顾长青自然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当即就将自己接下来的安排 导致了他们 得知顾长青 竟然要带着顾家举足飞盛士 顾员 纳兰烟都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但听到顾长青 已经将这部工作完成了七七八八后 他们的心中震撼之余 都是不由被喜意和自豪填满 我顾员此生最大的骄傲 就是有了妻儿这个千里居啊 顾员心底感慨万千 就在十余年前 今日的天旋故事 还苟且在江陵小城内勉强维系 随便一个王金高手到来 都可能让顾家当场倾妇 但如今 顾家在自己孩子的带领下 甚至将将要举足飞升 实现天旋大陆史上 从未有过的壮举 顾员心中 怎能不激动 是已 再询问过顾长青 确定自己可以在顾家内部 小范围传播这条消息 让顾家高层先做好准备 免得到时太过手忙脚乱后 顾员便是立刻召集顾氏族人 举行了今日这场议事大会 原本云集而来的顾家高层 还在猜测 还以为顾员今日召集众人前来 是要宣布针对外界天交的举措 毕竟 这段时间 外界天交在天旋大陆内愈发活跃 形势也是颇为激烈 不少本土天交 都被外界天交挑战 击败 羞辱 如明月神子那般 选择设服本土天交 以此来为机缘到来时 做准备的万界天交 并不在少数 顾家作为天旋大陆的领军人物 对这种事情 自然不能姑息 万界天交或许优秀 但我顾家千里居又何尝少过 不说顾芸汐 顾清晨 这些顾家第一梯队的天交后辈 只说顾灵 顾旺轩 顾切尔这些 随便一个也都是先命级别的天交人物 即便和这些外界天交比 境界上还存在差距 但在天赋上绝对不输 甚至还有所超越 能够抹平他们在境界上的差异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 今日来义士殿 竟然会接到这样一个好消息 举足飞升 前往仙界 这是何等的壮举啊 那些来自其他大世界的天交 口口声声 小具有天玄英雄 可他们祖上翻遍族谱 只怕也找不出一个 能够带着他们全族飞升到仙界的人物 一众顾家高层都是精神振奋 顾元和那蓝烟看着众人 脸上也都充满了自豪的笑容 但欢喜过后 顾元表情却是严肃起来 我顾家将要举足飞升 这条消息 事关重大 暂时不要外传 但我顾家在外游历的天交后辈 都要召集回来 可不要等妻儿回来 举足飞升时 因为缺人而耽搁 推迟 坏了妻儿的谋划 如今的天玄大陆 可谓机缘遍地 顾家上下 又都秉持天地大气韵加持 所以 顾家年轻一辈 除了顾云熙在闭关悟道之外 其他顾家年轻子弟 基本上都在外游历 探寻种种机缘 听到顾元的吩咐 在场的高层也都知道事关重大 当即公身领命 表示回去后 就通知各方的后辈子弟 回归天玄地城 等待顾长青下见 就在他们各自回返 准备离开一室殿时 搜的一道破空声传来 一道传讯玉符 飞入殿内 落到顾元面前 顾元接过玉符 神识一扫 一双眼睛 都是骤然冰冷 好 好 好 这些外界天骄 可真是嚣张跋扈 这封玉符不是别处 正是顾家的亲密盟友 西年顾长青 顾一人都曾呆过的 战神学院送来 说是战神学院 这一代的首席弟子 被外来的万界天骄打成重伤 而那天骄更是扬言 要挑战整个战神学院的学员 包括历代走出的天骄 若是有不服气他的 也大可来挑战 若是能击败他 他自然赔礼道歉 跪地认输 但 若是被他全数击败的话 那战神学院便要举愿为他所用 助他去取什么 不久后将要出世的大机缘 如此嚣张的话语 顾元恼怒 毕竟 年轻天骄 气盛一点 顾元也能理解 但关键在于 这个年轻天骄将战神学院的首席打成重伤 这就让顾元 无法容忍了 战神学院老院主 在踏入准先进后便早早辞去院主之位 常年闭关 试图更进一步 如今的学院院主 无视别人 正是昔日对顾家 尤其是对顾长青 都有相当提携之恩的元胜副院主 而当代战神学院的首席 便是元胜在接任院主后 又收到门下的小弟子 名义上 该是顾长青小师妹一般的人物 而那小丫头 对顾长青 可是无比尽量 称得上 是顾长青狂热的崇拜者 顾元还和她见过几次 对那小姑娘 印象颇佳 而现在 那小姑娘 竟然被外界天骄打成重伤 不要说顾元 就是在场一众顾家高层听了 都是露出暴怒之色 家主 下令吧 让老夫过去 会会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外界小鬼 一名顾家族老忍不住心中怒火 主动请阴道 不行 那个外界小鬼 虽然嚣张 但也足够鸡贼 说是只挑战战神学院历代学员 我们顾家 虽然和学院亲密 但真要说起来 店内我们这些老家伙 可没有一个算是战神学院的学员 就连妻儿都不算 顾元摇摇头 也觉得有些牙疼 顾长青当年 虽然也是战神学院的一员 但他可是战神学院的导师 而非学子 同样也不在书 难不成 他们真要不要脸一回 以老卖老 仗势七人对付那个外界小辈 似乎也不是不行 毕竟那些外界小辈 说是年轻一代 但一个个修炼 可都接近千年 我们呢 最老的 也就几百年而已啊 有顾家高层 都忍不住开口了 但顾元还是有些犹豫 万幸 就在这时 So 外界 又一道传讯玉符飞来 落到顾元面前 顾元一眼看去 整个人的精神 都是不绝一阵 好了 不用担心了 我们就在这里 等着看那天骄 哭天喊地 跪地求饶的场面吧 玉符之上 一道灵光闪烁 让殿内所有顾家高层 都能神识感应到其中的讯息内容 战神学院之士已知 正在前往 祖父勿忧 孙女 顾一人 第795章 交给我就行 顾家一世殿内 一众顾家高层 都是精神振奋 而同一时间 位于逍遥界内 原始地城中的顾长青 亦是同样看到了这一幕 看着小一人一路急行 奔赴战神学院的身影 顾长青的眼中 不由浮现出了一抹怜爱 而当他看到小一人如今的天赋与实力后 他的眼底 亦是有着欣慰浮现 随着接引古镇的构筑 接引尾声 天玄大陆的情况 亦是被顾长青净收眼底 对于那些外来的万界天骄们 在天玄大陆上的征战 顾长青并不反对 这些外来天骄或许举止跋扈 但不可否认 他们的到来 也让天玄大陆的天骄们 增添了不少斗志 这种际遇对天玄大陆天骄们的成长 也算有益 当然 这期间里 肯定也有外界天骄过于极傲跋扈 对本土天骄下手过重 出现死伤 但顾长青并不介意 天骄相争 既不如忍者 与命沙场 本就是诸天常世 万界功力 顾长青作为天玄之主 对这种情况也是早有预料 但相应的 打了小的 来了老的报复 也算是诸天万界 三千到周 功力的一部分不是 顾长青轻声嘻南 微微一笑 若是这些外界天骄 知情识趣 不下死手 哪怕只是重伤 顾长青都不会在意 但若是真有谁 下了死手 那他这个天玄之主 下界传法时 顺手报复一二 不也同样 合情合理 当然 顾长青觉得 这种情况 应该不会常见 倒不是说外界天骄会有多克制 而是因为 顾长青目光落到街银古镇内 循着古镇流转 小一人 小清晨等一个个子女的身影 都是映入他的眼帘 有这些小家伙们在 即便一开始 外界天骄会对天玄大陆年轻一代多有轻蔑 但要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知道 顾严慎行四个字 该怎么写了 就在顾长青沉映之时 旁边 有原始仙朝的高手 也都忍不住 朝着街银古镇内投去目光 不过他们看到的 是战神学院内的景象 此刻 战神学院内 正有一群外界天骄 傲然立在云端 而为首的艺人一见红袍似火 其上有蛟龙文士 威风凛然 而更为惹眼的 还是他的气息 虽然其修为只是主宰镜 但那股凝炼的灵力波动 足以让准仙都为之胆寒了 此人便是击败了战神学院当代首席 外界天骄中最顶尖的那批存在 无上天骄之一 黎炎大事件 黎火神功少主 黎真 此人的实力和天赋都不容小觑 那位小姐真的能够取胜吗 在场的仙朝高手都是有些担忧 他们并不知晓顾一人过去的战绩与天赋 也不知道顾长青同顾一人的关系 但他们都知道 这天玄大陆乃是自家陛下起家的所在 整个大陆的天骄都是陛下未来子弟兵的重要来源 他们天然就站在了顾一人这边 不免为顾一人担忧了起来 不用担心 这个黎真想威胁到那小丫头 可还差得远呢 感受到麾下高手们的紧张 顾长青微微一笑 语气里却是有着无比的自信与霸道 黎真的天赋是不差 但和小一人比却是弱了不知多少 顾长青说着目光凝实落到小一人的身上 小丫头的命格便是映入她的眼中 命格火药新主六品先命 描述得到一方混沌新尘 火药的承认位居火药新主之尊修炼战斗 悟道时可得到火药新尘的加持修炼效率 参悟速度战斗能力都将远超寻常添交 随修为提升对混沌新尘的掌控也将不断提高 当达到顶点时可以完全掌控这颗星尘成为此方星尘的君王 命格描述只有一句话简简单单 但只从六品先命这一点 就足以看出这方先命的加持效果绝对不凡 更不用说对于混沌新尘这种仙界奇异之地 得到苍无先王传承记忆的顾长青 可是无比熟悉 混沌新尘共有360颗 每颗星尘包含属性相近的混沌大道300条 360颗混沌星尘便包罗了十万八千混沌大道 这是和混沌源头同等级别的奇异之地 相应的 得到混沌星尘的承认难度也是极大 星尘认可的天交共有三个层次 最低是星图级 虽然得到混沌星尘的认可 但只能获得星尘蕴藏的一条混沌大道加持 想要获得更多就只能提高修为 提升自身的资质才行 其次是星矢级 再一上来就能获得十条混沌大道的加持效果 最高才是小一人所拥有的星主集 作为火药星主 小一人自命格觉醒之初 便能够获得火药星尘所容纳的三分之一的混沌大道加持 三分之一颗混沌星尘的加持效果 这是什么概念 顾长青登上仙界后 所获机缘最多的所在万朝战场 便是由一方混沌源头演化而来 他所得到的混沌神山 不过是这方混沌源头 繁衍育出来的珍宝之一 而混沌源头和混沌星尘在层次上持平 换言之 小一人这三分之一混沌星尘的加持 差不多近似于三分之一个万朝战场 其蕴藏的神力都可以为小一人提供加持 而等到未来小一人成长起来后 他在外行走 征战四方时 就等若随身携带一整个万朝战场 源源不断为他提供神力 提供大道 法则的加持 那般场面 顾长青想象一下 都是不免有些期待起来 当然 顾长青也清楚 以小一人如今的修为 别说三分之一就是三万 三千万分之一火药星尘的力量 都难以发挥出来 但只是这一丁点的加持效果 落到如今小一人的身上 那般增幅也是无比恐怖的层次 别看这小丫头 现在的境界只是借助圆满 但真要让她出手 就是天仙圆满级的人物 都能被她轻松灭杀 而那离真呢 战力极限 也不过就是勉强媲美天仙而已 顾长青 怎么可能会感到担忧 就在顾长青 淡然观战之时 战神学院这边 此刻却是一片戚风冷雨 几名学院精英 扶着一位少女 看着对面立在云端 红衣飘摇的离真 眼中满是悲愤 我家首席已经承认既不如人 为何你还要继续追接 少女名为袁月 乃是袁胜的小弟子 她的性情素来温柔文静 若非天父实在过于出众 整个战神学院的学员 对她都无比佩服 她是绝技 不愿坐上的首席之位 但既然坐上了首席位 很多事情 柔弱如她 也不愿后退 就譬如今日这一战 在见到黎真的第一时间 袁月便知道 自己不是对方的敌手 但为了学院首席的尊严 她依旧咬牙出战 在坚持了三十招后 确定自己已经尽了权力 并且力战三十余和才落败 学院的尊严也被自己维护后 袁月这才开口认输 但黎真 哪里愿意这般轻易放过袁月 和她同来的 并不止有她自己这边召集来的外界天骄 还有另外两队人马 和她一同赶到了战神学院 选定了战神学院 作为他们扬名社服的对象 那两队人马 一队是灵狐大世界 燃月狐族的神女带领的队伍 另一队 则是霸惊大世界的第一天骄 出身霸惊一族的楚狂 所统帅的天骄 这两人论实力论威名 都不比她差多少 原本黎真是想借着击败袁月的机会 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望 好在接下来和这两队人马谈判中拿到主导权 但万万没有想到 圆月虽然境界不如她 只有戒主净出气 但靠着袁胜传授的绝学 还有顾长青 当年在战神学院时留下的一些剑道遗课 加上她搏命动用的秘法 她竟然生生抗了三十招 才将近历劫 让黎真的谋划 全盘打乱 这让黎真哪里肯容忍 虽然圆月已经开口说认输 但她只当没有听到 在圆月放下手中剑的时候 继续追击 一击便将圆月击成重伤 若非圆胜在危急关头现身 黎真怕是还想再继续上前 即便杀不了圆月 也要将此女打成废人 她才心满意足 她承认认输的话我又没听到 谁知道她这么没有战斗经验 说认输就放下剑 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 这怎么能怪我 黎真冷笑出声 仰起手指 点向那些满脸义愤的战神学院学员 眼神不屑 你们若是不服气 大可以上前来与我一战 就像我说的 你们若是击败我 那我跪地道歉都没有关系 不然 就给我闭嘴 若者 注定就要匍匐在强者脚下 这是诸天万界的功力 你们之前若是不懂没有关系 今日我大发慈悲 就给你们补补课 还不快点 跪下谢恩 听着黎真那跋扈的话语 圆圣都是陡然变色 恨不得想要自己出手 但他还没有行动 黎真的眼神 已然挑衅般的落到了他的身上 一股巨大的危机感 便是陡然在圆圣心底炸开 黎真也好 其他外界添娇也罢 敢这么嚣张 自然不会 只仗着他们自己的天赋与实力 他们背后的家族 宗门 为他们准备的诸多保命底牌 也是他们这般嚣张的重要原因 黎真 自然也不例外 若是圆圣敢仗势欺人 以老卖老 他黎真就敢动用尽弃 到时候 整个战神学院 怕都将不复存在 可若是不出手 难道真要做事这个黎真 羞辱整个战神学院 将整个学院 都给踩到脚下 就在圆圣 心中悲愤难平 满是对学院历代院主愧疚之时 老爷子 不用担心 这里 交给我就行了 一道清脆悦耳 宛若银银般的少女声音响起 让圆圣院主的精神 都是陡然一阵 第796章 废物一个 随着这道声音响起 在场众人都是齐齐抬手 看向声音源头 故一人一袭裂装 秀发飘扬 已经十三岁的她 已经出具祸水熔岩 身形高挑 气质明媚 一双大眼灵动 仿若星辰般 灵气十足 让人一眼看过便难忘 但看着她那还 略显几分青涩的面孔 离真已想 一众外界天骄眼底的不屑 却都是毫不遮掩 哪里来的小丫头 倒还真会说大话 离真眼路轻蔑 看着她那不屑一顾的眼神 小一人并未动怒 只是看着她轻声开口 是不是大话 倒不用急着下结论 不过你刚才那番话 我已经记住了 弱弱者 就该跪拜在强者脚下 那你们现在 就多给本小姐跪下来吧 话音落下见 小一人的气息波动 终于不再遮掩 戒主圆满镜的威亚 在这一刻细卷全场 让那群外来天骄 都是奇奇变色 戒主圆满的修为 正常情况下 在他们眼中该是 不值一提的层次 在场这些外界天骄 修为最低 也已经到了主宰初期的层次 像离真这等无上级别的天骄 修为更是真挚主宰圆满的地步 区区戒主圆满 他们根本不会放在心上 但问题是 他们中最年轻的 如离真这般 也已经修炼了近千年之久 而小一人的年龄 怎么看 都不过才十二三岁而已 十二三岁的戒主圆满 说出去都不会有人相信的好吗 就在众人震撼之时 他们旁边 那一直未曾开口的楚狂 盯着小一人的眼神 却是骤然亮起 十三岁的戒主圆满 看来 你是顾家迪迈的一员啊 天玄大陆年轻一代的天骄 这些外来的天骄们都已经打探到了相关情报 其中 就有顾清晨 顾云熙 顾一人他们的情况 而他们最共通的一个特质 便是他们都很年少 但偏偏站立 修为 又都无比出彩 如此一来 在短暂愣神后 楚狂也好 旁边的燃月虎神女 都猜出了顾一人的身份 你应该是顾家三女 顾一人吧 真没想到 来寻战神学院 倒是先寻到了你这条大鱼 比起设服战神学院 自然是设服顾家的天骄 影响力更大 毕竟顾家才是天玄大陆 真正的霸主 小丫头 你这么小的年龄 就有如此修为 的确该说一句不凡 只可惜 你的年龄还太小 今日 我就再教你一句话 没有实力 就要学会折服 贸然强出头 只会给自己凭天羞辱 说话间 楚狂这边便是要越过离真 抢先对小一人出手 在他们眼中 小一人不是什么威胁 而是炙手可热的好宝贝 设服了他 就能设服顾家 就能在接下来的机缘争夺中 抢占先机 而眼前的楚狂要出手 楚狂旁边的追随者 忍不住主动请战了 虽然小一人 展现出的天赋 让在场这些外界天骄 都感到惊讶 但正如楚狂所说的 小一人的修为 并没有被他们放在眼中 反而让一般的外界天骄 都生出了 跃跃欲试之心 区区借主敬的小丫头骗子 哪里值得少主出手 这份功劳 就请让我替少主立下吧 说话的追随者 主动请战 得到楚狂允许后 便是迫不及待站出来 俯瞰小一人 人族小丫头 给你一个机会 现在跪地请降 不然 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人族卑贱 能有为我家少主效力的机会 乃是无上荣幸 你不要不是好歹 说话的金甲男子 一袭战海威风八面 额头上更生有独角 和正常人族有益 但显然也是人族血脉居多 是人族的分支之一 相较之下 说话的楚狂 虽化为人形 但身上的血煞之气 霸金族那异族血脉 任谁都能感受出来 但这位独角金甲男 对楚狂 却是卑躬屈膝 反过来对小一人 则是一口一个卑贱人族 让小一人 乃至身后战神学院的诸多天骄 都是掩路怒意 战神学院 包容并蓄 天玄大陆的万族天骄 都能加入其中 但互相之间 并无歧视与俯瞰 并且皆以自己出身的种族为荣 独角金甲男的姿态 让人族之外的学员 都是感到了鄙夷 人族卑贱 你怎么有脸说出这话的 见过无耻之人 但没有见过你这么无耻的货色 我今日 也算是开了眼界 见到了新的下线货色 一众学员 都是咬牙怒斥 就连小一人 都是眼神冰冷 卑贱人族 那就让我看看 你还有你的主子 有多高贵吧 话音落下间 小一人便是愉悦而起 迎着那独角金甲男 便是横接而去 哄 他的灵力汇聚化为一条火龙 朝着那金甲男的眉心便是悍然撞去 然而 看到小一人那灵力攻势到来 那独角金甲男 却是丝毫不慌 冷笑一声 他直接迎着那条火龙而上 竟是要以眉心 硬生生撞散小一人的攻击 嗯 这家伙在找死吗 看到那独角金甲男的举动 战神学院一众天骄 都是有些错愕 但楚狂 还有他带领的那群外界天骄 乃至旁边的黎真 燃火狐女 都是露出了嘲讽笑意 一群没有见过世面的东西 这可是独角人像族的天骄 他的肉身虽然比不过罢金族最顶级天骄 但肉身天赋 也是一等一的恐怖了 整个罢金大世界肉身一道 能和他比的 除了楚狂这位罢金族少主 再也没有第二人 说他找死 该说你们是井底之蛙才断 一众外界天骄都是冷嘲热讽 放声嘲笑小一人一众 而楚狂本人更是舒展了一下懒腰 已经不准备再看下去 在他看来 这一战没有任何悬念 自己那位追随者 虽然实力比不过他本人 但在罢金大世界 却是排名足以进入前五的存在 对付小一人绝对是绰绰有余 哄 就在众人各自心思转动之时 那位独角金甲男子的额头 便是同小一人轰出的那条火龙 撞击在了一起 然而 下一秒 楚狂一众外界天骄 脸上那嘲讽的笑容便是尽数将死 咔嚓一声脆响后 那名独角金甲男子额头正中的独角便是被小一人打出的火龙撞断为两劫 而后更是将那独角金甲男子打得横飞出百丈 不断金折 当场吐血 跌落到尘埃之中 气弱由斯 他那引以为傲的肉身 竟是连小一人一击都抗衡不了 我刚刚听到你们说什么井底之蛙 你们 是在向我做自我介绍吗 直到那独角金甲男子横飞而出 昏厥在尘埃后 小一人才是终于再不开口 声音轻轻 但落到那楚狂等人耳中 却是让他们的脸色都是长得通红 好似被一个无形的耳光狠狠抽打在了脸上一般 第797章 碾压 真是令我意外 我没想到 区区人族竟然诞生出你这样的天脚 不过 你的骄傲也就到此为止了 懒得再去看那生死不知的独角金甲男子一眼 楚狂一双眼 只是盯着面前的小一人声音里透着彻骨的寒意 哼 他一步向前 周身浮现出冲天的神光 有大道法则 化为重重投影浮现在他的周围 足以让仙道生灵都感到畏惧的气魄 从他身上绽放开来 让在场双方都是不由屏息 不得不说 这位罢金族的少主的确有他自傲的本钱 修为不过主宰境 却已能够凭借威势镇压一般的仙道生灵 放在诸天万界的历史上 能做到这一点的都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成长起来后 就算是在仙界都足以扬名 来 与我一战 若能击败我 你在开口嘲讽什么井底之蛙 也一样来得及 楚狂冷冰冰的说道 少主说的没错 人族的小贱人 你不要太得意 击败一个追随者 可证明不了什么 看到楚狂展现出的风采 他身后与他同行的那些外界添娇 自己的追随者们 都是情不自禁的附和出生 原本小医人强势击垮那独角精甲男 让他们的士气都受到重挫 但现在随着楚狂站出来 他们的精神都抖擞了起来 连声高呼 听着他们的话语 小医人只是轻笑一声 现在你们知道嘲讽的话语 要等到战后才说的道理了 之前怎么没见你们知道这点呢 一句话 让楚狂等外界添娇 脸色都是愈加难看 好个伶牙历史的小贱人 我会让你知道 有时候 只顾承一时嘴快造成的后果 不是你能够扛得住的 楚狂低贺一声 跨不上前 朝着小医人攻伐而去 哄 他轰出一记重拳 拳落出 又滔天的灵力凝聚 演化成了一道巨大的闪电 几乎要将天空分割为两半 惊世的力量在云端迸发 似有万口火山一同喷涌 别说准仙 就是天仙当面 只怕也扛不住这恐怖的一击 好 不愧是楚狂少主 少主神威 那小贱人 绝技扛不住了 看到楚狂那凶猛的攻势 他的追随者都不由欢呼出声 而战神学院的众人则变色 元圣院主更是下意识握住了腰间法剑 随时准备出手 救下小医人 但 不闪不闭 只是轻描淡写一掌击出 扑得一声轻响 楚狂轰出的那一击重拳 便是被小医人这一掌轻松化解 连一丝波澜都未曾引动 怎么回事 所有人都愣住 就连楚狂都变了脸色 没想到小医人的肉身 竟然也这般强大 但很快 他就冷静了下来 再度催动攻势 这一次 他动用了权力 霸金族的血脉威能 在这一刻展现了出来 他高高跃起 直至穷顶 体内的浩荡灵力凝聚到了一处 而后猛地轰击了出去 轰咚咚 仿若整个苍穹都在这一刻坠落 朝着小医人覆盖下去 要将小医人灭杀 恐怖的威势 让在场无数观战之人 都是本能的呼吸艰难 看向空中那道攻势 几乎要挪不开眼睛了 那并非一整片苍穹 而是一头霸金 一头纵横足有十万丈的霸金虚影 在这一刻被楚狂催动了出来 带着滔天的凶威 要将小医人震杀于此 霸金法香 而且还是十万丈的霸金法香 在场的外界天骄们 都是变了颜色 就连纳然月狐族神女 黎真少主二人都不例外 同为诸天万界无上级别的天骄 他们对各自的实力 都有相当的自信与底气 但此刻 面对这头十万丈霸金法香 他们都感到了几分威胁 霸金法香 乃是霸金族纯血族人 所能掌握的最强杀术 但这一招 要根据血脉潜力与灵力根基来催动 出千丈霸金法香 想要催动出万丈法香 最少也要修炼到准仙境界 踏入仙道领域才行 但楚狂 还只是主宰境 还停留在人道领域 但却已经能够催动出十万丈级别的霸金法香 显然 他的血脉之力 在霸金族的培养下 应该有了新的蜕变 整个人的实力 都迈入到了一个全新台阶 这个楚狂 需要提高警惕了 黎真的眼神 尤其阴沉 在今日来到战神学院的三尊无上天骄里 他的实力 但现在 楚狂展现出的实力 让他都感觉到了威胁 虽说楚狂仍不是他的对手 但想解决楚狂 必须要动用一些 他不愿意暴露的底牌才行 这让黎真 自然开心不起来 而催动出霸金法香的楚狂 脸色同样阴沉 十万丈霸金法香 乃是他压香底的手段 本来 是想留着和其他诸天万界的无上天骄争风式催动 用来做取胜的关键 但没想到 对付天玄大陆上 一个小小土著家族的嫡女 就要被逼得动用这一招 想到这里 楚狂看小一人的眼神 都是愈加冰冷 小贱人 给我去幽冥地府后回去吧 楚狂一声长笑 双手猛然挥落 灵力催动之下 那头下坠霸金法香 坠落速度都是再度暴涨 然而 面对那急速坠落的霸金法香 小一人的眼中 没有分毫俱意 只有一抹平静 区区牲畜 也敢与天辰争辉 话音落下肩 小一人已是一指点落 指尖落处 嗡名一声震响 还要浩瀚十倍不止 超过百万丈纵横的赤色星辰 便是自小一人指尖落出的虚空中 浮现出 星辰转动 骑上一条大道纹路浮现 混沌威压 激荡四野 迎着那头霸金法香 逆事上 只一瞬 便将那头霸金法香 当灭为虚无 连带着楚狂本人 都是被吞没到了 那火药星辰之内 轻轻一转 便将其焚击为了漫天飞灰 神 什么 震撼 无比的震撼 在这一刻席卷全场 所有人都是正正的看着那颗吞灭了楚狂身躯 将其一击灭杀的星辰虚影 再看着抬手便驱散了那颗星辰虚影 一脸平静与漠然 仿若这只是随手一击的小一人 哪怕是战神学院一方的天骄 修士 都是只觉得自己的脑子快要转不过来了 楚狂的实力 在场众人都是有目共睹 就算是真正的天仙下凡 想要击败他 都要费上一些功夫才行 但就是这样一位强悍存在 竟然连小一人一击都扛不住 要知道 小一人的修为 只是戒主静啊 就在众人心头震撼之时 外界天骄中 原本还对楚狂感到忌惮的黎真 此刻一双眼中的光芒 却是浓郁到几乎化为实质 盯着小一人的眼底 都是有着无边的贪婪与炽热 好好好 这天玄大陆 果然是本少主的府邸 有大机缘 大福分在 本少主可真没有想到 这等穷乡僻壤 竟然也能遇到一位火药星辰承认的天骄 黎真少主轻声泥南间 却是直接纵起神光 来到云端 捅小一人摇摇相对 盯着小一人 头也不回地 对身后一众外界天骄开口 你们谁都不许上签 此女 是本少主的猎物 说完 他再度看向小一人 舔舔嘴角 一声长啸间 轰得一声巨响 在他身后 一颗与小一人此前召唤出来的那颗火药星辰 一般无二的百万丈星辰虚影 便是浮现出 第798章 你没资格 黎真少主身后 一颗火药星辰高悬 同小一人的火药星投影 乍一看 竟是一般无二 不同的是 小一人召唤出那颗火药星辰投影时 只动用了其中一条混沌大道的加持之力 所以 那火药星辰上 只有一条大道神光闪烁 但现在 黎真召唤出来的这颗混沌星辰 其上却有足足十条大道 闪烁混沌神灰 一散出来的那股威势 让在场所有人的心绪都从楚狂身上 声声拉扯回到了黎真这边 看着身后映照星辰 威势滔天 仿若混沌中走出的火药神帝的黎真 眼中 都是有着无边境位 火药星辰投影 而且还有十条大道显化 这个黎真 竟然是传说中的火药星辰 该死 这家伙竟然一直都在藏着 在场除黎真外 朔果仅存的燃月湖族神女 在短暂愣神后 便是意识到了黎真的命格 一双眼中 都是有着浓浓的忌惮与挫败 他也好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的楚狂也罢 在过去 都曾和黎真有过争锋 只是最终 都遗憾落败 但他和楚狂都觉得 自己同黎真的差距并不算大 但现在 看着黎真展现出的天赋 他们才意识到 这个黎真 之前竟然一直在藏着 他竟然还有火药星矢 这一重身份未曾展现 而听着燃月湖女的感慨 其余外界天骄 也都意识到了 黎真为何如此激动 他们的目光落向黎真对面的小依人 小依人此前击杀楚狂时 最终展现出的那手段 和黎真此刻展现出来的星辰投影 可是极为相像 不过 黎真的星辰投影 威势明显要比小依人的强悍不知多少 传说中 混沌星辰认可的天骄 共有星徒 星史 星主三个层次 最高的星主不必说 就算是上界 能有这等天资的天骄 都要数千万年才能诞生一位 我下界 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存在 所以黎真 应该就是 我下界所能达到的极限 火药星史了 有外界天骄低声说着 看向小依人的眼神 倒是多了几分同情 能觉醒火药星途 得到一颗混沌星辰的承认 已经算是了不得的天赋 可惜啊 这份天赋 和黎真少主同出一员 注定要被黎真少主压制 他的战力 时辰能发挥出 一程度未必有 注定要被这黎真少主 震杀于此了 院主 怎么办 外界天骄们的议论 并未掩人耳目 战神学院这边 也都能够听闻 耳听的小依人眼下情况不妙 一众战神学院的天骄 都是不由担心了起来 圆圣院主 也是眸光凝重 忍不住上前 依人 你能不能撑住 若是不行 你就先离开 没必要为了一时意气之争 而伤到自己 小依人能够击败楚狂 已经证明了他的天赋 与天玄大陆天骄们的实力 再加上小依人的年龄 若是给他时间 让他和这些外界天骄修炼同样的时长 将这些外界天骄踩在脚下 绝对不成问题 完全没有必要 为了眼下的一点胜利 而搭上自己 喂 你这老狗说什么呢 我们之前可是约定过 若是你们尽数落败不敌 你们便要听我号令 为我效力呢 黎真眼见得小依人就在眼前 见烈欣喜的他 哪里肯放小依人离开 他当即打断袁圣盛的话语 又看向小依人 似笑非笑道 你这小丫头 似乎也和这战神学院沾亲戴故 你可忍心看着你昔日同门长辈 被我踩在脚下 若是不忍心 就乖乖和我一战 只要击败了我 我立刻就走 绝无二话 不 黎真唯恐小依人直接离开 说到最后又改了口 只要击败我 我为你效力都不在话下 天旋大陆将要有大纪元降临 有我为你帮忙 你到时候 定能够得到最大的那一桩好处 听着黎真那忙不迭的话语 袁胜等人这边愈发紧张了 唯恐小依人冲动答应下来 袁胜当即就想劝说小依人速速离开 但小依人这次主动阻住了他的话头 目光看向对面的黎真 灵动的一双大眼中有寒意刺骨 仿若一汪深潭 为我效力 你还没这个资格 他的目光落到身旁 此前被那黎真重伤的战神学院当代首席袁月的身上 又转落到了黎真脸上 轻声开口 说出的话语 则是让黎真脸上的笑容也是骤然僵硬 你若败了 只会比袁月姐姐下场更惨 与其在这里废话连篇 不如好好想想 怎么在接下来的一战里保住自己的性命吧 一句话 让黎真深厚 那一众外界天骄都是表情威宁 虽说小依人之前击败了楚狂 展现出来惊人的实力与天资 但在黎真 展露出火药星矢的天赋后 小依人此刻再说出的这番话 就已经不能用霸气来形容 而称得上有些狂妄了 黎真脸上原本挂着的玩味笑意 更是随着小依人这番话一点点收敛 到最后只剩下无比的寒意 盯着小依人的眼底有杀鸡浮现 但他没有再放狠话 只是轻轻点头吐出一句话 很好 我等着你 说完 他一步迈出 主动来到了云海中间的战场 等着小依人下场一战 而袁胜也知道现在绝技拦不住小依人出战了 只能轻叹口气 放开小依人任由他下场出战 只是他一双眼中的担忧怎么都掩盖不住 更是以做好准备 真到了最后 哪怕拼着自己这条命不要 也要救下小依人 愿主放心 区区一个火药星矢 还没有被我放在眼中 感受到袁胜的担忧 小依人回头冲着袁胜甜甜一笑 看着小姑娘天真的笑容 袁胜一震 恍惚间 从她的面旁上看到了顾长青的影子 让她一时失神 等她再回过神时 小依人已然轻盈一跃 同样来到了云海中间的战场上 与那黎真摇摇相对 做好了开战的准备 你放心 我不像楚狂 没有那么残忍 心土本源补缺我的大盗 看到小依人下场 黎真心头此刻怒火烧平 冷静了一些 盯着小依人悠悠开口 但听到她的话语 在场众人却没谁觉得 黎真真的仁慈 尤其是熟悉新史命格的燃月虎女 看小依人的眸光都多了几分同情 虽说小依人嚣张了点 但她终究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女 天真可爱 真按黎真的说法 取走心土本源后 小依人恐怕就要沦为废人 对于一位爵士天骄来说 这样的下场 可能还不如直接战死在天骄争风中来的痛快 但黎真的实力太过强悍 就算使然月虎女 都不觉得自己有能站上她的把握 哪怕心中对小依人有诸多同情 此刻也不敢开口 只能晋升不言 心底轻叹 废话真多 要站便站 云端上 小依人的眼眸淡然 根本没有分毫具意 只是轻声开口 让黎真的表情再度一将 脸上露出凝笑 好 既然这样 那我就成全你 说着 黎真便是出手 她的体内 灵力运转开来 有赤色的仙霞喷涌 每一块骨骼都在发光 与她身后的混沌星辰产生共鸣 问 顿时 一道又一道赤色的混沌神光 从那星辰中飞出 融入到了黎真的体内 让黎真的威势变得愈发恐怖无比了 她就如同一尊混沌神帝般 威严不可侵犯 扑通 她的身后 有外界的天骄 还有她的追随者 因为主修火属性大道的缘故 此刻受到的影响最重 竟是不自主的匍匐在地 连战都站不起来 该死的 她的威压怎么会这样强大 战神学院一方的天骄也变色 他们也有主修火属大道的天骄 此刻同样受到了巨大的压制 几乎要站立不稳 全靠着毅力维持 才没有匍匐在地 向那黎真跪倒 但 那黎真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冷笑一声 再度催动了灵力 运转速度加快 顿时 她散发出的威压更强大了 战神学院那些火属天骄 骨骼都开始噼里啪啦的发出声响 几乎要对扛不住那股威势 要被黎真压的跪倒在地 不好 看着这一幕 袁胜院主都是变色 想要上前护出自家的天骄 但 这股威压 并非有形的公式 乃是法则上的压制 就算袁胜院主放出自己的气息 也难以生效 眼看着学院的天骄们 要被压碎骨骼 生生逼得匍匐在地 千军一发之际 小艺人出手了 她轻贺一声 在她身后矗立着的火药星投影 便是陡然一转 顿时 一股柔和之力 便如冬日暖阳般 洒落到了她身后 那一众战神学院的天骄们身上 看着这一幕 黎真不由吃笑一声 不知天高地厚 这点手段 也想抗住本少主的威压 在她看来 小艺人要想化解自己的威势 除非全力以赴才有可能 然而 下一秒 黎真的笑容便是将死在了脸上 随着小艺人那股神力落下 原本几乎要跪倒在地的学院天骄 都不由尝出一口气 她们身上 那来自黎真的无形威势 在小艺人催动的气机面前 连一刻都没能坚持 便是被小艺人禁数驱散 看着恢复过来的一众学院天骄 黎真的脸色 顿时变得无比难看 第799章 百条混沌大道 战场上 黎真脸色难看 眸光冰冷 她没有想到 小艺人竟然如此轻易 便化解了她的威势 但很快 黎真便重新冷静了下来 威势之争 只是小杰 并不能决定什么 她盯着小艺人 微微抬手 声音冰冷 小丫头有点本事 但这还不够 给我跪下吧 一声长笑 黎真终于展开了真正的攻势 她招出了一盏金色古灯 在古灯浮现的瞬间 一股炽热的混沌气息便自其中散发出来 古灯高不过一尺 其上道文婉然 灯心内 一尊神笛虚影盘膝而坐 周遭萦绕着火属性相关的大道法则显化 无边的混沌威压自其中散发出来 无须多言 这绝对是一宗仙宝 超出了人道领域兵器的极限 达到了仙兵的地步 并且 还不是一般的仙兵 这是天仙阶顶级的智宝仙兵 黎一眼古灯 没有想到 这黎真竟然将此宝都带了出来 有万界天骄 认出来这盏古灯的来历 忍不住惊呼出声 下界不比上界 哪怕是拥有金仙坐镇的大族 所拥有的金仙兵数量都极其有限 天仙阶的智宝就已经是顶尖 哪怕是黎真 燃月虎女这些无上天骄 他们的家族里 天仙阶顶级的仙兵 都是底蕴级的存在 每一宗都无比珍贵 不过 联想到黎真的身份 他外出历练时 随身带上一宗底蕴级重宝护道 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就在众人感慨震撼时 黎真这边 已然出手 死了 黎真一声长笑 吐出一道灵火 落入到面前的黎炎古灯内 顿时 古灯之中 神光大放 一缕又一缕灵火冲天起 每一缕灵火中 都有混沌法则的符文跃动 带起滔天的沙发雄威 让诸天都为之阵战哀鸣 显然 黎火炎交易族 并不是随随便便拿出一宗底蕴级珍宝 交给黎真 而是经过深思熟虑 才选出了这宗宝物 这方黎炎古灯 同黎真极为契合 两相叠加之下 所能发挥出的威势 已然足以同真正的天仙媲美 强如楚狂 实力顶多 也就是让天仙一重的强者感到棘手 但黎真展现出的实力 哪怕是天仙三重的仙道生灵 也就只能与其站个不相上下而已 小丫头 能够见识到本少主全力出手的场面 你应该感觉到荣幸 将你的星途本源 献给本少主吧 黎真一声长笑 道道灵火朝着小一人诺取 仿若允星汇聚成语 遮天蔽日 封死了小一人所有可能闪避的方向 逼迫小一人只能硬抗 好恐怖的手段 这怎么可能抵挡的了 一众出身诸天万界的顶尖天骄 都感到胆寒了 就连那然月虎女 都是忍不住轻抚胸口 心头震战 她从黎真那一击中 感受到了生死间的大恐怖 若她和小一人此刻异地而处 她没有信心 能从黎真这一击中活下来 火药星石与黎炎古灯两相加持 杀力太恐怖了 然月虎女低声轻叹 觉得小一人的结局已然注定 没有任何翻盘的可能 然而 就在众人都认为此战即将落幕时 小一人却出手了 原来星矢之间交锋 还能够掠夺对方的本源 多谢你提醒我 不然我还真不知道这一点 小一人轻声开口 缓缓抬头看向黎真 微微仰起了右手 作为感谢 我就给你一个痛快吧 哄 说话间 火光冲天 小一人双手 结出玄妙印记 体内的灵力沸腾 涌入到身后 火药星辰的投影之中 伴随着小一人 灵力没入其中 那一颗火药星辰的投影 嗡鸣一颤 紧接着 在黎真错愕的目光注视下 又一道大道神灰 在那火药星辰上冲天起 又一条混沌大道的加持之力 黎真一正 感受到火药星辰上 陡然增长的威势 眼神都不由一正 但转瞬便平静了下去 看小一人的一双眼中 炽热的光芒不减反增 没想到你的天赋 神灰竟然出色至此 如此小的年纪 却能凭借自己参悟 得到了火药星辰第二条大道的认可 一颗混沌星辰 容纳混沌大道三百条 想要完全掌握这颗混沌星辰 就要将这三百条大道 尽数承认自己星主的位置 但想让混沌大道认可 难度也极大 正常情况下 在不掠夺其他星徒、星史、星主的星辰 本源前提下 想要得到一条混沌大道的认可 最少也需要花费百年岁月 并且每得到一条混沌大道认可 后续得到新的混沌大道认可 所需时间就会更长 而小一人却打破了这个极限 竟然得到了第二条混沌大道的认可 这让黎真都是颇为意外 但他只觉得欣喜 毕竟小一人得到的认可越多 他取走小一人星辰本源后所获得的收获 也就越发丰厚 区区两条混沌大道 如何比得过本少主的根基 黎真说着 冷笑一声 身后火药星辰同样大放神辉 火药星史与生俱来 认可他天赋的那十条混沌大道 在他的号令下 演化无边混沌气息 加持到了那些向小一人的漫天火雨上 让那漫天火雨愈发璀璨 杀伐之力也是愈加滔天 然而听到黎真的冷笑 小一人只是淡然一笑 区区两条 你不妨 再仔细看看 嗯 黎真一正 下意识抬头 旋即 他的双眸都是骤然凝固 在黎真惊恐的目光注视下 小一人身后那一颗火药星辰 不知何时已然升到了他的头顶 高高居云海之上 天穷之巅 随着小一人灵力加持 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五条 只是眨眼间 那颗火药星辰上显现出来的混沌大道 便超过了十条之数 超过了黎真 火药星辰所能驾驭的混沌大道数量 但小一人的火药星辰 却依旧没有停止运转 十一条 二十一条 三十一条 直到代表第一百条混沌大道的神光升起 小一人的那颗火药星辰 才是终于缓缓停止了转动 而此刻 那颗火药星辰散发出来的威势 已然恐怖到了极点 黎真所引动的那漫天火雨 连接近小一人身前三丈的区域 这一点都难以做到 直接被小一人驾驭的那颗火药星辰 定在了半空 随着小一人轻轻挥手 那漫天火雨 便是被那颗火药星辰尽数吞没 化为了小一人的灵力补给 让他的火药星辰 都是愈加璀璨 一 一百条混沌大道 黎真看着空中的小一人 声音都在颤抖 此刻 小一人立在空中 身后滔天神火化为一双羽翼 带着他飞到空中 背对火药星辰 宛若无上天神 威言无边 那耀眼的光辉映照下 只有可怜兮兮十条混沌大道的黎真 就宛若小丑 仿若蝼蚁 可笑到了极点 你 你不是火药星途 你是 火药星主 第八百章 无人敢战 这 这不可能 这是幻觉 这绝对是幻觉 区区下剑 怎么可能郁郁的出来 你这样的天教 黎真整个人的自信 此刻 都被极为粉碎 无上天教的那些骄傲 在小一人展现出来的火药星主的天赋面前 就如同垃圾一般 卑微如沉 他一边疯狂摇头 一边眼神猙獰 忍不住一声嘶吼 朝着小一人便是扑杀了过去 哄 他的灵力毫无保留 灌注到了离火谷灯中 竟是拼尽了一切 要将小一人扼杀在此 这都是幻觉 都是假的 下界便是要诞生星主即的天教 也轮不到你这卑贱的人族诞生 你这幻觉 吓不到本少 黎真的声音 戛然而止 在一众外界天骄 瞠目接舌的目光注视下 小一人只是平静抬手 朝前一伸 他身后火药星辰散发出的威势便是铺天盖地 朝着黎真落下 只一瞬便将歇斯底里的黎真定格在了空中 而后 小一人便是轻轻上前 一只束手轻盈 朝着黎真身后那颗火药星辰的投影探去 看着小一人那只手离自己越来越近 黎真眼底的争獰和疾恨终于开始了动摇 到最后化为了无边的惊骇 不 不不不 不要 不要夺走我的心事本源 你饶了我 饶恕我吧 是我有眼无珠 是我不知所谓 黎真几乎要声泪俱下 巨大的恐惧和即将失血星辰本源的慌张 让他鼻涕都快涂了满脸 哪里还有半分无上天骄的霸气 但小一人对他丝毫没有同情 此前黎真那争獰结傲的模样 还有他重创圆圆的举动 让小一人对这个所谓的万劫天骄 提不起哪怕一点的怜悯之意 任由黎真哀求哭嚎 小一人手上动作都是没有停留 直接落到他身后的火药星辰上 而后用力一拽 他那星辰本源凝出的火药星投影 便被小一人生生拽到了自己身后 融入到了小一人的火药星辰之中 黎真惨嚎一声 整个人身体骤然绷紧骂 然后便如死鱼般松垮下来 当场昏死 而他的气息也开始了飞速跌落 眨眼间便从主宰圆满 跌落到了戒主境界 哭咚 看着气息萎靡 形如死狗的黎真 虽然没有上前仔细查看 但在场的外界天骄们都能想到 失去了星矢本源的黎真 天赋将要一落千丈 不要说和其他无上天骄竞争 他能不能保住自己 李火炎骄一族少主的位置 都是两说 生不如死 用来形容这黎真未来的结局 绝对不算夸张 想到这些 在场一众外界天骄 都是在不负此前的傲慢与轻蔑 看向小一人 一个个不自觉吞咽了一口口水 心中的敬畏 都是浓郁到了极点 但小一人 却懒得理会众人的想法 将黎真的星辰本源融入体内 调动自己的火药 新主血脉传承的公爵 将其镇压 未来慢慢炼化后 小一人的目光 才是慢慢抬起 看向最后的无上天骄 那位燃月弧族的神女 还有她身后 那群已经双腿发软的外界天骄 平静开口 声音默然 你们 还有谁想要敢再与我一站的吗 不不敢不敢 感受到小一人默然的视线 然月弧女情不自禁打了一个寒颤 连声开口 连她这位无上天骄都如此 其他外界天骄自然更是不堪 一个个忙不迭攻身行礼 唯恐被小一人盯上 布了那黎真 楚狂的后尘 既然你们不敢再战 那为何 还不跪下臣服 最后的臣服二字 小一人动用了无上神力 她一声长笑 竟是直接让一众外界天骄 都是齐齐颤抖 身体再不受控制 一个个扑通扑通 竟是直接在云端贵岛一片 一个个连头都不敢抬起 看着那整齐贵岛的外界天骄 小一人身后 一众战神学院的学员导师 连带袁圣圣主自己 一时间都是不由心头激荡 这还差不多 小一人看着贵岛在地的众人 神情却很平静 随手一指 点向那同样贵岛的燃月虎女 冷冷道 看你实力还不错 接下来这段时间 你就姑且充认本姑娘的做起吧 还不速速显出原形 是 是 燃月虎女听到小一人的命令 心中满是屈辱 但感受到小一人那冰冷的目光 她终究不敢妄动 不仅仅是因为小一人的实力 更是因为她的天赋 让燃月虎女不敢赌 燃月虎女身上是有静气不假 但没看到 强如楚狂 嚣张如离真 在小一人面前 都没有动用静气的机会 便被小一人强势镇压 有这两个前车之剑 燃月虎女实在不敢保证 自己能在小一人反应过来之前 就催动静气 完成反杀 而除此之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 小一人的天赋如此耀眼 燃月虎女不觉得 她背后的靠山 会弱上几分 所谓顾家嫡女 可能只是她明面上的身份 这小丫头背后 肯定还有更恐怖的存在 为其互道 一念即此 燃月虎女原本的屈辱 都是减少了几分 乖乖上前 真的显出原身 化为一头足有十余丈长的赤色天狐 在一众外界天骄 不可置信的目光注视下 真的充当了坐骑 承托住小一人 在小一人的号令下 与原圣院主等人道别后 便是动身启程 朝着顾家所在 天玄地城赶去 按照家族传来的消息 爹爹就要从上界回来 这头什么燃月虎 倒算是一个西针 正好可以献给爹爹做礼物 燃月虎这边 浑然不觉小一人的盘算 还在暗暗猜夺着 小一人背后的靠山 会是仙界哪位巨头 而就在小一人带着燃月虎 朝着天玄地城返回之时 同一时间 真武道宗这边 亦是有一群外界天骄驾铃 不过相较于霸道的楚狂 黎真一行 这对外界天骄的形式作风 相对要温和得多 当然 只是相对而已 真武道宗山门外 一位女子 偏然若仙 立在云端 身后跟着一大群外界天骄 看她的眼神 皆是有着浓浓的痴迷与崇拜 但那位女子的眼眸 始终都很平静 一身月白长裙圣血 包裹玉体玲珑 仿若不染尘埃的仙庭神女 让人难生起分毫泄毒之念 她没有强行出手 只是轻轻放出了自己的气息 但只是 这道气息波动 便已经足以震动整个真武道宗了 主宰静圆满 果然 玉穹公主这样的无上天骄 修为基本都已经到了人道领域的极限 只要她们想 随时都能迈出那一步 举霞飞升 登陵仙剑 说来也奇怪 玉穹公主她们 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 为何还迟迟不迫近呢 反正 以她们出身的世界 就是踏入仙道领域 也不用急于上界吧 有人眼中有疑惑浮现 但很快便被旁边的天骄嘲笑 愚蠢 你们哪里懂这些无上天骄的想法 人道领域的积累 关乎意味修士 能在仙道领域走出多远 在人道领域 积累越雄厚的天骄 未来在仙道领域所能取得的成就 就越恐怖 对于我们来说 主宰静圆满 可能就是极限 无论如何拖延时间 也难以再对自己的积累有新的增益 但对这些无上天骄而言 他们多在这一境界停留一段时日 根基就能多雄厚一份 未来的成就就会多高出一筹 由外界天骄冷声开口 一边说着 一边看向玉穹公主 眼底满是仰慕之意 玉穹公主神情淡然 只是平静地看着面前的真武道宗扇门 脸部轻一上前 朱唇轻起 说出的声音在灵力加持下 轻松传遍了整个道宗 我听闻真武道宗 阵法一道尤为不凡 不知可有道宗前辈 能对晚辈指点一二 玉穹公主 语气谦逊 但她展现实力 却是毫不容情 说话间 如葱玉指 亦是在虚空中连连点落 每一次落下 便有一道灵光飞出 一枚静置阵符落定 短短片刻 便有万重阵符落下 而这万重阵符在落定后 又是各自一阵 一划二 二划三 三划百 万重阵符 虚余之间便演化到了百万之数 每一枚阵符 都散发出仙道层次的威压 整个过程加起来 连一柱箱都不到 真武道宗山门前 便升起了一座 足以将准仙都给困住的仙道大阵 将真武道宗山门 都给封得严严实实 逆不透风 这 这是传说中的玉山仙灵阵 这座阵法 虽然只是准仙皆出级的层次 但传说困手之能 足以让准仙圆满 都感到头疼了 话说 这阵法不是号称 就连准仙圆满进的高手 神识都不足以维持住 不知完全部阵法吗 玉琼公主 竟然如此轻松 便顾下了此阵 一众外界天骄 此刻都是瞠目结舌 在他们面前 那座玉山仙灵阵落成后 竟然真的好似在真武道宗山门前 又升起了一座 仿若完全由白玉雕琢而成的神山 神山巍峨 虽无太多巍压一散 但只是立在那里 便给人十足的压迫感 意识让真武道宗内 上下弟子门人 都是只觉得心头沉重 怎么办 快去请公主啊 宗主他老人家何在 就在众人担忧之时 嗖的一声真武道宗最高处 道宗宗主殿的所在 和袁胜一样 同样由傅转正 新年指点过小道玄修行的前道宗副宗主 现如今真正的道宗宗主苏宗月 便是自其中踏云而出 他的气息凝炼无比 虽然还未踏入准仙 但比之那玉琼公主 起码境界上已是持平 看到苏宗月现身 原本因为那座玉山仙灵阵落成 而士气低落的一众道宗门人 精神都是不由一阵 这些时间流逝更是锁得愈来愈紧 就在这时 宗主殿内 一道少年声音传出 让整个道宗门人 都是不由奇迹抬头 看向宗主殿的眼神 都是骤然明亮了起来 老师 不如让弟子去试试看 破了此阵吧